骗光了贵叔身上最后的一点钱 然后就再也不把 把他们当成亲儿子亲闺女的贵叔当人看 可是除了这家饭店 贵叔还能够去哪 还能够靠什么养活自己呢 没有了 田婶告诉他们 为了帮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 贵叔连在老家的房子也都全部卖了 贵叔再也没有地方去了 田婶 贵叔的外甥跟外甥媳妇叫什么名字呀 雷欢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声 那两个畜生啊 田婶狠狠地说道 一个叫焦广冲 一个叫康玉琴 焦广冲多少还算剩了一点人性 把贵叔继续留在了店里 要不然 贵叔只怕早被他们两口子给扫地出门了 但是 他那个媳妇康玉琴 给贵叔做了一些什么 雷欢喜可全都看在眼里呢 撑 我知道了 谢谢你田婶 哎 好人没有好报啊 田婶一边叹息着 一边离开了 维斯特 朝雷欢喜看了看 发现自己的这位大哥 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即便这样 维斯特也知道大哥心里在想什么 大哥 我们才认识不久 可是你相信我吗 什么意思 相信 相信什么 哎 交给我去办吧 维斯特笑嘻嘻地说道 我这个人正事一样办不成 可是在做坏事上很有天赋 我保证会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 让你满意的 看到雷欢喜还有一些犹豫 维斯特继续鼓动着 大哥 你都说了 不希望看到贵叔现在他这个样 成 雷欢喜终于下定了决心 你帮我去办 办得漂漂亮亮的 维斯特 好人未必有好报 但是坏人一定没有好报 维斯特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懒痒痒的笑容 一天的时间过去了 又到了第二天的中午 维斯特走进了饭店里 他今天可是经过了特别打扮的 脖子里挂着一条老粗的大金链子 左手手腕带着一块大金表 右手手腕带着一条 同样老粗老粗的金手链 十根手指上 居然戴了五个大金戒指 一看就是个爆发户 饭店的老板娘 康雨琴 最喜欢这样的客人了 只要伺候好了他们 人家结账的时候 可是从来都不会看账单的 老板 您几个人 要吃点什么呀 康雨琴拿着菜单 屁颠颠地跑了过来 就我一个人不能吃吗 维斯特一张嘴就特别的横 看什么菜单 看什么菜单 挑你店里最好的菜给我上不就成了 真是豪宰的主来了 哎哎 您等着啊 您等着 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 康雨琴 眉开眼笑 这次 非得好好地宰他一道不可 又进来了两座客人 家一起 总共有十来人的样子 康雨琴更加高兴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还没有到吃饭的时间呢 已经有三座客人了 只是 后进来的两座客人 一听口音 就是云东本地人 而且 点的菜并不多 看起来 不是太好糊弄 算了 那个大老板一个人 就能顶两桌客人了 厨房里的焦广冲 听说有大老板来了 也更加卖力 不一会儿 第一道菜 就做好了 康雨琴 赶紧亲自端着盘子 给客人送了出去 这什么呀 老板娘 维斯特 看了一眼盘子 老板 这是珍珠龙胆石斑鱼 我叫你老板娘 你叫我老板 这他妈的是 谁在占谁便宜呢 维斯特一张嘴 居然说的是这样的话 我小鲜肉一枚 你都是半老徐娘了 你占我便宜呀 啊 这 康雨琴 怎么都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而且如此的蛮横不客气 心里又羞又怒 可看在钱的份上 还是忍了下来 拍着笑脸说道 老板 您可真会开玩笑 这多少钱呢 维斯特又问了一句 我家店的价格是最公道的 三百亿斤 珍珠龙胆石斑鱼 维斯特拿起筷子 拨弄了一下 这是珍珠龙胆石斑鱼 你跟我开玩笑呢 这他妈的就是最便宜的清班 你敢卖一百块钱一斤 都算你胆子大 还他妈的居然敢卖三百块钱一斤 这客人满口粗话 而且居然如此识货 这是康玉琴 万万没有想到的 一时间 居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算了 本少爷有的事钱 不在乎这几个 维斯特拍了拍自己的口袋 但我可说好了啊 钱无所谓 但味道一定得好 味道不行 你给重做 诶 成 成 康玉琴对自己老公的手艺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维斯特用筷子 分去了鱼身上的配料 剥开 从里面夹了一块鱼肉 放到嘴里 略略尝了一下 立刻把筷子一扔 鱼肉全部吐了出来 行了 拿回去重做 啊 这 你自己尝尝 你让厨师自己尝尝 就这手艺还当厨师 重做 这是来了一个蛮不讲理的主啊 康玉琴也不敢得罪 忍气吞声的 拿着鱼回到了厨房 把盘子朝老公面前一扔 你做的什么鱼啊 客人说兴了 重做 兴了 焦广冲 半信半疑的 拿起筷子尝了一口 是有点心了 这来行家了 得 我给他重做 反正算他三百一件 咱照样 有得赚 火猴过了 重做 这是维斯特 第三次退货了 嗨 你故意找茬是吧 康玉琴也终于忍不住了 你当我这里是大饭店呢 嫌弃这儿嫌弃那儿的 我告诉你 我们家的鱼就这样了 你爱吃就吃 不爱吃 照样给钱 耍横啊 就是耍横怎么着 我们还不伺候了 剩下的菜不上了 给钱 这时候 焦广冲也闻讯 从厨房里赶了出来 给钱呢 威斯特冷笑一声 哼 你过来 你听我说一句话 我马上给你钱 做什么 焦广冲也不知道 对方要做什么 可看在钱的份上 还是凑了过去 威斯特嘀嘀地 在焦广冲耳边 说了一句话 我操你大爷的 一听这话 焦广冲竟然抓起 那个壮鱼的盘子 用力地朝着 威斯特的脸上 拍了过去 威斯特立刻惨叫一声 捂着脸 倒在了地上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1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闯祸了 那天 一听到维斯特 在自己耳边 说的那句话 焦广冲 一时冲动 竟然把一整盘鱼 都扣在了那个 叫航母白客人的脸上 而且 更加要命的是 原本看起来 跟这事 毫无关系的 两桌客人 竟然一起站了起来 简直就是训练有素 有的保护住了航母白 维斯特 有的围住了 焦广冲和康玉琴夫妇 有的打120 有的打110 没多长时间 120和110都来了 维斯特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而那两桌客人 则热心地留了下来 充当证人 在他们的描述 在他们的描述里 维斯特的口味 的确有点刁 让老板娘退了两次菜 结果厨师 也是这个饭店的老板 不乐意了 当场就动了手 而且 居然还有客人用手机 拍摄下了视频 警察看了一下视频 抬头 看向焦广冲 是怎么回事吗 是 可是你不知道 那个客人说了什么 焦广冲 仗红了脸 他 他让我老婆 陪他睡一觉 才肯付钱 什么 警察看了看康玉琴 一点都不相信 那个被打伤的客人 他刚才才看到 小伙子 人长得挺帅 挺神奇 而且看样子 还挺有钱的 再看看康玉琴 四十来岁的人 长得跟五十岁似的 姿色 哪有什么姿色 身材 早就走样变形了 那小伙子 能看中这样的女人吗 他疯了 谁是谁非 暂时还没有个定论 警察告诉焦广冲夫妇 这事 肯定是他们不对 在先 不管怎么说 都不能动手 而且把人还给打伤了 要是那个客人 真的追究起来 赔钱 肯定是少不了的 没准 焦广冲 还会被拘留 要是客人 伤得厉害 下面的事 可就难说得很了 被判刑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焦广冲夫妇 被吓坏了 判刑 老天哪 没有那么严重吧 可现在 不管怎么说 先按照警察叔叔说的 去办吧 维斯特 居然住在了特护病房里 警察同志 我就对他们说了一句 你们以后 别拿青斑冒充珍珠龙胆 石斑鱼骗人了 满头满脸 包扎着绷带的维斯特 说话含糊不清 我错在他的耳边说 是看到当时店里有客人 生怕对他们的店影响不好 可是老板说 你要让老板娘陪你上床 才敢给钱 啊 维斯特夸张地叫了一声 结果 哎呦哎呦地连声喊疼 警察同志 我疯了吗 我要老板娘陪我睡觉 老板娘你们应该见过了吧 我脑子坏了 才要让他陪我睡觉 好了 情况我们大致了解了 两个警察站了起来 你先好好养伤 具体怎么处理 以及牵扯到的赔偿问题 等你出院以后 我们会处理的 谢谢警察同志 我虽然是澳大利亚华侨 但也能够感受到 祖国警察的温暖 这话可绝对不像是 从维斯特这样的人 嘴里说出来的 老鱼 你帮我送送警察同志 老鱼把警察送了出去 正好看到了焦广充 和康雨琴夫妇 你们来了 老鱼 老鱼也没有生气 只是冲他们点了点头 您是 焦广充不认识面前的这个人 哦 我是维斯特 也就是杭姆白先生的私人法律顾问 我叫于元杰 私人法律顾问 看起来很高大伤的样子啊 维斯特 那个被打伤的叫杭木白的人 还有个英文名字吗 康雨琴心疼钱 指着指特户病房 啊 于 于律师 哎呀 就是受了一点小伤 没有必要住那么高档的病房吧 小伤 哼 于元杰冷笑了一声 脸部被烫伤 这是小伤 这个暂且不说 维斯特身为杭木白基金会的唯一拥有人 亿万富豪 难道要让他住普通病房吗 啊 亿万富豪 自己居然打伤了一个亿万富豪 不过 康雨琴的心中 反而生起了一点侥幸 既然对方是亿万富豪 那肯定不在乎钱 要的无非是面子吧 到时候 自己夫妻两个 见到他 一个劲儿地向他道歉 哪怕是跪下来给他认错 都没有关系 只要对方 能够把这个面子给挽回来 自己的尊严是失去了 但是钱却保住了 于律师 我们想进去看看他 康雨琴 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老公脾气不好 做错了事 让行 不是 维斯特先生 收了那么大的苦 我们 想给他当面道个歉 不必了 维斯特先生 不需要道歉 于远姐 淡淡地说道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我们还需要法律做什么 你们很快就会收到我们的律师函 我方提出的具体要求 赔偿数额 会在律师函里的 焦广冲 咽下了一口口水 余律师 大概要赔偿多少呀 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 也没有多少 焦广冲 稍稍地放心一些 可是 于远姐下面的一句话 却让他跟康雨琴 吓得差点瘫倒在地上 据我个人估计 应该在三千万左右 多少 三千万 请放心 不是美金 是人民币 你这是疯了吗 还美金 三千万人民币 谁吃得消啊 我们从来不会随意地说出金额 于远姐一点的严肃 韦斯特先生在本月 有六个商务谈判 都因为此次事件的影响 而无法参加 初步损失估计在五千万左右 考虑到你们 无法承担那么大的损失 因此 我们不会全额向你索赔的 还不会全额 光是这三千万 到哪里去找啊 你把我们卖了得了 康雨琴 实在是忍无可忍地叫了出来 你看我们值三千万吗 啊 没钱 你去告我们吧 就算把我们告死了 也没钱 从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来看 索赔三千万 肯定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 于远姐连看都不看这个女人一眼 我个人判断 最终的赔偿额度会是上百万 也许会是几十万 这是符合本国国情的赔偿 那你们还要索赔三千万 焦广冲 心里盘散了一下 就是几十万 自己也承担不了啊 因为我们有钱 按照索赔额度 要缴纳给法院的费用 我们能够承担 于远姐若无其事地说道 我们会不断地上诉 一直到尚无可尚为止 但是在此之前 我们怀疑你们有可能会转移资产 所以在你们来之前 我们已经申请财产保全了 焦广冲和康玉琴夫妇 实在想不出 自己到底惹到了什么人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就好像一个大粽子似的 大哥 没那么严重 维斯特好像在那里笑 就是有点烫伤 我特意让护士 给我包扎成这样的 是吗 维斯特的话是这么说 但雷欢喜还是有点不太相信 真的不严重 真的大哥 雷欢喜摇着头坐了下来 维斯特 你疯了要这么做 万一碰到个横得住 真把你中伤了怎么办 那正好啊 正好把他往死里整 维斯特居然发出了笑声 再说了 我早就有准备了 那天我特意带去了十来个人 保护我呢 完了 因为自己的事情 又欠下一个人情了 欢喜哥怎么都没有想到 维斯特居然会做出 如此疯狂的举动 不惜以伤害自己来为贵叔出头 这人情该怎么还呢 大哥 你肯定是在为我难过吧 维斯特坐了起来 其实我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不是 是从来都没有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做过这样的事 一想起 我终于帮贵叔出了一口气 我心里就特别的开心 维斯特跟贵叔不认识 甚至贵叔根本就不知道 有维斯特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可是维斯特 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了 他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 不但被打伤了 而且还要出很大的一笔钱 可是他开心 对于维斯特来说 开心比什么事情都重要 于元杰从外面走了进来 维斯特先生 办好了 我让焦广冲和康玉琴夫妇 去交了一万元的住院费 用不了两天时间 还有 我们也起诉了 估计那么大的私人索赔金额 法院不会立案 但我们已经申请了财产保全 嗯 知道了 维斯特想了一下 三千万法院不会受理 那就降下来 在焦广冲和康玉琴 满足我们条件之前 不断地去法院起诉 一直到法院认为 索赔金额合理同意立案为止 雷欢喜知道维斯特 打的是什么算盘 看起来这个小弟 是打定主意 要跟着自己了 焦广冲绝对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时冲动 居然惹下了那么大的祸 从派出所那里得知 维斯特居然是澳大利亚籍的 而且真的是一个大富豪 自己打伤了一个外国人 加上大富豪 那可是麻烦了 还有更加倒霉的事情 那个余律师 真的没有骗自己 真的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也就是说 自己不但银行里的存款动不了 连饭店在判决之前 都没办法继续经营下去了 夫妇两个在店里 你责怪我 我责怪你 反正过错 都在对方身上 后来骂也骂得累了 两个人面面相去 以后该怎么办呢 广冲 御前 吃点东西吧 文德贵 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你们这都多长时间 没有吃饭了 滚滚 你这个老不死的丧门星 本来就心情恶劣的康玉琴 忍不住破口大骂 文德贵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走了出去 萧先生 康女士 就在这个时候 于元杰律师 忽然出现在店里 于律师 您来了 请坐请坐 在这个时候 萧广冲夫妇 是无论如何 都不敢得罪于元杰的 我是来通知你们一件事的 于元杰也没有客气 经过跟法院的多次商量 我们的起诉赔偿额度 最终确定在三百万 比之前足足少了百分之九十 恭喜你们 教广冲夫妇哭笑不得 三百万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 当然了 法院最终的判决 肯定不会是三百万 这一点 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了 于元杰 不慌不忙地说道 但是 最终判决下来 一百万 你们能够承担吗 五十万能够承担吗 不能吧 于律师 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明说吧 维斯特先生 看中了你们的这家饭店 您早说呀 焦广冲如梦初醒 维斯特先生 看中了我的饭店 就跟我说呗 用得着费那么多事吗 价格好说 价格好说 早知道是这样 何必那么麻烦呢 价格嘛 于元杰伸出了一根手指头 一百万 小先生 您是想钱想疯了吗 十万 不 于元杰笑了一下 维斯特先生 准备出一块钱 向你们购买这家饭店 你们疯了吧 康玉琴叫了起来 一块钱 你们怎么不去打劫呀 请保持冷静 康女士 于元杰在此时 表现的是如此冷静 这场官司 我们是确定能够赢的 赔偿数额一旦出来 你们一样 需要把饭店转让筹钱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你们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那么我想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私底下的谈判 来了结这些事情 哦 对了 于元杰好像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事 派出所那里 我们也会出去谅解书的 瞧 焦先生还能够免去老雨之灾 当然 这是在答应我们的条件前提下的 否则 我们绝不会原谅你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会一直督促着派出所 尽快处理这些案件 我还得提醒你们 维斯特先生 是澳大利亚公民 虽然这不算什么 但披上一层外国人的皮 有时候会把事情闹大 是吗 他说的是实话 焦广充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维斯特先生将给你们72个小时的时间去考虑 于元杰说着站了起来 72个小时之后 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但是期限一旦超过 我们将关闭谈判的大门 我们会全力以赴地达到我们的目的 于律师 焦广充摆思不得其解 维斯特先生 他可是个大富豪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 看中我们这个小饭店呢 于元杰 罕见地沉默了一下 维斯特先生其实还让我给你们带一句话 人在做 天在看 人在做 天在看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焦广充怎么都想不明白 怎么也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那位维斯特先生了 有些事情 他永远都想不明白 人在做 天在看 亲爱的天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前的在跟他们玩着一个游戏 法院的接受立案的开庭通知书已经送达 对方绝对是在那里玩真的 低头吗 不 这家饭店 可是他们夫妇在云东市立足的根本呢 可是 他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除了他们本身 就连他们的儿子 现在也受到了牵连 他们的儿子初中上完就不上了 后来焦广冲夫妇来到了云东 把儿子也带在了身边 并且帮儿子找到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 可是 自从这事发生以后 儿子几乎天天都遭到老总的训斥 弄得他们儿子一头雾水 根本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老总了 一直到了几天以后 老总才不阴不阳地对他们儿子说了一句 让你的父母该卖的尽早卖了 完了 当听到儿子带回来的这句话 焦广冲夫妇就知道完了 人家跟杭木白一样认识啊 一家饭店跟儿子的前途比起来 那根本就不算什么了 派出所那里 同样情况不是很好 拘留肯定是最轻的了 没准还真的会被判刑 蹲大牢那还了得 重重压力之下 焦广冲和康宇谦夫妇 终于决定屈服了 于决姐再次被请到了他们的饭店 距离维斯特给他们下达的最后通牒 72小时 只剩下了十几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康宇谦还是不死心 想要对方多少能够出点钱 省得自己两手空空的离开 一块钱 于冤姐又冷冷的说出了这个价格 只有一块钱 我的时间很宝贵 希望你们不要浪费 康宇谦绝望了 我们要是把饭店给了你们 我们儿子是不是就不会被找麻烦了 派出所那里 你们是不是真的会出具谅解书 你们说呢 于冤姐忽然笑了一下 你们还决定继续犹豫不决吗 我们卖了 焦广冲一咬牙说道 当他们在合同上 签下自己的名字 按下自己的手印之后 这家饭店的主人就换了 然后 他们就看到那个 叫航母白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脸上的纱布已经不见了 只有一些烫伤后红色的印子还在 但是已经很淡了 而且不再是当初爆发户的打扮 穿得非常随意 这事从一开始就是个圈套 现在这家店是我的了 维斯特很满意地看着饭店 一桌一凳 一碗一块 全都是我的 从这里给我滚出去 焦广冲跟康玉琴 什么话都不敢辩驳 只是焦广冲 还是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你那么有钱了 为什么一定要我的饭店呢 人在做 天在看 这是维斯特 曾经让于元杰 带给这对夫妇的话 现在 又再次地 从他的嘴里说了出来 我有个大哥 曾经说过 好人未必有好报 但是 坏人一定有恶报 接着 他缓缓地 说出了三个字 文德贵 文德贵 他们的舅舅 文德贵 刹那间 焦广冲似乎明白了 但却并不是完全清楚 我舅舅跟你认识 滚出去 维斯特已经很不耐烦了 当他看到那对夫妇 绝望沮丧地走到门口 维斯特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 等等 他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块钱的硬币 一仰手 硬币在空中 划出了一道弧线 当的一声 硬币落到了焦广冲 和康玉琴的脚边 你们的一块钱 维斯特微笑着说道 我从来都不会赖别人一分钱的 这对于焦广冲和康玉琴来说 也是最后的侮辱了 文德贵一直都在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的店里 免费地打着工 做着最累最苦的工作 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 而且还要常常受到外甥媳妇的辱骂 可是 他总是在忍着 除了这里 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去的地方了 最近店里的出事 最近店里出事 他也是知道的 他很为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担心 但自己一个残疾的老人 能有什么办法呢 听说外甥和外甥媳妇把这家店卖给了一个大老板 哎 自己也该走了 他们走的时候 没有带上自己 甚至都没有告诉自己一声 那么自己应该到哪里呢 文德贵心里一片迷茫 他就住在店里的厨房里 白天的时候 这里是厨房 晚上店里打烊了 他要把整个店都收拾干净 然后打个地铺 睡在厨房 早上四点多就要起床了 行李非常简单 文德贵把他们捆绑到了一起 正想从后门悄悄离开的时候 厨房里走进了几个穿着西装的人 一进来就问道 贵叔 你 你们是 文德贵一脸的迷茫 这谁呀 自己一个也不认识 贵叔 你好 我叫于元杰 领头的那个人态度非常客气 我们老板想要见你 你们老板 文德贵更加不明白了 他们老板要见自己干什么呀 贵叔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您先别收拾了 于元杰看到了文德贵 带着的行李 您看到我们老板就知道了 文德贵一头雾水的被带着出来 啊 那就是他们的老板 那天被自己外甥打伤的那个年轻人 完了完了 对方肯定是来找自己麻烦的 可是 打伤他的是娇广充 自己一直都在厨房里忙着 就是听到外面动静大了 才出来看了一下 对了 自己还帮忙照顾过这个年轻人呢 贵叔 您请坐 维斯特要多热情就有多热情 我叫杭穆白 英文名叫 算了 也别跟您说英文名了 您叫我小杭就行 你 你想做什么呀 在这个年轻人的面前 文德贵坐立不安 贵叔 你别害怕 我不是坏人 维斯特笑着说道 您说您要走了 您能走到哪里去啊 我不知道 文德贵摇了摇头 我运动不认识几个人 老家的房子也没有了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您就留在这里 维斯特指着这家饭店当 这饭店多好啊 听说您以前烧的菜特别好吃 您将来可以继续烧菜呀 什么意思 难道对方想要聘请自己当厨师吗 对了贵叔 我大哥可是很快就要到了 你大哥 你大哥又是谁 贵叔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了 随着这个声音响起 一个年轻人 走进了饭店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经常到自己店里的库房偷吃的 那个云东大学的大学生 贵叔实在想不起来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了 贵叔 雷欢喜 雷欢喜 走到了贵叔的面前 我是雷欢喜 雷欢喜呀 哦 对对 你是雷欢喜 雷欢喜 贵叔终于想起来了 欢喜 哎呀 你瞧我这迹象 你怎么来了呀 我来看您 我来看您 雷欢喜 拉着文德贵 坐了下来 贵叔 您知道 我今天来做什么吗 贵叔迷茫地摇了摇头 我是来还债的 雷欢喜 认真地说道 当年我偷吃了 您那么多好吃的 您非但一句怨言都没有 还总是悄悄地放 很多好吃的在库房里 对了 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您还借给了我三千块钱呢 这个小伙子都记得 全都记得 贵叔开饭店的时候 帮过很多很多的大学生 可只有眼前的这个小伙子 不但记得那么清楚 而且还亲自找到了自己 欢喜呀 那钱 贵叔 您听我说 雷欢喜 打断了他的话 三千块钱 我就不还了 哎 哎 贵叔给你的时候 就没打算让你还 谢谢贵叔 我想把这家饭店送给您抵债 啊 啊 贵叔整个人都惊呆了 什么 他要把这家饭店送给自己 那怎么成啊 贵叔 您听我说 雷欢喜 不给贵叔 贵叔任何拒绝的机会 这家饭店 其实也不是我的 本来就是你帮着你外甥和外甥媳妇开起来的 现在 我们只是帮您抢回来而已 一瞬间 贵叔全都明白了 这是一个圈套 雷欢喜跟那个叫航木白的小伙子设计好的圈套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把这家饭店夺回来 重新还给自己 贵叔 请在这里签字 于元杰又拿出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合同 贵叔晕晕乎乎的 几乎是被半强迫的在合同上签了字 您把合同收好 于元杰笑着把合同交给了贵叔 现在您就是这家饭店的老板了 老板 自己又变成饭店的老板了 自己这是在做梦吗 贵叔拿着那张合同 收也不是 放也不是 贵叔 你看 雷欢喜指了指饭店外面 这里离云洞大学不远 将来还会有很多像我当年一样的大学生来这里的 您守着这家饭店 就像当初对我一样 对待我的那些学弟 好不好 好 好 贵叔除了说好 已经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眼泪根本无法控制的 扑鼠鼠的落了下来 焦晓云喝得醉醺醺的回到了家里 还是被老板给开除了 不管自己怎么解释都被老板给开了 老板命令自己明天去公司结账交车 要怪只能怪自己的那对废物父母 好好的去得罪人家大老板 结果连累到了自己 他回到家里跟父母大吵了一架 别看焦广充跟康玉琴对自己的舅舅天天骂 可是 在自己的儿子面前 他们的待遇也跟文德贵差不多 这大概就是报应吧 而且这次焦晓云还差点动手打了焦广充 万幸的是 这个时候焦晓云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 让他立刻到酒吧去 而且电话里还交代他开车去 开车 自己都喝了多少酒了 还开车 焦晓云有些犹豫 可是 他的朋友在电话那头说道 小云 有几个大美女在这里 你开的不是你老板的奥迪吗 到时候带上美女 咱们一起宵夜去 焦晓云动心了 这大晚上的 难道焦井不用休息 小云啊 别开车呀 万一被抓到了 滚 焦晓云恶狠狠地瞪了自己母亲一眼 怒气冲冲的一甩门离开了家里 乌鸦嘴 绝对的乌鸦嘴 一边开着车 焦晓云一边不开心地想着 前面是什么 那个人在向自己挥手 难道是想搭顺风车 你又不是美女 我搭你做什么 焦晓云一踩油门就冲了过去 差点就撞到了那个人 车子一头撞在了什么上面 出来出来 外面响起了一片的声音 焦井和辅井 团团围住了这辆 刚才撞击焦井 企图躲避查酒驾逃跑的轿车 大哥 车子里的那个人 就是焦广冲的儿子 焦晓云 在不远处的一辆车子里 维斯特笑着说道 他刚刚被老板解雇 我特意关照他老板 继续给他保留的车子 他喝醉了 开车 被警察抓住 他完了 雷欢喜皱了一下眉头 贵叔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再牵扯到他的儿子不太好吧 大哥 这个焦晓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维斯特不在意的说道 他跟着自己的父母 一起虐待贵叔 而且不给贵叔一分钱工资 让他身上没有钱 什么地方也去不了 只能免费帮他们家打工的主意 就是这小子出的 大哥 这小子的心坏着呢 雷欢喜现在才明白 维斯特为什么还要继续这么做 维斯特 你小子的心眼不少啊 我长在那样的家庭 好的没有学到 难道坏的还学不到吗 维斯特懒洋洋的说道 生意场上这样的事太多了 我只是把它换了一个版本 放到了生活里 雷欢喜点了点头 维斯特这家伙心眼多 鬼主意多 不喜欢做生意 只喜欢玩 可看到贵叔这样的事情 这家伙居然比谁都来劲 甚至不惜差点毁了自己的容 要是他能把一半的心思 放到生意里去 早就不知道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功了 你别劝我做生意啊 大哥 好像知道雷欢喜要说什么似的 维斯特赶紧说道 我对做生意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就是喜欢玩 对了 什么时候你要准备对抗杭语来了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帮你 咱 杭语来 那个是你老子啊 你居然准备帮着外人对付你老子 再说了 自己为什么要对付杭语来呀 虽然他看不惯自己 但终究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来 除非有一天 他真的招惹到了自己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他们几乎就是云东市所属各乡镇旅游项目的主力 而且随着大延洞项目的开业临近 他们将占据压倒性的地位 还有那个水族馆 天知道方寸公司是怎么弄出来的 太成功了 就前段时间 市里的明星学校城南中心小学的全体师生 还到水族馆去玩了一趟 嗯 说到这事 还是有一定的负面效果的 而且是雷欢喜做梦都想不到的负面效果 第一个给雷欢喜打电话的 是方寸海鲜大酒楼的总经理 古菲波 雷总 我有个事要找你帮个忙啊 我有个亲戚的孩子 是我的外甥 要上小学了 想上城南中心小学 但他的学区不在那里 想让我帮着想想办法 我哪有办法呀 这不就来找你了 我到哪里去想办法 对了 老谷 你在云东什么时候有个外甥了 唉 我也编不下去了 就跟你说实话吧 是饭店里的一个老客人 在饭店里可消费了不少了 是我们的大客户 昨天找到了我 他孩子要上学 知道咱房存公司 跟城南中心小学的校长老是熟 不是托我找关系来了吗 开玩笑吧 我们哪就关系熟了呀 那不是学校里前几天 刚去咱们的水租馆玩过吗 那就是熟了呀 裴环喜差点叫了出来 人家就是来玩的 校长我是认识 但我怎么跟人家开口啊 人家也得答应啊 哎 成 我想办法回了这事 嗯 辛苦了啊 到时候来运动 请你喝酒 找我拖关系上学 玩笑 玩笑 绝对的玩笑啊 吴飞波的电话刚刚挂断 甜甜的电话又来了 欢喜哥 想我没有 想你个鬼 什么事 啊 小事 就我们办公室租的这栋楼 办公室的物业公司总经理 他孩子今年上小学 你帮我想想办法 弄进城南中心小学呗 人家答应给咱们减免很多费用呢 对了 他老公也是个大老板 将来对咱们的生意 肯定有很多的帮助啊 一边玩去 我不认识什么 城南中心小学的人 哎呦喂 欢喜哥 您就别谦虚了 我知道你认识 记得帮我搞定啊 一会儿我把小孩的名字 发给你 喂喂 电话已经挂断了 我操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这才多长时间 居然已经有两个人 来找自己办这事了 欢喜哥 还没有吃早饭吧 就在雷欢喜 哀声叹气的时候 安妮闯了进来 手里还带着早饭 安妮吃 才买的 瞧 安妮自从答应 嫁给自己之后 多懂事啊 哎 慢着慢着 自从认识了安妮之后 她是这样的人吗 温柔这词 虽然在安妮身上 偶有闪光 但那可是难得一遇啊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到 雷欢喜满脸戒备 说吧 是不是有事 要求你再欢喜哥呀 哎呀 瞧你说的欢喜哥 我又不是那样的人 安妮出奇的 居然没有生气 反而更加的温柔了 不对不对 绝对的有问题 赶紧说 什么事 雷欢喜 非常确定自己的判断 不说出来 这早饭我可吃不下 欢喜哥 人家就一点点小事 要求你帮忙了 你孩子要上学呀 欢喜哥脱口而出 你才有孩子呢 你全家才有孩子呢 一瞬间 安妮原形毕露 可很快的 安妮立刻又恢复了温柔 欢喜哥 人家又有孩子 也只有跟你有 可是我有一个 很好的小姐妹 她阿姨家的孩子 今年不是要上学了吗 你又正好 跟冲难中心小学的 打住打住啊 欢喜哥真的被吓到了 居然连安妮都找到了自己 除了这事 什么都可以 这事没有商量余地 欢喜哥 安妮丝毫没有放弃 整个人 都凑到了欢喜哥的身上 媚眼如丝 手指轻轻挑逗着 欢喜哥的下巴 你就答应了人家吧 顶着这事办成了 你要人家做什么 人家就做什么 要死了要死了 又来这套 开始色诱了 安妮的身子 在欢喜哥的身上蹭着 欢喜哥的身体 不争气的开始有了反应 顶住啊 雷欢喜 千万不要屈服 和内心的魔鬼战斗吧 雷欢喜 这事千万不能答应啊 自己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人家承南中心小学 得答应自己啊 而且这事 只要一有开始 可就收不住了 所以我们的欢喜哥 在安妮这样的大美女的色油下 用无比顽强的毅力 用难以想象的精神控制力 一刹那 让自己的小宇宙爆发了 她一把推开了安妮 冲出办公室 落荒而逃 雷欢喜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跟你没完 身后传来了本性地禄的安妮 凶狠的吼声 欢喜哥 那么多人找你帮忙上学啊 在墨胖子的办公室里 墨胖子同情地看着欢喜哥 没办法呀 眼看着这孩子都要准备上学了 谁在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上个重点小学啊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可你怎么去跟人家徐校长说呀 要说还是墨胖子理解自己 雷欢喜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墨胖子站了起来说道 那些人呢太不懂事了 都来求你 也不考虑一下你的感受 要我说 这事也不是不能帮忙 但要帮忙 也得帮关系特别近的人才对 是不是 嗯 是 不是 欢喜哥猛地叫了起来 我谁的忙也不帮 这忙我帮不了 帮得了帮得了 墨胖子讨好了说道 你欢喜哥是谁啊 你欢喜哥有什么事做不到 墨胖子 你不对劲啊 欢喜哥 惠敏一个亲戚的孩子 这不准备要上小学了吗 拖到我这帮忙了 这可是大事 关系到我终身幸福啊 闭嘴 雷欢喜就快要发疯了 这他妈的都是什么跟什么呀 好不容易跑到了墨胖子这里 这个死胖子 居然也跟自己开口说这事 死胖子 你想要做什么 墨胖子 一个肥胖的身子凑了过来 欢喜哥 你就答应了人家嘛 顶多你要人家做什么 人家就做什么 滚 在这一瞬间 欢喜哥的内心是彻底崩溃的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有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这些负责人一到 居然好像商量好一样 大多数人都去了房寸大楼 那里好像是他们的第一集中地一样 而房寸公司明显的 也对此早有准备 休息室和茶水水果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这些负责人 这些负责人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天 似乎都在等待着谁的出现 雷欢喜 除了雷欢喜还会有谁呢 等人到得差不多的时候 雷欢喜和莫胖子一起走进了休息室 雷总 莫总监 以兽国阵 维于员为首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哈 我这里可不是开会的地方 雷欢喜笑着说道 感情你们都到我这里来混吃混喝了呀 一片笑声响了起来 维于员笑得最是开心 你雷总可是咱们的领头羊 我们既然来到了筑南镇 不来这里打秋风 还能够去哪里呀 你老维也是够不要脸的 居然把打秋风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又是一阵笑声响起 雷总啊 等到所有人都坐了下来 维于员开口说道 之前我们听说你不准备竞选理事长了 可把我们吓坏了 雷欢喜一笑说道 哼 你老维半夜三更 跟我通了三十分钟电话 我要是继续不答应 还不得给你烦死啊 参加参加 为了房送公司 也为了你们大家 所有人都知道 雷欢喜说这话 不是空话套话 别人不说 就说维于员好了 寿国镇的文曲新庙 已经重新修缮开业了 而且房寸公司 不遗余力地 在自己的旅游项目里 帮着寿国镇文曲新庙 做着广告 也算是帮着他们 打出了知名度 不光如此 在资金方面 方寸公司 也同样在帮他们寻找资金 维于员和寿国镇 已经初步尝到了甜头 人本来就是这样的 对方全力以赴地帮助你 再加上千真万确地 让你赚到了钱 你为什么不支持这个人呢 自己有了好处 对方也同样有好处 我先在这里表个态啊 维于员清了清嗓子说道 这次李市长的选举 我只投方寸公司的票 其他人我谁都不支持 当我老维是朋友的 也跟着我老维 一起投方寸公司的票 将来来寿国镇了 我好事好喝招待着 不用你老维说 我们心里都有数呢 呃 我呀 有个想法 这时候 渤海湘一个旅游项目的负责人 盛元新开口说道 你们说我挑事也好 说我不顾大局也好 但我这话一定要说出来 咱们大家在场的人 就算没有看到 也听到了 上面有些领导同志 怎么都看雷总不太顺眼 就说这次李市长的选举吧 那么明显的事情 居然还要弄个联席李市长出来 这叫个什么事 之前说好的规则呢 雷欢喜听得非常认真 就因为这事 差点让自己退出本次选举 不再跟他们玩下去了 盛元新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这是第一次 但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 将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怎么办 所以啊 我提议 不管这次的选举结果是什么 我们有必要 再成立一个自己组织的委员会 李市会的一切决议 都必须先经过委员会的同意 在座的各位都是委员 在选举出自己的主席 我也不怕挑明的 我认为这个委员会 在我们这里 应该是凌驾于李市会之上的 雷欢喜听得非常认真 而身边的莫胖子 眼睛却亮了起来 他一直都在担心 即便雷欢喜 被选举上了李市会的李市长 将来在做事情的时候 也会处处受制 可一旦这个委员会真的成立了 那这些自己的顾虑 自然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未来所有的决议委员会 都已经通过了 李市会再召开会议 那些人会发现 所有的成员 居然是如此的团结 如此的意见一致 真要到了那个时候 就算是有人要闹点事情出来 恐怕也不敢犯众怒了 我赞成 维于员立刻响应道 劳胜这个办法好啊 要说读书人的脑子 就是比咱们这些大老粗的好使 大家有反对的意见没有 在座的人既然都已经来到这里 聚到了一起 谁还会有反对的意见呢 既然这样 那咱们这个委员会 可就算是正式成立了 看到自己的提议通过 圣元新精神大振 我给取个名字 就叫云东市旅游联合委员会 怎么样 名字不算是重点 很快的 圣元新就说到了重中之重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 把主席选举出来 我推选方寸公司的总经理 雷欢喜先生 我赞成 维于员很快的说道 我也举贤不必亲 我同样推举雷欢喜先生 说这话的是莫胖子 我毫不避讳的说 在云东市所属各乡镇里 我们方寸公司的旅游项目 是经营的最好的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 雷欢喜先生的带领 我也相信 在雷欢喜先生 出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之后 所有的成员单位 都会从中受益 本来方寸公司 就是理事会理事长 当之无愧的人选 现在这个主席的人选 除了他还有谁 在掌声里 这个决议 毫无悬念地通过了 雷欢喜 首先成为了云东市旅游联合会 委员的主席 请雷总为我们大家讲话 魏议员兴奋地说道 雷欢喜是绝对没有想到 会出现这个结果 他让掌声安静下来 感谢大家的厚爱 我很想说几句谦虚的话 但是太假了 既然我有能力为大家服务 那我也没有什么推辞的借口 大道理我也不会多说 我就说一点 有饭一起吃 有钱一起赚 一片的叫好声 顿时响彻在休息室里 不用说什么慷慨激昂的大道理 有饭一起吃 有钱一起赚 虽然听起来俗了点 但是这却是最能够打动大家的 既然做生意 又有谁不想着能够赚大钱呢 而且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事 雷欢喜缓缓地说道 早晚有一天 我会把云东市所属各乡镇的全部旅游项目打通 让大家资源共享 让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利益 这一次的掌声和欢呼声 简直是疯狂地响了起来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刚到柱南镇 第一眼就看到了苗绍杰的那辆车 朱进言急忙从自己的车里下来 急匆匆地走到了那辆车的面前 上车 车窗摇了下来 苗绍杰有些神色紧张 朱进言一上车 苗绍杰很快又摇上了车窗 我家老爷子很快就要到了 让他发现了不好 少姐 什么事你亲自来了 不太好 苗绍杰在车里点着了一支烟 用力地吸了一口 联系李市长的位置 恐怕没戏了 朱进言正了一下 李市长他已经很清楚自己竞争不过雷欢喜了 退而求其次 能够当上联席李市长也算是对雷欢喜的克制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才向苗局长提出了这个建议 原本以为靠着苗绍杰的关系 肯定能够说通苗局长 但是没有想到 这么快 希望又落空了 苗绍杰狠狠地骂了一声 他妈的 这事情就邪门了 也不知道怎么的 我家老爷子这段时间 接到了很多电话 都是说方寸天地水族馆不错 还有 每次市里开会的时候 只要一空下来 总有人会在老爷子面前 说水族馆的好话 这不是邪门是什么 少姐 你可能有些情况还不知道 朱进言到底反应快 苦笑了一声 说道 水族馆前些日子 邀请了城南中心小学的师生 去他们那里玩了一趟 而且还成为了小学里食材的独家工程商 城南中心小学是什么地方 市里各级领导 各级部门官员的子女都在那里就读呢 你说这些小孩子回去 不停地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说水族管得好 他们能不记在心里吗 他妈的 雷快喜太狡猾了 苗绍杰又用力地抽了几口烟 弄得整个车厢里烟雾蒙蒙的 朱进言本来不抽烟 而且特别怕烟味 再加上车厢如此狭小 整个人都有点受不了了 把车窗略略地摇下一点 少杰 看来这次我是竞争不过雷欢喜了 不过也不能让雷欢喜的日子太好过 得想办法给他制造点麻烦出来 这一次 苗绍杰没有立刻答应 他也不傻 大家都在看着呢 再加上雷欢喜最近的风头那么近 又要即将出征奥运会了 如果再拿几块金牌回来 那更加是风云人物了 自己继续给他添乱 真的惹极了雷欢喜 对自己的前途未必有利 静言啊 其实雷欢喜对你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苗绍杰暗灭了烟蒂 又给自己点上了一根 有他没他你都一样赚钱 何必把自己弄得那么被动 真的万一弄到雷欢喜 与死网破 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看呢 这事暂时先放一放吧 朱静言笑了笑 摇下车窗 从苗绍杰的手里 夺过香烟 扔了出去 然后扇了扇车子里的烟 这才重新摇好了车窗 苗绍杰正在了那里 在他的印象里 朱静言在自己的面前 乖巧的从来都像是一只绵羊 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啊 苗绍杰 朱静言缓缓地开口说道 我大把大把的钱养着你 是要你帮我办事 可你呢 什么事都没有帮我办成 你说你是不是个废物 朱静言 你疯了 你敢这么说我 苗绍杰一下子变得恼怒起来 给我闭嘴 朱静言却丝毫地情面都不留 现在你居然还要让我收手 我收手 苗绍杰 以前江边还活着的时候 我告诉他 他就是我身边养的一条狗 现在 我同样要把这句话告诉你 你也是我身边养的一条狗 朱静言 苗绍杰彻底地被激怒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这群心猫子来了 我动动手指头就能捏死你 朱静言笑了起来 哼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 你爸爸是苗局长 你身后还有更加硬的靠山 所以 这也是我不断地讨好你 不断地满足你 不断提出各式各样 无理要求的重要原因 可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养着你的人 我是给你大把大把钱花的人 苗绍杰 我们所有的交易 我不但有录音 而且还有录像 苗绍杰一刹那 就正在了那里 你所有的证据 我都保留着 朱静言 朱静言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都可以弄死你 包括你老子 和你背后的那个靠山 失去了他们 你算什么 你连一条狗都不如 苗绍杰浑身颤抖起来 可是 在朱静言的面前 他却连一个字都不敢反驳 所以 如果你还想继续过 这样生活的话 从现在开始 就安心地在我身边 当一条狗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我让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不要反抗 也不需要自己思考 朱静言 拿起来驾驶台上的 那包烟看了看 很贵的烟 一百块一包吧 还想继续抽这样的烟 就乖乖地按照我说的做 不然 我可以保证 将来你在监狱里的时候 连一块钱一包的烟 都抽不到 说完 他把烟 塞到了苗绍杰的手里 还有 将来在我面前的时候 不要抽烟 苗绍杰从来都没有想过 朱静言 竟然是这样的人 是这样可怕 第一件事 给我听清楚了 朱静言在车子里 活动了一下筋骨说道 我有一个朋友 准备开一家海鲜馆 就在方寸海鲜大酒店的边上 帮我把附近店里的人赶走 我需要那块地 我 我去找谁 苗绍杰的脑袋 已经彻底的蒙了 这我就不管了 朱静言打开了车门 你有办法的 动动你的脑筋 别总整天想着喝酒泡妞 做点有用的事 当个有用的人 发挥你老子身边的那些关系 还可以自己掏腰包拿点出来 说到这里 朱静言好像想起了什么 对了 以后别想着再从我这里拿钱了 表现要好一点 不然 我让你过去从我这里拿的钱 连本带利的 给我吐出来 说完 朱静言离开了车子 还很小心地关好了车门 只留下在车里 呆若木鸡的苗绍杰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朱静言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 可是现在 苗绍杰即使后悔也晚了 一个人一旦走错了路 再也无法回头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这长得最终人选 霍贵喜的表情 是最不自然的 今天他是东道主 可这个东道主 他怎么看都觉得窝囊 雷欢喜不理他 也就算了 可他一直都支持的朱静言 从一进门开始 也没有给过他好脸色看 哎 难呢 反正霍贵喜觉得 里外不是人 本来还指望着海洋馆 能够让他扳回一局 好好地在全镇人民 在上级领导面前 露露脸 可谁想到 海洋馆居然搞成了 这个德行 居然就快要关门了 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啊 旅游局的苗局长来了 霍贵喜振作了一下精神 想跟苗局长 好好地套套近乎 可人家苗局长 却只淡淡地 跟霍贵喜聊了几句 雷总啊 欢迎你能来参加 这次李市长的竞选 很快的 苗局长便跟走进来的 雷欢喜握了一下手 我们总说大举为重 但真正能够做到 这四个字的 可没有几个 你雷欢喜算一个呀 雷欢喜笑了笑 别说 自己那次 是真的不想再玩下去了 周边的乡镇 少了自己的方寸公司 成立的理事会 绝对会成为一个大笑话的 可现在 随着那个委员会的提前成立 自己也算是更加的有底气了 苗局长和雷欢喜说了一块话 他的秘书匆匆地走了进来 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 苗局长明显的一正 什么事 很快的 雷欢喜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竟然看到国家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的谢坤红主任 两位总教练 彭哲伟 石顺忠 以及云东市体育局的宋局长 一起出现在 驻南镇镇政府里 国家游泳队 在云东市集训 市委特意召开过会议 要全力保障游泳队的集训 还组织了一个和游泳队主要领导的见面会 当时苗局长也参加了 所以这些人他都认识 尤其是跟宋局长 他们两个既是同事 又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谢主任 彭总 石总 老宋 你们怎么来了 看到这些人的出现 苗局长满头雾水 宋局长笑着说道 哈哈 我们是来看看雷欢喜的 奥运会开赛在即 运动员们即将出征 雷欢喜可是国家游泳队的爱将 听说他要竞选一个什么职位 所以谢主任他们 都是来帮雷欢喜加油鼓劲的 啊 所有的人都懵了 甚至包括雷欢喜在内 国家游泳队还管这事 苗局长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虽然不管是市体育局 还是国家游泳队 和竞选什么的没有太大的联系 和地方上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牵扯 但其实这些人 尤其是国家游泳队的这几个领导 能量可大着呢 哪个大领导没有接见过他们 什么样的机构不是对他们笑脸相迎的 一次世界大赛他们凯旋归来 他们就是整个国家的骄傲啊 所以得罪谁都不要得罪这些 看起来没有多少权势的人 现在算滑稽了 这些人竟然都为雷欢喜站台了 这可是稀罕的事情 雷欢喜 石顺忠 板着一张脸 一本正经的样子 给我好好地竞选 竞选完了 赶紧归队 具体出发的时间 已经定了 哦 知道了 雷欢喜憨憨地回答了一声 找到一个机会 把石顺忠拉到了一边 石教练 你们怎么来了呀 你管我们 石顺忠 要多得意就有多得意 让你小子平时得瑟 傻眼了吧 我们为什么来 就是不告诉你 急死你 其实这是谢昆宏的主意 他很偶然地得知了 雷欢喜在筑南镇 发生的一些情况 也知道雷欢喜 遭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虽然和国家游泳队 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谢昆宏老谋深算呢 他太清楚 雷欢喜这个人的脾气了 你只要对他有一点点好 他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 你真要为他做了什么事 别看他平时大打咧咧 没心没肺的 可他肯定会想着法子来报答你 奥运会 开赛在即 国家游泳队 是否能够在本次奥运会上 取得前所未有的佳绩 是否能够满载荣誉而归 雷欢喜这小子的表现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 怎么让他把全部的潜能 都发挥出来呢 很简单 让他感激你 让他死心塌地的为了你 去奋力争取荣誉啊 雷欢喜就算是绞尽了脑汁 也猜不出谢昆宏肚子里的算盘 这是地方上的事情 我们不参加会议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结果 谢昆宏走到了雷欢喜的身边 欢喜 好好加油 把运动场上的一半能力 发挥出来 啊 知道了 可怜的欢喜哥 到现在还不知道 这里面的真正内幕 就是几个游泳队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看到朱进言 一直脸色铁青 货柜喜讨好了说道 朱总 他们掀不起什么大风浪来 朱一样的队友 朱进言狠狠地瞪了货柜喜一眼 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这头朱 难道你不知道奥运会开幕在即 举国关注吗 现在 只要奥运参赛队 随便提个要求 地方上 那是有多大力量 就得使多大力啊 万一雷欢喜再拿几个冠军 再破几个记录回来 那还了得 他根本是一转身 就能变成国民英雄啊 货柜喜这头猪 居然还那么的不在乎 你要是再继续把雷欢喜 给得罪下去 屁股下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还能继续坐着 那就难说得很了 起码从目前看起来 没有办法跟雷欢喜正面抗衡了 必须要忍耐一段时间 等奥运会的这阵风头过去以后再说 而且最好是能够有什么办法 让雷欢喜在奥运会上发挥失常 无法取得好成绩 这样一来 他瞬间就会从英雄变成罪人 大家原本对你充满了期待 但你带给大家的却只有失望 这么一来 你转瞬间就要从神坛上跌下来 而且没准还会跌得粉身碎骨 万劫不复 等到了那个时候 再对付你 可就没有什么阻力了 可是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周静岩在那里想了很久 拿起电话 走到了一个角落里 雅德林先生 我有一个小小的不成熟的想法 当他打完了这个电话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也许这个办法能够取得成功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这次的选举 也算是正式的开始了 详细地介绍了一下流程 很快就推出了 本次理事长的候选人 一个是方寸公司 一个是驻南镇梦幻海洋馆 还有一个是某公司 那个某公司只是个大酱油的 主要竞争还是在方寸公司和梦幻海洋馆之间进行 下面请各候选单位负责人 来阐述一下自己的竞选报告 我先说吧 苗局长的话音刚已落地 朱进言已经主动地站了起来 各位尊敬的领导 梦幻海洋馆的成立 原本是想为驻南镇的经济繁荣 做出自己的贡献的 但是很遗憾 我们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我认为梦幻海洋馆是失败的 朱进言主动承认失败了 这一点是雷欢喜没有想到的 梦幻海洋馆是由我本人和外资企业投资的 对于此次的失败 我们将承担其主要的责任 并且力争在未来的时候 有机会让其走上正途 朱进言继续说道 但是就此次理事长的选举 我们认为梦幻海洋馆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会议室里顿时响起了一阵阵的窃窃私语 听朱进言的意思 是梦幻海洋馆要主动退出竞选吗 真聪明 雷欢喜很快就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 既然肯定要失败 那就干脆主动退出 朱进言已经很清楚 自己这次无法取得成功了 而且在选票上没准还要被羞辱 与其这样 还不如做出一副高子态来 没准还能博得一番好口碑 而且这么一做 他还有可能因为这番表态 而加入理事的行列中 要知道 这次除了理事长外 还要选出八位理事 这在将来 或多或少的 也能够对雷欢喜 起到一些牵制的作用 只不过朱进言就算是机关算尽 恐怕也没有想到 一个委员会已经提前成立了 真正的权力将掌握在 那个委员会的手里 我们决定 梦幻海洋馆退出本次理事长的选举 朱进言这话刚一说完 货柜系已经第一个鼓起掌来 只要是能够拍马屁的时候 货柜系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一些灵性的掌声也响了起来 有朱进言的表现在先 另一个竞选者也很快就宣布 退出本次竞选 等于理事长的候选人 变成了只有方寸公司一个 现在轮到方寸公司 来阐明自己的态度了 雷欢喜站了起来 感谢大家能够给我这个机会 给方寸公司这个机会 我始终都认为 方寸公司将会是领头羊 是最好的理事长人选 是最好的领导人选 我们在乎的不是这个职位 而是是否能够带着周边乡镇 旅游项目的蓬勃发展 司徒镇长笑了一下 现在的雷欢喜 除了舍我其谁的霸气之外 还会说这些漂亮话了 可惜啊 老左不在 要不然肯定会跟自己一样 非常欣慰 只是司徒镇长 还是觉得有些无奈 这么好的一个人才 祝南镇土生土长的呀 怎么就被活活地 推到了下关镇那儿呢 如果方寸公司 能够当选理事长 我们将竭尽全力 带着大家共同繁荣 雷欢喜 有条不紊地 说出了一些方寸公司 关于各乡镇旅游项目的 发展计划 而这也不断地引来了掌声 朱镜言 一直都在面带微笑地听着 可是 她的内心里 一团火焰 却在不断地燃烧着 一直都在竭尽全力地 阻拦着雷欢喜的发展 但是越阻拦 她的势力却越大 当她正式取得了 这张李市长的宝座后 在很多方面 自己要限制着雷欢喜 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当雷欢喜说完了这些话 重新落座后 苗局长接口说道 各位尊敬的与会代表 现在候选人只剩下了一个 方寸公司 我想如果继续按照之前设定的 参选程序走 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么就让我们用掌声 来通过这次选举吧 说完 苗局长第一个带头鼓掌 很快 掌声就充斥在整个会议室 到了后来 发展到全体起立 把最热烈的掌声 献给了雷欢喜 有些小小的波折 但最终的结果 却是雷欢喜有惊无险的 当选为理事会理事长 这是一个新的胜利 在非常不利的局面下 取得的胜利 雷欢喜能够看到真诚的祝福 也能够看到货柜喜的不屑 和朱进言的嫉恨 在未来的道路上 他们还会继续给自己使坏 还是会继续给自己下半子的 但是 那又有什么 无非是成长的过程中 自己要必须经历的 会议一结束 苗局长第一个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成功当选为理事会的理事长 希望你能够为云东市周边 乡镇的旅游事业 做出自己的贡献 谢谢 苗局长 雷欢喜微笑着接受了祝福 然后看了一眼 慢慢地从会议室走出来的朱进言 今天的朱进言满盘结束 不但主动放弃了理事长的竞选 而且 他全力想要保住的理事位置 也因为票数没有达到 而失败了 这也怪不了谁 一个都快关门的海洋馆 如果能够当上理事的话 又怎么能够让人信服呢 在这一层意义上来说 就算是朱进言表现得再大度 也是没有用的 事实胜于一切的雄辩 祝贺雷欢喜当选的人很多 还有国家游泳队的那些领导们 苗局长走到了一边 正好走到了货柜喜的身边 货柜喜一点的不服气 苗局长 要我说 虽然雷欢喜当选了 但我真的不认为 他能够胜任这个位置 还是梦欢海洋馆比较合适 人家毕竟有外资背景啊 霍书记 你想听我说的实话吗 苗局长叹息了一声 苗局长 请您指示 货柜喜毕恭毕敬地说道 苗局长苦笑着摇了摇头 霍书记啊 雷欢喜那么好的人才 对你们驻南镇的发展 是有着巨大贡献的 像这样的人才 你应该是竭尽全力留住他的 而不是拼了命地往外推 我不说别的 就说你要做一些政绩工程出来 也不该像现在这么做吧 霍书记就在那里正正地听着 后面同样听到的司徒阵仗 恨不得现在地上有条缝 能让自己钻进去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她最大的爱好 是每天早晨起来 冲上一杯咖啡 拿上当天的报纸 仔细地浏览新闻 并不是说她就是落伍了 国语集团下面 同样有好几家高科技公司 这只是她的个人习惯而已 玉莱 你的茶 杭玉莱有一个习惯 当每天的第一杯咖啡喝完以后 一整天喝的都是茶了 从妻子何必连的手里 接过了茶杯 吹了吹 轻轻地抿了一口 按理说 这个时候 妻子应该去忙自己的事了 可是何必连并没有走 有事儿吗 杭玉莱问了一声 有一点 可我说出来你不要生气 何必连在杭玉莱的身边坐了下来 我 我总觉得雷欢喜不是坏人 杭玉莱并不吃惊 为什么呀 啊 感觉 何必连念如着说道 就是感觉 还有 我想安妮不会看错人的 何宇莱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唉 雷欢喜何止不是坏人 她甚至是这个城市的英雄 她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 帮了很多很多的人 何必连正在了那里 丈夫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之前听到禁言评价到雷欢喜这个人的时候 感觉非常生气 雷欢喜怎么有胆量这么对待朱家的人 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当安妮的男朋友呢 杭玉莱在那里苦笑着 哼 可是我跟你一样 都知道 安妮是个很聪明很聪明的女孩子 一个那么聪明的女孩子 怎么能轻易就被人骗了呢 所以我找人做了一些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我非常吃惊 没关系 不但一点不坏 反而是个很阳光很正面的大男孩 她会做些没头脑的事情 但绝不会去害一个人 更加不会去害朱家 去害深爱她的安妮 何必连根本没有想到 丈夫居然知道这些 可之前她什么都没有跟自己说过 那可是朱静言 为什么要在你面前 这么说雷欢喜呢 何必连有些不太了解 杭玉莱摇了摇头 哎 也许是妒忌 也许是什么别的 我不知道的原因 但我发现 静言这个孩子的心机非常深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他的性格跟老朱 一点都不像 何必连到现在才明白 原来丈夫什么都知道 只是他从来都没有说出来而已 那你准备怎么办呀 没关系是个好人 但从我的考虑出发 我必须毫不犹豫的帮助静言来对付他 何必连完全不能理解 你要知道 静言毕竟是老朱唯一的儿子啊 杭玉莱握住了何必连的手 这么多年了 我什么都改变过 唯一没有变过的 就是义气 盲目的讲义气 乱讲义气 不 我只对一个人讲义气 那就是诸国旭 当年要不是他 我早就饿死了 现在他的儿子要利用我 去对付一个人 我就算明知道不对 也会去做的 了不起 将来我的良心受到谴责 何必连不知道 应该说什么才好了 他知道丈夫 一辈子都感激诸国旭 一直都在想办法 报答诸国旭 但是真的 要用这样的方式吗 何必连总觉得 这其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况且 还有一个原因 杭宇来继续说道 国语集团 这几年的扩张速度过快 资金上多少有些吃力了 现在 我们需要找到新的资金渠道 你知道 站在朱进言身后的是谁吗 君城集团 何必连想都不想 就脱口而出 不 杭宇来 缓缓地 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 红珊瑚资本 什么 红珊瑚资本 身为杭宇来的妻子兼助手 何必连 对大名鼎鼎的红珊瑚资本 是早有所闻的 对 红珊瑚资本 杭宇来 点了点头 在红珊瑚资本的权力支持下 老朱曾经的对手西海集团 已经被他打得一败涂地 禁言有这样强大的后援 击溃雷欢喜是早晚的事 我帮他 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希望能够通过这层关系 结识到红珊瑚资本的人 这样国语集团 什么问题就都能够得到解决了 何必连还是不太理解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老朱呢 你呀 杭宇来笑了一下 我跟老朱是朋友 最好的朋友 如果我因为这事去求他 他肯定会帮我办的 那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变味了 我宁可我去承受压力 也不愿意我跟老朱之间的感情 出现任何问题 丈夫也许真的是考虑的太多了 何必连不认为去找朋友帮忙 有什么丢脸的 也许这就是男人和女人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立场不同吧 还有最后一个原因 为了穆白 雷斯特 何必连完全不明白了 这跟穆白又有什么关系 穆白跟着雷欢喜这样的人 其实啊 我很放心 杭宇来的贼脚 居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雷欢喜会让他不再颓废 重新振作起来 啊对了 穆白已经帮助一个老人 重新夺回了原本属于他的饭店 你能想象 这事是我儿子做的吗 他跟雷欢喜才认识了多久 就能做出这样的事 我很欣慰 真的很欣慰 的确是很欣慰 但如果雷欢喜被朱进言击溃了 那对穆白有什么好处呢 穆白现在虽然顽劣 但早晚都会接过国语集团的 杭宇来微笑着说道 那时候雷欢喜已经被朱进言击垮了 破产了 无处可去了 以穆白的性格会怎么做 肯定会请求雷欢喜来国语集团帮助他 如果他能够有雷欢喜这样的帮手 我就可以彻底的放心了 何必连完全的明白了 走投无路的雷欢喜 肯定会接受杭木白的邀请 两个人本来就有不错的感情 再加上 在雷欢喜最走投无路的时候 杭木白伸出了援手 那么雷欢喜绝对会不顾一切的帮助杭木白的 而且 他曾经开过自己的公司 做得不错 到了那个时候 又有了失败的经验 绝对会帮助杭木白少走弯路的 杭宇来早就想好了一切 关于儿子的未来 这大概是一个父亲 对于儿子的一番苦心吧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舅要陪着他的欢喜哥一起出征的 方寸公司的日常运营将完全地交给墨胖子 可一大早 莫胖子的电话 就把雷欢喜给吵醒了 欢喜哥 你赶紧来公司一趟 哦 难道是公司出事了 雷欢喜急匆匆地赶到了方寸公司总部 公司里倒没有出事 而是到达泰国 准备开拓当地市场的多姆 竟然已经迫不及待地提前动手了 这也未免太快了吧 雷欢喜有些发懵 按照之前多姆的设想 一到泰国之后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站稳脚跟 然后慢慢地寻找 朱利亚公司的破绽 慢慢地争夺市场 但现在怎么这么快就动手了 泰国 曼谷 一天前 靠着在泰国经商多年 多姆的好朋友美国人 乔西 德雷顿的帮忙 多姆已经找到了临时的办公地点 位于曼谷市中心的一幢独立小楼 里面的布置 非常的当地化 多姆跟他的助手临近鹏 还是非常满意的 我的朋友 曼谷是个好地方 在这里居住经商了十多年 德雷顿 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当地人 尤其是这里的夜生活 总是能够让你迷失 我想我们晚上 应该去好好地喝一杯 以欢迎你们的到来 我可不想 跟一个也许是男人的女人亲热 多姆开了一句玩笑 他来这里 可不是为了休闲的 好吧 那就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 德雷顿耸了耸肩 利朗集团 请你们牢牢记住这个名字 因为它的拥有者是多瓦菜 泰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朱利亚公司在当地最强大的支持者 最有力的盟友 多姆 我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击败朱利亚公司 那么多瓦菜和利朗集团 绝对是你要必须面对的 多姆皱了一下眉头 跟我仔细地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个人 多瓦菜 拉马铁 据说是古代泰国阿谀陀耶王国的传人 整个拉马铁家族 在泰国当地拥有很强的政治和经济人脉 12岁 被送到英国留学 22岁 回到泰国 便于当年进入利朗集团 当年的利朗集团 内部矛盾重重 权力高度分散 拉马特家族的各个分支 分别把控着不同的重要部门 互相牵制 导致公司外债累累 濒临破产边缘 多瓦菜 充分利用了各方矛盾 争取到了最大旁之 也是他亲舅舅的卡纳塔的权力支持 成功地在24岁的时候 利用拉马铁家族 直系亲属的身份 奇迹般地成为了利朗集团的运营总裁 然后一步步地 他把利朗集团 逐步控制在自己手里 在卡纳塔不遗余力的支持下 那些原本各自为战的家族成员 被一个个地铲除出了公司 公司的业务也开始蒸蒸日上 在多瓦菜30岁生日那天 他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公司内部的政变 驱逐了对他给予莫大帮助的卡纳塔 成为了集团的董事长 已经完全无法再适应这个时代 利朗集团的进步 绝不能被这样的人所牵绊 就是这样 多瓦菜用了八年的时间 打败了自己所有的敌人 彻底地掌控住了利朗集团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放手 在他70岁生日那天 多瓦菜宣布退休 辞去担任了40年之久的总裁职位 只保留了董事长的职位 让他的大儿子成为了新任总裁 可是谁都知道 集团的大权还是掌握在多瓦菜的手里 而朱利亚集团和多瓦菜的友谊和合作 也保持了30年之久 我亲爱的朋友 这就是你们要面临的切实问题 德雷顿有些无奈 多瓦菜一直坚定地支持着朱利亚公司 在泰国的发展 甚至在泰国发生政变的时候 也毫不犹豫地保护了朱利亚公司 在当地的财产没有蒙受任何损失 所以你们要想在泰国挑战朱利亚公司 那么多瓦菜是无法避开的 多瓦却显得并不如何地担心 利益 我的朋友 一切都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 从我简单的了解里 多瓦菜竟然可以充分地利用卡纳塔 并且在成功之后 没有任何迟疑地将卡纳塔驱逐 那么这个人毫无疑问 是利益至上的 如果我们能够给予他更大的利益 他会考虑跟我们合作的 一直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林锦棚 忽然问道 德雷顿先生 多瓦菜平时 有什么爱好没有 德雷顿想了好大一会儿 才说道 没有什么太大的爱好 他最心于自己的生意 以积累财富 为自己最大的乐趣 如果 一定要说有什么兴趣爱好的话 我想是历史吧 众所周知 他是一个狂热的历史爱好者 尤其是热衷于发掘 阿谀陀耶王朝的历史 毕竟 拉玛铁家族 是阿谀陀耶王朝 唯一的传承了 我想 或许可以让我来试试 林锦棚沉吟地说道 呃 德雷顿先生 我需要您安排一次 我跟多瓦菜 非正式地见面 德雷顿 朝多姆看了看 发现多姆朝自己点了点头 好吧 当然可以 我想今天晚上 我就可以安排好 我跟力量集团 还是有大量生意往来的 呃 谢谢 林锦棚 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请你 在安排我们见面的时候 暂时 不要提及我的身份 只说 我是你的朋友 因为仰慕多瓦菜先生 就可以了 当然 多姆先生 在未来几天内 我的所作所为 可能会有一些怪异 但我希望 你能够一直对我 保持充分的信心 我不会过问你的任何事情 多姆的回答 非常肯定 你不必告诉我 你想要做什么 怎么做 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 我将完全地信任你 林 在这样陌生的土地上 彼此间的信任 将会是最重要的 多姆是职业经理人 他太清楚这一点了 信任 对于两个合作者来说 将会是多么的重要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最大的一家夜总会 夜幕降临的时候 曼谷红灯酒绿的生活开始了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一说到泰国的夜生活 想到的大多是曼谷的靠山路 西龙路 或者巴提亚和普吉海滩区域的酒吧 不是一些人妖表演 就是一些人肉卖场 到处晃悠着来嫖妓的老肥挨丑 秃穷的白人 以及各种妓女鸭子 人妖在找人包养 还有不少来猎奇的游客 心里肯定都在暗暗称赞 泰国果然是个性开放的国家 实际上 泰国的俊男靓女 要不是在那种地方工作 但凡有个正经工作 家境不错的 都不会出现在这几个地方 要想看到泰国的高富帅 白富美 富12345678代的子弟 去夜总会肯定没错 一到晚上十点过后 这里就停满了 各式各样的高级跑车 德雷顿带林锦鹏去的 正是这里最大的一家夜总会 一进去 就看到无数穿着暴露的服务员 或者是来消费的靓女 在眼前晃来晃去 德雷顿笑着说道 对服务员严谨出没 除非本人愿意 这里可不是那种下等的酒吧 只要你朝他们的兄里 塞上五美金 就可以任凭你乱摸的地方 当然我不反对你这么做 不过我想你也许会被保安给扔出去的 不过你完全可以跟他们讲一个合适的价格 当他们下班的时候 就可以陪你走进你的房间里了 林锦鹏可没有太大的兴趣 现在他唯一想做的 就是立刻见到多瓦猜先生 强劲的音乐 充斥着夜总会 在舞台上表演的 据说是泰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大歌星 迪斯克音乐 还在强劲地放着 男男女女们尽情地宣泄了自己的经历 德雷顿带着林锦鹏 走进了夜总会 最大一间VIP包房内 这里的大镜子 可以360度地看到整个夜总会 而且只要你愿意 很快就能够让这里完全隔音 多瓦猜先生居然是一个人坐在那里 身边一个陪伴的都没有 德雷顿 年轻真是好啊 十年的留学生涯 让多瓦猜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看看外面那些美丽性感的女孩子们 如果能够再让我年轻二十岁 那就好了 说完 他捂着嘴 用力地咳嗽了一会儿 多瓦猜先生 您还没到八十岁 一点都不老 德雷顿的话里 明显地带着功为 让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来自中国的林锦鹏先生 您的仰慕者之一 我的中国朋友 请坐吧 需要喝点什么 自己可以随意 多瓦猜淡淡地说道 林锦鹏坐了下来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多瓦猜先生 我知道您是泰国最成功的商人 今天能够在这里见到您 是我最大的荣幸 我已经快八十岁了 很老了 多瓦猜漫不经心地说道 像你这样的功为话 我近八十年的岁月里 听到了太多太多 每一个功为我的人 都是有目的的 要么为了我的钱 要么为了我的权 那么你呢 我年轻的中国朋友 你又是为了什么呢 说完了这些话 多瓦猜又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德雷顿已经见怪不怪 而多瓦猜则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瓶药水 喝了一口 顿时整个人都觉得 轻松了不少 这个时候 林锦鹏才说道 不是为了钱 更加不是为了权利 多瓦猜先生 我是为了追求 鳄鱼驼夜王朝的历史而来 这话一说出来 本来一直神色从容淡定的多瓦猜 眼睛居然亮了一下 鳄鱼驼夜王朝的历史 是的 多瓦猜先生 林锦鹏平静地说道 我们都知道 鳄鱼驼夜王朝 一共经历了417年 传到鳄家陀的时候 因为缅甸的入侵而灭亡了 历经32代 随着鳄鱼驼夜王朝的灭亡 其后人们纷纷逃离王城 流落在泰国各地 最终变得无声无息 您的家族 自称是鳄鱼驼夜王朝的嫡系传人 这是真的吗 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吗 一丝复杂的神色 从多瓦猜的眼中 一闪而过 甚至还带着几分愤怒 这让边上的德林顿 也不禁有些责怪起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林锦鹏了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拉玛铁家族 一直以鳄鱼驼夜家族的 正统嫡系传人自据 但是他们最欠缺的 就是身份证明了 这是他们的致命伤 在那个时代 又没有身份证 没有户口普及制度 而且 在鳄鱼驼夜王朝灭亡以后 王城被缅甸人烧毁 王室成员四处逃跑 命都快保不住了 哪里还来得及携带其他什么 证明自己是王室成员的文件资料呢 所以 在这之后 鳄鱼驼夜王朝的后人们 是彻底的销声秘迹了 几百年后 突然冒出来一个 什么拉玛铁家族 自称是鳄鱼驼夜王朝的 嫡系正统后人 又拿不出任何的证明文件 说服力不免大打折扣 泰国的历史学家们 对此大多数是持怀疑态度的 而拉玛铁家族 商场上的敌人们 也总是拿这一点 不断地攻击他们 所以 这一直是拉玛铁家族 尤其是这一带的掌门人 多瓦猜心中的痛 熟悉他们的人 在多瓦猜的面前 是闭口不提这事的 偏偏刚刚认识 多瓦猜的林锦鹏 一下子就揭开了 多瓦猜心中最大的 最不能够触及的伤疤 这让这次的谈话 还怎么进行下去呢 在多瓦猜的发怒之前 林锦鹏却自顾自地 继续说道 其实我是个历史爱好者 尤其是喜欢 明朝的那一段历史 在整理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许多 跟阿谀陀耶王朝 有关的历史 也发现了大量 有价值的资料 其中一些 也许能够证明 阿谀陀耶王朝灭亡后 他的后人 并没有完全的灭绝 还分布在如今 泰国各地的证据 尊敬了多瓦猜先生 多瓦猜 原本生气的眼神 却一下子改变了 真的吗 你说的难道是真的吗 多瓦猜 甚至都有些坐立不安了 云东市 方寸公司办公大楼 阿谀陀耶王朝 快 立刻去寻找这方面的历史资料 快快 再给我找几个历史专家来 雷欢喜的大嗓门 在大楼里响彻全场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我本身准备告辞了 可对于我的生活节奏来说 却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 我想我们可以再另外找一个时间 好好地聊聊 关于阿谀陀耶王朝的一切 多瓦才很舍不得 他恨不得现在 就让林锦鹏 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可是既然对方 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而且在叶总会这样的地方 的确不太适合谈论如此问题 你明天有空吗 我刚认识的朋友 多瓦才询问了一声 见林锦鹏肯定地点了点头 多瓦才立刻趁热打铁地说道 那么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能够邀请你明天上午十点钟 到我家中来做客 我们可以一起共进午餐 德雷顿先生会带您来的 多瓦才先生居然亲自提出了邀请 这可是别人想都想不到的好机会 德雷顿连连对林锦鹏使着眼色 可偏偏他沉吟了好久之后才说道 我接受您的邀请 明天上午十点 一回到宾馆的房间里 林锦鹏立刻关上了房门 多瓦早就在里面等着他了 林锦鹏甚至都来不及跟多瓦打招呼 很快地拿出手机 雷总 刚才我跟多瓦才的谈话都听到了吧 听到了 我们正在想办法 电话那头传来了雷欢喜的声音 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呀 多瓦满头的雾水 哦等等 我插个充电器 林锦鹏把充电器插到了手机上 这才放松地松了一口气 雷总 明天凌晨前 你无论如何 要把我需要的东西发给我 这样 我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去熟悉一下 你放心 我拍胸脯 跟你保证 明天凌晨六点前 我会把你需要的全部资料发给你的 你趁着这个机会 赶紧地睡上几个小时 当林锦鹏的电话挂断以后 多姆还根本弄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了有了 墨胖子冲进了办公室 能够立刻找到的 住在云东市的清明史研究专家 一共有两个 侯承哲教授和原金水教授 他们两个还是学术上的好友 请他们是来不及了 雷欢喜看了一下时间 有他们家的住址没有 有 那我们现在立刻赶赴运动 啊 现在呀 都半夜了 管不着那么多 没关系 一边说着 一边朝外就走 今天怎么着 都得把他们的门给我敲开 看看哪个离我们最近 保姆打开门的时候 是睡眼惺忪的 都快凌晨一点了 谁来敲门呢 哦 麻烦你 我是雷欢喜 他是莫大伟 我们有十万紧急的事情 要见侯教授 请你务必 帮我们通报一声 这都几点了 保姆有些生气 拜托拜托 不是特别紧急的事情 我们也不会在这个时候 贸然求见侯教授的 等着 侯教授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三点左右 我去问问他 同不同意见你们 这个时候的雷欢喜 要多紧张就有多紧张 等了差不多有十分钟的时间 房道门打开了 保姆懒洋洋的说道 进来吧 侯教授愿意见你们了 但不要太晚啊 一定要一定要 雷欢喜和莫胖子 如蒙大赦般的 赶紧进了侯教授的家里 侯承哲教授 饶有兴趣的 在自己的书房里 听着那个叫雷欢喜的年轻人 表达着自己 为什么要这么晚 来打扰自己的原因 等雷欢喜好不容易说完了 侯教授也听出了一个大概 你们的意思是 你们有个朋友 要在泰国 正名阿谀驮岳王朝的后人 到现在还存在是吗 是的 是的 雷欢喜连连点头 这很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而且我们要得很急 侯教授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们只有来求助于您了 可是我研究的是明清史啊 侯教授看起来有些为难 对于当时的泰国 我们有所涉链 但那不是我们的主要研究目标 至于你说的 如何证明 阿谀驮岳王朝的后人还存在 那就更困难了 雷欢喜跟墨胖子的一颗心 顿时沉了下去 好不容易半夜三更 敲开了侯教授的门 好不容易让侯教授 同意见自己了 可却是这个结果吗 不过 也许可以想到别的办法 侯教授在那里想了一下 拨通了一个号码 老袁呢 睡了没有 我就知道你还没睡 跟我一样是夜帽子 唉 我这里来了两个有趣的小朋友 你立刻到我这里来一趟吧 袁金水教授 挂断了电话的侯教授笑着说道 他对泰国的历史 设立的范围比我更广 我们两个人 也许能够帮你们想到办法吧 啊 雷欢喜惊呼起来 袁金水教授 那多不好意思 这么晚了 还让他大老远的过来 那你们大半夜的 让我不睡觉 陪着你们聊天 好意思吗 袁教授居然开了一句玩笑 老袁是我的老朋友了 我让他来 他一定会来的 没欢喜是吧 你大半夜的 敲开我家的家门 总得给我一点回报吧 啊 您老想要什么样的回报呢 本来我是不想见你的 可一听到雷欢喜这个名字 立刻就认出了你 你这名字太好记了 侯教授笑着说道 听说你很会养兰花 你父亲又是大名鼎鼎的乔风子 我呢 也是养花爱好者 纯业余的 就是喜欢 你看 你能不能卖给我一盆兰花呀 还卖做什么呀 雷欢喜一听是这事 立刻变得兴奋起来 侯教授 您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我明天就让人来给您送上一盆 别的 你家欢喜哥不敢吹牛 可这兰花 那是要多少就有多少啊 别说一盆了 就是十盆八盆的 你家欢喜哥送起人来 都不带眨一下眉头的 那我可就谢谢你了 侯教授说着 站了起来 走到了书柜那里 你们先在这里坐一会儿 趁着等老员的时间 我帮你们找一些 这方面有用的资料 应该有门了 这可是两大教授在帮自己呀 雷欢喜的一颗心 也暂时地放了下来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低调 只有门口站着的几个保镖 才能看出来 住在这里的主人 是个有身份的人 在别的事情上 多瓦菜也许很能够沉得住气 但是 关于鳄鱼驼爷王朝 正统传人的问题上 多瓦菜 明显地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林锦鹏的屁股 还没有坐热 多瓦菜 已经急不可耐地 把话题 转到了这个方面 我对此的确 已经研究了很多年 就在今天 凌晨5点30分的时候 林锦鹏 刚刚接到了 来自国内的邮件 要记住那么多复杂的历史资料 还要把条理整理清楚 让对方听起来 不是死记硬背的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林锦鹏不确定 自己是否能够做到 可无论如何 为了公司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前途 也要尝试一下 自己的老板 可正在电话的那头 国内的云东市听着呢 林锦鹏从容地说道 鳄鱼妥王朝 灭亡于1767年 也就是我们的清朝乾隆32年 这当中也算是有个巧合了 乾隆32年 而鳄鱼妥王朝 正好传承了32代 鳄鱼妥王朝灭亡以后 其后人的下落 在历史上记载的并不清楚 这也是你 一直无法证明 自己就是这个王朝 正统传承的最主要的原因 可是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资料 他停顿了一下 之后继续说道 啊 在乾隆32年年末的时候 当时有地方官 在上报给朝廷的折子中 是这么说的 有大约12名外夷 在进入我国的时候 被擒获 他们自称自己是仙罗人 勉王孟博率领大军 攻破了大城府 也就是你们所说的 鳄鱼妥业城 他们趁乱 在往返于清朝 和仙罗的玉米船中 逃了出来 最终一路逃到了清朝 端瓦猜频频点透 对于这一点的可信度 还是非常高的 从清朝康熙年间起 泰国 也就是仙罗和清朝 大米的生意 还是做得非常繁荣的 往来非常频繁 那些仙罗人 通过运米船 跑到清朝的说法 是非常可信的 而后 林锦鹏又不慌不忙地说道 这些人 自称自己是仙罗王室的后裔 纳雷王的直系船人 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多瓦猜 差一点就跳了起来 没错 他们对外自称的 就是自己是仙罗中兴四王 最后一位 纳雷王的嫡系船人 然后呢 然后呢 多瓦猜 又是紧张 又是急切地问道 不用急 我慢慢地跟您说 林锦鹏 愈发显得自信起来 清朝的乾隆皇帝 在得知以后 祝福当地的官员 好好地照顾他们 于是呢 当地官员 给他们分配了土地和住处 并且给了他们 清朝子民的身份 到了道光皇帝年间 他们几乎 跟真正的中国人 没有什么分别了 当时闹起了太平天国 清朝本身也很不安全 所以呢 一些自称纳雷王的后人 在经过了当地官府的批准后 又重新返回了仙罗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你应该就是那些回国人的后人 多瓦猜 就好像一个小学生在上课一样 老师说一句 他就点一下头 越来越对得上了 我们家族 对这一段历史记载得非常隐晦 也许是因为 当时泰国国内的环境所致 他们生怕再次遭到迫害 只记录了祖先 曾经漂泊到海外 过了几十年 然后历经千辛万苦回国 其他的记载就没有了 现在经过你这么一说 失去的那段历史就是这些 他们在海外的生活 就是在清朝度过的 多瓦猜越想越对 语气也变得尊敬起来 林先生 请问您手里有什么官方的材料吗 比如当时清朝地方的官员 和朝廷的往来书信之类的 这些能够架 这些能够极大程度地证明 我家族的可靠性 这东西可不是说有就有的呀 没想到 林锦鹏想都不想就说道 有 卧槽 在云东 侯教授的书房里 雷欢喜忍不住大声地叫了出来 从半夜到现在 他一直都在侯教授这里 等袁教授过来 把材料都整理齐 发送到了国外 这才准备告辞 可是侯教授 却热情地邀请他们 吃了一顿早餐 然后又让他们 在自己的家里休息 说老实话 侯教授和袁教授 也对这事 越来越有兴趣了 他们也想看到这件事情 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雷欢喜跟墨胖子两个人 倒也没有客气 一直休息到林锦鹏的电话响起 他们一直都在听着 当听到林锦鹏 毫不迟疑地回答出 有这个字后 雷欢喜才终于忍不住叫了出来 有 自己他妈的到哪里去找啊 求救的目光 落到了侯教授和袁教授的身上 侯教授满脸的为难 这些也都只是 记载下来的资料而已 但当时的文件记录 我这里可没有 我也没有 袁教授急忙接口说道 难找得很 我们只是研究历史的 可不是收藏家 而且这些东西 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擦 林锦鹏 你这不是在给我们添乱子吗 你就回答说 那些文件 根本无法找到不就得了 现在可怎么办呢 哎 等等等等 侯教授突然皱着眉头说道 有个人手里也许会有 袁教授一震 随即也好像是醒悟了过来 你说的是全老头吧 侯教授连连点头 嗯 整个云东 乃至全国 要说明清两代资料文物 收集最全的 就是这全老头了 要是全老头那里也没有 那全国都没有人敢说自己拥有啊 全老头是谁呀 侯教授很快就给雷欢喜他们解释了一下 全老头 大名是全京友 国内赫赫有名的收藏家 尤其是嗜好收藏明清两代的藏品 其中有着大量包括圣旨等等在内的真品 据说 他收藏的明清两朝的朝廷和地方往来的文书 册封诏书等等 就达到了七八万间 侯教授笑着说道 那简直就是一个中型的博物馆呢 只不过 这个人的脾气有些古怪 从来都不在乎钱 更加不会把藏品轻易出手 不过 你们去了未必不能成功 为什么 雷欢喜不是特别的明白 侯教授一笑说道 哼 因为他跟我一样 都喜欢兰花 你或者 可以从这一点上去想想办法 雷欢喜几乎没有一秒钟的迟疑 就做出了决定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能够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证实 这些文件 目前当然留在了国内 不过林锦鹏承诺 就在最近几天 就会送抵泰国 亲眼让多瓦猜 看一看 他知道 在国内的雷欢喜 肯定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而且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为难 为难就跟他没有关系了 在自己跟多母临行前 雷欢喜可是拍着胸脯保证 不管他们要什么 都一定会想方设法解决的 国内就是他们最大的后方基地 在那里继续跟多瓦猜聊了一会儿 林锦鹏看了一下时间 多瓦猜先生很抱歉 我还有点事 要告辞了 至于那些证明文件 我想在最近几日内 您就可以看到的 你就要走了 多瓦猜一正 是的 多瓦猜的眼中流露出了一些狐疑 林先生 你就没有其他的事情找我吗 没有 多瓦猜先生 林锦鹏微笑着说道 我只是来跟您聊天 并且探讨一些 关于鳄鱼驼爷王朝的事情的 我们今天聊得很愉快 祝您每天都有个好心情 好的 多瓦猜正正地回答了一句 如果明天有空 我想我还是要邀请您来这里做客 瞧我这迹象 我明明是邀请你一起共进午餐的 但你走得那么匆忙 这样吧 明天中午 我们一起午餐好吗 林锦鹏想了一下 答应了下来 老猴介绍来的 云冬 中午十二点 犬老头穿的塌里塌啦 不修蝙蝠 剃了一个大光头 满嘴的胡子 可是一双手 却是白白净净的 这是他全身 唯一干净的地方了 看着面前这个 自称叫莫大伟的大胖子 全老头有些疑惑的上下打量着 是的 是侯教授让我来的 莫大伟恭恭敬敬的掏出了一张纸 侯教授知道您不喜欢用电话 所以这是他的手术 全老头接了过来 看到上面写着 全老头 朋友 见一下 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 连侯教授的名字都没有写 可是 全老头 只看了一眼就知道 这是老侯的笔迹了 进来吧 莫胖子随着全老头 走进了房间 房间里 出乎意料的干净 跟他的人 完全的不搭 各式各样的柜子里 放满了一个个的盒子 一坐下来 莫胖子也没有过多的寒险 很快就说到了 关于阿谷陀耶王朝的事 这个吗 全老头一说到这个问题 变得非常认真 的确是有这事 之所以这事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是因为 当年清朝的康乾时期 正好是全盛时期 而仙罗 作为附属国太小了 根本受不到什么重视 而我们国内研究历史的 尤其是研究明清史的 对这段历史 也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确认了此事 莫胖子精神大振 全老师 别叫我全老师 我可不是什么老师 叫我全老头 擦 说他脾气古怪 果然古怪 全老头 莫胖子硬着头皮 这么叫了一声 我们正在寻找着一些官方的文件 来证明这事 侯教授和袁教授 说您这里可能会有 有 当然有 说出这话的时候 全老头的脸上 写满了骄傲 国内除了我以外 再也没有人有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文件资料 并不如何珍贵 所以 看中的人并不是很多 我可以看一下吗 莫胖子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亲眼目睹一下 证明此事的存在 全老头犹豫了一会儿 好吧 本来我是不愿意给人看的 可你是老猴和老袁介绍来的 你等着 他站起身来 在那些架子上找了一会儿 拿过了一个盒子 上面只积累了少许的一点灰尘 全老头找过一块布 擦拭一下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子 当看到里面那个东西的时候 莫胖子的眼睛里放出了光芒 那是当时的地方官员 写给朝廷的折子 里面详细描述了 一群先罗人来到国内的经过 还有朝廷和乾隆皇帝 对此事的批复以及如何安置这些先罗人的指示 是这些 就是这些 袁教授和侯教授说的没有错 莫胖子松了一口气 小心地关上了盒子 然后对他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动作 一把将盒子抱在怀里 全老头 谢谢你 再见 什么呀 全老头待在那里 这算什么呀 什么就谢谢你 再见 喂喂 大胖子 你想要做什么 莫胖子 死死地抱住了那个盒子 这里面的东西 对我们很重要 我想向你买 但是你肯定不卖 没办法 我只能靠抢了 卧槽 这算什么呀 这他妈的真的是在抢劫呀 你给我站住 死胖子 放下我的东西 不然我报警了 全老头真的激眼了 你不会的 莫胖子理直气壮 我是侯教授和袁教授的朋友 你报警了 对他们影响可不好 而且我要是被抓了 肯定举报你这里有大量的围禁珍贵文物 警察肯定会上门寻找 会把你这里犯的乱七八糟 没准还要损毁一批你的珍藏品 报警啊 现在就报警吧 我肯定会对警察那么说的 这真的是遇到无赖了 全老头气得脸都变形了 给我放下 放下 就不就不 放下 就不 全老头报警又不愿意报 他知道莫胖子说的是真的 要是一群警察在自己这里一折腾 那还得了 抢回来 一来硬抢的话 没准要把盒子里的东西损坏了 二来 你看莫胖子的身板 硬抢自己也抢不过他呀 欲人不输 欲人不输啊 老猴跟老袁 怎么给自己介绍来这么一个主啊 全老头此时有了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还给我 还给我 这是我的宝贝啊 全老头那口气 简直就是在那里哀求了 莫胖子 胸有成竹 不慌不忙地 说出了几个字 紫兽盖绿鹰 你说什么 全老头整个人 一下子变得安静了起来 我说 紫兽盖绿鹰 莫胖子 还是不急不慌地说着 这对于全老头来说 简直就是巨大的诱惑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仅此而已 没有别的 他们就像是两个专门研究历史的 平静如水 和生意无关 和商场无关 简单 而又从容 瞧 多瓦菜先生 我在国内的朋友 已经把相关的证明文件 传到了我的手机上 林锦鹏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从中找出了几张照片 清朝地方官员 写给朝廷的奏折 以及朝廷对于此事的批复 多瓦菜兴奋地 嘴都哆嗦起来了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尽管拥有了他 还是无法证明 自己就是千真万确 阿谀陀耶王朝的嫡系传人 但起码自己 有了一件 有力地回击 一切质疑的武器 而且 这还可以添补 自己家族史上的 一段空白 开架吧 林先生 一直到了这个时候 多瓦菜 才恢复了 商人的本性 将这些文件 转让给我 你需要多少钱 林锦鹏 淡淡地说道 在一些人的眼里 这是无价之宝 当然 在另一些人眼里 这些东西 一钱不值 它很难被估算出价格来 所以 这是赠送给您的一份礼物 多瓦菜先生 多瓦菜 并没有太多的惊讶 仿佛早就猜到了 对方会这么做 那么 我该给您一些什么补偿呢 比如 生意厂商的 这已经带有强烈的暗示了 在泰国 如果能够得到多瓦菜先生的帮助 那么 不管做起什么事情来 都将是事半功倍 可是林锦鹏 依旧微笑着 摇里摇头 不需要 我跟你 只是望年交 我们是朋友 不管 你是不是这么认为的 贱贵 可以提出条件了呀 莫胖子 真的有些急了 对方的暗示 已经如此的强烈 林锦鹏居然 还是拒绝了这番好意 那么他要他这么做 还有什么意义呢 要知道 从全老头手里 弄到的那些文件 莫胖子可是连脸都不要了 而且 还搭上了一盆珍贵的 紫寿盖旅鹰 林锦鹏这家伙倒好 真沉得住气呀 还是他有什么别的目的 还没到时候 还没有到时候呢 没关系 却接连说了两次这样的话 似乎他能够理解林锦鹏 为什么要这么做的目的 胖子 现在火候还没到 林锦鹏肯定在等待 最好的机会 是吗 莫胖子对此事充满了疑惑 在欧洲 要想证明自己 是某贵族的后人 往往有一些 很有趣的方式 林锦鹏用闲聊的口气说道 比如 某个世袭的庄园或者是古堡 当然 最好的证明就是册封书 比如基督山伯爵吧 主人公爱德蒙为了复仇 必须要给自己换个身份 所以 他购买了基督山伯爵的 任命证书 当他拥有了这份证书 就没有人怀疑他的真实身份了 一张薄薄的纸张 却能够让人深信不疑 这是不是有些好笑啊 多瓦猜并不觉得好笑 反而从中听出了一些什么 你的意思是 在历史上 鲜罗跟中国 一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林锦鹏缓缓缓地说道 比如在1377年 明太祖朱元璋 册封阿谀陀耶 为鲜罗王 于是鲜罗 这一名称就被正式地固定下来 说到这里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 放下杯子 这才缓缓地继续说道 多瓦猜先生 如果您能够拥有这份 明太祖朱元璋的册封诏令 那么对于您和您的家族身份 我想再也没有任何人会怀疑了 不在现场 完全无法想象到 多瓦猜有多么的兴奋 他几乎就要跳了起来 好不容易 才遏制住自己狂热的心情 如果这么说的话 您一定有办法 帮我弄到那份册封诏书吧 别呀 雷欢喜跟墨胖子 同时惊呼起来 千万不要 弄到那些什么证明文件 已经够困难的了 现在 你要着什么 朱元璋的册封诏书 到哪里去弄啊 而且这他妈的册封诏书 肯定是在泰国 在国内 到哪里去找啊 不要 千万千万不要 从来都不会紧张害怕的雷欢喜 此时居然有些颤抖起来 他跟墨胖子 一起死死的盯着电话 然后 电话那头 传来了一句 林锦棚很有趣的回答 当然有 尊敬了多瓦才先生 咚 欢喜哥 你为什么倒在地上了呢 别管我 我想一个人冷静一下 胖子 你躺在我身边做什么 别管我 我想一个人冷静一下 两个绝望的家伙 就这么躺在地上 眼睛绝望地盯着天花板 其用林锦棚 是不是个错误 我想是的 欢喜哥 这绝对是个天大的错误 但这错误 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自己造成的错误 酿成的苦果 就算再难吃 我们也得吃下去 对不对 对 欢喜哥 所以你想说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 你还得去一趟全老头那里 欢喜哥 我想辞职 为什么 在房村公司工作 这是一份危险的工作 不胖子 这份工作舍你其谁啊 为什么不能是你去呢 因为 你比我更加的不要脸 有道理 而且 反正你已经不要脸一次了 再来一次 你无所谓 对不对 简直太有道理了 欢喜哥 顺便再说一句 你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 莫胖子想哭 他是真的想哭 自己好好的 为什么要来放村公司 好好的 为什么要认识欢喜哥 这么个不要脸的家伙呀 现在该怎么办 这一切都是他妈的自找的 好吧好吧 为了公司的前途 为了自己的前途 就他妈的 再不要脸一次吧 他整理了一下 他身上的衣服 看了看手上拎着的礼品 然后 微笑着 敲响了全老头家的门 门打开了 全老头那张熟悉的脸 重新出现了 可是 当他一看到是莫胖子 立刻惊慌失措 他想关门 莫胖子他肥胖的身子 却用力地把门一撞 然后 无比谄媚地说道 全老师 我来看您了 救命啊 来人呐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 给我滚出去 全老师 你难道到现在 还不知道我对您的仰慕吗 全老头发出了 杀猪一样的惨糊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多瓦才面前的时候 这位全泰国最大最成功的商人 整个人都颤抖起来了 册封诏书 这真的是册封诏书 大明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册封诏书 那是当年的上国 给予藩邦小国的最高荣誉证书 那代表着自己的身份 已经得到了正式的承认 也许现在 这样的册封诏书 已经没有太大的实质用处了 但是 对于多瓦才来说 却根本就是无价之宝 他曾经也动过寻找 这份诏书的脑筋 可是 度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 鳄鱼驼城 也早已在缅甸人的入侵中 被毁灭了 还能够到哪里去找 这样的诏书呢 当林锦鹏提出来的时候 多瓦才是怀疑的 可是 现在 他却真的把如此珍贵的诏书 带回来了 握着手机的手是哆嗦的 仿佛现在他看的不是照片 而是诏书就那么真实地放在他的眼前 林锦鹏微笑着 太棒了 不管自己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大后方 总能够为自己完美地完成 可是 林锦鹏大概怎么都不会想到 自己的大后方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墨胖子是完全不要脸的 用死缠烂打的无赖方式 缠住了全老头 俗称死亡缠绕 一天一夜 墨胖子不眠不休的 整整纠缠了全老头 一天一夜 全老头差点被这个臭不要脸的家伙给弄疯了 这份诏书他有 而且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 从一个海外华侨的手中购买到的 花了很大的一笔钱 而这也是全老头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现在要让他转让 你做梦吧 但是 怎么样才能够摆脱墨胖子这样的无赖家伙呢 最终 墨胖子提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素冠河顶 天哪 兰花界在龙王兰出现之前的至尊王者素冠河顶 全老头怦然心动 虽然明太祖的册封诏书 价值不菲 但也并不是什么无价之宝 同一时期 大明类似的册封诏书很多 而且也被发现了不少 跟素冠河顶的价值比起来 就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了 尤其对于同样爱兰的全老头来说 更是如此 全老头怦然心动 这笔交易就这么做成了 后来知道的雷欢喜还是心疼的 凭借小胖的能力 完全可以再弄出几十盆 甚至上百盆素冠河顶出来 可现在送出去的都是钱对不对 算了 不管了 只要是能够达到目的 这些牺牲代价 完全在承受范围之内 这就是明太祖册封诏书的来历 要是大后方这样做了 林锦鹏都无法完成任务 那恐怕真的会被雷欢喜和墨胖子 群殴致死的 多瓦猜先生 证明证书和册封诏书 都已经在运送的路上了 当然 运送这些东西 是需要一些必要手续的 所以我希望 您可以耐心地等待上一段时间 林锦鹏微笑地说道 我可以等 我可以等 我都已经等了那么多年了 多瓦猜 喃喃地说着 忽然抬起头来 林先生 您是我们拉马铁家族的守护神 是的 守护神 有关拉马铁家族的正义 已经持续了那么多年 可现在终于可以得到证识了 他说话的语速非常快 再加上说得急了 用力地咳嗽了起来 咳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像一口气上不来 就会倒地不起一样 他赶紧从口袋里 掏出了上次 在夜总会服用过的小瓶子 往嘴里倒了一些非常细小的药丸 咳嗽 这才逐渐平息下来 多瓦才先生 您的情况似乎不太好 老毛病了 老毛病了 多瓦才叹息着摆着手说道 肺部的问题 不碍事 还死不了 几十年的毛病了 一咳起来 总是要服用一些海马丸制成的药物 不过 最近服用的次数 越来越多了 莫胖子 告诉咱们的制造基地 挑选最优质的海马 当听到电话那头 谈话的声音时 雷欢喜已经下达了命令 他都在猜测到 未来的某一刻临锦棚 会说一些什么话了 不过 这跟什么诏书相比起来 可容易得多了 哎 慢着 制造基地的海马还不保险 必须要一种小小的生物出厂才可以 小胖 胖子 你在这里听着 我回去一趟 雷欢喜说着 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办公室 人不可能总是无缘无辜付出的 杜瓦猜收拾起了激动的心情 开始是证明文件 现在是册封诏书 林先生 你是个有心人 而且已经尽心尽力了 我本人 以及拉玛铁家族 都欠你的人情 林锦棚淡淡一笑 然后 他听杜瓦猜说道 那么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正事吧 我刚才说过了 没有无缘无故的付出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缩取 每个人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有目的的 你也同样不例外 亲爱的林锦棚先生 你和你的老板多母 大名鼎鼎的魔手多母 一起来到曼谷 为的是开拓泰国 以及东南亚的市场 你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朱利亚公司 而你们也很清楚地知道 我和朱利亚公司之间 长久以来的游异 所以 你用一个历史爱好者的身份 接近我 并且利用我的弱点 取得了我最大程度上的好感 是这样的吗 这个老人 对一切都了解得如此清楚 是的 多瓦猜先生 您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林锦棚 根本就没有任何吃惊的样子 以您在泰国的权势和金钱 从我们一进入曼谷开始 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隐瞒您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已经成为了 拉马铁家族的好朋友 是吗 多瓦猜笑了 哈哈 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 就算我知道了你的企图 但我也无法拒绝 接下来你会提出的要求 是的 你赢得了整个拉马铁家族 和我本人的游异 太不可思议了 我到现在还觉得 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么明天上午十点 您可以来到我的集团办公室 进行一次友好的谈判了 在那里 你们可以尽情地提出你们的要求 成功了 林锦棚几乎欢呼起来 他竭尽全力 克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 谢谢您 多瓦猜先生 明天见 明天必然将会是 决定一切的关键时刻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无数刚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 都无限渴望的 能够有一天进入这栋大厦 正式成为力朗集团的一员 这栋大厦里 做出的每一个决定 都会对泰国金融 造成极大的影响 甚至会对整个东南亚市场 造成影响 林锦棚和多姆 步履从容地走进了这里 大厦的安检措施非常严格 当通过安全门的时候 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原妇女 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她是多瓦猜先生的私人秘书 多瓦猜先生 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你们了 秘书非常礼貌恭敬地 把他们引领进了专用电梯 云东 方寸公司办公大楼 雷欢喜和莫胖子 一直都在电话旁 紧张地等候着 浙江市方寸公司 能否在东南亚打开市场的关键一站 林先生 多姆先生 欢迎你们的到来 在办公室里 多瓦猜和一个中年人 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大儿子 利朗集团的现任总裁 皮拉鹏 多瓦猜 笑容满面地 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儿子 欢迎你们 林先生 多姆先生 皮拉鹏 同样微笑着说道 摩守多姆 即便我在泰国 也一直能够听到您的名字 能够在这里看到您 是我最大的荣幸 多姆 多姆彬彬彬有礼地说道 好了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了 可以开门见山地直接进入主题了 很显然 皮拉鹏并不愿意多浪费时间 你们来的目的我们很清楚 为了和朱利亚公司在东南亚展开竞争 而曼谷 无疑将是你们的第一个也是主战场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 利朗集团长期以来 都跟朱利亚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我们凭什么 要跟一个长期的盟友解除关系 而跟一个陌生的客户进行合作呢 多姆并没有立刻回答 他只是面带微笑地 听皮拉鹏继续说了下去 我们很感激林锦鹏先生 为拉马铁家族所做的一切 真的非常非常感激 拉马铁家族从今以后 都是林锦鹏先生的挚友 无论他将来在泰国 遇到了什么私人事务 拉马铁家族都会全力以赴地协助 但是这跟生意无关 如果每一个对拉马铁家族有恩的人 我们都需要以牺牲商业利益 为代价回报的话 那么我想 现在的立朗集团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 我非常赞同你的话 多姆终于开口了 所有人 无论以什么借口 都不能以牺牲公司利益为代价的 但是在我看来 皮拉铁先生 您正在牺牲利朗集团的利益 皮拉铁的眉毛挑动了一下 是吗 为什么我没有觉得呢 拉姆从容地说道 利益 如何讲利益最大化 是你这个总裁 是你这个总裁应该考虑的 朱利亚公司 绝大部分的原材料 都是由方寸公司提供的 我们才是真正的拥有最基本 最便宜原材料的公司 如果你们与我们合作 我们可以保证的是 价格将比市场上 任何一家公司的同类产品 便宜三成 皮拉铁的眉毛跳动一下 就连一直稳坐在那里的 多碗菜的身子 也禁不住动了动 便宜三成 这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 都具备绝大的诱惑力 多姆继续说道 对于方寸公司来说 泰国乃至整个东南亚 都是一个陌生的市场 谁在这个时候 能够给予我们帮助 将是方寸公司最大的盟友 请记住 是盟友而不是朋友 我始终认为 在商场上 从来都没有朋友可言 比如我跟你们 比如你们和朱利亚公司 听到这里 多瓦菜忍不住笑了一下 真是个聪明的家伙呀 可以抽烟吗 哦 当然可以 多姆点着了一根粗大的雪茄 继续说道 利益 摆在第一位的 只有利益 朱利亚公司 给你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所以 他们是你们的盟友 现在 轮到方寸公司 带给你们更大的利益了 商场上 有一个最大的诀窍 谁能够抢先一步 谁就能够控制整个战场 你们是愿意 等到我们壮大之后 才跟我们合作呢 还是愿意 现在 就给我们提供帮助呢 他的语气 咄咄逼人 这让多瓦菜 和皮拉棚 也陷入到了沉思中 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们 我们的进入 将会给东南亚市场 带来巨大的冲击 巨大的 多瓦喷出了一股浓浓的烟雾 如果你们 无法给我们提供帮助 那么我们 将被迫 做出一个决定 以低价冲击市场 是不可思议的低价 我们将彻底搞乱这个市场 彻底冲垮这个市场 皮拉棚忍不住 皱起了眉头说道 你是在威胁我们吗 多瓦先生 是的 我是在威胁你们 多瓦根本就不在意 你们听过我的外号 魔手多瓦 你们也一定听过 我的另外一个外号 不择手段的多瓦 为了达到我的目的 我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你们同样 也会遭到巨大损失的 皮拉棚刚刚说完 多瓦已经笑一笑 说道 真的吗 你可能没有看过 我们的养殖基地 和生产基地 我们拥有数量巨大的 海马 海葵 和黑魔虾 我们能够 源源不断地冲击泰国 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市场 是源源不断 我们不在乎价格 不在乎这个市场 会被我们破坏成什么样子 我要的 只是最终的结果 我相信你说的话 多姆先生 这次是多瓦猜叹息了一声 哎 我们已经做过详细的调查了 方寸公司 的确拥有这样的实力 不择手段的多姆 是的 我也完全相信 你会这么做的 多姆先生 你为我们 带来了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林锦鹏先生 丹尼 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说到这里 他又大声地咳嗽起来 皮拉蓬 赶紧快步过去 从他父亲的口袋里 掏出药丸 为他吞服了下去 瞧 这就是朱利亚公司的药物吗 多姆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哼 我想 你们在做出最终的决定前 还是先实验一下 我们生产提炼出来的海马丸吧 那将是你们见过的 最神奇的药丸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一个标准的商人 他可以将扶植他的舅舅 都毫不犹豫地铲除 那么像朱利亚公司 他也不会有太多迟疑的 只要新的合作方 能够带给力量集团 更大的利益 最终的决策人 不是皮拉鹏 而是他的父亲 多瓦猜 多瓦猜 在那里沉默了很久 才开口说道 我等待着 你那神奇药丸的到来 我也希望 能够对我的病 有所帮助 那以后 才是我们正式谈判的开始 哦 我想起来了 我们有一处控制的店面 位于曼谷最大的商业圈里 离力量大厦不远 你们肯定需要寻找到一处店铺 来让泰国人知道你们的商品存在吧 我想 我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使用 但是 我必须要说明 这不是意味着 我们就跟方寸公司展开合作了 我只是出于报答林锦鹏先生的意思 多瓦猜笑了 愉快地笑了 哈哈 当然 我们之间还没有达成任何的合作协议呢 多瓦猜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好意 我们也接受了 潘亚女士 多瓦猜叫进来自己的秘书 请你们带我们的朋友去仙罗区 我们的那间闲置店面看一看 并且把钥匙交给他们 是的 多瓦猜先生 期待跟您的再次见面 多瓦猜跟林锦鹏一起 彬彬有礼地说道 然后 他们一前一后地离开这里 雷欢喜和墨胖子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成了 应该成功了 尽管还没有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 但这却已经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始 现在要做的就该轮到雷欢喜了 小胖正在那里制作一枚神奇药碗 墨胖子伸了一个懒腰说道 幻喜哥 用多瓦跟林锦鹏真的用对了 多瓦还真的敢这么威胁多瓦猜和拉皮旁夫子 雷欢喜笑了笑 说道 哼 因为 他摸准了多瓦猜 是一个利益至上的人 只要能够把利益最大化 多瓦猜 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威胁 不过 其实这个时候 雷欢喜 也真的庆幸自己用对了人 朱锦鹏 等于是拱手 把多瓦和林锦鹏这样的人才 送给了自己 福建 真的要这么做吗 在办公室里 皮拉棚皱着眉头问道 朱利亚公司 几次提出 要租用我们在仙罗区的那个铺位 但我们始终都没有答应 现在 您居然要让方寸公司免费使用 是的 多瓦猜站了起来 我的孩子 你看到了吗 马上就要变天了 多瓦是在威胁我们吗 是的 但他威胁的有道理吗 我认为有 危机已经到来了 我的孩子 我们知道 朱利亚公司和方寸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 方寸公司可以离开朱利亚公司继续生存 但朱利亚公司失去了方寸公司的原料提供 他们的价格会随之上涨的 难道你真的不怕看到一场可怕的价格战吗 怕 皮拉鹏当然怕 多瓦这个人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什么样的事情做不出来 他会肆无忌惮 他会根本不在乎游戏规则 但是 朱利亚公司怎么办 皮拉鹏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 我们已经跟他们合作了那么多年 如果我们的态度明显出现清闲 很容易引起他们的不满 我的孩子 这个世界上 没有永远的盟友 多瓦才笑了 朱利亚公司 受到限制的地方 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锐气 也无法再为我们创造更大的利润了 是到了寻找一个新的盟友的时候了 也许分手 是一件很令人伤心的事情 但为了利朗集团的未来 总是要有人 做那个令人讨厌的家伙的 而这个角色 很适合你 我的孩子 皮拉鹏并不害怕做恶人 为了集团的利益 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父亲 红珊瑚资本怎么办 皮拉鹏 适时地提醒了一下 站在朱利亚公司身后的 可是红珊瑚资本 哎 是啊 一个可怕的集团 多瓦猜 叹息了一声 我们 完全不会是 红珊瑚资本的对手 可你想过没有 也许 不用我们出手 自然会有人 对付红珊瑚资本的 皮拉鹏 正在了那里 什么意思 谁会去对付 红珊瑚资本 谁有这样的实力 太花集团 吴家父子 多瓦猜 淡淡地笑着 同样 是红珊瑚资本 支持的集团 他们现在 却徒崩瓦解了 我听说 太花集团 正在面临 巨大的债务危机 整件事情的进程 我们非常清楚 你想过 为什么会有人出手 对付太花集团 甚至不惜瓦解它 你想过 为什么从始至终 红珊瑚资本 都没有像太花集团 哪怕是 道义上的支持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皮拉棚有些迷茫 多瓦猜 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自己的这个孩子 做生意 已经非常成熟了 但在许多事情上 还无法看清 其中的本质 比如 这次太花集团 遭到最沉重打击的 这件事情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在雷欢喜和方寸公司的身后 同样 也有一个巨大的财团 在支撑着他们 多瓦猜 神色肃穆 而且 这个集团的实力 一点也不逊色于 红珊瑚资本 甚至更强 皮拉棚 想了很久之后 才说到 红珊瑚资本 是钻石联盟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谁能够跟钻石联盟相抗衡呢 说到这里 他猛得像是醒悟了什么 脸色大变 难道您说的是IFO 是的 IFO 除了这个神秘的组织 还有谁 敢直接挑战钻石联盟呢 多瓦猜 说到这里的时候 声音也情不自禁地放低了 所以 我们没有必要出手 关键的时候 IFO 自然会帮助雷欢喜的 皮拉棚 还是有点无法相信 雷欢喜 会跟IFO有关系吗 以他的年纪 和公司的实力 恐怕不太可能吧 如果IFO 真的支持他的话 那么他根本就不需要 我们的帮助了 我不知道 我的孩子 我不知道 多瓦猜 难难地说道 这其中 有很多事情 是我无法理解的 可是 我只相信一点 和方寸公司合作 对我们来说 是绝对有利的事情 没有必要 再继续犹豫下去了 皮拉棚 皮拉棚实在无法想象 有什么事情 是自己的父亲 都无法确定的呢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呢 海马就海马呗 你养你的 跟本神龙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你为什么 总是要让本神龙做事呢 你要知道 现在 本神龙 还是幼年期 用你们人类的话来说 那就是 还是祖国的花孤短阶段 是需要爱护呵护的 是要当小皇帝的 可你他妈的 是把本神龙 当成同工在使用啊 宝宝心里 很不开心 可是 欢喜哥要你做的事情 你如果不做 这家伙就会像坨膏药那样贴着你 怎么敢都赶不走 你不帮他把事情做完了 他绝对会缠着你三天三夜 所以 小胖就算是再不乐意 但考虑到 要尽快摆脱那个黏人的家伙 还是决定 屈服了 让海马的功效 更加强大 但不是针对男人 那方面功效的 男人 哪方面的功效啊 小胖想了半天 都没有想明白 他到底是条龙啊 欢喜哥说得很明白了 海马 除了能够增强男人 那方面的功效外 对治疗气喘咳嗽 都有着非常不错的治疗效果 其实 不管是海马 还是别的什么生物 对于小胖来说 都是一样的 一旦这样的生物 吞服了龙的经元 身体都会变得无比神奇 治疗一些人类的疾病 根本就是有奇效的 小胖往海水池里 吐出了一丝晶圆 真的只有一丝 这些海马的体型 实在是太小了 晶圆过多的话 反而会让它们无法承受 这大概也是物极必反的道理吧 一池塘的海马 在海水里游动着 它们没有智慧 不懂的思考 是食物链 最底层的生物 但是 凭借着生物的本能 它们很清楚 现在身边的海水 已经变了 做完了这些 小胖懒洋洋地 跃入了海水里 开始享受一天中 最快活的海水域 那些海马 赶紧惊恐地缩到一边 巨成一团 一动也不敢动 龙身上散发出来的威力 实在是太强大了 过了一会儿 只顾着享受海水 带来舒适的小胖 也没有任何的其他举动 有几条海马 胆子渐渐变得大了一些 悄悄地向小胖靠近 除了欢喜歌以外 小胖是不太喜欢 有什么别的东西 打扰到自己的 它的尾巴稍稍一动 海水顿时翻滚起来 那几只胆大包天的海马 一瞬间 就被冲到了另一边 要不是现在 这些海马的体质 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只怕这一下子 就让它们死光了 小胖 随着这个声音 欢喜歌冲了进来 讨厌的家伙又来了 小胖很是不屑 我告诉你 泰国那边基本搞定了 一进来 欢喜歌就兴冲冲地说道 关本神龙什么事 小胖都懒得搭理这个家伙 嘿 我要是在泰国站稳的脚跟 就有的那些人好看了 欢喜歌哪里会去考虑到 小胖到底有没有听懂 可是 话刚出口 眼睛落到水池的时候 欢喜歌就呆在了那里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海马吗 我擦你个擦的 你看到过这样的海马吗 体型上 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都在三十公分左右 可是 可是 谁他妈的见过 绿颜色的海马 翠绿色的 就好像一块翠绿翠绿的 玉石雕刻成的 一支支 在海水的一角游动着 看起来 要多漂亮 就有多漂亮 问题是 漂亮是漂亮了 但是有没有毒啊 欢喜歌 是有着自己的神逻辑的 从小 爷爷就告诉自己 山上的野蘑菇 越是漂亮 就越有毒 海马是不是 也一样如此啊 你确定 小胖听到了 这个神奇的理论之后 会不会吐出一口老血 这个 可以要用 欢喜歌 很不确定地问了一声 然后 他迎来的 是小胖继续地白眼 可以要用 你吃一个看看 保证功效强大的惊人 至于 为什么 会变一层翠绿色 老实说 小胖也弄不明白 他发现 自从得到了 大盐洞里的 那些黑花之后 并且自己服用之后 身体里的一些能力 开始悄悄地 出现了改变 自己正在变得 更加强大 他还在想一个 说出来 也许会让欢喜歌 掉头就跑的事情 如果 让欢喜歌 长时期地 跟那些黑色枝花 待在一起 并且进行服用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算了 这个想法 等到欢喜歌 参加完什么 运动会回来以后 再说吧 小胖至今 无法念出 奥运会这几个字 也完全地弄不懂 这是什么意思 欢喜歌 去参加 这样的比赛 做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哪个正常的人类 在水里 能够跟他比速度吗 就算是 现在的小胖 也必须要全力施展 才能够超过欢喜歌 人类的思维 自己 真的是弄不懂啊 欢喜歌可想不到 小胖心里的想法 他现在考虑的是 这些海马 被带回到 加工基地的时候 自己应该怎么说呢 变异 新品种 头疼 有的时候 要变个谎话 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一边把那些海马 收拢起来 欢喜歌 一边在那里 对着小胖说道 哎 小胖 咱们这就是真的 对朱利亚公司 开战了呀 你想不想到 朱利亚公司 跟我们那么好的 合作关系 居然都是 红山湖资本的人 要不是多么告诉我 我到现在 还被蒙在鼓里呢 小胖 听不懂 欢喜歌 在说什么 可他 就喜欢自己 这样静静地躺着 然后 听着欢喜歌 发牢骚 哎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要弄得那么复杂 做什么 简简单单的 难道不好吗 朱利亚公司是这样 朱进言也是这样 为什么总要把我 当成敌人 我又没有想要 他们的钱 又没有想要 他们的家当 我只想做 我自己的事情 可怎么就那么难呢 这些话 小胖似乎听懂了 欢喜歌 这也是为什么 我只有你 这么一个朋友的原因 人类的世界 真的是太复杂 太可怕了 还是当初 龙族的世界好 没有这些勾心斗角 每一条龙 都能够快快乐乐地 生活在一起 互相帮助 可惜 现在再也无法 回到那个 最美好的时代了 跟你说这些 你也不懂 欢喜歌站了起来 成了 你好好的待在这里吧 我还有头疼的事情 要去处理呢 不过 这海马 希望能有用 这样 我们就真的 能在泰国 站稳脚跟了 欢喜歌有信心 这些海马 绝对会震撼到 整个泰国的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从远古时代 到封建社会 到人类文明的进步 从冷兵器时代 到热兵器时代 到宇宙飞船 征服星空 反正我们的欢喜歌 唾沫横飞 跟那些围在自己身边的人 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的人类进化史 然后 对那些 早就听懵了的家伙说道 所以 这些海马就是翠绿色的了 你们明白了吗 那些人 赶紧点头 雷总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么多玄奥的知识啊 如果自己再说不懂 那不是显得太没有文化了吗 可是 当得意洋洋的雷总一走 好不容易回过温来的这些人 忍不住面面相去 雷总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可是 当我们的欢喜歌 回到方寸大楼的时候 一个艰难的抉择 却放到了他的面前 他必须要选择去参加一次典礼了 这应该 是他去参加奥运会前 最后参加的一次重要活动了 本来 想参加这样的活动 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可为难的 可是 对于我们的欢喜歌来说 想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实在是太难了 筑南镇和夏关镇 同时举行建镇六十周年庆祝会 这两个镇的建镇 都是在同一年 甚至是同一天 这是当年 全国各地批量建镇的产物 因此 生日在同一天的乡镇 比比结识 六十年前 筑南镇和夏关镇建镇的时候 本来也没有什么 甚至连鞭炮都没有放 只是上面下达了一个红头文件而已 而那个时候 两个镇的关系 还是非常的融洽的 互相扶持 互相帮助 但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 昔日的朋友关系 很自然的 就变成了竞争者的关系 在之前的天陶事件中 两个镇 甚至还弄得一度剑拔弩张 夏关镇 差一点就赢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雷欢喜横空出世 一举击败了 来自夏关镇的挑战 可是 世事变迁 谁也无法猜到 事情的下一步走向 雷欢喜 居然跟夏关镇 走得更近了 由于中央三令五身 地方不能搞 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一切以节俭为主 所以 原本准备 大肆庆祝的两个镇 也选择在小范围内 低调举办一些庆祝活动 同一天 同一时间 两个镇的请柬 都送到了雷欢喜的手中 该怎么选择 从感情上来说 欢喜哥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住南镇 毕竟 这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可是现在 他和住南镇的关系 根据小道消息则知 霍贵喜本来是不准备邀请雷欢喜的 但是听说 司徒镇长跟他拍了桌子 说雷欢喜对住南镇做了那么多的贡献 现在正是跟雷欢喜修复关系的最佳时机 火贵喜也不敢跟司徒镇长关系搞得太僵 再加上那天苗局长离开的时候说的那些话 这才让他勉强同意了 而下关镇呢 态度就截然不同了 旅后中镇长和陆国元书记 亲手把请柬送到了雷欢喜的手上 亲自对他发出了最郑重的邀请 陆国元甚至直截了当地说道 欢喜 我们就是要让你感受到下关镇的热情 就是要让你把下关镇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 我们就是在刻意地讨好你 让你为下关镇的经济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诚意 这就是最大的诚意 可是 即便这样 欢喜哥还是有些迟疑 这次的庆祝活动 虽然规模不大 虽不说是万众瞩目 起码是两个镇的人都在那里看着呢 身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如果连当地的庆祝活动都不参加 会不会太伤感情了 难呢 欢喜哥忽然发现 自己患上了选择困难症 还多想什么呀 欢喜哥 按你想都不想就说道 下关镇呢 你看货归喜对咱们的态度 恨不得咱们现在就滚出助南镇 咱们还要给他们面子做什么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 莫胖子 难得地反对起安妮的意见来 毕竟我们出身于助南镇 也在助南镇成长起来的 咱们就挑明了说吧 欢喜哥在助南镇的威望还是很高的 尤其是在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之后 同情我们支持我们的人 是占绝大多数的 现在如果我们连这么重大的活动都不参加 会不会给货贵喜那些人落下口实 借此大做文章 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支持我们的态度会发生动摇 说完 他的目光落到了雷欢喜的身上 雷欢喜在那里想了一会儿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不管我们在下关镇的发展有多么的顺利 可是助南镇依旧是我们的大本阳 货贵喜不会一直在这里的 安妮跟莫胖子互相看了一眼 似乎从雷欢喜的这些话里听出了一些什么 也许早晚欢喜哥都会对货贵喜展开最灵力的反击 或者就是不久 或者是从参加完奥运会回来以后 决定了 雷欢喜在这一刻下定了决心 下关镇的我们要参加 助南镇的我们也一样要参加 货贵喜最愿意看到的是我们拒绝参加 但我就是不让他如意 两边怎么一起参加呢 雷欢喜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现在我们的重点发展方向是在下关镇 我跟安妮去下关镇 助南镇这里 胖子你去 你是方寸公司的副总兼运营总监 这个身份够了 等等 雷欢喜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沉吟了好一会儿 突然出人意料地说道 胖子 带维斯特一起去 啊 安妮跟莫胖子两个人一起惊叫起来 维斯特 居然要带维斯特一起去 欢喜哥这脑袋里是怎么想的呢 这家伙别看整天吊儿郎当的 可认真做起事情来 还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欢喜哥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坏笑 给他个职位 我想想 方寸公司公关总监 兼我们的新闻发言人 好不好 好不好 就这么个公司 你还弄个新闻发言人出来 你看看维斯特 上下左右 有哪一点像新闻发言人的样子 别惹祸就算是不错了 得了 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你欢喜哥都已经决定的事情了 只希望维斯特到了那天 别出洋相 那可就谢天谢地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那形横幅 也基本没有出现 只在各自的镇政府门口 悬挂了一条横幅 热烈庆祝某某镇 建镇60周年 但是 这并不说明 柱南镇和下关镇就不重视了 相反 他们还把这 看成了是自己新的战场 充分地利用这次机会 让全镇人民 看到镇政府 进一步提升全镇经济 高速发展的决心 为此 不管是柱南镇 还是下关镇 都邀请了不少的居民代表 前来参加庆祝会 而不约而同的 很多人都把目光 盯向了同一家公司 方寸公司 这家公司 最近闹出来的动静可不小 先是在面对下关镇挑衅的时候 成功地击退了他们 不光让一个村长和村支书下台了 而且还让下关镇的两位主要领导 吕后中和陆国元 遭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 甚至是处分 按理说 下关镇和方寸公司 应该是水火不容的 可是随即 剧情就出现了神一般的反转 下关镇 竟然和方寸公司展开了全面合作 先是方寸公司将自己的产业逐步搬到了下关镇 接着是非常重要的海葵海马黑魔虾的生产制造基地 然后就是让下关镇和方寸公司大出风头的方寸天地水族馆了 这两家竟然展开了全面的合作 而且 在下关镇的一次内部会议上 陆国元书记 专门做了一次发言 服务好方寸公司 让他安心地扎根在下关镇 方寸公司提出的要求 必须在第一时间内解决 各部门 都必须大开绿灯 只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下关镇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关系到下关镇 经济能否高速腾飞的关键所在 一个镇领导 已经把这样的话都撂在这里了 还能够多说什么呢 相反的 是驻南镇的态度 就太令人奇怪了 对于那些 不知道真相内幕的群众来说 驻南镇镇政府的做法 让他们根本就看不懂 居然就听之认知的 让方寸公司 把自己的产业迁移出了本镇 什么经济腾飞这些的话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并不能够真正了解 而给他们切实体会的 就是工作的机会减少了 赚钱的机会减少了 这两样东西减少了 你领导干部说再多的空话套话 也没有用 这一点 驻南镇的居民感受强烈 下关镇的居民同样感受更加强烈 不说别的 光是一个生产制造基地 就解决了很多当地人的工作问题 而且生产制造基地开出的工资 还是相当丰厚的 奖金也更加让人羡慕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 给当地带来了好处 在庆祝会开始前的一天 吕厚中和陆国园 亲自带着当地的干部 来到了生产制造基地 不光是人来了 还给他们带来了慰问品 东西只是一些矿泉水之类的 但这却表明了下关镇的一个态度 坚决地让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 能够做到这一点 说老实话已经相当不错了 而当雷欢喜 决定参加下关镇庆祝活动的决定 传到吕厚中和陆国园耳中的时候 两位领导忍不住机长相亲 成了 看来雷欢喜 真的是要跟筑南镇决裂了 吕厚中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不不 在这个时候 陆国园 还是表现得非常冷静的 说决裂 还为时过早 我打听过了 雷欢喜和安妮 会来我们这里 而莫大伟则会留在筑南镇 这说明他对筑南镇 还是抱有希望的 并不想弄得彼此关系不可调和 吕厚中笑了一下 只要货柜系还在那里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一说到货柜系 陆国园都忍不住地笑了出来 要认真地说起来 自己和下官镇 还真要好好地感谢感谢这位货书记 如果不是他的瞎搞乱搞 下官镇就算是费尽了心思 也不可能得到方寸公司啊 真不知道货柜系的脑子里是怎么想的 就算是从自己的政绩考虑 再看不上雷欢喜 也不能在表面上做得如此过分呢 按照我的判断 货柜系在那个位置上 坐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陆国园让自己冷静下来说道 他一旦离开了 接任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想正常理智一些的人 都会重新考虑 駐南镇镇政府和方寸公司之间的关系 去竭力地挽留他们 雷欢喜和駐南镇的感情 毕竟还是很深厚的 这次他留莫大伟在那里 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这一点 吕厚中是完全赞同的 嗯 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已经多次考虑商量过了 不管駐南镇 未来的局势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在这段时间里 尽量多地让方寸公司投资下关镇 使得我们两者之间能够继续保持充分紧密的联系 将来不管天翻地覆 主动权都在我们手里 这时候 下关镇对外联络办主任 下关镇建镇60周年庆典办公室主任 万剑明走了进来 说道 吕镇长 陆书记 会场布置好了 吕厚中和陆国元 一起跟着他 来到了主会场 只看了第一眼 吕厚中 就把万剑明叫到了身边 然后 指着主席台说道 万主任 这一点 我就要批评你了 看看主席台上 你是怎么安排的呀 万剑明朝主席台 仔细地看了看 没有什么不妥的呀 镇里的主要领导 以及从云东市邀请来的领导 都被安排在主席台的第一排 万主任哪 看来 我们之前的内部通气会 你还是没能够完全领悟啊 吕厚中笑着说道 房存公司总经理 雷欢喜的位置呢 雷欢喜的位置 不就在下面第一排 最靠近领导们的地方吗 吕厚中拍了拍他的肩膀 要让雷欢喜 感觉到自己是这里的一份子 要让雷欢喜 感觉到自己在这里 是非常受重视的 所以 这个位置的安排 你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呀 万剑明 这才恍然大悟 唉 瞧瞧自己这死脑筋 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雷欢喜 可是这次会议的重点嘉宾呢 自己怎么这么安排呢 而且 据说这一次 两位镇里的领导 还要给雷欢喜 一个天大的惊喜呀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满面地迎了上来 李总 朱总 欢迎欢迎 朱总两个字一叫出来 我们的安妮大小姐 顿时眉开眼笑 朱总 之前可很少有人 这么叫自己朱总啊 这个万主任 可真会讨人欢心 雷总 朱总 吕镇长和陆书记 正在办公室里等着你们 请跟我来 咦 眼看着庆祝会就要开始了 两位大领导 怎么还在办公室里待着呢 可一走进办公室 雷欢喜和安妮两个人 就完全地呆住了 他们在这里 看到了谁 吕厚中和陆国元 陪着的那个人是谁 楼书记 雷欢喜的第一任领导 楼书记 雷欢喜居然在这里 看到了楼书记 欢喜啊 陆国元就猜到 雷欢喜一进来 看到楼书记 肯定会是这副表情 这可是自己跟吕厚中 特意给雷欢喜准备的 一份大惊喜 我们可是好不容易 才把楼书记请来的 嘿 这可就稀罕了 自己不去参加 住男阵的活动 也就算了 可楼书记 居然也跑到了下关镇 要知道 他可是曾经的 住男阵一把手啊 再看看楼书记 面色有些难看 雷欢喜心里 可有些忐忑起来了 我们天不怕 地不怕的欢喜哥 看到自己的老领导 心里多少 还是有些犯嘀咕的 楼书记 您跟雷总 在这里坐一会儿 我们出去 看一下会场 准备的怎么样了 吕厚中和陆国元两个人 好像商量好了一样 说完就赶紧的溜了出去 嘿 楼书记 您抽烟 一看到办公室里 只剩下了自己 跟楼书记两个人 欢喜哥 立刻就点头哈腰的 掏出了烟 那样子 活脱脱的 一副汉奸嘴脸 抽烟 我敢抽你雷总的烟 哼 楼书记 冷哼一声 你雷总 现在 微风凌凌 驻南镇的 建镇大会都不去 跑到下关镇来了 你还把谁 看在眼里啊 您这不是也来了吗 欢喜哥嘀咕了一句 你说什么 楼书记 一瞪眼睛 欢喜哥 赶紧嬉皮笑脸的说道 嘿嘿 楼书记 你消消气 我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 驻南镇前后 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您这心里 逼我更加清楚 人家都把我逼成这样了 您说 我总不见得 还得忍气吞声吧 忍气吞声 怎么了 楼书记 话是这么说 可是明显 能够听出 气多少是消了点的 你说你雷欢喜 不去驻南镇 也就算了 还把我给拖下水 欢喜哥越想越是好奇 是啊 就算是楼书记 跟自己的关系再好 也不应该来到这里啊 哪来 楼书记一伸手 什么呀 欢喜哥满头雾水 烟 哦 来了来了 欢喜哥赶紧递上了烟 帮楼书记点上了 楼书记深深地吸了一口 吐出一股烟雾 这才缓缓地说道 市里呢 对这次两个阵见阵 还是非常重视的 但又不能大张旗鼓 所以就派了我们这些 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老同志 作为市里的代表 市里有关领导 专门找我谈过话了 你是奥运明星选手 而且是云东市的城市英雄 所以呢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当我愿意来呀 哎 自己居然这么受市里领导的重视 不过 听到这话 欢喜哥的一颗心 也算是放下来了 楼书记在那里抽了几口烟 老师说呢 住南镇最近一个阶段 发生的那些事情 我都是知道的 你要想听我的心里话 可以 我对货贵喜的工作 是非常不满意的 我走的时候 留给住南镇的是什么摊子 现在又是什么摊子 一塌糊涂 乱弹琴 楼书记说这些话的时候 明显是真的生气了 欢喜哥也收起了笑脸 听楼书记继续说下去 要促进住南镇的经济高速发展 怎么发展呢 要把人才请进来 还是要把人才留住 不是把人才给轰出去 他货贵喜呢 方寸公司那么优质的产业 居然给赶走了 雷欢喜 你别得意 我就是就事论事 是 是 到了这个时候 欢喜哥还能够说些什么呢 楼书记在那里沉吟了一下 你雷欢喜和方寸公司 是我在任的时候发掘 并且培养出来的 你们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完全可以当面提出来吗 难道一定要赶尽杀绝 是因为我楼某人不在了 要新冠商人三把火 把前任做的事情都抹干净 欢喜哥一直听到这里 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楼书记那么生气呢 这火可是全冲着货柜洗发的呀 没错 方寸公司 的确是楼书记在任的时候成立 并且茁壮成长的 楼书记多次在公开场合 表扬过方寸公司 可现在 这家公司 居然因为各种各样 不公平的待遇 被赶出了柱南镇 一手把他树立起来的楼书记 肯定不乐意呀 这等于是彻底否决了 楼书记之前在住南镇的做法 可能是这些领导同志 对这些特别的敏感吧 欢喜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蛇随棍上的主啊 一听这话 立刻说道 楼书记 既然都受到这份上了 我也说句心里话吧 我没关系 个人受点委屈 真的算不了什么 当年 您在住南镇 对我的批评 难道还少了吗 可我不一样 都虚心接受了吗 可是现在 霍贵洗书记 弄的这一套 真的很伤人心啊 这等于是在否决 您之前 在住南镇的政绩啊 你小子 你小子 少在我面前 挑拨离间的 楼书记 嘴里是这么说 但语气 已经明显地 缓和下来了 你呢 也只有我在 住南镇的时候 可以镇住你了 你是个 受不得半点委屈的主 最近一段时间 你给我老实点 这次奥运会 结束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 人事上的变化 您的意思是 欢喜哥 一下子就嗅到了什么 你别给我瞎猜 楼书记 立刻打断了他 总之 你老老实实 认认真真 做好你的事情 其他的 天塌下来都不用管 还有 别给我惹出 什么事情来 奥运会上 给我表现得好一些 将来 也好帮你说一些话 哎 知道了 龙书记 您这怎么又把我的烟 给顺到口袋里去了呢 怎么 我抽你几根烟 还要你同意呀 得 您是老大 您怎么说都可以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做一些热情洋溢 展望未来的讲话 先是特邀嘉宾 楼书记 接着是吕厚忠 陆国元等人 到了陆国元 做报告的时候 他用了一半的时间 述说了下官阵 这六十年的发展历程 又用了一半的时间 重点说到了方寸公司 这在一个镇的 建政大会上 是很难得的 而且陆国元讲话 快要结束的时候 还特意的 话锋一转 众所周知的是 房寸公司的总经理 雷欢喜先生 不但是个优秀的企业家 而且还是个保持着多项记录 即将出征礼乐奥运会 为国争光的优秀运动员 他是全国的荣誉 是运动士的荣誉 更是我们下官阵的荣誉 让我们大家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 提前祝贺雷欢喜先生 能够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为国争光 一片热烈的掌声 在整个会场上响了起来 楼书记也加入到了鼓掌的行列中 只是这个时候的他 心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雷欢喜可是住男阵的人呢 但是现在 看看人家下官阵 是怎么对待他的 位置居然安排在了主席台 就靠着下官阵的阵长和书记 比邻而坐 重点提到了他 让雷欢喜有种受重视的感觉 而提前为他的出征祝贺 则让他有一种家的感觉 该做的 人家可是全都做了 住男阵 拿什么跟人家比啊 再这么下去的话 雷欢喜恐怕 真的要变成下官阵的人了 怎么办 楼书记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当掌声停止之后 陆国元又请雷欢喜为大家讲话 我们的欢喜哥可是不太习惯 在这样的场合下做什么报告的 因此也简短地讲了十分钟不到 内容无非就是感谢下官阵 希望将来大家继续加强合作等等之类的 上午开始的会议 进行了差不多有三个小时 陆国元宣布休会 镇里已经为大家准备了午餐 午餐非常简单 而且是以自助餐形式的 这也是响应上级 不许大操大办的号召 欢喜 吕厚中和陆国元 一左一右夹着雷欢喜和娄书记 陆国元张口就问道 听说你的水族馆有扩张的想法 嗯 对 在那里夹着菜的雷欢喜点了点头 本来这个水族馆是为了跟海洋馆抗衡 而临时弄好的 各方面的条件都很简陋 现在随着游客的增多 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 水族馆在接待的时候 任务已经非常重了 就快要超出自己的接待能力范畴了 所以我们的确 有扩展水族馆营业面积的想法 曹局长 过来一下 陆国元几乎没有一秒钟的迟疑 叫过了下关镇国土局的曹局长 你去查一下 水族馆附近还有没有闲置的土地 有 批给方村公司 没有 给我协调一块出来 一个星期之内能不能够办好 可以 曹局长同样 没有一秒钟的迟疑 立刻就答应下来 我有个建议 雷欢喜在那里想了一下 说道 这外徒弟就当成是下关镇的投资 其所产生的效益 我们会按季度打到你们指定的账户上 哈哈 这个好 吕后中笑着说道 我也提个设想 所有款项 我们都将用到下关镇 切实地把好处 带给全镇人民 镇政府 绝不会动用其中的一分钱 来改善自己的 陆书记 你看这个想法怎么样 好好啊 陆国元没有任何的反对 也可以让全镇人民看看 我们那么支持房存公司 是有道理的 这一切 楼书记 可是全都看在眼里了 目前 雷欢喜和下关镇 保持着一种比较特殊的关系 甚至可以说是信赖 这层关系 还是让楼书记心里 产生了一丝醋意的 倒不是因为自己 而是为了助男镇 什么时候 助男镇 才可以跟雷欢喜 重新恢复这样甜蜜的关系啊 下午还有一些庆祝活动 楼书记 市里还有事 就不能够参加了 他也不要下关镇的领导送 只是让雷欢喜 陪自己走一走 大家都知道 楼书记 肯定是要跟雷欢喜 交代一些什么 因此 谁也没有再提出 要送楼书记 楼书记 您还有什么交代没有 雷欢喜 一边陪着楼书记走出去 一边问道 有空去看看老左 楼书记停住了脚步 忽然这么说道 老左 左书记 楼书记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唉 人走茶凉啊 我呢 自从卸任了住南镇的书记 算是高升了 所以 大家都还很给我面子 可是 老左呢 现在 到了大学里 充当后勤管理工作 手里 没有什么实权了 门口人丁冷落呀 你看 这次住南镇的建政大会 居然都没有叫他 这很不好 毕竟 他是住南镇的老领导嘛 雷欢喜 默默地点了点头 是啊 自己难道不是也有一点 忘记左书记了吗 他孩子的药 自己是按时每个月 都会派人送去的 可是自己 也已经很长时间 都没有去看过左书记了 不过 那样的日子 肯定是老左自己想要的 楼书记的嘴角 露出了一丝微微的笑意 与世无争 专心做好自己的学问 天塌下来不管 现在老左的一天 只有两个点 工作 家庭 我曾经去看过他一次 逍遥自在的很呢 我问他 老左啊 觉得无聊吗 你猜 他是怎么回答的 雷欢喜没有说话 只是听着楼书记说了下去 他说 楼书记啊 我就觉得前些年荒唐 我明明不是个当官的料 可为什么非要往这条仕途上走呢 你现在看我这个样子 就算给我个市长 我也不换 他还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你的性格 看起来懒懒散散的 可其实倔强的很 这样好 真的很好 坚持自己的原则 别像踏实的 很多时候 都顶不住来自上面的压力 而被迫屈服 驻南镇 造成目前这样的局面 他也有一定的责任呢 我知道了 楼书记 雷欢喜也露出了笑容 我会去看左书记的 而且 我肯定会按照他说的去做 您让他有空 也可以来仙桃村呢 有的时候 很多原则 都是必须需要坚持的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但是 方寸公司的代表 莫胖子却到了 而且 他还带来了航母白 维斯特 别看维斯特 平时 吊耳郎当的 不修蝙蝠 可是到了这样正式的场合 而且 雷欢喜 还给了他个官职 这小子 居然打扮得 整整齐齐 西装笔挺 人模人样 胖子哥 胖子哥 维斯特 满脸的讨好直色 我这官 就算是正式的吧 他可是雷欢喜 临时任命的 方寸公司 公管总监 兼新闻发言人呢 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莫胖子 白了他一眼 莫白 这时候 朱契元 老远就叫着 朝这里走了过来 莫胖子 皱了一下眉头 怎么连朱进言也请了 除了那个 已经关门的海洋馆 朱进言跟住南镇 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走到面前 朱进言 只是对莫胖子 点了一下头 当作是在打招呼 跟雷欢喜 早就翻脸了 莫胖子 是雷欢喜 最忠诚的手下 既然撕破了脸 也就没必要给他好脸色看了 反正像莫胖子这样的人 拉也拉不过来 他对维斯特 却是笑容满面 穆白 你今天怎么会有空来这里呢 我是方寸公司的人呢 维斯特 刚说出这话 朱进言 一下子就正在那里 什么 杭穆白 什么时候 就变成方寸公司的人了 维斯特 却是得意洋洋的 我现在是方寸公司的公关总监 兼新闻发言人 你要叫我维斯特总了 莫胖子跟朱进言哭笑不得 什么叫维斯特总 反正维斯特 很少在公开的场合 称呼自己是姓杭的 穆白 你想要做生意的话 选择多了去了 朱进言很难理解 杭叔叔的公司 或者我这里 你都可以来呀 胖子也在这里 我也不怕说句得罪人的话 方寸公司太小了 不适合你这样的人呢 这完全是在不讲情面的讽刺了 莫胖子不动声色 维斯特却笑嘻嘻地说道 嘿嘿 可是我喜欢呢 我就喜欢 跟自己喜欢的人待在一起 方寸公司 我待着舒服 待着高兴 我就是方寸公司的人了 朱进言无语了 维斯特的脾气 本来就古怪 就连他的父亲 对他都一点办法没有 他要是认准的是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朱进言担心的 倒不是维斯特 在方寸公司 能够做出什么大事 而是他继承的那笔庞大的资金 一旦这笔基金 为雷欢喜所用 那他可是如虎添翼呀 自己想要再对付他 不免就要多些手脚了 他这的确是在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了 雷欢喜从来就没有打过维斯特基金的主意 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跟朱进言一样的 这位是 从镇政府里面走出来 原本准备迎接这次的特邀嘉宾 是旅游局苗局长的霍贵喜 一看到跟朱进言谈话的那个年轻人 顺口问了一句 朱进言大概的介绍了一下 不过还特别强调了国语集团 未来接班人的身份 霍贵喜一听 立刻精神大振 只要是有钱人 在他眼里都是无价之宝 他热情地伸出了手 哦 杭总 欢迎欢迎 没想到 维斯特的手根本就没有伸出来 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不是杭总 请叫我维斯特 霍贵喜正在了那里 那神情 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 维斯特是方寸公司的公关总监 见新闻发言人 墨胖子一秒钟 都不想多见眼前的这几个人 我们可以进会场了吗 呃 可以 可以 货贵喜有些手足无措 听说下午有一场慈善拍卖 嘿嘿 维斯特忽然笑嘻嘻地说道 我最喜欢玩拍卖了 看着他跟墨胖子走进去的背影 朱进言一瞬间 觉得头疼起来 慈善拍卖 是他想出来的主意 主要是为了增加影响力 以挽回自己 因为海洋馆竞争失利 而丢失的影响力 可是现在 维斯特居然也要参加进来 而且明确表示要进行举牌 这位大少爷兴致只要上来了 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呀 到时候 慈善会 别被他搞砸了 就谢天谢地了 一辆轿车停在了镇政府的门口 市旅游局的苗局长 从车上走了下来 苗局长 欢迎欢迎 霍贵喜 司徒镇长和朱进言 同时迎了上去 我代表势力 祝贺祝南镇 见镇六十周年 苗局长跟他们 一一地握了握手 六十年了 一路走来不容易呀 谢谢苗局长 谢谢苗局长 苗局长朝周围看了看 楼书记跟左书记来了吗 在他的印象里 作为刚刚 从这个位置上 卸任时间不长的楼书记 和左书记 在这样的盛会上 是肯定要到场的 这一来 霍贵喜又尴尬了 左书记已经失势了 以霍贵喜这样的人来说 压根就没有想到左书记 司徒镇长倒是跟他提过 毕竟两个人是老搭档了 可是 霍贵喜却满脸为难地说道 司徒镇长啊 老祖来了之后 怎么安排呢 肯定是要把他 安排到主席台上的呀 但现在 主席台 哪里还有位置可坐呀 安排到普通的位置上 他又会不开心 所以我的意思还是干脆不请了 司徒镇长也没有多说什么 现在在霍贵喜面前 他能少说话就尽量少说话 至于楼书记 霍贵喜和司徒镇长倒是亲自去云东市邀请了 可楼书记当时并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而是说要看一下工作安排 一直到了昨天 楼书记的秘书才打来电话 说楼书记因为有钥匙无法来了 只是向祝南镇表达自己的祝贺 一看这些人的样子 苗局长立刻就像是明白了一些什么 他掏出了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老楼 我 老苗啊 我现在在祝南镇呢 你在什么地方忙着呢 你这老领导都不来参加祝南镇 见证六十周年这么重要的庆典吗 啊 什么 你在下关镇 他朝面前几个呆若目击的 祝南镇官员看了看 又重新对着电话说道 知道了老楼 那就先这样 你先忙着 挂断了电话 苗局长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了 看着货柜喜摇里摇头 然后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这大概是他听到的最荒谬的事情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这种程度倒是老老实实的 全程参与了会议 可是 维斯特根本就没有去会场 而是在镇政府内晃悠了好大一会儿 对于他来说 这样的会议简直无聊到了极点 会议到了尾声 火柜喜特意说明了大家用餐一个小时时间 然后下午有一个慈善拍卖会 苗局长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 好好的庆祝会就是庆祝会了 弄什么慈善拍卖 这又不是什么商业活动 火柜喜这个人呢 就是浩大喜功 总喜欢弄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出来 可自己今天究竟是客人 也不好多说什么 维斯特跟莫胖子 根本就没有参加镇政府的午宴 而是自己找饭店吃了一顿 本来按照莫胖子的想法 主要的会议已经结束了 慈善拍卖会也就没有必要去参加了 可维斯特就是不肯 非要拉着莫胖子陪着他一起去 莫胖子也知道他贪玩 想着下午公司里反正也没有什么事 也就答应下来 下午的慈善拍卖会 还算是有意义的 所有拍卖的款项 都将捐献给住南镇的小学和养老院 用来改善条件的 货柜喜的面子工程总还是要做的 都是一些私人的藏品 也值不了几个钱 接连拍卖了几件 总款项还没有过一万 下面拍卖的这一件 是郡城集团 营运总裁 朱敬炎先生 签笔写的一幅字 当货柜喜说出这件拍品的时候 维斯特忍不住跟莫胖子面面相去起来 朱敬炎写的字 开什么玩笑 这也可以拍卖 莫胖子很早就跟朱敬炎认识了 知道那个时候的朱敬炎体弱多病 总是待在家里 有一段时间实在无聊 很是认真的学了一段时间的毛笔字 要说字嘛 写的比普通人肯定要好 但是也没有到能够拿出来拍卖的份 这么做 货柜喜无非就是在那里拍朱敬炎的马屁而已 写的是月马千里四个字 寓意嘛 还是不错的 字也还凑合 起拍的价格是一千元起 不高 第一个举牌的是一个正干部 而且在竞拍的时候 朝朱敬炎看了一下 明显的带着讨好之色 不用想了 这肯定是货柜喜安排的 能够多拍卖一些 对慈善事业也是大有好处的 此时 苗局长笑着说道 我也来竞拍吧 一千二 朱敬炎微笑着道 苗局长对慈善的关注度 爱心让人钦佩 字是我写得很丑 但是这也代表了我的一番心意 为慈善不分彼此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一万 他直接爆出了一万的高价 苗局长哈哈笑着 我可是拿死工资吃饭的 没有办法跟你这样的大老板别 我退出 我退出 可是啊 我刚才竞拍的一千二 还是算数的 当我捐献出来的 货柜喜带头鼓起了掌 一万这个价格 对于这样的一副字来说 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价格了 也没有谁再不给朱敬炎面子 跟他竞争的 一万一次 一万两次 一万 一万零一块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新的价格出来了 而且只多了一块钱 维斯特 在这样的场合里 能够做出这样事情的 只有维斯特 只多了一块钱 朱敬炎皱了一下眉头 随即笑道 穆白也是为慈善做贡献 虽然只多了一块钱 还是一样 值得让人敬佩的 好 慈善部分大小 一万五 他一口气 就加了五千块钱 维斯特 笑了笑 嘿 一万五千零一块 存心的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出来 维斯特 是存心的 这个 负责主持拍卖的货柜席 有些为难 杭总 总是一块钱 一块钱的家 似乎有 你又没说好 不许一块钱 一块钱的家 维斯特 根本就不给货柜洗面子 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我没有一分钱 一分钱的家 已经很客气了 场面一下子 变得有些凝滞起来 拍卖的味道也不对了 莫胖子抱着双臂 饶有兴趣地看着 嘿嘿 今天 绝对有好戏看了 天知道 维斯特拍卖成功以后 会做出些什么 更加疯狂的举动出来 两万 朱进言 再次爆出了一个新的价格 两万零一块 维斯特没有一秒钟的迟疑 轮到朱进言 犹豫了起来 这几万块 对于他来说 无非就是个小数目 可现在 他的竞争者是维斯特 杭宇来的儿子 维斯特的性格 他太了解了 想得到的东西 就一定要得到 而且 自己的这幅画 能够拍卖出两万的价格 已经相当的不错了 再继续竞争下去 恐怕真的不好看 穆白 你那么给我面子 我跟你 可就没有办法竞争下去了 朱进言笑着说道 我退出 我退出 两万零一块 第一次 两万零一块 第二次 两万零一块 第三次 成交 随着成交 这两个字说出 这幅字 也就正式的 归维斯特了 字交到了 维斯特的手中 维斯特拿着 翻来覆去的 看了好大一会儿 胖子哥 这字 我怎么看 都不止两万块啊 我是不是有些傻呀 莫胖子连连点头 然后 维斯特 做了一个让全场 目瞪口呆的动作 他把字 凑到了鼻子前 大声地醒了一把鼻涕 把这幅字 用力地擦着鼻子 他竟然 把这幅刚刚花了 两万零一块钱 拍卖来的字 当成了醒鼻子的工具 全场都看得呆住了 穆白 你 你 朱进言 气得脸色发白 说话的声音 都变得颤抖起来 这根本 就是在当众羞辱自己呀 而且 是彻头彻尾的羞辱 这字是我的了吧 我想怎么对待都可以吧 维斯特 旁若无人 把刚刚醒过鼻子的字 揉成一团 然后随手一扔 胖子哥 我先走了啊 接着 他就这么 在众目睽睽之下 离开了 在经过朱进言身边的时候 他停了一下 然后 用只有朱进言 才能够听到的声音 对他说 欢喜大哥是我大哥 谁对我大哥不好 就是我的敌人 朱进言 此时整张脸都是扭曲的 欢喜哥是我大哥 谁对我大哥不好 就是我的敌人 朱进言 从来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羞辱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这次能够拍卖出两万块钱 而沾沾自喜 可是随即 维斯特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巴掌 莫胖子也根本没想到 维斯特居然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举动来 这么一来 非但是朱进言丢尽了面子 而且这次驻南镇的庆祝会 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笑柄 你他妈的也太疯狂了 离开镇政府之后 莫胖子苦笑着说道 虽然我们跟朱进言 还有货柜血是不对盘 可起码还做着一些表面功夫 现在算是彻底的撕破脸了吧 维斯特大打咧咧的说道 那是我个人的举动 跟方寸公司又没有任何的关系 再说了 我就不明白了 明明两边都想弄死对方 为什么非要假惺惺的 做出这些举动来呢 莫胖子 居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才好了 你说维斯特的话有道理吗 还真有道理 可是他这么做真的妥当吗 这么一来 可是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 有什么妥当不妥当的 在方寸公司里 当欢喜哥听到这事以后 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嘿嘿 怕什么 我将来娶的是安妮 又不是朱家别的人 欢喜哥还是没有哪怕一丁点的在乎 成 既然话都这么说了 那我有些话也能说了 莫胖子那副表情 也是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我们现在算是彻底的跟朱金言撕破脸了 将来 不是将来 也许很快 我们就会跟朱国旭翻脸的 欢喜哥 我这句话还撂在这里 人家怎么说都是父子 是不是 你杀了人家儿子一巴掌 当老子的能不急吗 还能够帮着你这个外星人吗 欢喜哥点了点头 莫胖子这话 是话操理不操 自己到底是外星人 哪怕有一天 自己跟安妮结婚了 这个身份也不会改变的 所以有些事 咱们得提前做好准备了 莫胖子在那里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还算好 我们和军城集团 有关联的产业并不多 没有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有一项业务 也是咱们发家的产业 仙女山 欢喜哥 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是啊 仙女山 当初 在准备开发仙女山的时候 自己拒绝了西海集团 合作的要求 转而 和军城集团 一起共同开发仙女山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军城集团 在仙女山景区 占了很大的股份在内 万一翻脸 这一块怎么算 将来 会不会有更加错综复杂的关系呢 让他们 现在退出吧 军城集团 肯定不乐意 莫胖子 看起来对这件事 早就有所考虑了 现在仙女山风景区 业务蒸蒸蒸日上 如果让他们 在这个时候退出 我们没准 还会拉下一个 不仁义的口实 虽然 在现代的生意厂上 靠仁义 做不成大买卖了 可终究 还是有影响的 欢喜哥 眨了下眼睛 说吧 胖子 你恐怕早就有主意了吧 莫胖子的脸上 闪过了一丝笑容 我们的业务还要扩大 扩大 靠的是什么 资金 你再看看 我们目前拥有的旅游业务 仙桃村的仙女山 燕湖村的大燕湖 西锅村的大盐洞 再加上一个 我们一样有投资在里面的 岸上渔村 这规模可不小了 所以我建议 把这些都整合在一起 成立方寸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对外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 对外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 难道莫胖子 将来还准备把方寸旅游上市吗 我是有这个想法 将来不光是方寸旅游 方寸公司也一样要上市 但现在讨论这个 为时过早 莫胖子 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野心 目前这么做 一是解决我们的资金压力 第二个 是逐步稀释军城集团 在仙女山的战股比例 让他们一点点的丧失话语权 将来 即便是真的翻脸了 优势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欢喜哥 你说呢 从未雨绸缪的角度来考虑 这肯定是个绝好的办法 欢喜哥自己在这方面 已经吃了太多的亏 跌了太多的跟头了 上次还差点直接被对手给整死 如果按照莫胖子的分析来考虑 和军城集团翻脸是迟早的事情 只要有朱进言的存在 一旦翻脸了 必然将引发一连串的事情 与其到了那个时候陷入被动 还不如现在就极早地准备起来 就这么办 欢喜哥这个时候 也算是下定了决心 不能再在未来失去主动权了 只是 这个旅游公司的总经理人选 莫胖子在说到这方面的时候 有些迟疑 红哥 雷欢喜脱口而出 红哥 莫胖子皱了一下眉头 是 红哥 雷欢喜点了点头 红哥能力有限 但他跪在忠诚 而且交代给他的事情 只要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他肯定会一丝不苟地执行完毕 这是目前 咱们这个旅游公司 最急需的品质 嗯 成 那就暂定红哥 这个时候 一直没有开口的维斯特说道 大哥 你们要对外募集股份是吗 我 我入股一千万美金 雷欢喜和莫胖子 互相看了一眼 好家伙 都知道维斯特有钱 可这小子 居然一下子就能拿出一千万美金 这可是笔巨款呢 有了这笔钱 很多当初想做 但因为资金问题 而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就可以展开了 欢喜哥笑着说道 那这就算是咱的董事了是吧 我还有个想法 维斯特这个什么公关总监新闻发言人也别当了 干脆去旅游公司当个副总吧 协助一下红哥 好好 维斯特一叠声地说道 莫胖子也没有任何的反对意见 这个主意不错 红哥忠诚有余 能力不足 如果让维斯特当他的副手 那么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上次饭店的事情 已经充分地展现出了维斯特的另一面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想好了啊 我这个人呢 你让我办什么事 我肯定给你办好了 咱都不带含糊的 可让我去管那么大的一个公司 我这能力怕是不行啊 红哥太了解自己了 城破天了 自己也就能只管管仙女山风景区了 雷欢喜笑着说道 嘿嘿 红哥 这句话我最爱听了 我让你办什么事 你肯定能给我办好了 咱们这次成立旅游公司 是为了把各个旅游项目都整合到一起 仙女山 大雁湖 大盐洞 现在这些项目的进展 还是井然有序的 你要做的 就是帮我看好这份家业 红哥沉默了一下 嗯 行吧 既然 你想赶鸭子上架 那我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可有一点 你将来 要是找到了更加合适的人选 那我让位 嗯 好 雷欢喜最欣赏的 就是红哥这样的品质 他是曾经帮过红哥 也就是因为那一次之后 这个中年人始终都对自己忠心耿耿 也不是没有人来挖过他跳槽 可每次一遇到这样的事情 红哥说的只有一句话 不去 淑费方寸公司 把我给开除了 有这样的部下 那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电话响了起来 是贺建军打来的 雷欢喜接通了电话 喂 军哥 欢喜啊 现在有没有时间呢 有啊 怎么了 我在镇上的小南饭店吃饭 跟我一个朋友 你也一起来吃吧 好 我一会儿就到啊 小南饭店 是个小饭店 整个饭店 就一个包厢 雷欢喜推门进去的时候 看到贺建军 正跟一个胳膊刺满了纹身的人 在那里聊着 两瓶白酒已经开好了 这个人的岁数 大概在三十五六岁的样子 虽然到处都可以看到纹身 但长得却很有点眉情目秀 欢喜啊 快坐 贺建军打着招呼 请雷欢喜坐了下来 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朋友段冰 外号大冰子 这是雷欢喜雷总 方寸公司的总经理 同时也是我的老板 雷总好 段冰站了起来 在雷欢喜面前 似乎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 你好 雷欢喜点了点头 心里还是非常奇怪的 这个段冰一看就是混社会的人 按理说 以贺建军的性格 自己跟他认识了那么长的时间 他从来都没有把社会上的那些朋友 主动地介绍地介绍给自己认识 大冰子 给雷总看看 贺建军 贺建军吩咐了一声 看什么呀 然后就看到段冰 关上了包厢的门 他 他 他居然开始脱起了裤子 你们要做什么呀 来人哪 救命啊 有人要飞离你家欢喜哥呀 还好 不是欢喜哥想象的那样 段冰脱到全身 只剩下了一条裤衩 这才停止了动作 好家伙 全身都是纹身 这是上山虎 贺建军指了一下段冰的胸前 接着又指向了左大腿 这是下山虎 只能纹在腿上 背上是出云龙 右腿上是入云龙 还有脚背上那是蝎子 成了 大冰子 衣服都穿上吧 说着 笑着问雷欢喜 欢喜 这些你看怎么样 挺好的 栩栩如生 雷欢喜 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都是大冰子 亲手画的 然后 让人按照他画的文的 哦 大冰子 亲手画的 这一点 雷欢喜倒是没有想到 这个人 居然还有这么一手画工 来 咱们边吃饭边聊 贺建军 在三个杯子里倒上了酒 大冰子出来混社会 可惜了 他当年 是我们这群人里的秀才 跟着我的时候还小呢 要是好好地找份 要是好好地找份正行 现在恐怕早就出息了 可惜啊 可惜了 才从里面出来 贺建军说的里面 自然是指监狱里了 雷欢喜顺口问了一声 多少年 十五年 啊 十五年 雷欢喜疑惑地看着他 你今天多大了 三十五 好家伙 三十五岁 在大牢里待了十五年 也就是说 人生最美好的那段时间 断冰全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呀 我问一句不该问的啊 雷欢喜迟疑了一下 还是说道 为什么是进去的 多了那么多年 杀人 断冰显得非常紧张局促 我 我把我姐夫给杀了 这 雷欢喜有些无语了 小舅子 把姐夫给杀了 贺建军叹了一口气 说道 唉 其实 事情不能全怪大兵子 他那个姐夫啊 是个酒鬼毒鬼 什么正事不做 整天就靠老婆养着 那次 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去 输光了 伸手向老婆要钱 可他老婆是真没钱了 那家伙动手就打呀 正好大兵子回去看到了 就跟他姐夫对打起来 大兵子伸手 就从口袋里掏出家伙 一刀就捅了上去 捅到了心口位置 但是他姐夫当场就死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法不能射 但情上可以理解 他是自首 但到底还是杀人了 结果被判了的死缓 贺剑军苦笑了一下 在里面表现得不错 几次减刑 放出来快半年了 没地方去 来投奔我了 大兵子 告诉雷总 你想做什么吧 雷总 大兵子怯声声地说道 我在里面 也没学到什么手艺 外面的发展又太快了 我进去的时候 大家用的都是BB机 又不大个大就不得了了 可我一出来 大家都用上手机了 我想找份活干 也好养活自己 但我什么都不会 就想着去当保安吧 可人家一看到我的这些纹身 当场就不要我了 这倒也是 大兵子全身上下 到处都是纹身 人家要了你当保安 还以为你是黑社会的呢 再加上 大兵子有过那么一段 蹲大牢的经历 工作的确不是太好找 嗯 贺剑军这个人 向来重感情 不是要把大兵子 弄到方寸保安公司吧 形象 形象问题倒好解决 随便给他安排份工作 也就是了 但问题是 自己把保安公司 都交给了贺剑军 这样的事情 他自己做出决定就可以了 还专门弄了顿饭局 请自己做什么呀 我想让大兵子跟着你 啊 让大兵子跟着我 开什么国际玩笑 贺剑军这话一说出来 雷欢喜整个人 都有一些发懵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1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出乱跑吗 有病吧 开什么国际玩笑呢 大兵子 告诉雷总 你会做什么事 贺剑军 不慌不忙地说道 什么都不会做 大兵子的回答 出人意料 我现在脱离社会那么久 就是一个废人了 可如果有人拿刀捅雷总 我会第一个迎上去挡刀 如果有人拿枪打雷总 我会第一个迎着子弹上去 啊 雷欢喜摸了摸脑袋 郡哥 你好像有什么话 还没有对我说吧 言品台 贺剑军慢慢地吐出了这三个字 言品台 怎么名字听起来那么耳熟呢 哦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那次 邱鹏喜和施江浩 绑架了田田 木雅静两个女孩子 聘请的 可不就是化名为玛丽的 言品台吗 而且 云东市警方已经抓捕这个人很多年了 但每次都被他成功逃脱 雷欢喜更加清楚的是 言品台 其实是朱进言请来的 那次的绑架好戏 也是朱进言一手导演的 只是贺剑军 为什么会忽然说出这个名字 言品台 不是已经跑到国外去了吗 欢喜 我听到了一些风声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贺剑军 终于把自己知道的 全部都说了出来 据说 言品台准备回云东了 而且 点名要干掉你 真的假的呀 就算是真的 自己也不怕这个言品台 轮到自保的能力 还有哪个正常的人类 可以比过自己 没准 还可以趁着这次机会 抓到言品台 然后 朱进言 曾经干过的那些肮脏勾当 就可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欢喜 你也许不害怕 但是 你身边的人呢 贺剑军 像是看穿了雷欢喜的想法 安妮呢 胖子呢 田田呢 童童呢 这些人怎么办 是啊 这些人怎么办 像田田 可是被绑架过一次的 大兵子 人聪明机灵 而且 最主要的 贺剑军笑了一下 他曾经 见过言品台 啊 大兵子 见过言品台 是 我见过 段兵接口说道 那还是我进监狱之前 言品台 刚刚出道没有多久 跟别人出不到一起 但跟我的关系不错 经常找我一起喝酒 虽然 我在大牢里待了15年 但我可以保证 我只要看到他 就能把他认出来 要真是这么说的话 大兵子这人 还是挺有用处的 欢喜 我的意思 不是要真的给你配个保镖 大兵子 满身的纹身 跟着你或者别人 也不好看 贺剑军 什么都没有隐瞒 我的想法是 让他留在你那里 一来 可以帮着照应一下 二来 如果 言品台 真的回到了云东 对你有什么 不利企图的话 也可以照应着点 这样啊 雷欢喜在那里想了一会儿 要不这样吧 大兵子的编制呢 还算是你保安公司的 在我这儿 再兼任个安全顾问吧 工资发双份 谢谢雷总 谢谢雷总 大兵子站了起来 举起了酒杯 谢谢雷总收留了我 您放心 我保证不会给您惹事的 要是有了危险 我一定第一个冲上去 雷总 这杯酒 我敬你 说完 他居然真的 把满满的一杯白酒 一口引进 成啊 有个安全顾问 在自己的公司里 也多少可以放心一些 大兵子 雷欢喜也喝了一口酒 严品台这人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兵子沉默了一下 心狠手辣 为了达到目的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他刚出道那会儿 得罪了一个社会上的大哥 结果被人家给修理了一顿 他一直记恨在心 总在寻找机会 有一次 那个大哥 酒足饭饱 出来落了单 他冲上去 在那个人脑袋上 就是几板砖 把那个大哥彻底给打残了 结果 他蹲了几年大牢 后来 我也进去了 不过 我在里面待了差不多有十年吧 遇到了一个 以前认识的人 也被判刑了 而且跟我待在一个耗子里 那人告诉我 我出去以后 可以找严品台 说严品台 搭上了一个大老板的关系 有钱的很 不过 跟着他有风险 这家伙现在是个亡命之徒 手底下拉了一票人 什么事都敢做 一听这话 雷欢喜立刻警惕起来 你那朋友说严品台认识的大老板是谁没有 没有 大兵子摇了摇头 我那个朋友也不知道 他就说 严品台 曾经让他帮着弄过枪 他也是因为贩卖武器进去的 严品台出手很阔绰 而且还顺口说了一句 反正有大老板买单 那个大老板 会是谁呢 朱进言吗 不太像 那时候的朱进言 还是个孩子吧 能认识严品台这样的人吗 贺建军接口说道 严品台手里有好几条命案 警方抓了这么多年 都没能够抓住他 所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地方 这家伙被抓住了 就是一个死字 他不在乎再多杀几个人了 十个二十个 现在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 对了 大兵子这时候忽然说道 严品台还有个孩子 啊 雷欢喜跟贺建军同时叫了出来 是真的 大兵子认真地说道 我进去以后 严品台曾经来看过我一次 那时候他还没有命案在手 他告诉我 兄弟 在里面好好干 争取多件几次行 我有儿子了 到时候我儿子叫你干爹 今天要不是说起他 我还想不起来呢 这个情况实在是太意外了 恐怕连警方都没有掌握吧 知道他儿子在哪里吗 贺建军急忙追问 不知道 大兵子摇里摇头 算起来 他儿子恐怕能有十岁了 那以后 严品台就再也没有在我面前出现过 我这次出来 也按照他留给我的电话打过去 但早就是空号了 他以前的BB机号码我倒有 但现在谁还用BB机呀 哼 只要有儿子就好办 贺建军居然笑了起来 严品台逃亡在外 肯定不会把老婆儿子 一起待在身边 他儿子肯定在云东的什么地方 所以他才一直冒险回到云东 只要能够找到他儿子 我就不怕严品台 不会乖乖现身 贺建军对找人这样的事情 算是驾轻就熟的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一把握住了对方的手 说话都有一些语无伦次起来 班甲克鱼的毒液 我们收到了 收到了 并且已经开始充分利用起来 我们相信 很快就会用到临床实验上 天哪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 你一定要教教我们 教教我们 教教你们 你家欢喜哥的这个办法 就算教你们 你们也学不会呀 严教授 提取毒液的办法过程非常困难 也非常的危险 雷欢喜 只得编造一个借口 少有任何不慎 都会出人命的 所以这个办法不宜公开推广 这样吧 只要你还需要班甲克鱼的毒液 你就尽管告诉我 我来给你想办法 好好 严教授 严教授 连声说着 想想也是 如果简单的话 凭借着这里的科技力量 早就已经做到了 还用等到现在吗 而那天 雷欢喜把手 伸进鱼缸里 班甲克毒赐鱼 根本就不攻击他的一幕 在场的人 也都是亲眼看到的 大概真的只有他有办法吧 严教授 并不想过多地去问 只要能够让自己 保持有充足的毒液就可以了 严教授 毒液已经成功地提取了 治疗红斑狼创的特效药 什么时候可以上市啊 雷欢喜顺口问了一声 一切顺利的话 大概三年左右 严教授的回答 并不让人吃惊 一种新型药物的出现 必须要经过极其严格 甚至是苛刻的过程 比如治疗 尼曼匹克病的特效药 这都研究多少年了 加上神奇的龙果 还多次进行了临床实验 结果 得到美国药物监督局的许可后 这才开始正式投产 而且还只是准备 小范围的使用 大规模的上市 按照计划要等到明年了 说起龙果 那边的特效药 估计在奥运会结束后 也会送到自己的手里 到了那个时候 左书记女儿的病 估计就真的有救了 欢喜 来 咱们走走 江胜利 带着雷欢喜 走出了实验室 这话呀 说起来也奇怪 咱们从敌人 变成了合作者 仅仅是合作者 估计之前 谁也没有想到 是啊 雷欢喜之前 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 会跟江胜利展开合作 反而曾经亲密无间的盟友 军城集团 很有可能会变成敌人 世事的变化太大了 这个研究所的价值 其实你都看到了 江胜利边走边说道 这是个无价之宝 一旦它的价值 全部开发出来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将会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库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 也是一座金山 你承不承认这一点 冲润 雷欢喜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江胜利笑了一下 你在这有股份 但只有区区的 一千万的股份 根本没有任何的影响力 所以 我想把这所研究所 折价三亿卖给你 雷欢喜 先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然后用力地 咽了一口口水 三个亿 三个亿 你看你家欢喜哥 值三个亿不 当然 倒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欢喜哥 根本就没有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钱 很便宜 是吗 江胜利 居然说出了 很便宜 这三个字 研究所的价值 会超出三十个亿 甚至 早晚有一天 会突破三百个亿 你还是得承认 三个亿 是白菜价了 是真正的 灰类大甩卖了 好吧 欢喜哥 承认这一点 这个研究所 任何一个项目 都是无比珍贵的 一旦上市 都能够产生 巨大的经济效益 尽管它现在 还处在 严重亏损的状态 但那完全 是没有把它的 真正价值 开始进行开发 三十个亿 江胜利说得太谦虚了 三百个亿 谁说将来不能达到 科学这个东西 很玄傲 平时看不到摸不到 和普通人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其实 只要仔细地想一想 科学总是生活在 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边 江总 为什么要这么做 雷欢喜 还是忍不住 问到了这个核心的问题 因为 我要准备决战了 江胜利 表现得非常坦然 西海集团 和红珊瑚资本的 对赌协议 我肯定要输了 亚德里恩 朱进言 和他们身后的 红珊瑚资本 即将入住 西海集团董事会 他们的目的 非常简单 彻底地把我 从西海集团赶出去 所以 现在 我要调集 一切可以调集的力量 筹集一切 可以筹集的资金 和他们 进行最后的决战 这话 从江胜利的嘴里说出来 显得异常的悲壮 他似乎 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 这个 还是雷欢喜 之前认识的 那个江胜利吗 我已经 筹集到了一笔资金 但要决战 还远远不够 江胜利 继续地说了下去 而我 能够快速折线的 最有价值的产业 毫无疑问 是这个研究所 我最不愿意 在一旦失败后 落到红珊瑚资本手里的 也是这个研究所 这一点 雷欢喜也知道 当初朱进言 在听到雷欢喜 入股新未来生物科技研究所时候的那幅表情 他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那是妒忌 羡慕 恼羞成怒 朱进言 无比渴望 他能够拥有这些 江总 要想折线的话 未必一定要给我 雷欢喜非常认真地说道 想要这里的企业 恐怕比比皆是 开出的价格 我想也会远远超出三个亿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我根本没有三个亿 这是最要命的地方了 如果雷欢喜现在有三个亿 肯定早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不卖给别人 不卖 江胜利 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卖给别人 我再也回不来 再也看不到了 可是 卖给你就不一样了 当我想它的时候 还能再来看看 你的脾气 也一定不会拒绝的 雷欢喜 我说过 我的文化不高 但我尊重科学 新未来 是我最大的牵挂 也是我到目前为止 最大的成就 况且 我要是真的给了别人 朱静岩这些人 也会想方设法 把新未来买到手的 只有你 雷欢喜 你永远都不会把新未来 卖给朱静岩的 永远 他说的非常肯定 那么只剩下 最后一个问题了 雷欢喜现在 根本就拿不出 三个亿的资金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到了年纪大的时候 可以告诉别人 我曾经做过 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新未来 就是江胜丽的梦想 他知道 真正会对自己 造成致命威胁的 真正想把自己 置于死地的人是谁 他也知道 新未来 一旦卖给了别人 朱进言和红珊瑚资本 一定会想方设法地 再抢到手 但雷欢喜不会 雷欢喜的性格 就是这样的 他会帮自己 好好地照看好 新未来的 所以 他宁可 以一个白菜价 把新未来 卖给雷欢喜 只剩下 最后一个问题了 雷欢喜 根本就拿不出 三个亿 你会有办法的 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江胜丽 居然对雷欢喜 充满了信心 而且 我不是要你 一次性地拿出来 你账面上 有多少资金 就给我多少资金 不断地向我打款 不 是不断地向我输血 让我能够坚持下去 一直到三个亿 连本带立 都长青为止 雷欢喜 记得 是连本带立 坚持下去 走到通风口 江胜丽掏出了一盒烟 给自己点上了一支 在雷欢喜的记忆里 江胜丽抽烟 太稀罕了 江胜丽 缓缓地抽了一口 轻轻地吐了出来 烟雾缭绕中 他缓缓地说道 朱进岩和红珊瑚资本 一旦对付完我 下一步 就会轮到你了 这一仗 我必败无疑 可我 能够帮你争取到时间 没欢喜 趁着我跟他们决战的时候 好好发展自己 我在前线 能够帮你顶多久 就顶多久 顶到我淡尽粮绝 顶到我全军覆灭为止 然后 就是你的事了 江总 我们之间的关系 现在是不是有些复杂 雷缓绕 心甘情愿的 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很快 就会集中力量 来对付你了 所以 你就是我未来的复仇者 不过 你可以放心 我肯定会输 我肯定会输 但是 即便输了 我也会把他们身上的肉 狠狠地咬一口下来 他说得轻描淡写的 可是 他早就已经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雷缓细 看起来 反而对自己 不是特别的有信心 江总 你认为 我能够帮你报仇 对付红珊瑚资本 江胜利又笑了笑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你有后援的 你的后援 就是你的父亲 乔远番 尽管江胜利 并不了解乔远番这个人 也不知道乔远番 究竟蕴含着多大的能量 但是 他的感觉告诉他 乔远番这个人 不简单 他唯一想不通的就是 乔远番 为什么不直接出手 帮助自己的儿子呢 肯定当中 有自己弄不明白的地方 一根烟抽完了 江胜利 小心地暗灭 然后 扔到了专门 扔烟地的地方 雷欢喜 所以 你准备好接手 这个研究所了吗 我准备好了 雷欢喜 也不再有任何的迟疑 跟我来 江胜利 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这里 几个人 早就在一间办公室里 等着他们了 给你介绍一下 江胜利 江胜利 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位是韩律师 这位是吕律师 这位是秦律师 三位大律师 请把文件都拿出来吧 那些 是雷欢喜的方寸公司 出资三亿 购买新未来生物科技研究所的合同 三位律师 表情严肃地 一条一条地 向雷欢喜 宣读着合同上的内容 并且逐条解释 非常清楚 这一过程 持续了差不多 有半个多小时才结束 雷欢喜先生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请在这上面签字吧 韩律师 把几份合同 放到了雷欢喜的面前 这 怎么那么着急 签吧 雷欢喜 江胜利嘴里这么说 但却明显地 有些恋恋不舍 雷欢喜拿起了笔 认真的 在每一份合同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好的 再走一些必要的法律程序 这份合同 就能够正式生效了 雷欢喜先生 您的那份合同 我会亲自给您送去的 韩律师 小心地收好了合同 那我们先告辞了 这几个律师走了 办公室里 又只剩下了雷欢喜 和江胜利两个人 卫宇晗 进来一下 江胜利 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 说了一声 不一会儿 一个三十五六岁 盘着头发 穿着职业套装 戴着眼镜的女人 走了进来 长得虽然不是特别的漂亮 但是却很有女人的味道 慧宇晗 新未来科技研究所的负责人 江胜利介绍了一下 这里的日常工作 都是他负责的 很有能力 雷欢喜 从现在开始 你是这里的老板了 我本来不该再插手了 但我还是希望 你能够把他留下 自己摇身一变 变成了这里的老板了 江胜利让自己今天来 居然是为了这件事 雷欢喜绝对没有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太快了 真的是太快了 快到自己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 慧宇晗 这是你的新老板 雷欢喜先生 转向慧宇晗的时候 江胜利的神色 变得严肃起来 以后 我跟新未来 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你必须尽心尽力地 为雷欢喜先生 为新未来服务 是的 江总 慧宇晗淡淡地说道 接着 又对雷欢喜 微微地拘了一躬 雷总 有什么要我做的 都可以吩咐 啊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雷欢喜 一时还无法适应 自己角色的转变 以前怎么样 现在还怎么样 我对这里不是很熟悉 等我参加完奥运会回来 你带我好好地参观一下这里 好的 雷总 慧宇晗这个人 似乎从来都不会笑一样 有一台空调不工作了 我要带人去检查一下 雷总 江总 你们慢慢聊 说完 他就走了出去 事无巨细 都要亲自到场 这也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 江胜利的夸赞是由衷的 我可怜我非常得力的一个部下 也送给你了 没关系 好好帮我管理这里 不要辜负了我 好吧好吧 自己这是在做梦吗 就算是真的做了一个美梦 也希望自己永远都不要醒过来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老乔 有这么好的地方 你也不早点告诉我 你个大行长 哪有空 来跟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 一起聊天喝茶呀 乔远帆笑着 让小欢上了茶 接着 又特意对池行长说道 放心吧 自己人 小欢默默地走到了收银台那里 坐下来 坐下来一声不吭 我们已经同意了 向西海集团再次贷款三个月 一坐下来 池行长就说道 老乔啊 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这可是一笔风险 这可是一笔风险极高的贷款呢 西海集团的情况 现在很不好 随时都有转手的可能 你老池有什么风险啊 乔远帆给两个小钟子里倒上了茶 江胜利要是输了 接盘者自然会承担这个债务 你又不是向江胜利私人贷款 你老池啊 巴不得江胜利赶紧输了 这样 在资产重组上 你东华银行 作为最大的债务人之一 肯定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啊 徐行长黑黑地笑了起来 嘿嘿 我这点心思 的确瞒不过你老乔 不过老乔啊 我还真得好好地谢谢你 要不是你给我提供了 那么多有价值的情报 我还真下不定决心 继续向西海机团提供贷款 不过这次 你捞的可也不少啊 西海船运公司 牵扯进了这次贷款担保中 再加上之前 江胜利向你借的款 一样是用西海船运公司 做的担保 这家公司 我看很快就要变成你的咯 那还不得从你东华银行 购买下船运公司的担保债务才行吗 所以说你老池才是最大的赢家呀 乔运帆笑着说道 红山湖资本的那些人 可一直都在盯着船运公司呢 这是目前西海集团 运行良好不多的几个项目之一 失去了这家公司 即便得到了西海集团 对红山湖资本的打击 也是很大的 乔运帆 乔运帆从来都没有走到过台前 在外人的眼里 他就是一个养兰花的乔疯子 甚至包括在他儿子雷欢喜的眼中 也是同样如此 可是 他的布局 却很早就开始了 对了 你上次判断说 江胜利甚至有可能 把新蔚来生物科技研究所 都卖给你儿子 池行长忽然想到了这件事 估计那是一笔巨款 你儿子肯定拿不出来呀 要不要我向方送公司 发放一笔贷款 给他应应急 不用 乔运帆想都没想就说道 他的事 他自己想办法 嘿 我说老乔啊 这回我可要为雷欢喜 打抱不平了呀 池行长接口说道 雷欢喜 是不是你亲儿子啊 这亲儿子有难了 你都不帮忙 你不帮忙 我帮忙 难道这也不行吗 乔运帆笑了 乔运帆笑了笑 他的事儿让他自己解决 我还是那句话 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 将来怎么做更大的事 老池啊 你别看我在背后呼风唤雨的 但那是我的祖先帮我打下的基业 我自己除了养养花 没有什么大本事 但我儿子不同 赤手空拳 打下了这份基业 就从这一点 他就比我强多了 你看着吧 即便没有我的帮忙 他也一样能够做到的 施航长不出声了 听起来 乔运帆的做法不尽人情 但其实呢 他一直都在默默地 培养磨砺着自己的儿子 只是用的方法和手段 有点让人无法理解而已 可是 他的这个办法 要是真的能够成功 那将来 雷欢喜的成就 肯定不得了 还有个事 持航长 把思绪收了回来 前几天 朱国旭 带着他的老朋友 杭宇来 去了我的办公室 跟我聊了一会儿 两个人的关系 看起来 非常的不简单啊 而且 我还听说 杭宇来 挺看不怪你儿子的 杭宇来这个人 嗯 我知道 乔远帆 沉映了一下 表面上看呢 这个人冲动 做起事来 不顾一切 甚至还很鲁莽 其实 仔细地想一想 如果他真的是 这么个性格的话 能够有国语集团的 现在吗 他为什么 看不惯雷欢喜 就因为雷欢喜和朱进岩的 那点破事吗 不会 他不会这么做的 真要这么做了 这个人 就一点不足为据了 持行长点了点头 我的看法是 杭宇来 可能遇到了什么困难 或者有别的什么 难以启齿的原因 所以需要外力的帮助 乔远帆的手指 在转动着面前 小小的插钟 红珊瑚资本 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持行长忽然冷笑了一声 哼 老乔 别人不清楚 难道我们还不清楚吗 红珊瑚资本是什么 是狼 一头吃人不吐骨头的狼 跟他们合作 只怕到最后 连骨头渣都剩下不了 杭宇来要真的想这么做 那就好比 在挂在悬崖上的钢丝上行走 稍有不慎 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啊 可他摔得粉身碎骨了 还有他儿子接上啊 乔远帆却如此接口地说道 杭木白 我本来也以为这小孩子 就是个公子哥 可现在看着不是啊 老池 我跟你打个赌 杭木白 一定会跟我儿子 成为最好的合作伙伴 我们这些老家伙 早晚都会退出历史舞台的 雷欢喜 杭木白这些人 会比我们更加有朝气 更加适应这个时代 比我们做的会更加出色的 朱信言呢 持行长却紧接着追问了一句 他可是军城集团的少当家的 身后还有红山湖资本撑腰 还有一点 红山湖资本 无非就是钻石联盟的 急先锋而已 朱信言 哼 乔远帆笑了笑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老池 如果一个人的气量太狭隘 总是不停地想着要如何算计对方 那么他的成就撑破天了 也就如此了 他不会成功的 我可以向你保证 朱信言 充其量 只是雷欢喜 成长道路上 一颗微不足道的绊脚石而已 他的结局 也许比当初的江边 还要悲惨 持行长笑了起来 不知道朱信言 听到有人对他做出 如此轻蔑的评价后 会怎么想呢 绊脚石 在乔远帆的眼里 朱信言 仅仅是雷欢喜 成长道路上的绊脚石 哼 这大概也算是一种轻视和侮辱吧 只不过 持行长 越想越有道理 一个气量 如此狭隘的人 是绝对 不能成就大事的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1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已经同一个方寸公司 展开初步合作 并且把位于商业区的一家商铺 提供给方寸公司使用的 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尤其是对朱利亚公司来说 将会形成极大的冲击 朱进言冷哼了一声 哼 没关系 为什么总是要跟我过不去 在国内如此 现在又跑到泰国去了 想把朱利亚公司赶出去 好毒把整个东南亚市场吗 暂时 他还没有这个能力 亚德里恩 话是这么说 但神情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我们已经及早做出了准备 可朱利亚公司 有个最大的破绽 是他们无法弥补的 那就是 人工养殖 海马海葵黑魔虾 要知道 成规模的养殖 能够让成本极大的降低 这对于抢占市场 是有着重要的好处的 朱进言不说话了 是啊 这是朱利亚公司 所必须要面对的 他就不明白了 雷欢喜是怎么做到的 全世界 朱进言可以非常肯定的是 全世界 只有雷欢喜一家 可以如此大规模的养殖 海马海葵和黑魔虾 为什么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雷欢喜总是能够做到呢 以价格而论 亚德里恩并没有猜到 朱进言心里在想什么 在我们的支持下 朱利亚公司 还是能够坚持很长时间的 但是 我担心这之后 还会有什么变故 尤其是雷欢喜 在得到了多姆的家忙以后 这个叛徒 朱进言恶恨狠地骂了一声 在他的心目里 多姆就是一个叛徒 彻头彻尾地背叛了自己 亚德里恩苦笑了一下 当初 可是你把多姆赶走 并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的 现在 居然怪别人背叛了你 这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过 他并不认为 选择朱进言 当合作伙伴是错误的 这个人 阴狠 独辣 做事不择手段 再加上他的家庭背景 对于自己 对于整个红珊瑚资本来说 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了 所以 不管朱进言 再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亚德里恩 目前还都是可以忍耐他的 好了 亚德里恩看了一下时间 还有几个小时 就是西海集团 特别董事会召开的时间了 朱 好好休息一下 准备怎么干掉江胜利吧 朱进言点了点头 现在 只能把全部的怒气 都发泄到江胜利的身上了 宝贝乖 看着自己的儿子 江胜利满脸都写满了幸福的笑容 咱们的记还真乖 刚才还对我笑了 好了 让阿姨带吧 你赶紧吃饭 还要开会呢 曾若红 笑着把儿子接了过来 交给了阿姨 又给丈夫盛了一碗粥 剥了一个鸡蛋 放到一个小碗里 这次的会议很重要吧 嗯 很重要 江胜利喝了一口粥 有人想在今天 就把我从董事会赶出去 不过 他们也知道 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可他们 总会给我惹出一点麻烦 自从离开了西海集团 在家安心的相夫教子之后 曾若红对公司的事情 了解的就很少了 而且江胜利平时回家 也绝对不跟他讨论工作上的事情 那把他们赶出去不就行了 在他看来 整个西海集团 都是自己丈夫说了算的 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身份 丈夫总有办法赶他们出去的 这次恐怕不行咯 江胜利居然在这个时候 还开起了玩笑 来的是一尊温神 可偏偏这尊温神 还是我自己亲手请进来的 现在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了 他们在那里赖着不走啊 没准啊 早晚有一天 我要被他们给轰走了 曾若红待在了那里 根本就没有想到 事态居然严重到了这个程度 西海集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连自己的丈夫都无法控制了 胜利到底是怎么了 曾若红变得紧张起来 要不要我回公司 我还可以帮你一把 这事不是你能够帮我的 江胜利笑了笑说道 你好好的带好我们的儿子就可以了 天塌下来还有我呢 放心吧 你老公我没有那么容易被别人给打倒的 可偏偏丈夫越是这么说 曾若红的心里就越是紧张 江胜利很快又摆出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了 若红 我上次跟你说的 带着儿子一起投资移民澳大利亚 事情办得差不多了 到时候带着儿子一起走吧 还有 我在国外的银行里 给你存了一大笔钱 足够你跟儿子用一辈子的了 眼看着妻子想要说话 江胜利却并没有让他说出来 还有一件事 将来万一要真有过不去的坎了 记住 一定要去找雷欢喜 除了他 谁也不要相信 雷欢喜虽然是我的敌人 但是你去找他帮忙 以他的性格来说 肯定不会拒绝的 他恐怕 也是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以外 我唯一信任的人了 胜利 你告诉我呀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曾若红握住了江胜利的胳膊 眼泪都流出来了 丈夫这分明是在交代后世啊 做我的女人 不要流泪 江胜利皱了一下眉头 推开了曾若红的手 然后喝下了最后一口粥 站了起来 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帮我好好地抚养 季孩 长大成人 告诉他 他老子 是个什么样的人 告诉他 他老子 就算是失败了 敌人 也会被他老子 连皮带肉地 咬下一大块来 他老子 我是江胜利 我是江胜利 这一刻的江胜利 仿佛又回到了他的年轻时代 他做过很多坏事 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的 这一次也没有什么别的不同 但唯一的例外是 这一次 他不但是为了自己而战 也是为了雷欢喜而战 听起来 实在是有些荒唐 要知道 就在不久之前 他和雷欢喜之间 还是死敌呀 可那又有什么 人在帮助自己的同时 偶尔也做点好事 那也没有什么不妥的 他穿好了外套 在离开家门的时候 沉默了一下 还是说道 放心吧 我不会有什么事的 我有你有季海 我会好好保重自己的 你也是 一定要帮我照看好季海 说完这些话 他头也没回 就离开了这里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失败了 这场由红珊瑚资本领头 凯曼公司和毛里求斯公司跟头 总价值达到一亿美金的投资 最终 让西海集团 并没有达到对赌协议的要求 从而失去了 两亿五千万股的股份 红珊瑚资本 以区区的一亿美金 一跃而成为西海集团的第二大股东 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本来 包括江胜利在内 都认为 年复合增长率达到50% 对于西海集团来说 只是个轻而易举的任务 而一亿美金的投资 也能够迅速地让集团 摆脱资金上的困难 重新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的道路 但是 江胜利失败了 而且 那些掌握着内幕的人 也都知道 当红珊瑚资本 正式入住董事会后 一场 针对江胜利本人的 暴风咒语 一样的政变 将很快就会到来 江胜利 是否能够躲过这一劫 难 真的很难 没有几个人 看好江胜利了 一大早 已经得知消息的 整个西海集团内部 写满了严肃的气氛 谁也不知道 集团未来的命运如何 更加不知道 自己未来的命运如何 每一个人 都成为了被审判者 当江胜利 那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的时候 气氛居然变得 有些尴尬起来 江总 江总 江胜利微笑着 跟他们一一点头 态度比以前的 任何一天都好 江总 丁建国和葛振强 站到了他的身边 如果说 现在整个集团上下 江胜利 还能够 无条件地 信任谁的话 那么 也就只有 这两个人了 今天 会是血雨腥风吗 江总 丁建国 丁建国 显得非常地平静 看起来 他已经准备好 面对任何挑战了 不会 江胜利笑着摇了摇头 今天 今天是那些人的正式露面 只会给我一个下马威 他们还没有正式的准备好呢 放心吧 要动手 绝对不会是在今天 葛振强迟疑了一下 江总 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资格 但我还是要说一句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是站在您这一边的 好 很好 路遥知玛丽 日久 见人心 江胜利微笑着 可惜 我发现你太晚了 等我度过了这一次 你会是西海集团 副总级的 葛振强 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一次 江胜利是熬不过的 无论如何 都熬不过的 西海集团的底子 都快要被逃空了 宽敞的办公室里 那些拥有投票权的董事 和独立董事们 都已经到齐了 一看到江胜利进来 纷纷地站了起来 毕竟 不管即将发生了什么事 江胜利目前的身份 还是西海集团的董事长 都坐吧 江胜利让大家坐了下来 我们的第二大股东就要来了 在此之前 我想跟大家推心致富地说几句话 老人 看我的目光 别躲躲躲闪闪闪的 我今天不打你 上次董事会 投避江胜利 开瓢了任国父 到现在 伤口还没有好利索 一听到江胜利 点到了自己的名字 身子 居然忍不住 打了个哆嗦 在这里恨我 想要赶我走的人 太多了 比如 文仲荣 比如 任国父 江胜利 说这些话的时候 语气 非常平淡 你们何止是想赶我走啊 最好是把我送到监狱里 让我死 对不对 可你们想过没有 我下台了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你们认为红珊瑚资本 还会继续让你们 什么事也不做的 继续留在董事会吗 江 江总 任国父 出人意料地站了起来 所有人都朝他看了过去 心里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难道上次 还没有被江胜利打怕吗 任国父 咬了咬牙 说道 不管 你一定要对我做什么事 可我 还是得说 是 像红珊瑚资本 这样的金融大鳄 一旦正式入住西海集团 我们将来 未必能够继续留在董事会 但起码 也比现在的局面好 至少 他们还会从我们手里收购股份 我们每一个人手里的股份 都能够变现 你说 我们都这把年纪了 还能有什么大的抱负 无非就是多赚点钱 可以让家里人的日子 过得更好一些 江胜利朝他走了过来 任国父 浑身都无法克制地哆嗦起来 这是一个流氓 一个真正的流氓 任国父 心里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 他会伤害自己吗 是的 会的 一只手在任国父的肩膀上 轻轻地拍了一下 任国父竟然吓得 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 哎 老人 那么害怕做什么 我说过 今天 不会打你的 江胜利 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我跟你们 讲下历史吧 历史 江胜利居然要讲历史 这可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稀罕事了 一个国家 有一个大独裁者 他掌握着这个国家很多年了 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 底下的人 战战兢兢的谁都不敢多嘴 可是有一天 革命发生了 很多人决定政变了 那些过去大独裁者忠实的部下 一看 风头不对 也都蠢蠢欲动 想要加入革命的队伍里 以获取未来的保障 那么 大独裁者 面对这样的情况 应该怎么做呢 江胜利 居然真的说起了这样的故事 第一 是老老实实地退位 跑到国外去 起码凭借过去积累下的财富 还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第二 就是奋起抗争 可是 他难呢 既要面对外敌 又要面对自己过去部下的背叛 怎么办 大独裁者 决定了第二种选择 抗争 那么 怎么对待自己的那些部下呢 镇压 坚决的镇压 毫不留情的镇压 把一切的反对者 都给镇压下去 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会议室里 每个人的心中 声唐而起 江胜利 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唉 你们都是我的部下 当中很多人 都收到了红珊瑚资本的好处 所以 铁了心的 准备反叛我了 我就是那个大独裁者 不得不考虑一下 该怎么办了 镇压 只有提前把你们所有人准备好的政变 提前镇压了 起码今天的董事会 不能够出现任何的乱子 他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又拍了一下任国傅的肩膀 瞧 我说过我今天不会打你的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 可是 你老人 是反对我最积极的 我应该 怎么办呢 任国傅的心里 忽然有了一种 莫名其妙的 绝望无比的感觉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他认为正常的举动 已经无法阻止 某些事情的发生以后 那么 他身上所有的流氓特征 都会爆发 他将选择 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来解决自己 目前所面临的危机 也许 这些举动 在绝大部分的人看起来 是匪夷所思的 是令人目瞪口呆的 但是 江胜利不在乎 他一点都不在乎 只要能够达到目的 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说过 我今天不会打你的 我这个人 从来都说话算数 江胜利淡淡地说道 问题是 我现在 已经狗急跳墙了 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 来人 几个纹身大汉 冲了进来 把这两个人拖出去 江胜利 指了一下任国父 又指了一下文仲荣 江胜利 你想要做什么 你疯了 众目睽睽之下 在任国父和文仲荣 私生力竭的叫声里 两个人被几个大汉 真的给拖了出去 天哪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在如今的法治社会下 居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江胜利疯了吗 他们没有说错 我疯了 江胜利 好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的 坐了下来 整个会议室里 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红珊瑚资本的代表 终于出现了 朱进言和亚德里恩 他们意气风发地 走进了这家会议室 以西海集团 第二大股东的身份 而且 朱进言 已经决定好了 今天 会把所有对雷欢喜的怒气 都发泄到江胜利的身上 江胜利 完了 可是 当他们走进会议室的时候 却忍不住 正了一下 首先 是会议室里的空气 有些诡异 每个董事 都正经为坐 战战兢兢 脸上写满了严肃 然后 是他们发现少了两个人 文仲荣 和任国父呢 这可是他们 精心挖过来的自己人 是赶江胜利 下台的急先锋 可是 他们怎么没有出现呢 欢迎西海集团 第二大股东 出席本次董事会 江胜利站了起来 带头鼓起了掌 那些董事们 也都纷纷鼓掌 只是气氛 依旧非常让人窒息 谢谢江总 谢谢各位董事 朱敬言微笑着说道 我们希望 红山湖资本的进入 能够带给西海集团 更多的帮助 能够让西海集团的未来 变得更好 说着 他若无其事地问道 江总 好像董事们 并没有到齐吧 是的 少了文仲荣 独立董事 和人国副董事 江胜利点了点头 说道 很遗憾 他们在赶到 西海集团的时候 在半路上 出了车祸 摔伤了 现在正住在医院里 当然 他们委托我 向你们表达欢迎 车祸 摔伤了 怎么回事 朱进言和亚德里恩 满腹疑惑地坐了下来 江胜利说道 那么 让我们欢迎 红山湖资本的代表 为我们讲话 展望西海集团的未来 朱进言 朱进言没有过多的客气 说了一些客套话 什么西海集团 是云东市的龙头企业 什么西海集团 对于云东市发展建设 做出的巨大贡献 云云 接着 画风一转 很快 便图穷笔现的到 但是我们的集团 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资金上的 资金的缺口 严重地阻碍了 本集团的发展 据我们所知 集团下属的许多项目 都停滞不前 有些严重亏损 自不抵债 有些需要大量的资金输血 才能够维持正常运转 所以我想请问 集团董事长江胜利先生 您对此 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吗 朱先生说的没有错 资金的确是西海集团 最近一个阶段 一直所面临的一个困扰 江胜利看起来 一副非常坦诚的样子 在此之前 我们被迫 变卖了一些产业 来筹集资金 甚至还变卖了一些 早就排到的 很有价值的土地 但那些还是不够 光是我们投资的 币波源项目 前期就需要 一亿五千万的资金 江总 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的是解决方案 而不是在这里诉说困难 只有弱者 才会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 重复困难 朱进言毫不客气的 打断了江胜利的话 朱进言 我是西海集团的董事长 谁给你的这个权力 打断我的话 江胜利 阴冷的眼神 从朱进言的身上扫过 朱进言打了个哆嗦 江胜利 冷笑了一声 哼 在西海集团的董事会上 需要的是绝对的尊重 只要我还是这里的董事长 没有人能够打断我的话 资金的解决 是我这个董事长 义不容辞的责任 所以 我今天非常高兴地告诉各位董事 我已经成功地筹集到了六亿的资金 轰的一下 刚才还严肃无比的会议事里 顿时议论纷纷起来 就连朱进言和亚德里恩 也惊奇地不断在那里低声商量了什么 太出乎人意料了 真的是太出乎人意料了 上次董事会 在人人都认为 江胜利已经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他筹集到了五千万的资金 而今天 他居然筹集到了六亿的资金 这可不是六十块钱 说来就来 江胜利从哪里筹集到的 大家安静一下 江胜利让会议事里安静下来 其中三亿是向东华银行的贷款 已经获得了批准 还有三亿 是通过我私人途径得到的 将分批进入到公司的账户里 各位尊敬的董事 相信有了这六亿资金的注入 西海集团 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的 朱进言不相信 到现在还不相信 江胜利真的有办法 募集到那么庞大的资金 东华银行 第一个对西海集团发难的 就是东华银行 他们怎么会继续向西海集团 提供贷款呢 而且还是整整的三亿资金呢 还有 江胜利那私人途径得到的三亿资金 又是怎么来的 难道它是变戏法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他们之前的努力 就遭到了很严重的阻碍 江胜利甚至能够因此而得到喘息的机会 好了 我宣布本次董事会结束 等等 我还有话要说 一听说董事会 居然这么潦草的就结束了 朱进言一下子急了起来 我说过 本次董事会结束了 江胜利朝朱进言看了看 我是董事长 等你坐到我的位置上的时候 再决定董事会 是不是应该结束 朱进言和西海集团 所有的董事们 目瞪口呆地 看着江胜利离开了这里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云东集训基地 这是奥运会出征前 国家游泳队的最后一次集训了 谢坤红主任 专门召集各级教练和重点队员进行一次简短的会议 内容无非就是上级领导的关怀 全国人民对本次奥运会 对即将出征的国家游泳队的期待 还有一些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努力拼搏等等之类的话 然后谢坤红 居然还专门提到了雷欢喜 并且说出了一个 让雷欢喜自己都无法相信的事情 雷欢喜将出任 本次奥运会 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棋手 天哪天哪 是自己听错了吗 棋手 奥运会代表团的棋手 那代表着自己的国家 那将是自己这一生 永远永远永远都无法忘记的巨大荣耀 这也将是自己人生的巅峰 就算有一天 自己真的成为了亿万富翁 也绝对比不上那一天 更加会被自己终身铭记 雷欢喜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谢坤红主任 问出的这句话 终于让雷欢喜 从巨大的震撼中清醒过来 我们的欢喜哥 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可是此刻 说话的时候 居然变得哆嗦起来 我 那个 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我保证完成任务 方清松 这又不是什么打仗 谢坤红主任笑着说道 心态方清松就行了 这是你个人的荣誉 同时 也是我们国家游泳队的荣誉 我们相信 你能够圆满地完成 来 让我们大家 把掌声 献给雷欢喜同志 掌声热力地响起 雷欢喜 手足无措地站了起来 一连鞠了好几个宫 太意外了 真的是太令人意外了 一直到会议结束的时候 雷欢喜还没有从巨大的幸福中 回味过来 恭喜你 秦晓曼走了过来 向雷欢喜伸出了手 成为骑手 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 恭喜你 我还从来没有看过 你那么紧张过呢 这能不紧张吗 骑手诶 就这个 就足够让自己 吹一辈子的牛了 有人找你 这时候 秦晓曼 朝门口指了一下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雷欢喜笑了起来 东尼 东尼 何少明 雷欢喜保障团队的负责人 两个人快步地走到一起 然后 用力地拥抱了一下 你怎么来运动 都不提前打个招呼呢 雷欢喜 语气有些责怪 我也好去接你呀 我在运动转机 晚上就走 之非 里约热内卢 何少明笑着说道 走 我请你吃饭去 雷欢喜 亲密地搂住责人 轻易地搂住了何少明 牵挂的医疗保障专家 营养师丁丁 将和他的助手 韩国人崔素珍 后期到达 听到丁丁的名字 雷欢喜的嘴角 行不自禁地 露出了一丝笑意 至于崔素珍 本来是在丁丁失忆 并且失踪后 暂时代替她的位置的 而且一直都表现得 非常出色 所以这次重新组建团队 何少明也把崔素珍 一起拉到了雷欢喜的团队中 诶等等 团队的钱是谁出的呀 雷欢喜有些好奇 这个团队 最早是诸国旭 帮助自己组建的 所有的费用 也都是她出的 现在呢 难道还是诸国旭 你母亲呢 何少明简直有些哭笑不得了 是环海集团出的资金 难道你平时 都不跟你母亲交流吗 啊 这个说起来 实在是有些丢人了 平时雷欢喜 乔远番和梁宇丹 各忙各的 最近一个阶段 一家人还真的很少聚在一起了 抽个时间 真要去父母那里 混沌饭吃吃了 好了 说重点吧 何少明把话题 拉回到正式上 可能国家游泳队也跟你说过了 但我还是必须要跟你说明一下 你这次的主要竞争对手 第一 是美国游泳天才 二十岁的艾伦·克罗克特 这被赞誉为 国际游泳界 一百年初的一个天才 从参加少年组的比赛开始 破纪录 就如同探囊取物 同时 他也是你这一次 主要的竞争对手 哪有那么多的天才 还一百年初一个的天才 艾伦·克罗克特 这个名字 雷欢喜倒也多次听说过 美国人几乎把他捧上了天 记录也的确打破了不少 国际游泳界 也对这个人赞许有加 但问题是 他即将面对的对手是谁 在何少明的介绍里 还有美国老将 爱德加 澳大利亚游泳明星 八枚奥运金牌获得者 奥奇博尔德等等 另外还有一个人 也算是你的老对手了 韩国人李泰西 何少明很快就提到了这个名字 雷欢喜忍不住笑了出来 哼 这不也是韩国人捧出来的不是天才吗 那次他可被你打击的不轻啊 何少明也笑了 那次奥运会惨败后 李泰西就好像销声匿迹了一样 不再参加任何比赛 而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 是他一直都在刻苦训练 准备一雪前耻 欢喜啊 你可千万不要大意 嗯 知道了 雷欢喜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有什么可怕的 只要不出任何意外 在这个地球上 还有比自己游得更快的人类吗 其实 自己也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保障团队 但是 跟何少明这些人待在一起 他觉得特别的亲切 也特别的放心 他们之间 并不是雇主关系 而是朋友 最好的朋友 何少明不光是介绍了这次 奥运会上雷欢喜的对手 还仔细给他分析了 这些对手的技术特点 以及本年度的最好成绩 看得出来 他是很费了一些努力的 一顿饭 吃了差不多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何少明看了一下时间 说道 成了 我的飞机差不多也要起飞了 还得赶去机场呢 咱们李约热内卢再见了 李约热内卢再见 雷欢喜说到这里 忽然觉得 自己应该炫耀一下了 冬年 我现在可是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棋手了 啊 你 何少明瞪大了眼睛 就雷欢喜 这吊儿郎当的家伙 居然还当上了棋手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会短路的家伙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就拿着一根竹竿 在那里走来走去的 而且 那表情 特别的庄严肃穆 要从雷欢喜的脸上 看到这副表情 可真的不太容易 又在那里出什么幺蛾子呢 仙桃村的村民们 渐渐地都起床出门了 这些人 一个个目瞪口袋地看着 全都不知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老头子啊 欢喜这脑子 是不是受到什么刺激了 徐沈特别担心地问道 徐大哥也想知道 可他叫了几声 欢喜哥都没有搭理他 安妮 安妮 一看到安妮 从别墅那里出来 徐大哥急忙把他叫到了身边 欢喜这是怎么了呀 安妮昨天睡得晚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醒来 拿着哈欠 当上奥运会的棋手了呗 啥 徐大哥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当上啥了 奥运会的棋手 咱们国家的 是啊 哎哟喂 天爷老子 徐大哥 顿时变得兴奋起来 对着周围的村民们便叫道 都过来都过来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咱欢喜 要当奥运会的棋手了 咱欢喜 要当奥运会的棋手了 光彩啊 那可是咱们仙桃村从来没有过的光彩啊 整个仙桃村都变得沸腾起来 仙桃村的历史上 还是出过一些名人的 甚至还出过几个宰相 但是 奥运会的棋手 那可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啊 光宗耀祖 光宗耀祖 咱仙桃村的人 走到哪里 腰杆子都能够挺直了 怪不得欢喜 这一大早的 就要拿着根竹竿子 在那里走来走去呢 这哪里是竹竿子 这就是咱国家 在奥运会上的国旗呀 没有多少功夫 仙桃村 全村都传遍了这个好消息 整个打鼓场上 都聚集满了村民 看着雷欢喜 聚着竹竿子 在那里走来走去 一个个不断地叫好 而且 还在那里给雷欢喜出了主意 这国旗 应该怎么举 怎么举 我们的欢喜歌要的 就是这样的气氛 出风头 太出风头了 在个小小的仙桃村 就能够出那么大的风头 真等奥运会开幕那天 在全国全世界观众面前 自己那得出多大的风头 一直练到了中午 欢喜歌 这才练练不舍地 放下了猪肝子 可是那些村民们 依旧围在一边 不断地七嘴八舌 说着什么 就连新闲桃村的代理村长 齐志成 都闻讯赶来了 看齐志成的那个样子 简直比雷欢喜本人 还要兴奋 好好地宣传一下 一定要好好地宣传一下 齐志成 搓着双手 声音都有一些哆嗦了 咱们新仙桃村 不管是仙桃村 还是燕湖村 可都从来 没有过这么大的荣誉 欢喜啊 你可是给我们争光了 我一定要在两个村子里 好好地宣传一下 欢喜歌笑嘻嘻的 什么话也不说 不过老实说 他心里可是真有一些紧张 不管怎么样 也要把举旗的姿势给练好了 要不然还真对不起国家 对自己的信任 欢喜歌发誓 自己从来都没有那么紧张过 雷欢喜不练了 村民们渐渐地散去 齐志成朝边上看了看 走 去你饭店吃中午饭去 方寸饭店的经理郭宇康 也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一看到欢喜歌进来 立刻难得大方地说道 欢喜歌 今天要吃什么 警官典我请客 啊 第一 这饭店是我的好吧 你还居然请我的客 欢喜歌摸着脑袋说道 第二 你战刀 可是出了名的小气啊 这小气劲比我还厉害 怎么想起今天请客了 你欢喜歌是饭店的老板没错 可是不是给我承包了吗 你又不会少我一毛钱的承毛费 郭宇康阵阵有词 再说了 今天无论怎么样 我都不能再小气了 你都是在奥运会的棋手了 我能不好好地请你一次吗 欢喜歌笑了起来 这小子 反正只要在自己身边待的时间长了 或多或少都会学到自己的一些无赖样子 饿了饿了 赶紧点菜 跟着进到饭店的安妮 不管三七二十一的 拿过菜单就点了起来 三个人找了个靠墙角的位置 店里的客人逐渐多了起来 今天是周末 游客自然比往常要多 欢喜 这刻全都是你的功劳 看着就快要坐满了饭店 齐志诚由衷地说道 以前仙桃村什么样子 现在什么样子 我不是奉承你 都是你的功劳 还有燕湖村 两村合并后 旅游资源都被你充分地利用出来了 借着仙女山风景区的名字 咱的大燕湖资源 也终于被再次盘活了 她的这话 倒一点也没有说错 当初 仙桃村和燕湖村斗法 燕湖村的名声被彻底地弄臭了 还引得村之书妙异胜下台 后来 齐志诚主政后 摆下燕湖村大村的姿态 主动跟仙桃村展开了全面的合作 力图重新恢复燕湖村的光彩 而雷欢喜也没有寄前贤 和齐志诚同心协力 将两村的旅游资源整合到了一起 共同开发 燕湖村也慢慢地 恢复了往日的风采 这也是齐志诚最感激的 要不是雷欢喜的全力帮忙 自己根本没有可能做到这些 而且不光如此 雷欢喜还力保自己 当上了新仙桃村的代理村长 喝啤酒 喝啤酒 郭宇康端来了一箱子的啤酒 你们先喝着啊 我去厨房里忙了 欢喜哥打开了三瓶啤酒 秦志诚 今天星期天 你这大村长可以喝酒吧 喝 今天肯定要喝个痛快 齐志诚爽快地给自己 倒了满满的一杯 一饮而尽 可很久没有这么痛快地喝过酒了 欢喜啊 这个村长不好当啊 可不是不好当吗 两个村子那么大的一摊子事 全要靠齐志诚一个人打理 万幸的是 仙桃村当初是方寸公司的大本营 现在依然有雷欢喜在这里镇守着 并不需要齐志诚费多少的心思 他只要一心弄好 雁湖村的那些事情就可以了 这次奥运会结束后 你雷欢喜 那可就不一样了 齐志诚话里有话 你是咱们国家的奥运会骑手 再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旁的不爽 等回来后 再当这个村长 应该没有任何阻力了吧 哎 齐志诚怎么又提起这事来了 齐志诚抿了一口酒 欢喜啊 我也不怕跟你说实话 我这个村长干得很难 镇里三天两头的 以各种名目 从村委账上拿钱走 这次筑南镇建镇六十周年 火贵喜 又强制性的摊牌给了我八万块的费用 咱们新鲜桃村 现在虽然发展得不错 但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你不能不给啊 心直口快的安妮第一个叫了出来 不给 齐志诚苦笑了一声 货贵喜怎么说 都是咱筑南镇的一把手 我一个小小的村长 怎么跟他对抗 再说了 你当我是雷欢喜啊 敢跟货贵喜来应的 还真别说我 就说咱们筑南镇的所有村子 有哪个村长村支书 能跟当初雷欢喜那样 对待货贵喜啊 雷欢喜点了点头 自己不当这个村长以后 齐志诚被直接摆到了第一线 他坚持得的确有些辛苦 听说有一次 齐志诚还大着胆子 跟货贵喜大吵几次 避免了货贵喜提出的一些无理要求 而以他的性格来说 这已经很勉为其难了 他的确不是特别适合当一把手 志诚 我当初不当这个村长的时候 就跟你说过我的态度 雷欢喜也觉得 今天该把这件事情彻底的说死了 我肯定不会再干了 仙桃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村子里有任何事情 包括燕湖村的 我都会全力以赴的帮忙 但村长 我是肯定不会再做了 你看看我房村公司 现在这么多的事情 我哪里还有空能够分心 勉强干也是对村里的不负责任 虽然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但真的听到了雷欢喜这么说 其志诚还是深深的叹息了一声 如果雷欢喜能够回来有多好 自己适合当副手 适合做辅助一个优秀的人的一把手 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雷欢喜随即安慰着说道 我可以向你保证 想货贵喜这样的人 是绝对不会在那个位置上 做的时间太长的 人在做 天在看 不是不报 食神未到 其志诚的眉毛挑动了一下 似乎从雷欢喜的话里 听出了一些什么 具体怎么样我也不好多说 雷欢喜举起酒杯 和其志诚碰了一下杯子 反正你就安心等着就行了 估计奥运会结束后 会有一些动作的 成 我听你的 其志诚也横下了一条心来 不就是等着吗 那有什么 大不了自己也跟雷欢喜一样 不干这个村长就是了 说其志诚烦心 其实现在春风得意的欢喜哥 也一样有烦心事 喝了一会儿酒 忽然问道 志诚 你那里能借过我一点钱吗 成啊 你要多少 三个月 多少 齐志诚的下巴差点被吓掉了 三个月 你疯了 齐志诚目瞪口呆 你把我全村卖了 都没有三个亿啊 你是当然没有这三个亿了 可是 谁能够借你家欢喜哥 三个亿啊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新未来生物科技研究所 以三个亿的价格 转让给方寸公司 那绝对是白菜价了 可就算是白菜价 那也是三个亿啊 江胜利的确说过 雷欢喜可以慢慢地付款 有多少钱 给他转多少钱 话是这么说了 但你第一笔款子 给对方的数目 怎么也不能太低了 是不 江胜利正在第一线 蒙受着巨大的压力 他必须要顶住 来自朱进言和红珊瑚资本的挑战 而自己持续地向他输血 那是必不可少的 奇怪了 自己什么时候跟江胜利 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 什么时候开始 为江胜利担心考虑了呢 随着几个项目的陆续上马 方寸公司的资金状况 同样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要从公司的账目上 拿出一笔巨款来 不但不可能 而且还会对公司本身的运营 造成很大的伤害 还得靠自己来想办法 而且必须要在奥运会开始前 就想到办法 解决一部分的资金问题 话是这么说 可真要解决起来 就太难了 没欢喜 手里值钱的东西不少 可一时半会 要让其变成现金 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怎么办 送走了其志诚 安妮还要去趟云东 雷欢喜心里想着 那三个亿的大问题 一个人 无精打采地回到了别墅里 当奥运会棋手的兴奋劲 已经过去了 想着该考虑一些 现实的问题了 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眼睛直勾勾地 看着天花板 瞪了足足有半个多小时的样子 还是没有能够 想到任何的办法 不想了 越想越头疼 看看小胖去 只要看到小胖 自己的心情 没准就能好起来了 小胖呢 小胖不在地下室里 不用说了 肯定在专门为他建造的别墅里 最近一个阶段 小胖好像特别喜欢待在那庄别墅里 欢喜哥又去了一趟方寸饭店 让郭宇康给自己弄了一份糖醋鱼 拎着大包盒就朝小胖的别墅那里走去 其实说真的 那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别墅 从外面看上去 就是两排房子 可是这对于小胖来说 根本就是天堂 一进去 就看到小胖 悠闲自得地 躺在水池子里 好像又变得胖一些了 这个懒货吃货 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迟早都会得肥胖症 几条负责帮小胖 做清洁工作的龙鱼 在小胖身边游走 呵 好大 好漂亮的龙鱼啊 欢喜哥的眼睛 一下子就亮了 这甚至 比自己之前打败江边的龙鱼 更加的漂亮 尤其是领头那条最大的 浑身都是金黄色 而且当中还隐隐地透露出 一丝丝的血红色 欢喜哥玩过龙鱼 也知道这种品质龙鱼的珍贵性 在欢喜哥的眼里 这哪里是龙鱼 根本就是钱呢 虽然现在 养殖龙鱼的热潮 有些下降 而且不是很好 立刻脱手变现了 但不管怎么说 低价变卖 还是能够找到买主的吧 这不也能够解决 一些资金上的问题吗 唯一要考虑的 就是怎么从小胖手里骗过来了 小胖 吃东西了 欢喜哥 满脸讨好的 拿出了那盒子糖醋鱼 一闻到糖醋鱼的香味 小胖立刻弹了起来 闪电一般的冲到了糖醋鱼前 好家伙 这动作可真的是急如闪电呢 片刻功夫 一条糖醋鱼 已经一大半 都进入到了小胖的肚子里 这他妈的 你真的确定 自己是条龙吗 你真的确定 自己不是饕天 欢喜哥 心里转着鬼主意 笑嘻嘻的 等着小胖 把一整条糖醋鱼吃完 然后继续讨好地说道 小胖 好吃吧 你家欢喜哥 特意下厨帮你做的呀 骗谁呢 骗谁呢 这鱼要是你做的 那本神龙 就是一条毛毛虫了 你欢喜哥做的菜 本神龙一吃就能吃出来 所以我们的小胖 瞪了欢喜哥一眼 啊 这个 欢喜哥若无其事地 坐在了池子边 若无其事地 盯着水池里 那几条漂亮的龙鱼 然后 若无其事地说道 挺漂亮的呀 小胖 你弄的呀 废话 不是我弄的 难道还是你弄的 你欢喜哥 这满脸的坏样子 肯定是在打这些龙鱼的主意 是不是 别人不了解你欢喜哥 难道本神龙 还不知道你欢喜哥 是什么样的人吗 小胖 就等着欢喜哥下面的话了 果然 又在那里假惺惺了一会儿 欢喜哥 很快就摆出一副 不在意的样子 看起来像是随口说道 对了 我有一个朋友 一直想要几条龙鱼 干脆 这几条龙鱼给我吧 反正你要弄出 那么漂亮的龙鱼来 也方便 小胖 理都不理他 只是朝池子里的龙鱼 看了看 接着 又朝欢喜哥看了看 那样子似乎在说 拿去吧 咦 那么方便 小胖想都不想就送给自己了 这可不是小胖的性格啊 欢喜哥反而有些疑惑起来 拿去吧 送你了 小胖在手机上 打出了这么几个字 擦 还真的那么简单 可为什么 欢喜哥的心里 总有一些忐忑呢 真的送给我了 欢喜哥 很不确定地问道 真的送给你了 小胖 小胖 继续在手机上打着字 不过 你先把龙鱼拿出来看看 拿出来看看 这又是什么意思 今天的小胖 态度可真的实在是太奇怪了 欢喜哥 欢喜哥决定试一试 他小心翼翼地拿起网兜 网起了那条金黄色的最漂亮的龙鱼 太美了 真的是太美了 那么美的龙鱼 绝对能够卖出一个大价钱 欢喜哥 美滋滋地摸了一下龙鱼 光这么一条 能够卖多少钱呢 几百万 嗯 就算是贱卖 估摸着 也能够卖出几百万的价格 这可是一条神龙 精心培育出来的全新品种啊 欢喜哥忍不住 又伸手摸了一下 等等 这是什么 手上好像沾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金黄色的 手上怎么会有金黄色的东西啊 欢喜哥 怀疑自己眼花了 在网兜里挣扎的龙鱼 身体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的身上少了一块颜色 幻觉 幻觉 这绝对是幻觉呀 欢喜哥揉了揉眼睛 没错 龙鱼的身上 的确少了一块金黄色 露出了本来的颜色 红色 欢喜哥并不死心 又摸了一下龙鱼 现在可以得到确认了 龙鱼身上又少了一块金黄色 欢喜哥的手上却又多了一些金黄色 我擦 你妹的 我圈圈叉叉你个全家呀 听说过会掉色的衣服 听说过会掉色的链子 你他妈的什么时候听说过龙鱼会掉色的 史上第一条会掉色的龙鱼 欢喜哥 目瞪口呆的 把龙鱼重新扔回到池子里 龙鱼身上 少了那两块金黄色 看起来特别的刺眼 这到底是什么品种啊 欢喜哥觉得自己的智商 实在是不够用了 小胖摇了摇头 很快给欢喜哥提示了一下 这种会掉色的龙鱼是怎么来的 那是小胖 实在无聊的时候 最新的研究成果 小胖 也真是吃饱了撑的 他有一次突发奇想 用在大盐洞里 得到的黑色枝花的粉末 再加上自己龙鳞上的鳞屑 混合在一起 给龙鱼吞服了下去 龙鱼很快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变得漂亮无比 甚至比用小胖晶圆培养出来的龙鱼 更加的漂亮 但是 问题很快就出来了 这种龙鱼在水里看不出什么 但只要有任何的擦碰 就会发生诡异的变化 掉色 就好像 这些漂亮的颜色 根本是用颜料画上去的一样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小胖自己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 这也没有什么 就当做是好玩也就行了 欢喜哥终于弄清楚 这是怎么一回事 卧槽 白高兴了一场 还以为可以靠着这样的龙鱼 好好地赚上一笔呢 哎 欢喜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骗子 小胖 你这个大骗子 骗子 龙鱼 你这个大骗子 哎 等等 等等 一丝灵光 忽然从欢喜哥的脑海里闪过 骗子 骗子 小胖 我有一个想法 你看 能不能帮我办到 欢喜哥 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小胖 听得非常仔细 等到欢喜哥 全部说完了 小胖在那里想了一会儿 在手机上打字 道 我可以试试 成功的机会很大 不过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这么做 欢喜哥笑了 笑得非常古怪 小胖啊 我需要一大笔钱 很大很大的一笔钱 可我现在不是没钱吗 所以 我得去骗钱了 骗钱 骗钱 骗钱有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吗 再说了 你欢喜哥 虽然很有一些无赖 但是本神龙 认识你到现在 你可从来都没有骗过别人的钱呢 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家欢喜哥 过去老是被人骗 那次差点被朱进言那些人骗得倾家荡产 欢喜哥在那里不断地坏笑着 你家欢喜哥我 现在穷得要命 穷得就快要去荡裤子了 那些人 总也该被我骗一次了吧 小胖听得满头雾水 根本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欢喜哥的脑子里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亚德里恩还是强迫让自己保持了冷静 西海集团 毕竟是云东市曾经的龙头企业 江胜利也经营了很久 要想立刻把他赶走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不过 那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人工富可文仲荣呢 朱进言 显然不甘心这事就这么算了 江胜利是在绑架殴打他们 是犯法的 让他们去告江胜利 告到他倾家荡产为止 亚德里恩耸了耸肩 他们都失口否认了自己被绑架的情况 你知道 江胜利过去是一个流氓出身 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什么事情都不在乎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任国富可文仲荣 肯定已经受到了江胜利的什么威胁 你要知道 现在的他们 有家室有子女 哪怕送到了国外去 也一样会受到威胁的 所以 你不难理解他们的沉默吧 朱金言绝对不是那种大度的人 亚德里恩的话 让他感觉到自己再度遭受到了巨大的侮辱 自己难道连江胜利都干不掉吗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朱金言非常恼怒地拿起了电话 谁 快说 什么 你说什么 谁来了 啊 我知道了 让他进来吧 谁来了 看到朱金言放下了电话 亚德里恩问了一声 朱金言脸上的表情 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 过了一会儿 才缓缓地说出了三个字 雷欢喜 雷欢喜 亚德里恩明显也没有想到 雷欢喜这个时候来这里做什么 所以 当雷欢喜走进办公室的时候 这两个人还是没能够反应过来 哈 金言 正好路过这里 来看看你 一进办公室 雷欢喜就笑着说道 欢迎欢迎 欢喜哥 朱金言很快也在脸上堆上了笑容 欢喜哥可是稀客呀 平时想请还请不到呢 今天一定要在这里吃饭 成成肯定 雷欢喜 也不要人请 自己就坐了下来 金言啊 亚德里恩先生 老实说 我今天是无事不当三宝店 我今天是向你们借钱来的 借钱 朱金言和亚德里恩 互相看了一眼 面面相去 自己没有听错吧 雷欢喜居然跑这里向他们借钱 他是怎么想的呀 难道他不知道 朱金言和亚德里恩 只要一有机会 就会整死他吗 账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朱金言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也许这又是雷欢喜的一个圈套 欢喜哥 你要借钱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吗 说吧 你要借多少 一个亿 雷欢喜一张嘴 就说出了这个数字 朱金言和亚德里恩 无语了 彻底的无语了 一个亿 他居然要一个亿 欢喜哥 朱金言苦笑了一声 您这是在狮子大开口啊 是 我有钱 亚德里恩先生 可以调用的资金 也很充足 但这毕竟是一个亿啊 我们关系再好 也不能你一开口 就借给你吧 亚德里恩 同样也表现得非常谨慎 雷欢喜先生 您需要这么一大笔的资金 起码要告诉我们 你是派什么用的呀 唉 我在商业上 遇到了一些很大的困难 需要这笔资金救急 雷欢喜叹了一口气 说道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所以来你们这里碰碰运气 不 雷欢喜先生 你不是来碰运气的 亚德里恩 似乎隐隐地猜到了一些什么 你不是来借钱的 绝不是 你一定还有其他别的什么目的 说吧 把你的真实目的说出来吧 我真的是来借钱的 雷欢喜表现得很有一些无奈 为什么你们就不相信呢 我知道了 我们过去有一些误会 算了 我想你们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愿意借钱给我了 既然雷欢喜 把话都说得那么清楚了 朱敬言和亚德里恩 一时间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回答才好 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说点其他的事吧 雷欢喜第一个打破了沉默的气氛 来之前我估计 你们也不会借钱给我的 所以 我想要卖一点东西给你们 这才是雷欢喜 这次来的真正目的 朱敬言和亚德里恩明白了 卖东西 雷欢喜想卖什么 朱利亚公司 雷欢喜并没有立刻说出 自己要卖的是什么 而是居然转到了这个话题上 打开天窗说亮话 朱利亚公司 其实是红珊瑚资本的 再进一步说 我的公司 已经在泰国 和朱利亚公司展开了竞争 而且我确信 我有能力打败朱利亚公司 忽然说到了朱利亚公司 朱敬言和亚德里恩 立刻警惕起来 没有错 现在的朱利亚公司 依然还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但是 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呢 缺少了方寸养殖基地的支持 无论在质量上 还是价格上 朱利亚公司 很快就会被方寸公司击败的 这一点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 但谁都没有解决的办法 人工大规模养殖 海马海归黑魔虾 毕竟是一个巨大的 无法跨过的坎 现在雷欢喜 提到了这件事 是个什么意思 人工养殖 雷欢喜笑了笑 我拥有一个 你们无法企及的巨大优势 那就是 我掌握了人工养殖 海马海魁黑魔虾的办法 朱利亚公司 靠人工补捞 不光成本巨大 而且质量参差不齐 而反观人工养殖 不但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成本 质量同样也能够得到保证 这一点 你们承不承认 朱静岩和亚德里恩 根本就无法否认 雷欢喜唯一能够跟 朱利亚公司抗衡的 就只有这个武器 可是偏偏 就凭借着这把武器 它已经让自己 立于不败之地了 包括朱利亚公司 和红珊瑚资本在内 都斥巨资 想要寻求解决 这一难题的钥匙 但是不管在国内 还是在国外 它们都无一例外地 遭到了失败 方寸公司 是全世界 唯一能够解决 这一难题的公司 方寸公司在未来 不光能够占领泰国市场 而且还能够占领 整个东南亚市场 雷欢喜的话里 充满了自信 我们也许会用最简单 最直接 最粗暴的办法 打一场惨烈的价格战 我们不在乎 我们庞大的养殖基地 源源不断地充足货源 能够支撑我们 打赢这场战争 也许时间耗费的 会长一些 但最终的胜利者 我保证 一定是我们 朱进言和亚德里恩 继续沉默在那里 他们承认 雷欢喜说的每一句话 雷欢喜淡淡地笑了一下 但我现在 资金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而且泰国东南亚 目前也不是我们的主战场 所以 我准备把人工养殖 海马海葵黑魔虾的专利 和所有资料 都转让给你们 什么 朱进言和亚德里恩 同时地惊叫起来 人工养殖 海马海葵黑魔虾的专利 和所有秘密转让吗 对 秘密 绝对是雷欢喜最大的秘密了 一旦他真的愿意转让呢 方寸公司 在这一项目上的所有用事 将会荡然无存 要想把房存公司连根赶出泰国 对于朱利亚公司来说 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可是 雷欢喜 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真的是遇到了资金上的重大困难吗 你们难道这样还要迟疑吗 雷欢喜 看起来对他们的态度 很难理解一样 完整的专利权 以及如何人工养殖的全部资料 你们都可以亲眼看到 都可以亲自实验后 再决定是否购买 如果说到了这个时候 还不心动 那是不可能的 价格呢 亚德里恩试探着问了一声 一个月 我需要这一个月 雷欢喜毫不犹豫的 又一次说出了这个数字 太贵了 先不管这件事情的真假 亚德里恩 已经开始摆出了谈判的姿态 雷欢喜先生 我们先搁置您的真实用意不说 一个亿的价格 真的已经太贵了 一个亿还贵吗 雷欢喜耸了耸肩 说道 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市场有多大 我们更加清楚 垄断这个市场 能带来多大的利润 那是一座金山 是啊 是金山 但本来是我们 已经占领的金山 可惜出现了 你这样的搅局者 亚德里恩 也不再客气什么了 假设 仅仅是假设而已 我们能够 就此事展开谈判 那么 一个亿的价格 我们还是无法接受的 一千万 顶多只能出一千万 再见 雷欢喜站了起来 你这是在打发乞丐 我想我今天来这里 真的是来错了 不过没关系 我还能够把这些 卖给别的公司 比如力量集团 我相信 力量集团 对我们的这个项目 会非常感兴趣 再加上 他们是当地人 在东南亚 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所以 由他们来打败 朱利亚公司 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等等 亚德里恩 叫住了雷欢喜 雷欢喜先生 这不是一件小事 我们需要 好好地讨论一下 可以 雷欢喜 看了一下时间 说道 24小时 我给你们 24小时的考虑时间 过了几个时间 我将拒绝 再跟你们展开 任何形式的谈判 好的 24小时后 我会告诉你 我们的选择 一丝奇怪的笑意 从雷欢喜的嘴角掠过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朱镜言 怎么都不相信这一点 就如同他 从来就没有相信过 雷欢喜 对他朱家的财产 毫无兴趣一样 雷欢喜肯定有阴谋 肯定有 我们害了他那么多次 他一定在想方设法地 要报复 我的看法 倒未必是这样的 亚德里恩 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雷欢喜的公司 对我们而言 只是一家小公司而已 小公司 最欠缺的是什么 资金 它要面临 来自于我们的挑战 现在 还要面临 来自杭与来的挑战 这些都需要很多的资金 能够快速让他获得现金 而又不会损伤他固有体系的是什么 只有他的人工养殖秘密 他在那里停顿了一下 然后继续说道 如果他要继续跟朱利亚公司展开竞争 虽然他拥有很大的优势 但依然要投入巨资 甚至是他无法承受的强大的资金压力 而要在惨烈的价格竞争战结束后 产生利益上的回报 重新走上正轨 还需要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认为他是有可能将他的秘密变现的 在整个市场上 除了我们有需要 以及有能力外 他还能够找到谁迅速地接手呢 听到这里 朱进言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 他不得不承认 亚德里恩分析的很有道理 但他心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好像不妥 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朱 亚德里恩特别地强调了这一点 绝不能让他的这个秘密 落到利朗集团的手上 相比于我们在东南亚的利益 利朗集团虽然是我们曾经的合作伙伴 但他带给我们的威胁 要比方寸公司来得大的多了 你设想 假如利朗集团 在得到这个秘密后 也进入海马海魁黑魔虾的市场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朱进言沉默了一会儿 你说的都很有道理 亚德里恩先生 但是万一雷欢喜的这个建议里 隐藏着什么阴谱呢 科学 朱 你相信科学吗 亚德里恩却忽然问出了这个问题 朱进言一正说道 当然相信 我也相信 很多人都相信 亚德里恩充满着信心的说道 你可以有阴谋 可以有陷阱 但是 任何的阴谋陷阱 在科学面前 都将无所遁形 我们将组建起最优秀的科学团队 对雷欢喜提供的养殖秘密 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 在确定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以后 我们才会进行后续的交易 当然 价格 绝对不会是雷欢喜所说的一个亿 好 到了这个地步 朱进言也不用去多想什么了 那么我们就让 朱利亚公司的研究团队 立刻飞抵云洞 如果速度够快的话 明天下午 就应该能够到达了 科学 任何的阴谋 在科学的面前 都将无所遁形 朱进言确定 亚德里恩先生 所说的这一点 不过 有些事情 在有些人身上 却是根本 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 大哥 你去哪了 刚回到方寸公司 财生认为方寸旅游公司副总经理的维斯特 立刻赢了上来 我到处在找你 我去朱进言那里了 雷欢喜顺口回答了一句 啊 维斯特 维斯特 瞪大了眼睛 朱进言那里 大哥 你去朱进言那里做什么呀 谈生意啊 谈生意 维斯特 觉得更加的不可思议了 你跟朱进言谈什么生意啊 这家伙这么坏 总是想着害你 为什么不能谈 为什么不能谈啊 雷欢喜振振有词地说道 有钱赚 我为什么不能谈 维斯特想了好半天都没有想通 可还是有些不甘心 你跟他谈什么生意啊 我准备把人工养殖 海马海葵黑魔虾的秘密 卖给他们 维斯特 嘴张得老大老大 他完全被雷欢喜给震惊了 过了好久 他猛地大叫一声 来人呐 我大哥发疯了 叫什么叫啊 雷欢喜赶紧拉住了他 我怎么就发疯了 你还不是发疯啊 维斯特看起来 真的被雷欢喜给气到了 你现在正派多姆 在泰国开拓市场 他们在前线 打得如火如荼 你倒好 在后方 直接把他们给卖了 大哥 我们有人工养殖的配方 那可是我们最大的武器啊 朱金言他们 早就垂涎欲地了 现在 你居然双手 把我们最厉害的武器 送给敌人了 不是送 是卖 雷欢喜特别认真的纠正了一下 维斯特无语了 大哥发疯了 大哥绝对是发疯了 难道他不知道 这个配方的价值吗 就算出再多的钱 也绝对不能卖啊 也许现在 大哥资金上 的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但是困难再大 也不能通敌不是 反正维斯特 就认为自己大哥的行径 绝对是在通敌 维斯特 如果有一天 你有一笔大生意 但非要跟你爸爸做 你做不做 啊 对了 雷欢喜说到这里 还特别强调了一下 这笔生意 可是能让你赚 很大很大的一笔钱 不做 赚多少钱 我都不做 维斯特 想都不想 便这么回答道 我死 都不会跟那个人 做生意的 雷欢喜 喜欢维斯特 特别特别的喜欢 他对待维斯特 真的觉得 就好像是在那里 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 为什么不做呢 你现在是有一笔基金 可是 你还是无法跟你的 呃 杭宇来相提并论 你现在最重要 做的是什么 壮大自己 只有把自己先壮大了 才能够打败你的敌人 维斯特 是个很聪明的家伙 雷欢喜的这话 让他若有所思 他长到那么大的梦想 就是要打败自己的 不是 那个人 为自己的妈妈报仇 可是 杭宇来 对于目前的自己来说 实在是太强大了 如果真的出现大哥说的那种情况 自己会跟杭宇来合作 然后壮大自己 再找机会 打败杭宇来吗 维斯特 雷欢喜这时候 勾住了维斯特的肩膀 贼脚带着一丝坏笑 让大哥来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啊 有很多事情 跟表面上看起来的不一样 你就慢慢的耐心等着吧 本来 本来维斯特 已经有些明白了 可大哥刚才的那些话 却反而让他又有些糊涂了 成了 你很快就会知道 我想做什么了 雷欢喜松开了维斯特 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 哦 这有事找你 维斯特这才想起来 自己找大哥的目的 一个是我的一千万美金的投资 已经到公司账上了 而且我通过我在国外的关系 找了一些有钱人家的富二代 一起来投资 他们手里有钱 行 雷欢喜想了一会儿才说道 你可以去试试 但有两点 必须要记住 一是他们投资额度 必须设置一个上限 我们是对外募集股份 不是给自己找爹的 还有 他们不必参与公司的日常运营 只管收钱就是了 参与管理的人越多 越容易出现混乱 知道了 还有什么事 雷欢喜一问出来 维斯特立刻接口说道 还有就是 我想召集几个旅游景点的负责人 一起开个会 在维斯特看来 方寸旅游公司 现在下辖仙女山 大燕湖 大岩洞 岸上渔村 几个旅游景点 每个景点各管自己的一摊 除了仙女山和大燕湖之间 又频繁的来往外 其他的景点 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 比如 岸上渔村 开业的时间也不短了 基本上靠的 都是城里来吃新鲜 农产业的客人 相反 旅游景点 来的客人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 岸上渔村 主要是雷欢喜的妈妈 梁宇丹的环海集团 投资的 方寸公司 只占其中 很小的一小部分股份 所以 公司上下 对于开发岸上渔村的性质 并不是特别的高 维斯特 亲自去过岸上渔村 在他看来 价格定的略高了一些 这也是无法对游客和旅游团 造成吸引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岸上渔村 完全可以进一步的开发 维斯特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那里的渔客家勤的质量 绝对没得说的 价格主要是制约因素 客人少 岸上渔村 迫于压力 不能不在高价上挺住 这又反过来 限制了大部分的普通客人 于是就造成了恶性循环 可是我们完全 可以跟淮海集团协商 加大我们的分成比例 降低他们的价格 增加我们彼此之间的沟通 我们来负责帮他们引入客源 迅速的把岸上渔村给攀活 好 就怎么办 雷欢喜大喜过望 淮海集团那里我去谈 你做好你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真的没有想到 维斯特在这个位置上 才上任多久 居然已经找到了那么多的问题 而且还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看来自己用这个家伙 绝对是用对了 雷欢喜忽然想到一件好玩的事情 在方寸旅游公司里 身为总经理的红哥 更大的意义上是精神领袖 因为他资格老 人缘好 但要说到真正管事的 恐怕还是要维斯特 自己算不算是一不小心 捡到了一块宝呢 雷欢喜想着想着 都要笑了出来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问候一下 这次儿子一回到家 梁雨丹立刻放下了 手里所有的事 跑到了菜市场 买了一大堆的菜回来 等到菜 基本上都做好了 这才看到乔远藩 悠哉悠哉地回来了 嘿 这老爷子现在 过得可真逍遥啊 宝贝儿子回来了 看到自己的儿子 看到自己的儿子回家了 乔远藩眼睛一亮 赶紧对着梁雨丹叫了起来 快 快拿一瓶酒出来 我得陪着咱儿子 好好的喝一顿 这老爷子 这老爷子感情不是真欢迎我回家 是把我当成找借口喝酒的工具了呀 好 喝酒 反正只要儿子在家 梁雨丹一切的原则都没有了 爽快地拿出一瓶酒 放到了饭桌上 和妻子复合以后 乔远藩过得什么都满意 就喝酒这一项 让他苦不堪言 平时梁雨丹是一口酒都不让自己喝 你少倒点 看到自己的丈夫 把酒杯倒得满得 再也倒不进一滴酒了 梁雨丹责怪地说了一声 儿子现在难得回来一趟 能不多喝点吗 乔远藩贪婪地喝了一大口 咽了下去 回味无穷地 咋巴着嘴 老爷子 这是憋了多久啊 说吧 回来什么事啊 乔远藩问道 啊 雷欢喜一正 没事 就是回来看看你们 你别跟我来这套 乔远藩 可算是一眼就看穿了自己的儿子 我是蓝痴 可不是真的老年痴呆 就你 平时影子都看不到一个 现在会忽然那么好心地回来看我们 雷欢喜黑黑地笑了出来 要不说 姜还是老的辣 自己肚子里赚的这些小酒酒 可算是被老爷子一下就看出来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反正也遮瞒不下去了 雷欢喜干脆说道 妈 你投资的那个岸上渔村 现在怎么不死不活的呀 说到那个岸上渔村 对于环海集团来说 也并不是什么大的投资 当初投资 有一大半的原因 倒是因为雷欢喜 投资以后 环海集团 除了派出一名经理 协助老孙管理外 也就基本上不怎么过问了 甚至连环海集团的年会 都居然忘记 邀请岸上渔村参加了 也可以看出来 环海集团 对于这个项目的不重视 怎么 惦记上我的岸上渔村了呀 梁雨丹 也看出了自己儿子的心思 你要喜欢就拿去吧 反正那里离仙桃村近 而且梨花村跟你的关系 也相当的好 别呀 我又不是来向你 拿岸上渔村的 雷欢喜 赶紧为自己分辨一下 我有一个想法 他很快的 就把维斯特的设想 全部说了出来 嗯 这个办法好 梁雨丹一听 就点头答应下来 本来岸上渔村 也是半死不活的 如果能够在你的手里 起死回生 那是最好不过了 这样吧 欢喜 你去做 想怎么做都可以 至于利润分成 大家对办吧 本来按照他的意思 就算利润 别忘记 喝了几口 喝了几口 再说话的时候 声音里 可就带着几分醉意了 欢喜啊 你现在 跟猪家的关系 怎么样了 就这样啊 没欢喜 吃了一口菜 爸 你问的是猪进言吧 反正 是我看他不顺眼 他看我也不顺眼 大家都想着 怎么搞死对方呗 梁雨丹 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这傻儿子 哪有这么说话的 你儿子可不傻 乔远翻 反而帮着自己儿子 说起话来 他们现在之间 不就是这个关系吗 谁要找到一个 能够弄死对方的机会 是绝对不会放手的 对了 我刚准备跟猪进言 谈一笔生意 没欢喜 顺口的一句话 却让乔远翻和梁雨丹 吃惊不已 做生意 刚才还在那里说着 要弄死彼此 现在 居然准备合作 做生意了 雷欢喜简单的 把事情的大概 说了一遍 自信上遇到困难了呀 一听这事 梁雨丹心急火燎地说道 妈妈来帮你想办法 你急什么 乔远翻笑着摇头 打断了自己妻子的话 根据我的分析 以你儿子的脾气 他十有八九 不是在动什么好脑筋 要不然 那么珍贵的配方 他舍得让出去吗 我想想啊 我想想 乔远翻 皱着眉头 在那里想了半天 可实在也想不出来 雷欢喜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根本没有理由 也说不通啊 欢喜啊 跟我说说 你在动什么鬼脑筋呢 乔远翻 实在忍不住 问了一声 爸 你怎么这么看我呀 雷欢喜 一脸的委屈 我是存心想跟朱金言做生意 搞好两家关系 要不然 将来朱国旭不答应 我们的婚事怎么办 我这不是想早点跟安妮结婚 想让你们早点抱孙子吗 实距离没一句真话 不过 你跟安妮 是可以早点结婚了 乔远翻 也懒得追问下去 不过 抱孙子这一点 可是他最感兴趣 也是他最开心的事了 欢喜啊 其实朱金言 无足轻重 嗯 这次连雷欢喜都奇怪了 朱金言还无足轻重 他身后 可是有着军城集团 和红珊瑚资本撑腰的呀 再加上 这个人的心机 又那么深 上次还差点让自己倾家荡产了呀 我不是夸自己儿子 也不是贬低别人的儿子 乔远翻 很难得的这么说话 我总是认为啊 一个人 如果整天把心思 放在了怎么害别人身上 这个人 绝对成不了什么大事 一个海洋馆的较量上 已经能够看出来了 多姆 那么好的一个职业经理人呢 就因为一次失败 不但把别人赶走了 还居然把人家给打了一顿 这不是等于把多姆 送给了欢喜 让多姆 死心塌地的 帮曾经的竞争对手 做事吗 雷欢喜跟梁雨丹 都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是啊 朱继颜在这件事情上 做得的确太糊涂了 算了 不说这个人了 乔远翻的话 也点到为止 跟你说说 你刚收的那个小弟 杭木白 维斯特吧 维斯特 老爷子居然还知道 维斯特的事情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呀 一般说到自己 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乔远翻 总是会推到自己 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维斯特母亲的事 还真的不能怪她的父亲呢 咦 为什么 当初可是杭雨来 抛弃了曾经对她 有过极大帮助的妻子啊 维斯特的母亲 叫荣美军 香港人 和杭雨来生下儿子 杭木白后 因为产后忧郁症 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 而得了间歇性精神病 乔远翻 这话一说出来 就非常的惊人 这是一种 带有暴力倾向的 间歇性精神病 而且在发病期间 病人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做了一些什么 每次杭雨来一回家 总会看到自己儿子 身上带着伤痕 问起妻子 妻子也无法说出原因 后来 她不顾熊美军的反对 聘请了保姆 结果从保姆嘴里 知道了真相 每次 妻子一发病 就会失去理智 不但折磨刺激 连刚出生的孩子 也一起伤害了 杭雨来 不想伤害自己的孩子 更加不想伤害 曾经给予她 无数帮助的妻子 所以 一直都隐瞒着 这个秘密 只是又聘请了 两个安保 在妻子发病的时候 控制住妻子 等到病情稳定下来 再放了她 这秘密 居然一直保持了 很长时间 直到熊美军 自己产生怀疑为止 两个安保 总是对自己寸步不离 谁都会生一心的 熊美军 偷偷地在家里 安装了摄像头 然后 所有的真相 她都知道了 她很平静 跟丈夫摊牌了 她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 会再次对儿子 造成伤害 所以 很坚决地 要求跟杭宇来离婚 不管杭宇来 怎么恳求 都不答应 她只有一个要求 请求自己的丈夫 保守这个秘密 她不愿意 让自己的孩子 长大以后 知道她的妈妈 是个精神病人 杭宇来最终 被逼无奈 同意离婚了 但她扮演了一个 父亲人的角色 她让全天下的人 都以为是自己 背叛了妻子 并且想方设法 让法官 判给了妻子 一大笔财产 杭宇来后来的妻子 何必连 其实是熊美军的好闺蜜 完全知道这件事 也一直帮助杭宇来 保护着这个秘密 不管维斯特 如何误会自己的父亲 不管外人 如何嘲讽 抛弃 结发妻子的杭宇来 一直到熊美军去世 这个秘密 也从来没有被公开过 每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都在尽可能地 保守这个秘密 雷欢喜被这个故事惊呆了 真相居然是这样的 杭宇来 居然是这样 重情重义的人 那不管是自己 还是维斯特 都误解了他 这对于一对父子来说 也是最大最大的悲剧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大家好 现在是2019年 5月10日的凌晨 12点18分 我刚刚结束了 我在喜马拉雅 直播的半个多小时 但是心里依旧 无法平静 今天又是疯狂的一次直播呀 天呐 我一个多月没有直播 今天 君哥又给了我 一个大大的惊喜 让我看到了 只能在别人家里 看到的告白气球 而且还有一个流星语 还有皇冠 真的 我发现 我特别喜欢看这些特效 不是贪心啊 就是喜欢看 还是那句话 君哥谢谢你 我觉得这个谢字 用于我对君哥而言 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怎么办呢 反正心里收获的 是满满的感动 可是这些话 如果对他说 他一定会简短的说 哎呀 没关系的啦 我都能够猜到 所以就在这里 再一次表达我的感谢 因为在这里说 差不多会保留一辈子的呀 我刚才对君哥说 我要是天天都这样收礼物 会不会收到手软呢 君哥对我说 你想多了 哎呀 难道我就不能美梦成真吗 那么今天还要感谢 听了一遍又一遍 花落花开 吉祥物 死神哥 自由自在 哦对了 还有小明明 没有去我的直播间 都直接给我打赏 表示感谢 还有好多老朋友 新朋友 今天都来了 大家帮我赢了七八次PK呢 我觉得真的是很疯狂的一天 而且我的两本新书即将录制 我在直播间里 临时请到了两位小耳朵 帮我录制几句话 我想说 虽然我是一个小主播 名不见经传 但是我的小耳朵 我的听友们 他们真是我的家人 太给力了 他们没有学过专门的配音 但是努力地尽力地帮我的忙 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他们就为我录制好了 我真的很感动 可能他们配的音 不是最好的 但是在我心里 是最珍贵的 感谢日韩天下 和自由自在 你们不仅来到我的直播间捧场 甚至还帮了我的大忙 我的两本新书 五尊天下 龙头兵王混都市 第一级的片头男生 就是这两位听友的声音了 谢谢你们 那么接下来 就先播放一下 他们俩昨天 为我录制的三句话 没有加配乐什么的 就是让大家熟悉一下 先听为快 等那两本新书上架 就欢迎大家收听了 那么第一句和第三句是日韩天下录的 第二句是自由自在录的 请大家收听 再次感谢日韩天下和自由自在 这个野种 就知道无端的事 我早就说过嘛 这种人放在游家 就是个祸 怎么能让这种人做事呢 难道我们游家就没有奴才了吗 哎呀 都快到凌晨一点了 我先睡觉了 今天爆发 来个十更 我给不给力啊 希望大家 点赞 评论 分享 送礼物啊 拜拜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众议的汉子 而维斯特 也误会了自己的父亲那么多年 我这就去跟维斯特说 急什么 雷欢喜的话刚一说出来 乔远帆就打断了他的话 如果要说的话 杭宇来早就会说了 用不着保守那么多年的秘密 你想想 在维斯特的心目中 自己的母亲也许不漂亮 但一定是温柔的 善良的 而且这个信念 在他的心里保持了那么多年 一旦这个信念彻底破灭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 是啊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梅斯特 甚至会崩溃的 让他自己去慢慢地知道真相吧 总有一天 他会知道的 唉 乔远帆轻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不过 我必须要警告你 杭宇来这个人 虽然重情重义 但在做生意上 他却从来不讲情面 不但不讲情面 而且非常凶残 对于竞争对手 只要被他抓住机会 就会不顾一切地 把你往死里整 雷欢喜很快就重视起来 杭宇来说过 要在自己饭店的对面 再开一家饭店的 那自己就变成了他的竞争者 这是赶尽杀绝吗 嘿嘿 雷欢喜反而觉得好笑起来 老子要对自己赶尽杀绝 儿子呢 儿子现在可正在帮着自己呢 怕什么 了不起再打一仗也就是了 成了 杭宇来的事情说完了 再跟你说说 我从卢卡斯那里知道的事情吧 乔远帆话锋一转 老爹呀 你什么时候 又跟卢卡斯联系过了呀 您老这一整天一整天地在外面 变成包打亭了呀 你知道 红珊瑚资本 是全力帮助朱进岩 占领整个云东市场的 你无非 就是他们扩张道路上的 一颗小小的绊脚石而已 乔远帆 也没有去管自己的儿子 自顾自地说道 朱进岩 想要对付你 他身上 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所以亚德里恩 也就顺手 帮了他一把而已 否则 以你跟 红珊瑚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 亚德里恩 只要一挥手 就能够灭了你 再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话 亚德里恩 根本就没有在乎过你 甚至 你连他的敌人 都配不上 好吧好吧 尽管这话 听起来有些难听 但仔细想想 其实也是这样的 亚德里恩和他所代表的 红珊瑚资本 现在最急需解决的 无非是江胜利的西海集团而已 至于自己 自己在他们眼里 算得了什么呀 亚德里恩 只是因为有求于朱进岩 目前在陪着朱进岩 瞎胡闹罢了 当解决了西海集团 红珊瑚资本 下一个会解决谁呢 乔远藩提出这个问题以后 雷欢喜想了一下 脱口而出 军城集团 乔远藩 嘴角露出了一丝赞许的微笑 对 军城集团 云东市的两个龙头企业 就是军城集团 和西海集团 雷欢喜 好像得了魔症一样 在那里自言自语 想要控制云东的经济 肯定要先控制好 这两个龙头企业 到了那个时候 成为小小斑脚石的 就不是我 而是朱进岩了 亚德里恩 会像扔一只破麻袋一样 把它扔掉的 朱进岩这个 看起来聪明的白痴啊 他以为自己不可一失 其实他的命运 跟自己一样 都是亚德里恩 和红珊瑚资本 必须除掉的 不 他的命运 会更加的倒霉 因为自己 和自己的方寸公司 根本就没有 在红珊瑚资本的眼睛里 对于他们来说 方寸公司 只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小虾米而已 而军城集团 才是一条大鱼呀 他会答应的 他一定会答应的 雷欢喜大叫了出来 谁会答应啊 乔远帆和梁雨丹 都被自己儿子的样子 吓了一跳 亚德里恩 亚德里恩 一定会答应 收购我 人工养殖的配方 雷欢喜脸上 写满了兴奋 西海集团危在旦夕 红珊瑚资本 我猜现在 已经把目光 盯到了军城集团上 军城集团 最大的破绽是什么 朱进言 就是朱进言 总以为天下第一的朱进言 他其实 被这些资本大恶 早就掌控在手里了 亚德里恩 肯定会竭力唆使他 买下我的配方 但不会动用到 红珊瑚资本的一分钱 乔远帆笑了 这次 是真的开心的笑了 他会让朱进言 想方设法的 去筹措这笔巨资 哪怕朱利亚公司 是红珊瑚资本旗下的 最终 在朱进言 一心想打击你的 心理作祟下 将变成朱进言 会去想办法 解决这笔资金 无论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 红珊瑚资本 都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没欢喜 变得兴奋无比 居然脱口而出 所以哪怕亚德里恩 看出我这个是个陷阱 也不会告诉朱进言的 卧槽 太激动了 怎么把这话都说出来了 梁宇丹忍俊不禁 欢喜 你终于承认 你要卖配方 是个陷阱了 是 就是一个陷阱 雷欢喜 反正现在 是死猪不怕热水烫了 那次 他们让我挑了一个陷阱 我差点被朱进言给弄死 这次 我不过是还他一次而已 再说了 这也许是我控制 整个东南亚 海马海魁黑魔虾的 最好的一次机会 老实说 即便像乔远藩这样的人 也想不出 这个陷阱 到底里面藏着什么机关 自己的儿子 又到底 怎么去控制 整个东南亚的市场呢 没道理呀 配方都卖了 朱进言肯定会仔细检查的 尤其是在 跟雷欢喜做生意的情况下 雷欢喜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骗过朱进言呢 算了算了 自己年纪大了 恐怕思维已经跟不上年轻人了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乔远藩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思路 第一 及时地通知朱国旭 让他对此有所提防 第二 坐山观胡斗 直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起码 西海集团和军城集团 到目前为止 还是帮你遮风党雨的两座大山 没关系沉默了 爸爸的意思 他能够明白 就算红珊瑚资本 能够解决掉西海集团和军城集团 也肯定会大费手脚的 而趁着这个机会 自己可以尽快地发展自己 但是问题来了 就算自己发展得再快 达到了西海集团 或者军城集团这样的级别 一旦面对来自红珊瑚资本的进攻 又能够有什么抵御的办法呢 更别说 站在红珊瑚资本身后 真正的幕后老板 自己的爸爸和卢卡斯 曾经多次提及过的钻石联盟了 我就算说了 朱国旭会听吗 哼 雷欢喜苦笑了一声 他不会相信我的 他知道他的儿子朱进言有问题 但归根究底 他们还是父子 可坐山观虎斗 等到红珊瑚资本腾出手了 一顺手就能够把我给灭了 总会有办法的 是吗 乔远帆淡淡地笑着 总是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电影电视里面 总是在那里演 主角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 总是能够有救星出现的 那是电影电视啊 雷欢喜有些哭笑不得 他是真的实在想不出 有什么办法对付钻石联盟 这样可怕的庞然大物 先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反正现在红珊瑚资本 都没拿正眼看你 更加不用说那个 什么钻石联盟了 乔远帆安慰着自己 略有一些沮丧的儿子 说道 反正传道桥头自然值是不是 是啊 可不就是这么说的 传道桥头自然值 就算将来 红珊瑚资本 真的准备对付自己 自己真的被他们给灭了 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自己了不起 再回到仙桃村 种桃子养鱼去 了不起 再从一无所有 从头做起 一想通了这一点 雷欢喜立刻 又变得嬉皮笑脸起来 爸 你知道的事情挺多呀 老实说 你是不是有个什么情报网 有的话别客气 大家一起分享下嘛 一边去 我哪有什么情报网 你叠战片看多了呀 对于自己这个 很有一些无赖的儿子 乔远帆也是哭笑不得 我就是喜欢养兰花 那个时候 通过养兰花 认识了很多人 现在我也不做什么 慢慢地跟他们恢复了联系 听到的事情也就多了一些 雷欢喜可是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的家伙 对了爸 你肯定认识不少大老板吧 给我介绍几个呗 最好是能够跟什么 红珊瑚资本呢 钻石联盟啊 那么有钱的 我也可以跟他们凑凑近会儿 将来也可以帮我 对不对 滚滚 我到哪里认识 这样的老板呢 乔远帆那样子 简直恨不得把自己的儿子 给轰出去 我要真认识那么多的大老板 还不早就自己做生意去了呀 赶紧地给我吃 吃完了赶紧地给我滚蛋 咱们是不是亲父子啊 不认识就不认识呗 还动不动就让自己亲生儿子滚蛋的 没欢喜嘀咕了几声 可是此时 她的心情不错 匆匆地喝完了酒 扒了几口饭 站了起来 得了 君要陈死 陈不得不死 老子要儿子滚蛋 儿子不得不滚蛋 妈 我走了啊 哎 路上小心点啊 梁雨丹那样子 可是有些恋恋不舍的 知道了 我滚了我滚了 你们老夫妻俩 安心地给我过二人世界吧 什么时候再给我弄个弟弟出来啊 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 梁雨丹笑骂着追了出去 可是我们的欢喜哥 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还有什么是比打击到雷欢喜更能够让他开心的呢 而且 亚德里恩先生也已经跟他分析过了 雷欢喜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难题 必须要靠变卖自己的秘密度过难关 而且在真实性上也绝对经得起检验的 所以他跟亚德里恩一起出现在方寸公司雷欢喜的办公室里 静言 亚德里恩先生 你们来了 雷欢喜显得非常的热情 亲自把他们迎了进来 给他们倒了茶 我们都那么熟了 也就不用拐弯抹角了 我说的事情 你们考虑好了没有 考虑好了 朱静言本来就不想跟雷欢喜多废话 欢喜哥 你说你有难处了 我不帮你 谁帮你 不过 我有两个条件 你可得答应了才行 你说你说 雷欢喜一叠声地说道 第一 人工养殖的配方 必须由专门的科研团队进行考证 朱静言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朱利亚公司的科研团队已经非常成熟了 我们昨天就让他们立刻恢复运动 估计晚上就能够到达了 没有问题 雷欢喜一口就答应下来 这点肯定要有的 不可能我说这个配方有用就有用 不过这也是不能是单方面的 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说句不好听的话 万一这配方明明是有用的 你们也掌握了 结果说我的配方没有用 怎么办 朱静言和亚德里恩相视一笑 雷欢喜是越来越奸华了 雷欢喜随即自己就提出了解决方案 除了朱利亚的团队以外 我们还将在云东市聘请独立科研机构 我也已经选好了 云东市科技研究中心 史中通教授的研究团队 同时必须在公正处签署下合同 一旦证明我的配方是有用的 转让协议必须立刻生效 嗯 这个可以有 朱静言和亚德里恩 很快就答应了雷欢喜的这个要求 史中通教授 是在国内赫赫有名的自然研究 动植物研究专家 而且以坚持科学的公正性著称 据说他这一生 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单位的痴情 甚至都有些不近人情了 有他的研究团队在 双方完全都可以放心了 这一点双方达成了一致 朱静言紧接着就提出了自己的第二个条件 欢喜哥 一个亿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范围 那你准备出多少 雷欢喜眯起了眼睛 一千万 再见 欢迎下次光临 雷欢喜想都不想的便说道 等等 亚德里恩知道是时候自己充当调节者了 雷欢喜先生 价格我们完全可以继续商量 但一个亿的价格 的确很难让人接受 我觉得你有必要做出一些让步 你们知道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吗 雷欢喜笑了笑 整个东南亚市场 全世界的市场 一旦解决了人工养殖的问题 将为朱利亚公司一年节约下来数千万的人工补捞费用 而且产量也可以增加数倍 这两样算下来 按照我的估计 第一年 你们的成本就可以收回来了 这样吧 我做一个让步 九千九百万 我转让给你们了 朱进言和亚德里恩 啼笑皆非 九千九百万 这也算是让步 一百万呢 整整一百万 我们的欢喜哥 瞪大了眼睛 你们知道这一百万 可以做什么吗 我老实告诉你们 就这一百万的让步 已经够让我心疼半年的了 一千五百万 绝对不能再多了 毫无疑问 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谈判 据方寸公司的人说 他们经过雷欢喜办公室的时候 从里面听到了激烈的争吵声 吃中饭的时间都过去了 鸡肠碌碌的三个人 终于达成了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价格 六千三百一十一万 一个继续让人啼笑劫废的数字 对于雷欢喜来说 能够多挣回来一万也是好的 而这还有另外一层意义 这是雷欢喜卖出去的第一份专利 巨额专利 加入新未来科技研究所的全部成果 都能够转换成商业利益 那将是多么广阔 多么让人期待的市场啊 而对于朱进言和亚德里恩来说 却是足以让他们欣喜若狂的 六千万的数字很庞大 但是完全值得 朱利亚公司将成为这个市场上唯一的霸主 每年的产量都将成倍的增长 同时节约了大量的人口捕捞费用 这样 你们先去吃点东西吧 都一点了 雷欢喜看了一下时间 三点 我们约好各自的律师 在云东市第一公正处碰头 签署下合同 欢喜哥 这里可是住南镇 是你的办公室啊 朱进言瞪大了眼睛 我们好歹是客人 你们都不请我们吃顿饭吗 我都亏了快三千万了 还要我请你们吃饭 雷欢喜觉得这个要求 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要请 也是你们请我吧 算了算了 咱们也别请来请去的了 各吃各的吧 亚德里恩 算是见识到了雷欢喜的小气了 在镇上 随便找了一家饭店 简单地吃了点东西 上车赶往云东的时候 亚德里恩说道 朱 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 但是我有一个好的建议 这笔资金 由你来出 这算什么好的建议 朱进言皱起了眉头 六千万 对军城集团来说 并不是特别大的数字 但问题是 现在的朱进言 还不是军城集团的当家人 像这样的支出 肯定要得到 朱国序的批准才行 而且 这是朱利亚公司的事情 凭什么要自己掏钱 自己那么卖力地帮忙 无非就是要靠朱利亚公司 痛击雷欢喜而已 你听我把话说完 朱进言的态度 早就在亚德里恩的预料之中 红珊瑚资本 将给予你朱利亚公司 相对应你投资1.5的股份 我想这个方案 你是可以接受的吧 朱进言的眼睛亮了一下 如果真的能够这样的话 那么这6000万 自己完全可以掏 唯一要考虑的问题 只是自己到哪里 去弄这6000万了 什么 你把人工养殖 海马海魁黑墨虾的配方 给卖了 当听到雷欢喜的这话 末胖子的反应 跟韦斯特是完全一样的 你疯了呀 欢喜哥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我们将失去 跟朱利亚公司的竞争力 意味着我们之前 在泰国的一切努力 都白费了 雷欢喜笑了笑 嘿 那又怎么样 我们可以得到 6000万的真金白银呢 6000万 就把你高兴成这个样子了 墨胖子 简直要被气坏了 我们在未来 失去的何止 几个几十个6000万 你 慢着 墨胖子 忽然像是想明白什么 满脸疑惑的盯着雷欢喜 不对 有问题 绝对的有问题 你卖了配方也就算了 可你居然卖给朱进言 欢喜哥 老老实实的坦白 你肚子里打的是什么算盘 我能有什么算盘呢 雷欢喜满脸苦涩 江胜利把新未来卖给了我 我总得想办法筹钱吧 现在除了朱进言那里 我还有什么地方 能够快速地弄到那么多的一笔钱呢 再说了 我都能跟江胜利合作了 为什么不能跟朱进言合作呢 墨胖子叹了一口气 哎 欢喜哥呀 欢喜哥 就你脸上的这个表情 把你就全部出卖了 知不知道 咱也别耽误时间了 爽快地把你的计划说出来 你先进来再说 雷欢喜 把墨胖子拉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贼眉鼠眼地朝外面看了看 小心翼翼地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然后才压低声音 对着墨胖子低声说了好久的话 墨胖子呆呆地听着 那样子看起来 是无论如何都反应不过来 过了好大一会儿 才依旧用呆呆的表情问道 欢喜哥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这不科学呀 所以我是欢喜哥 你是大胖子 雷欢喜得意洋洋地道 如果真的能够一切 按照你的计划进行 那我们不但解决了一部分的资金问题 而且还算报了上次的一件之仇 墨胖子终于变得兴奋起来 他们上次在海马海葵黑墨下上 让我们摔了一个大跟头 这次我们一样在这上面 让他们也摔一个大跟头 节气了 欢喜哥 这计划要是真的成功了 那可总算是出了我一口恶气了 奥运会结束后就能见分晓了 哼 雷欢喜冷笑了一声 我计算过了 从他们正式开始按照我的配方 进行人工养殖 到投放市场 差不多 正好是一个月的时间 而且这样还有一个好处 我们能够最快速地取代朱利亚公司 在市场上的地位了 莫胖子帮着雷欢喜说了出来 朱利亚公司 嘿嘿 欢喜哥 服了 服了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能够做到的 但这次 我是真的服了 我正式宣布 你现在是我的偶像了 正如莫胖子刚才说的那样 赚到了一大笔钱是一回事 而更加重要的是憋在心里的那口恶气 终于能够吐出来了 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 不管你是什么人 也不管你有多少资产 没欢喜 给他的敌人们 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坑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就等着朱利亚公司代表团的专家团队到了 晚上七点半 飞机才会抵达云东国际机场 而且朱进言和亚德里恩明显已经迫不及待了 专家团队一旦到达 立刻就会跟史中通教授 在他的实验室里完成会合 然后连夜开始实验 实验结果 最晚在三天后就可以出来 至于史中通教授实验室的使用费用 在我们的欢喜歌 欢喜歌一再坚持 一再谦让下 最终由朱进言买单了 能够赚便宜的是 欢喜歌是绝对不会愿意吃亏的 反正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了 朱进言奇怪地发现 雷欢喜手上没有携带任何资料 只是带了一个全密封的箱子 欢喜歌 你的资料呢 朱进言好奇地问了一声 资料 什么资料 雷欢喜那是一脸的茫然 朱进言有些哭笑不得 欢喜歌 我说的是配方的资料 合同我们都在公证处签署好了 难道你还怕我们会抢你的呀 奥运会开幕在即 这事越早结束 越能让你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比赛之中 要不然 我为什么要连夜让他们开始实验呢 啊 这个呀 雷欢喜恍然大悟 这你担心什么呀 等你的专家团队到了 我肯定不会耽误你的事情 成 到了那个时候 看你拿什么出来 朱进言 我肯定不会耽误了 指了指雷欢喜手中的那个箱子 欢喜哥 这里面是什么呀 我的宵夜 雷欢喜一本正经地回答 切 你骗鬼去吧 可有什么办法 雷欢喜十句话里 估计一句真话都没有 雷欢喜先生 这时候 一脸严肃的史中通教授走了进来 是我 史教授 雷欢喜在史中通面前倒是客气得很 史中通是个不善交流的人 直接了当地问道 雷先生 我做动植物研究已经很多年了 在国际上也略有声望 海马海魁黑魔虾的人工养殖难题 包括朱利亚公司在内的很多单位 都找过我 但我始终都没有成功过 后来 我听说你研究成功了 本来想直接去拜访你的 但后来 接到一个美国的学术研究邀请 一直耽搁在那里 这事也就拖了下来 没事 现在不是我们来麻烦你了吗 雷欢喜笑嘻嘻地说道 我很好奇 真的非常非常好奇 史中通教授接口说道 实事求是的说 各种各样的办法 我们都试过了 但都没有取得成功 你有这方面的成功资料 能够让我先过目一下吗 这也是朱进言和亚德里恩 所特别关心的 这有一些麻烦 一会儿您就能够看到了 雷欢喜这次倒不是说的魅心话 而是你让他到哪里去弄这些成功的资料啊 难道把小胖带来告诉他们 这就是我成功的秘诀 你们有什么问题就问他吧 哦 这样啊 那我就再等一会儿 史中通对此也并不在意 反正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大家也是在这里等着 不如到我的实验室里去参观一下吧 求之不得 几个人很快地就进入了史中通的实验室里 这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实验室 面积在一千两百个平方左右 史中通也没有向他们介绍那些价格昂贵的仪器 而是直接把他们带进了一个房间里 在这个房间里的鱼缸中 养着各式各样的鱼 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品种 比如龙鱼 雷欢喜对龙鱼 也算是有一定的经验了 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当中至少有三条身价在百万以上的龙鱼 谁说读书无用的 瞧瞧人家史教授 不就是靠着自己的知识成为了一个大富翁吗 雷先生 我听说你也养过龙鱼 而且养得非常好 史中通带着他们来到那几条龙鱼面前 你看看我的怎么样 史教授 要我说实话还是恭维话 我们做学问的 要听的肯定不是恭维话 雷欢喜也干脆实话实说了 这几条龙鱼都不错 比如这条 这条 还有那条 市场价格 至少在百万以上 但依然不是最顶尖的品种 你要是喜欢的话 改天我送你一条好的 你客气了 这么昂贵的东西 哪有说送就送的 史中通认为雷欢喜是在那里客气 可是 他哪里知道 像这样的龙鱼 雷欢喜是真的 说拿就能拿出来的 不过 他很快就接着说道 这几条龙鱼 是我在做研究的时候累了 养着调节一下 自己的心情情绪的 啊 这次 轮到雷欢喜折舌了 养着调节情绪的 人家根本是养着玩的 可问题是 养着玩都能养出那么好的 那就是真本事了 不像你家欢喜哥 完全靠的 就是小胖的帮忙 福气 真心福气 诶 那是什么鱼 这时候 朱进言 忽然像是发现了新大鹿一样 来到了一口鱼缸前 这里面 游动了一条鱼 外形看起来比较庞大 估计有三十公斤左右的样子 而且长相特别的难看 丑陋 这个嘛 是我研究了十多年的一个课题了 当史中通说出这句话以后 所有人的注意力一下子都被集中起来了 能让史中通教授研究了十多年的课题 那得有多难呢 这是黄语 我这条还算是最小的了 史中通介绍了一下 一般体重在五十公斤到一百公斤 最大的可以达到一千公斤 世界宾微物种 号称活化石 水中大熊猫 这种鱼存活的年龄长 性成熟的年龄非常晚 而幼龄黄鱼的存活率惊人的低 所以已经不光是宾微物种 而且已经被标注为极为物种 史教授这十多年间 一直在从事着保护黄鱼的研究 但是却不是太成功 黄鱼很难发情 偶尔发情后 产下的鱼鱼也不管不问 更有甚者 由于黄鱼是大型食肉性动物 性格异常凶狠冷漠 甚至会吞噬自己产下的鱼鱼 十多年的时间 史教授无数次的失败 研究一直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项目也被暂时搁置起来了 当听到这里的时候 雷欢喜的心里一动 黄鱼很难发情 如果仅仅是这个问题的话 那自己倒是有办法解决的呀 这件事暂时不说得好 幼鱼存活率低 自己或许也可以帮史教授想想办法 在这里 除了龙鱼和黄鱼外 让他们大开眼界的 还有史中通正在研究的杂交鱼 杂交鱼 雷欢喜他们发誓 自己没有听错 大概像这样搞学问的人 总会有异想天开的时候 像普通人 异想天开也就是想想 可是他们一旦有了什么古怪的想法 一定会想方设法的 让其变成现实 史中通就是这样的人 有杂交水道 为什么没有杂交鱼呢 比如他认为 鞭鱼肉质鲜美 药用价值不高 而鲫鱼的药用价值很高 所以他就想着 把鞭鱼和鲫鱼 杂交在一起 让其既味道鲜美 又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雷欢喜跟朱锦炎 互相地看了一眼 他们终于在一件事情上 看法是一致的了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鲫鱼的肉质 也一样的鲜美 你直接去吃鲫鱼不就行了 还弄什么杂交的呀 你们可能认为 我的想法荒唐 史中通 大概是看出了 他们的想法 我跟你们说件事吧 有些对青霉素过敏的人 是绝对不能吃鲫鱼的 要不然就有送命的可能 我就想 能不能让所有的人 都吃上鲫鱼呢 不管他是不是对青霉素过敏 这个价值的研究 也许不算高 但也算是解决了 部分人的困难吧 好吧 科学家的想法 我们是不懂的 只不过 看起来史中通的杂交鱼研究 也遇到了问题 这些杂交出来的鱼 不但要用价值消失了 而且肉质非常难吃 并且存活的时间很短 培养的费用非常高 但是雷欢喜 却更加的佩服了 其实 关于杂交鱼的问题 如果说有人解决了 那就是我们的欢喜哥 然而 欢喜哥解决这一问题 靠的依然是小胖 世界上只有一条神龙 世界上只有一个小胖 是中通没有 他完全靠的是自己 虽然不算是特别的成功 但起码他做到了 而且正在进一步的努力解决 雷欢喜原来想说 我有一点关于杂交鱼的心得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可是一想到 以朱静岩这样的小心眼 没准还会对一会儿 始终通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他也就硬生生地忍了下来 在那里参观了一会儿 朱利亚公司 由总经理杜威廉 亲自带领的专家团 终于到达了始终通的研究室 专家团的团长 同样是在国际上 赫赫有名的麻胜凯教授 欢喜哥 人都到齐了 你的配方也可以拿出来了吧 也没有过多的寒暄 朱静岩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耽误时间了 哦 在这里 雷欢喜拍了拍自己 一直随身携带的那个箱子 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你雷欢喜不是说 那是你带的宵夜吗 难道你准备请这里的人吃宵夜吗 还是你存心在寻我们开心啊 众目睽睽直下 雷欢喜不紧不慢地 打开了自己的这口箱子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一只专门 一只专门用来装鱼的特制箱子 鱼 没错 是鱼 雷欢喜带来的这只箱子里 有着十几条非常古怪的鱼 周静言哭笑不得 欢迎继哥 我们要的是配方的资料不是鱼 我知道你的厨艺好 总不见得你现在就下厨 把这几条鱼做成宵夜 请我们吃吧 你想的倒是美 雷欢喜懒洋洋地说道 这就是我的配方了 什么 这是你的配方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是 这就是我人工养殖 海马海葵黑魔虾的秘密了 雷欢喜笑着说道 石教授 你能认出这是什么鱼吗 始终通 拿起放大镜 走到前面 仔细地看着这几条鱼 差不多有十分钟 屋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 仙女鱼 这是仙女鱼 猛的始终通抬起头来 脱口而出 而且每一个人 都能够从她的声音里 听出了她的难以置信 仙女鱼是什么鱼 跟黄鱼一样 这种仙女鱼 也是水中的活化石了 距今已经有超过两亿年的历史了 世中通 惊奇无比地说道 我们一度以为 仙女鱼 早就已经灭亡了 但是近几年偶有发现 数量非常稀少 没想到啊 居然在这里 看到仙女鱼了 而且还有十几条 雷先生 你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 雷欢喜 黑黑一笑 嘿 我有自己的办法 欢喜哥 朱进言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我承认 仙女鱼非常珍贵 很有价值 但我们 要的是配方 不是什么珍贵的鱼种 杜威廉 却心中一动 以前在解决了海马海葵 黑魔虾 人工养殖的问题后 他曾经问过 是怎么解决的 雷欢喜 曾经含糊地告诉他 靠的是某种鱼类解决的 难道 就是这种仙女鱼 雷欢喜 却没有去理会 朱进言 史教授 仙女鱼有一种 特殊的能力是什么 净化周围水域 甚至增强 同一水域中 鱼类的抵抗力 史中通 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这一来 朱进言和亚德里恩 完全明白了 难道雷欢喜 成功的人工养殖 海马海葵 黑魔虾的秘密 就在这里 朱进言 忍不住苦笑了一声 嗨 欢喜哥 如果真的这个就是你的秘密 那这几条仙女鱼 就是六千万 也未免太贵了吧 贵 你居然说贵 雷欢喜 瞪大了眼睛 说道 这可不是普通的仙女鱼 而是被我特别改良过的仙女鱼 成 就算没有被我改良过 石教授 你跟他们说说吧 如果雷先生 的确是用仙女鱼 来解决人工养殖问题的话 那么我个人认为 六千万 完全不贵 史中通 竟然如此说道 仙女鱼 是雌雄 同体的 他们和刚才的黄鱼 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很难发情 有的鱼 甚至终身 不会发情 并且 在一个固定的水域内 只能有一个 仙女鱼的家族存在 其他的 都会被攻击致死 因此 数量上的极度稀少 让他的实用价值 几乎为零 没有办法 解决仙女鱼的发情问题 没有 大规模的繁殖仙女鱼 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说到这里 他猛的看向了雷欢喜 哎先生 难道 你已经解决了 仙女鱼的发情问题 要知道 一旦这个问题 能够得到解决 那么包括黄鱼在内的 诸多鱼种 发情的问题 也都可以解决了 史教授 麻烦你给我找点 黄鱼吃的东西来 雷欢喜笑嘻嘻地说道 史中通 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但还是很快地 就让助手 拿来了黄鱼吃的食料来 好戏 就要上演了 雷欢喜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外形古怪的果子来 然后在鱼料上挤出了他的汁液 好了 喂给黄鱼吃吧 江信江仪的史中通 把食料投放在鱼缸里 黄鱼吃下了鱼料 剩下的就是要耐心等待了 过了又十来分钟的样子 让史中通振奋期待的一幕发生了 黄鱼 黄鱼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在水中到处乱油乱窜 似乎在焦虑地寻找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 他又开始不断地用自己的身子磨蹭着鱼缸里的假山 天哪 天哪 发情了 黄鱼发情了 黄鱼真的发情了 史中通疯狂地叫了出来 快看哪 黄鱼发情了 黄鱼发情了呀 这叫声中 居然还带着几分哭腔 对于他来说 这比任何事情都更加的有价值 快快 带他出去交配 带他出去交配 史中通一叠声地催促着自己的助手 当助手匆匆地带着黄鱼出去了 史中通一把抓住了雷欢喜的手 李先生 你是怎么做到的 是那个果子吗 那是什么果子 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呀 何止是你 你家欢喜哥 可是唯一发现这种神奇果子的人类呀 这叫欢喜果 雷欢喜坏笑着说道 我叫雷欢喜 它叫欢喜果 嘿嘿 有趣吧 它能让动物迅速地发情 这也正是解决仙女 发情繁殖的最关键的所在 当史中通迫不及待地询问 哪里可以找到这种欢喜果的时候 雷欢喜的回答 却给他兜头 泼下了一盆冷水 只有我有 史教授 只有我那里才有 听到这里 朱进言也算是大致地明白了 欢喜哥 你解决人工繁殖 海马海魁 黑魔虾的秘密 大概这就是全部了吧 几条鱼 几个果子 六千万 你在整个地球上 除了我那里 再给我找个欢喜果看看 雷欢喜回答得一点都不客气 我刚才说了 能够解决好仙女鱼的繁殖问题 六千万 一点都不贵 史中通继续为雷欢喜辩解道 马教授 你认为呢 我赞成史教授的意见 马盛凯很快就接口说道 不管是我们 还是别的研究机构 对如何解决海马海魁 黑魔虾的人工繁殖问题 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了 但我们却没有任何的突破 而雷欢喜先生 却发现了 解决了这一问题的办法 仙女鱼 然后是欢喜果 这些环节 缺少了任何一环 都是无法做到的 六千万 我也认为 这是完全值得的 史中通教授继续说道 这就好像变魔术一样 看起来特别的神秘 可是 当魔术的秘密一旦揭开 你会说 哦 原来不过如此而已 但其实 又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到 魔术师其中的艰辛和努力呢 而雷欢喜先生 在我看来 就是那个最伟大的魔术师了 说完 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好了 现在请你们出去吧 我跟马教授的团队 要开始实验了 实验结果一出来 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 几个人乖乖地退出了研究室 哎 欢喜哥 你可真会做生意 一走出去 朱进言立刻叹息一声 说道 六千万值 我认了 可是我将来 还要向你购买欢喜果吗 你准备出多少钱卖给我呀 雷欢喜笑了一下 说道 嘿 进言 我是那种人吗 欢喜果 已经包括在了本次交易范围内 所有需要的欢喜果 我都会免费送给你 啊 这一点 无论是朱进言 还是亚德里恩 还是杜威廉 都是没有想到的 雷欢喜 居然这么大方的免费送 真的还是假的呀 欢喜果需要的数量 其实并不多 雷欢喜却非常认真地说道 你可以派人 到我种植欢喜果的地方 亲自检验 亲自采摘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欢喜果 对动物有很强的催情效果 对人类也是一样 欢喜哥 可是吃足了欢喜果的苦头的 所以 他严肃地要求 朱利亚公司 必须要派专人 严格控制 欢喜果的使用 绝对不能够流放到市场上 这一点 朱进言这几个人 倒是毫不犹豫地 答应下来 像他们这样的公司 是绝对不会允许 此类事情出现的 要不然 对自己公司的声望 将会造成巨大的打击 甚至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诉讼 谁会傻到 要让这神奇 但却充满了危险的果子 流落到市场上呢 雷先生啊 我们曾经是朋友 但后来 却又成为了竞争对手啊 陆威廉的话里 很有几分感慨 现在 合同都已经签署了 有些话 我也不怕说出来了 当然 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说的 六千万的价格 的确有些低了 从此后 整个市场 都将真正的 彻底的属于 朱利亚公司了 雷欢喜淡淡的一笑 道 我首先要纠正一点 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我从来也不想 跟害我的人当朋友 至于价格吗 我认为六千万足够了 也许将来 我们还会在别的场合 继续竞争下去的 说完 他看向了朱进言 进言 如果证明我的秘密 是可用的 那么我希望你的资金 尽快地打到我的账上 在规定的时间里 我还没有看到我的钱 那我随时都可以取消 这次所签署的合同 到了这个时候 朱进言基本可以确定 雷欢喜的配方 是真的了 嗯 不能算作配方 但起码是切实可行的 虽然他还是没有弄明白 雷欢喜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事情既然进行到这一步 那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欢喜哥 你放心吧 只要最终的实验结果一出来 我第一时间 就会打款给你的 那就行 我先走了 再见 雷欢喜笑了一下 然后快步地离开了这家实验室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奥运会是不怎么重视的 但是 自从他得知 自己将成为奥运会中国棋手的那一刻 心态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他代表的 已经不仅仅只是自己 他代表的 将是一个国家 这份荣誉 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述清楚的 按照何少明的计划 雷欢喜将提前 恢复礼约热内卢 在当地进行适应性的训练 大概是身份 多了一份荣誉感和责任感 雷欢喜居然专门打了一份申请报告 而国家游泳队 也在第一时间 批准了雷欢喜的提前到达计划 只是专门嘱咐了 到当地一定要小心 毕竟 李约热内卢 目前国内的情况 可不怎么太好 这次 不少人都将前往李约热内卢 为雷欢喜加油助威 比如乔远帆 梁宇丹夫妇 比如安妮 莫胖子等等 而他们 都将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到达 这次飞往李约热内卢 我们的欢喜歌 只能是孤身一人先行了 这可不是一次简单的飞行 从云东国际机场出发 要转机到巴黎 然后才能到达李约热内卢 要说 雷欢喜 最害怕的 就是这样漫长的飞行了 那多无聊啊 可是 能有什么办法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 欢喜歌 特意地跑到地下室 去看了一下小胖 这次 小胖可不陪欢喜歌 一起去李约了 这条肥肥的龙 自己待在这里 会不会觉得太孤单了 可看小胖的样子 却很是悠闲自得 终于可以摆脱 这个烦人的家伙了 自由自在的日子 多舒服啊 要不然 欢喜歌这个家伙 今天来烦你 明天来烦你 脑袋都变得三个那么大了 而且 欢喜歌要远行 还有一个好处 总是会给自己 买上一大堆好吃的 你看 这次欢喜歌 是不是把整个超市的 吃的都搬来了 微微 那个就是传说中的 咸鸭蛋吧 拜托 欢喜歌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买什么咸鸭蛋呢 这外面的壳 难道不知道 本身龙要拨起来 会很困难的吗 小胖 明天 我可就要走了呀 欢喜歌 一屁股 坐在了小胖的身边 走好 不送 给你买了那么多吃的 足够坚持到 我回来为止了 再见 欢迎下次光临 哎 你自己乖乖地待在这里 没事 不要出去啊 咦 你不是说要走了吗 怎么还在这里 还有 千万不要给我惹事啊 来个人 麻烦把这个烦人的家伙 给拖出去好不好 欢喜歌 嘀嘀咕咕的 在那里交代着 可是小胖的脑袋都大了 明明说要走了 怎么还在这里呀 本神龙 现在最喜欢的 就是安安静静的 做一条安静的美龙 安安静静的 享受这些美食 至于其他的 本神龙 什么都不想去管 欢喜歌 唠唠叨叨的 在那里说了 一个多小时的话 要交代的 无非都是一些 家长里短的 可再看看小胖的样子 完全就是 爱理不理的呀 你就不理我吧 欢喜歌 说着说着 自己都觉得 没劲了 站起身来 兴兴地走了出去 唉 这个欢喜歌呀 小胖心里叹息了一声 他就不懂了 这个什么奥运会 有什么好参加的 人类还能够有 比他更加快的吗 不 人类根本没有办法 跟这个其实 已经非人类的家伙竞争 你出去 不就是出去玩一趟 然后顺带着 拿几个冠军回来吗 一看到欢喜歌出去了 小胖立刻撕开了 一大包的薯片 整个脑袋 几乎都钻进了薯片里 一大早 欢喜歌 是被安妮急促地 敲门声给吵醒的 这才几点呀 擦 才上午七点 欢喜歌 赶紧地刷牙膝脸去 安妮不容分说地 一把拉起 欢喜歌走了出去 快点 早饭都帮你买好了 下午的飞机呀 大姐 欢喜歌嘟囔着 要多不乐意 就有多不乐意 早餐是白粥荷包蛋 就这还用去买呀 不过 如果发生在安妮身上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这位大小姐 连个鸡蛋都不会炒 早餐刚刚吃完 外面就传来一阵 劈里啪啦的炮掌声 怎么了 今天村子里谁结婚呢 可看安妮一脸的诡异笑容 难道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从打鼓场那里传来的 和安妮一起走了出去 欢喜歌差点被吓到了 几乎整个村子的人都出现在大鼓场 大鞭炮挂鞭 他们买了多少啊 正在那里热热闹闹的 不停地放着 咦 连乐队都来了吗 一看到雷欢喜 终于出现了 徐大哥手一挥 立刻鼓跃齐鸣 徐叔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呀 欢喜歌一点的发懵 欢喜呀 无数的鞭炮声中 徐大哥必须要拉大了嗓门 你今天就要去 李约的那个什么炉了 你可是奥运会 咱们国家的七首 那不光是你的荣耀 也是我们整个仙桃村的荣耀 足足备备的 这都多少年了 咱们仙桃村 还从来没有那么扬眉吐气过 这不 大伙都来给你撞行了 不光整个村子的村民都来了 而且雷欢喜认识的朋友 也几乎都到了 欢喜歌 忽然有种想哭的感觉 这也是一种幸福 是吗 齐志诚走了过来 和雷欢喜用力地拥抱了一下 等到开幕式的那一天 我会在仙桃村和燕湖村的场地上 都安装上大的投影电视 让两个村子的村民们 不 咱们是一个村子 让所有的村民们都感受到那光荣的一刻 欢喜歌紧张了 又一次地紧张了 他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有见过 可当这话 从齐志诚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 他却没来由地紧张起来 因为 真正到了那一天的时候 可不光是仙桃村和燕湖村了 而是全国 全世界的目光 都在关注着自己 天哪 自己长这么大 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场面呢 加油 欢喜歌 加油 田田 彤彤 白小萨 所有所有欢喜歌的朋友们 一起叫道 欢喜歌 也握紧了拳头 用力地朝他们挥了一下 咦 梅斯特呢 怎么自己所有的朋友们都来了 就是没有看到自己的那个小弟呢 欢喜歌 怎么找 都没有找到维斯特 但是 却看到司徒镇长 带着几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出现了 雷欢喜 我代表驻南镇政府 来为你壮行啊 司徒镇长 一看到雷欢喜 就如此说道 希望你在国外比赛 能够为国争光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 欢喜歌笑嘻嘻地说道 司徒镇长 你说咱们之间 就不用说这些大道理了吧 司徒镇长 玩耳一笑 你也不是外人 我就说几句心里话吧 多拿几块金牌回来 到时候 我亲自 去给你接风 我在云东最大的饭店里 摆上几桌 请你喝酒 那我们可说好了啊 可不许耍赖皮 司徒镇长拍着胸脯 答应了下来 随即有些掩饰式地说道 这个嘛 本来霍书记也是要来的 但是临时有事 就无法成行了 成了司徒镇长 雷欢喜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的霍书记 怎么可能来为我送行 司徒镇长有些尴尬 他定了一下神 让大家安静了下来 可能我要说的这句话 你们听过不止一次了 但我还是要说 这次雷欢喜 能够充当骑手 是我们整个驻南镇的骄傲 我希望 不 我确信 雷欢喜 一定能够取得好成绩的 下面 让我们请雷欢喜 跟大家说几句 一片叫好声中 雷欢喜的头皮 有些发麻 他最怕的 就是当众 做这些演讲了 可是 众目睽睽之下 不说点什么 似乎也说不过去 硬着头皮 在那里愁愁了一会儿 其实也没有什么 让我当这个骑手 估计可能是因为奥运参赛队里 我长得最帅吧 一片笑声和嘘声响起 脸皮之后 前无骨人 后无来者 哎 我胖子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脸皮之后 让人望风而逃 哎 安妮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不过 欢喜哥不说 倒还算了 一说起帅来 安妮倒留上了神 可能是之前 几乎天天在一起 没有发现吧 现在仔细观察 真的发现了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欢喜哥 以前长得普普通通的 谈不上帅气 就是一个阳光大男孩 可是 现在仔细看看 欢喜哥真的长帅了 奇怪了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是老话说的 情人眼里出西施吗 安妮可不知道 欢喜哥 身体里的龙王灵力 正在努力改造着 这个人类的躯体 由内而外 身体的每个部位 都在被改造着 包括它的容貌 龙是世界上 最强大的生物 隐藏在欢喜哥体内的 龙王灵力 也绝不允许 自己寄居的躯体 有任何的不完美 所以 早晚有一天 一个最完美的人类 迟早都会出现的 只是到了现在 雷欢喜自己 还不知道而已 欢喜哥 也不会发表什么演讲 说的无非就是一些 赌咒发誓 自己肯定 把能拿的全部金牌 都拿回来而已 嗯 他确信自己 有这个能力做到 村民们的掌声 也是一阵 接着一阵 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没错 雷欢喜代表的是 整个国家的荣誉 但它同时 也代表着 仙桃村的荣誉 它同时 也更加是 仙桃村 每一个村民们的骄傲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安妮专门帮她订了一张 头等舱的机票 这可也让我们的欢喜哥 心疼了大半天 这坐在哪里不是坐呀 花的可都是钱呢 不过 头等舱的服务 还是没得说的 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没过两分钟 就听到一个声音 这位先生 咱们一起叽叽好吗 叽叽 你当这是公交车呀 欢喜哥一扭头 梅斯特 梅斯特 这个家伙 居然也跑到这架飞机上来了 梅斯特 梅斯特笑嘻嘻的 嘿 大哥 你出征 我能不陪着你吗 我陪你一起出征九月 嘿 这小子 居然给了自己一个意外惊喜 飞行在云层之中 欢喜哥一点疲倦都没有 会在巴黎停留一天一夜 那可是举世闻名的时尚之都啊 维斯特 从上飞机开始 就一刻也没有安身过 一会儿叫空城来一杯酒 一会儿又在那里翻阅着什么 看什么呢 雷欢喜终于忍不住问道 美女啊 维斯特挥了挥手里的杂志 你说一个大男人 不看美女 难道还看美男 咔 欢喜哥 就算是没有正行的了 可维斯特这个家伙 比自己还要没有正行 不过 维斯特跟着自己 也有好处 这个家伙 据他说 去过好几次巴黎了 完全可以当自己的导游 反正在巴黎 有一天一夜的时间 十二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还是非常累人的 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 就算是欢喜哥 这样身体素质的人 都觉得有些疲劳了 赶到酒店 报上自己的名字 好家伙 安妮在这家五星级酒店里 帮自己订的 居然又是一套豪华套房 维斯特这个臭不要脸的家伙 居然 居然蹭房 虽然套房的面积 绰绰有余 可是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 总让欢喜哥 心里觉得有些怪怪的 换上个大美女还差不多 你有女朋友没有 电梯里 欢喜哥很严肃的 问出了这个问题 没有啊 维斯特不知道大哥 问这个做什么 欢喜哥立刻变得警惕起来 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跟我保持三米的距离 为什么呀 维斯特先是一震 接着立刻反应过来 要说维斯特的演技 还是不错的 立刻变得寒情默默 讨厌了 欢喜哥 人家都仰慕你很久了 滚 好大的一间套房 绝对是豪华级的 维斯特给了服务生小费 第一个就霸占了最大的那张床 嘴里直角舒服 欢喜哥 这附近有家不错的餐厅 是吃正宗法国菜的 一会儿我带你去吃 你 你认识鹿吧 开玩笑 我来巴黎多少次了 到巴黎 就跟回家一样 休息了半个多小时 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维斯特带着欢喜哥 离开了酒店 远不远呢 不远 不行过去 也就十分钟的路 这么一说 欢喜哥也就放心了 维斯特到巴黎 就跟回家似的 十分钟以后 维斯特 到了没有 应该快了 从这一转就到了 二十分钟以后 维斯特 到了没有 好像快了 我确定 前面左拐就到 三十分钟以后 维斯特 到了没有啊 我保证 前面再右拐一下就到了 四十分钟以后 维斯特 你到底认不认识路啊 认识啊 我真的认识啊 巴黎 我都来过多少次了 这不到了巴黎 就跟我回家似的吗 一个小时以后 维斯特 这他妈的是什么地方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你他妈不知道 你他妈不是说 到巴黎 就跟回家似的吗 大哥 其实 其实我是个路芒 啊 大哥 你认识回去的路吗 我认识吗 我 我他妈的也是个路芒 两个小时以后 天字第一号路芒欢喜歌 和天字第二号路芒威斯特 完全的迷路了 彻彻底底的迷路了 他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已经远离了市区 为什么 周围的房子 跟他们住的宾馆附近的房子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大哥 我知道我们在哪儿了 哪儿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是巴黎的78区 也就是我们国内所说的 穷人区 那又怎么样 那意味着 我们在这里 连个问路的人都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 这里绝大多数都是外国移民 他们分国家 各自抱团 对外来者 都保持着敌视态度 然后呢 然后我们有可能被打 被抢劫 甚至被杀 维斯特 起码有一点没有说错 78区的人 真的对外来者 非常非常的敌视 而且看到雷欢喜克维斯特 这两个陌生面孔的时候 眼里 总是闪烁着一些 怕人的寒光 雷欢喜还注意到 一进入这里 维斯特就悄悄地摘下了自己手腕上那块价格昂贵的手表 维斯特 我画个圈圈诅咒你 再加八个大圈圈诅咒你 本来 环喜哥一个人是路芒 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又多了一个路芒 迷路不可悲 最可悲的是不但没有能够止路的人 而且还在78区彻底的迷失了 比最可悲还可悲的是什么 是两个人 居然他妈的都没有带手机 今天是个好天气 一个适合旅游 适合徒步的好天气 经过不懈的努力 欢喜哥和维斯特 终于成功地转到了一条 居然一个人都没有的小街上 阳光扑洒大地 两个男人 笔直地站在那里 任凭阳光照射在自己的身上 影子斜斜地落在地面 他们是落寞的 是悲哀的 是西部片里的牛仔 任他千山万水 我自独行 前方无路 心中有路 管他十万八千里 一路向西 欢喜哥淡淡一笑 脸上写满了后现代主义 抽象派 宇宙洪荒流的 英雄史诗的无畏表情 我现在可以叫救命了吗 维斯特掏出了一盒烟 给自己点上一根 仿佛充满绅士风度地抽了一口 缓缓地吐出一股淡淡的烟雾 救命啊 来人啊 救命啊 我们迷路了 来个人救命啊 等了好几分钟 欢喜哥忽然不叫了 等等 这里是法国对不对 是啊 那我们用中国话 叫救命 有用吗 好像没用 你会发语吗 你全家会发语 Help SOS 两个大男人的不懈努力 终于得到了回报 四个老外忽然出现了 Help Help 维斯特不断地叫着 我们迷路了 我们要回家 很显然 这四个老外 还是非常和蔼可亲的 他们带着迷人的微笑 走向了欢喜哥和维斯特 然后 那个领头的大胡子 露出了更加迷人的笑容 接着 掏出了一把手枪 抢劫 我劝劝你个叉叉 你个仙人板板的 欢喜哥和维斯特 没有一秒钟的迟疑 他们必须做出一个 男人应有的英雄选择 他们不约而同的 同时高高举起了 自己的双手 投降 我们投降 优待俘虏的政策 你们懂吗 四个老外 露出了嘲讽的笑意 瞧 亚洲男人 就是那么的胆小 看到枪 只怕已经尿裤子了 他们朝着欢喜哥和维斯特 围了上来 大胡子的手 伸向了欢喜哥 就在这一瞬间 形势忽然发生了巨变 欢喜哥猛的一拳击出 闪电一般不偏不倚的击中了大胡子的鼻子 大胡子一声惨叫 在他朝后仰天倒下的时候 手枪已经被欢喜哥抢了过去 欢喜哥把枪往外一扔 一个飞腿 正中第二名老外的身体 这个老外几乎是跟大胡子同时倒地的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呀 剩下的两个老外 一看自己的同伴被打倒了 手同时伸到了口袋里 欢喜哥的动作再快 也来不及阻止了 就算自己的身体是钢筋铁骨 恐怕也阻挡不了子弹吧 还好 两个老外掏出来的是刀 欢喜哥笑了 在你家欢喜哥面前用刀 你们没搞错吧 欢喜哥是谁 无论是他的力量还是速度 都已经达到了普通人类 无法企及的地步 所以他一步就冲了上去 快到那两个老外 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 一个冲拳 左面的那个老外 发出了跟大胡子一样的惨糊声 不过 他更加倒霉一些 右面的两颗牙齿 被欢喜哥给打飞了 还剩下最后一个 白白 欢喜哥一把握住了 对方持刀的手 右肘用力撞出 这次的惨糊声是最大的 这个倒霉的老外 五脏六腑都觉得好像一味了 他倒不是立刻倒地 而是缓缓地 但却无比痛苦地 瘫软在地上 不过就是一分钟的时间不到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四个劫匪 居然全部都被欢喜哥一个人给打倒了 什么事啊 发生了什么事啊 维斯特到现在 还高举着双手 到现在也没有反应过来 咦 为什么四个劫匪全部倒在了地上呢 难道是因为地上特别的凉快吗 欢喜哥弯腰 捡起了刚才被他扔掉的那把枪 来到了那个大胡子的面前 蹲了下来 用枪顶住了他的脑袋 然后猛然大吼一声 快告诉我 他妈的怎么从这个地方走出去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前的这个年轻男人给吓坏了 嘴里不停地在那里乱叫着什么 居然有这么可怕的家伙 一出手 竟然把四个人都同时给打倒了 这家伙还是人类吗 欢喜哥欢喜哥 你说的还是中国话 梅斯特赶紧跑了过来 你说的 嗯 欢喜哥 你听他在说什么 我们的欢喜哥 也终于冷静了下来 大胡子 说的是英语 他嘴里不停地在那里说着同样的一句话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告诉你们恐怖分子在哪 什么恐怖分子 你在那里开玩笑吗 欢喜哥松开了大胡子 让他坐了起来 枪口依然对准他 说 怎么回事 巴黎在不久前 刚刚遭遇了多次的恐怖袭击 伤亡惨重 而那些恐怖分子 显然 还准备再来一次大的 他们将在巴黎最热闹的市区 安放一枚炸弹 一旦这枚炸弹爆炸 造成的伤亡 简直是无法想象 大胡子 大胡子 之所以知道这件事的原因 其实 也很简单 他是恐怖分子中的一个小头目 也全程参与了这次恐怖袭击 当然 他不是执行者 也是活该他倒霉 他跟同伙 看到了两个外国人 从身上的打扮来看 应该是挺有钱的外国游客 因此 一时动了贪念 居然想到了抢劫 可是他们 却遇到了欢喜歌 当听完这些的欢喜歌 表情一下子 变得凝重起来 怎么办啊 大哥 维斯特明显地被吓到了 把他们身上的手机找出来 哎 知道了 手机呢 叫出来 我们都没有带 啊 维斯特瞪大了眼睛 对着大胡子的脑袋 就是一巴掌 你们他妈的出来 都不带手机 你们还会在原始社会 欢喜歌朝他看了看 难道我们出来 就带手机了吗 大胡子老老实实地说道 这是我们的规定 出来的时候 不允许携带任何通讯器材 除非是在有行动的时候 我们是怕被警察给抓到 尤其是上次 我们同行的手机 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缴获解密之后 大哥 怎么办呢 维斯特一脸的无助 欢喜歌不想当什么英雄 从来也都不想当 可是既然让自己知道了 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人死去 也绝对不是欢喜歌的风格 他抖动了一下枪口 告诉我 恐怖袭击的地点和时间 大胡子老老实实地 全部都说了出来 什么 三十五分钟以后 欢喜歌一看时间 大惊失色 三十五分钟以后 那颗炸弹 就要在巴黎 最繁华的闹石区爆炸了 天哪 那得死多少人呢 有没有车 欢喜歌面目变得猙獰起来 还好 大胡子有车 而且就在附近 欢喜歌 也不再管大胡子的那三个同伙了 压着大胡子和维斯特 一起上了车 维斯特 你开车 大胡子 你指路 指错了 我就打死你 快 维斯特 快开车 大胡子当恐怖分子 绝对是对恐怖分子 这四个字的侮辱 他怕死 而且怕得要命 所以我们的欢喜歌 不管要他做什么 他都乖乖地照做了 一辆破旧的老爷车 疯狂地在路上 不要命地急驰着 完全无视红灯 哪里有空路就往哪里开 欢喜歌第一次发现 维斯特开车的技术 居然那么好 拥堵 是每个大型城市 都必然会面临的 巴黎同样也不例外 可是维斯特 却总是能够在拥堵的车流中 找到一条缝隙 有的时候 甚至是人行道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一点擦碰都没有 维斯特 你从哪里学来的开车呀 欢喜歌大声地问了起来 我以前喜欢飙车 从来都没有出过事故吗 到现在为止 战绩是飙车三十四次 被抓八次 翻车二十六次 咦 欢喜歌 为什么瘫倒在了座位上呢 一辆警车 呼啸着在后面 紧紧追赶着这辆 虽然破旧 但是开的却是 无比疯狂的老爷车 怎么办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根本就没有时间 减速解释了 大胡子 穿的是一件 白色的T恤 在欢喜歌枪口的威胁下 大胡子 很不情愿地脱下了T恤 笔呢 欢喜歌在车上乱翻着 没有笔 只有一把刀 我们的欢喜歌 眼珠子转了转 一把拉过了大胡子的胳膊 用刀快速无比地 在他的胳膊上一滑 大胡子痛苦地惨叫一声 鲜血流了出来 总不见得用自己的血吧 欢喜歌沾着大胡子的鲜血 在白色的T恤的正面 写了几个老大老大的英文 有炸弹 然后又在反面写了几句话 咦 血怎么停了 再来一刀 大胡子继续惨叫 天呐 今天为什么这么倒霉 好好地做什么恐怖分子啊 乖乖地找一家单位上班 年底的时候 凭个劳动模范似有新人多好啊 欢喜歌把写着有炸弹 三个大写字的T恤 放到车子的后窗户上 不断地展示着 万幸的是 在后面紧紧追赶的警察 不但懂英文 而且眼神还相当地不错 当他们看清了T恤上的字 顿时大惊失色 要知道巴黎在不久前 刚刚经历过恐怖袭击事件 欢喜歌估计他们看到了 身子倒侧 用双脚用力对着车子后窗户踹了几脚 老爷车的玻璃根本无法承受 很快哗啦啦地碎了 紧接着 欢喜歌用T恤包裹住了那把刀 朝着警车方向一扔 警车赶紧停了下来 捡起那件T恤 除了正面的有炸弹外 在反面还写着 乡卸力射大道有炸弹 即将爆炸 请坐紧急疏散 一架警用直升机 出现在老爷车的上空 而几辆警车和警用摩托车 也同时出现了 一辆警用摩托车 快速地开到了老爷车的左侧 对着车里的人 大声用英语说道 前面右拐 已经帮你们清除了一条道路 维斯特没有一秒钟迟疑的 开了一个右拐 差点把毫无防备的欢喜歌 给摔了出去 刚刚右拐 又是两辆 警用摩托车跟上来 欢喜歌探出头来 大声叫道 邪和广场 我需要到邪和广场 警察立刻做了一个手势 此时的乡卸力射大道 协和广场上 警察正在坐着紧急地疏散 但是游客太多了 一时半会儿 怎么能够疏散得了 一辆疯狂的老爷车 正在两辆同样疯狂的摩托车 护送下 急迟进了专门为他们清除的道路上 太快了 他们开得实在是太快了 咯吱 老爷车再也承受不了 如此疯狂的速度 终于熄火了 就看到两个疯狂的年轻人 从车上跳了下来 拼命地朝前飞奔 维斯特跑了几步 就完全跟不上了 那些在这里严阵以待的警察 迅速地跟了上去 可是很快的 他们就发现 这个年轻人的速度 简直到了恐怖的地步 他们一样无法跟上 欢喜哥 看到了协和广场 那个著名的雕像 埃及方尖碑 就在那里 他迅速地冲了上去 巴黎警察局长蓝灯 甚至都没有机会 跟雷欢喜说话 就看到一条人影 从自己的眼前冲了过去 按照大胡子的指点 欢喜哥 冲到了埃及 方尖碑边上的停车场 蓝色的车 蓝色的车 在那里 呛呛 欢喜哥 对着身边一个气喘吁吁的警察 大声吼道 警察反应过来 拔出枪 对着玻璃就是一枪 一个黑色的皮箱 在驾驶座位下被发现了 就是这个 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 建轨 还有45秒爆炸 欢喜哥什么都没有说 他开始飞奔 飞翔了人类 用他那无与伦比的速度 他看到了前面的亚历山大三十桥 在桥下缓缓流淌的正是著名的赛纳河 就是那里 只要把炸弹扔到河里 就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 45秒 只给欢喜哥留下了不到45秒的时间 正常的人类绝对无法在40秒内跑到那里 嘿嘿 蓝灯局长大声叫着 可是 那个年轻人 却早已经跑远了 蓝灯局长 朝边上的防暴专家看了看 防暴专家 一脸发懵地 看向了自己手里的防暴箱 这是史上人类 最快的奔跑速度 没有谁可以跟欢喜哥在速度上相抗衡 亚历山大三世桥就在前面 时间一秒一秒地快速流逝着 距离爆炸也越来越近了 一直到了这个时候 欢喜哥的头脑还是保持着绝对的冷静 不能全力施展自己的速度 必须有所保留 要不然太害人了 他有信心 即便自己保留了实力 也能够在爆炸前 把箱子扔到塞纳河中 可是 即便这样 他的速度也是惊人到了一定的程度 到了 到了 欢喜哥冲到了亚历山大三世桥上 他用力地将箱子朝前一甩 箱子沉入了塞纳河中 一秒钟后 轰的一声 剧烈的爆炸在河底响起 即便站在桥上 也能够感觉到剧烈的震撼 几个警察 甚至在猝不及房间摔倒在地上 一旦在协和广场爆炸的话 场面会如何的惨烈 简直无法想象了 在猛烈的爆炸声里 蓝灯局长 又看了一眼身边的防暴专家 麻烦问下 你今天来是做什么的 防暴专家忽然蹲在地上 呜呜地大声哭了起来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我的英雄 他将法国从一次可怕的恐怖袭击中拉了回来 而这仅仅是他来到法国后的第一天 没有他 法国会面临什么样可怕的情况呢 巴黎将不得不再一次面对恐怖袭击 炸弹爆炸 重大的人员伤亡 沉重的经济损失 民众的抗议 以及法国政府的焦头烂额 每一个法国人 都在传送着这个英雄的名字 甚至有人 将他跟法国的一个民族英雄相比较 称呼他为 男性的圣女贞德 拯救法兰西 来自中国的真正雷神 甚至有一家媒体 用如此夸张的标题 来描述雷欢喜 雷神 嗯 这名字听起来也挺威风的 法国几大电视台 在轮番滚动播出着 介绍这次爆炸案的最新进展情况 以及尽可能多地 挖掘出雷欢喜这个人 不畏人知的地方 当然 法国民众和媒体 在欧哥英雄 谴责恐怖袭击的同时 也对国内的防恐力量 提出了质疑 被质疑最多的 毫无疑问 就是他们的防暴力量了 当时 明明有防暴专家携带的防暴箱在边上 雷欢喜为什么舍尽求远不用呢 只有一种答案 那就是 那个年轻的英雄 根本就不信任法国的防暴箱 甚至 还有电视台 专门煞有介事地 做了各个角度的实验 最终得出的结论 是防暴箱 无法阻止那么大的一次爆炸 同样会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 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事实的真相 是我们的欢喜哥 根本就没有看到防暴专家 和他手里的防暴箱 而最让法国媒体和民众震惊的 是当时雷欢喜那无与伦比的奔跑能力 那是风 是闪电 根据做的测试 法国电视台得出了一个结论 雷欢喜奔跑的速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号称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类 闪电波尔特 雷欢喜才是真正的闪电 更深的内幕 很快就被挖掘出来了 这个年轻人 竟然是一名奥运参赛选手 来到法国 只不过是为了转机 而且 他妈的还是一名游泳选手 全法国再一次的沸腾了 跑得那么快的人类 竟然参加的不是赛跑 而是游泳 全国记录保持者 亚洲记录创造者 世界记录征服者 卧槽 还有一点人性吗 即便是参加游泳 雷欢喜的履历 竟然也是如此的辉煌 他为什么不去参加赛跑项目呢 有法国记者 采访到了正在法国 进行奥运开赛前 最后备战的博尔特 尤塞恩 你一直都是地球上 跑得最快的人类 但现在这个地位 已经受到了挑战 我们拯救法兰系的英雄 而现在 这个英雄 却并没有参加奥运会的竞赛项目 你认为 你在奥运会上 即便如愿再次得到冠军 也是实至名归的吗 可怜的博尔特 也是一脸的发梦 什么呀 你们在说什么呀 那个叫雷欢喜的家伙 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为什么之前 在田径赛场 从来都没有听过 这个人的名字呢 见鬼了 这让那些 即将参赛的短跑选手 还怎么去比赛呀 不管你们 取得了什么样 惊人的成绩 人们都会说 你们不是地球上 跑得最快的人来 雷欢喜才是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选手们永远也无法拿出 令人信服的辩驳理由 因为那个该死的雷欢喜 根本就没有参赛 这才是最让人绝望 最让人无语的事情 我们将跟恐怖主义 斗争到底 法国人民 永远不会在恐怖袭击面前屈服 我们感谢我们 来自中国的朋友 雷欢喜 他将会是法国 永远的朋友 他将永远是法国这个国家 最尊贵的客人 在电视上 法国总统 发布了一篇 慷慨激昂的演讲 当总统先生的演讲结束 画面切换到了转播室内 那个漂亮的女主持人说道 是的 我们都应该感谢那个 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上一次的恐怖袭击过去 并没有多久 如果再发生一次爆炸 我很难想象巴黎人 如何能够继续保持着充足的信心 我们应该授予雷欢喜先生 荣誉市民的称号 男主持人接口说道 据说巴黎市政府 已经正式在考虑这个建议了 可惜雷欢喜先生 即将离开巴黎 我们无法采访到他 不过幸运的是 我们请到了雷欢喜先生的 法国朋友 戴梦德先生 戴梦德出现在了屏幕上 不用主持人开口 他就主动对着镜头说道 是的 我跟雷是朋友 我们曾经也是竞争对手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 在迈阿密举办的海洋节上 他的所有表演都让人震撼 他彻底点燃了整个迈阿密的热情 我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在电视前 那么我必须要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城市 我的国家 让所有的法国人 可以重拾信心 和所有的恐怖主义 战斗到底 我发誓 我一定会当面表达我的感谢的 全法国都在关注着 当戴梦德的话说完 那些站在街头大屏幕前的法国人 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戴梦德仔细地介绍了 他所认识的雷欢喜 包括雷欢喜有趣的地方 以及他的公司和他的仙桃村 当然 还有徐尔勒先生拍摄的那部 关于仙桃村的纪录片 村人 商人 运动员 雷欢喜身上 还有多少让人惊叹的地方 不过 让人遗憾的是 唉 戴梦德叹了一口气 根据我所知道的 我的朋友 遭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他被迫辞去了村长的职务 这真的很让人遗憾 他无法再继续带领仙桃村 这个美丽的村庄 继续前进了 在宾馆的电视前 欢喜哥听到了戴梦德的讲话 咦 他为什么忽然会提到这个事情 而且他是怎么会知道 自己不当仙桃村的村长呢 大哥 外面好多的记者 还有疯狂的法国人 维斯特走了进来 气喘吁吁的 莱登警长 已经在酒店外加派了警力 阻止那些疯狂的法国人 和记者的进入 太疯狂了 真的太疯狂了 再有几个小时 就要去机场了 那么多人聚集在酒店门口 自己可怎么出去啊 正在那里想着 巴黎警察局的蓝灯局长 敲开了雷欢喜的房门 雷先生 目前酒店外的情况比较混乱 我们很难做到面面俱到的安全保护 再加上有可能到来的恐怖分子的报复 所以 我们制定了一条 让您经由酒店地下停车场 离开这里 到达机场的安全路线 好吧好吧 你准备怎么弄 你准备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反正 只要不让你家欢喜哥 耽误了飞机就可以了 云东市 凤书记 您看电视了吗 看到了 是关于巴黎未遂恐怖袭击吧 是的 这个雷欢喜就是我们云东人 那个 他被迫辞去仙桃村村长 是怎么回事啊 我去做了一些调查 雷欢喜本来是金山区楼书记的部下 楼书记在筑南镇任职的时候提拔了他 而且在仙桃村村长的位置上 雷欢喜也是干得风生水起 后一任的左书记也非常的欣赏他 但是 在霍贵喜上任后 和雷欢喜的关系处得相当不好 雷欢喜干脆辞职了 霍贵喜 你是说 他逼雷欢喜辞职了 可以这么说 但具体的情况 我们还在继续调查 可是市里的一些同志 对霍贵喜的印象也不是很好 在奥运会结束后 会对霍贵喜进行一些人事上的调整 雷欢喜 雷欢喜 在我们这里被逼着辞职了 可是 在法国却成为了英雄 我们有些同志啊 在领导位置上 总是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只要不是他的人 一律赶走 这很不好 很不好啊 小元 你给我好好地查查这个货贵喜 咱们不能丢人丢到国外去 这不光是云东士的形象 甚至提高一点说 也是整个国家的形象问题 好的 封书记 我马上去办 还有 要表彰 不管雷欢喜 在这次奥运会上 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回国后 都要对他进行隆重的表彰 封书记 其实雷欢喜 不光是法国的英雄 而且 也是我们云东士的英雄 哦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封书记 事情要从一个患了特殊疾病的小女孩说起了 雷欢喜被吓到了 就算悄悄地 从酒店的地下停车场离开 但是 刚刚接近机场 就看到无数挥舞着中法两国国旗的法国人 以及旅居在法国的华侨 留学生 站在道路的两侧 偏命地挥动着手上的旗帜 见鬼了 他们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航班的 一看到警车接近 这些人立刻疯狂地呐喊起来 雷 雷 雷 声音疯狂而整齐 都在呼唤着同一个名字 警察拼命地阻挡着企图接近车队的人群 老天哪 如果没有警察保护的话 自己别想赶上这般班机了 好不容易进了机场 立刻被安排进了贵宾后机室 有几个神通广大的记者 居然也溜了进来 并且企图强行闯进后机室 拍摄上几张珍贵的照片 这趟匆匆地法国之行的结局 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 而这一切的开始 其实都只是源于两个超级大陆痴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英雄 嘿 那些空姐看着自己的眼神有些异常 难道也是因为自己成了法国英雄的原因吗 咦 瞧那个空姐的眼神 真暧昧 如果能够跟这些漂亮性感的空姐 来上一段浪漫之旅 欢喜哥才想到这里 安妮的样子立刻浮现在脑海里 打住 打住 在飞机上 欢喜哥享受到的绝对是贵宾级的待遇 甚至有些乘客 知道了坐在头等舱里的 就是那个法国英雄 都各显神通 想尽办法 来跟雷欢喜合影 烦哪 有的时候 当个英雄 也是挺辛苦的 当然 欢喜哥的这个想法 还有另一种说法 矫情 飞机在里约热内卢机场降落了 欢喜哥站了起来 伸了一个懒腰 终于到了 自己的团队早就已经到了里约热内卢 很快就可以见到何少明 阿唐 老左了 当然 还有丁丁 在美丽的里约热内卢 和美丽的丁丁一起漫步 欢喜哥想想都要笑了 一出机场 立刻有几个穿着西装 带着墨镜的家伙走了过来 没欢喜先生 是我 这些家伙是谁呀 这穿着打扮跟这里 可一点都不搭配呀 FBI 为首的那个家伙 亮出了自己的证件 FBI 欢喜哥被吓了一跳 自己也不是没有跟FBI打过交道 在塞拉利昂的时候 自己不就认识了几个FBI的探员吗 但他们大老远的 跑到里约热内卢来做什么呀 如果不麻烦的话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麻烦 非常麻烦 欢喜哥想都不想地说道 嘿 你们别骂我 FBI是厉害 可这里是里约热内卢 是巴西 你们有执法权吗 没有 FBI的探员 回答得倒是非常的坦诚 但有一个你的老朋友 想要见你 老朋友 欢喜哥怎么想 自己都在里约热内卢 没什么老朋友啊 谁呀 一到了就知道了 请相信我们 绝对没有恶意 尤其是对于一个 刚刚拯救了巴黎的英雄来说 更是如此 可是我的团队 正在等着我 请放心 我们已经通知了他们 欢喜哥想了想 还是无法克制住 自己的好奇心 答应了跟他们 一起走的请求 拎着行李的维斯特 跟在了欢喜哥的后面 可没有想到 那个探员 却阻止住了维斯特 邀请名单中 并没有你 所以你无法 跟着一起去 擦 维斯特少爷 到哪里可都是 受欢迎的 可到了里约热内卢 居然连去的资格都没有了 那我去哪儿啊 维斯特正正地问道 随便你 坐在凯迪拉克上 欢喜哥 越想 越是好奇 实在想不出来 是谁要见自己呀 也没有心思 去欣赏车外异国的风光了 车子开进了 一幢大铁门前 大铁门打开了 车子居然又在里面 开了五六分钟 这地方好大呀 林欢喜先生 到了 请下车 当欢喜哥 从车上下来 卧槽 好大的别墅啊 卧槽 好热闹的地方啊 卧槽 好多的美女呀 几十个穿着 比基尼 身材足以让任何男人 流鼻血的白色皮肤 黄色皮肤 棕色皮肤 黑色皮肤的美女们 要么在泳池里嬉戏着 要么躺在那里 晒着日光浴 鼻血 绝对的鼻血呀 这里可是男人的天堂啊 咦 自己怎么会有 那么有钱的朋友啊 一对外国夫妇 从别墅里走了出来 男的还朝着美女们挥了挥手 经过雷欢喜身边的时候 还朝他点了点头 似乎是在冲他打一个招呼 好面熟啊 布拉德 皮特 和安吉娜 朱莉夫妇 欢喜个差点尖叫出来 天呐 居然是国际巨星 布拉德 皮特 和安吉利娜 朱莉 开玩笑呢吧 自己居然在这里 看到了这对夫妇 这别墅的主人 到底是谁呀 这么有来头 雷欢喜 我的小朋友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出来 接着 一个猥琐的家伙出现了 一看到这个家伙 欢喜个顿时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 而且他也立刻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了 哈特曼 是哈特曼 猥琐难看 但却富甲天下的哈特曼 欢喜哥 从来都没有把这家伙 当成过自己的朋友 但是 他的哥哥 却是欢喜哥的好朋友 斯蒂芬先生 除了这个家伙 谁还会弄这么多的美女在这里 除了这个家伙 谁还能把大影星请来做客 可是我们的欢喜哥 一看到这个家伙 脑袋立刻大了起来 哈特曼做事 从来没有为什么 只有自己的喜好 他总是会做出一些 让你啼笑皆非的事情 比如我们的欢喜哥 哈特曼就在他的身上吃足了苦头 可仔细地想一想 他害过自己吗 那不算是害吧 反正让自己的酒厂 获得了很大的一笔资金 美女们一看到哈特曼 立刻 纷纷纷纷地献上了飞吻 一个金发美女和一个黑皮肤的美女走了过来 在哈特曼的脸上 在哈特曼的脸上线上了自己的吻 哈特曼一手拥抱着一个 啊 我的朋友 这里所有的姑娘们 你看上了哪个都不用客气 两个大美女 与哈特曼站在一起 欢喜哥的脑海里 忽然冒出一个很有名的童话故事 美女与野兽 怎么看 哈特曼跟他们站在一起都不满配 可是 谁让人家有钱呢 钱的魅力可是没有几个人能够抵挡的 是你叫我来的呀 欢喜哥虽然知道了 但却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声 我的宝贝 你们先过去吧 哈特曼松开了两个美女 在他们的屁股上各拍了一下 当然 不是我还能有谁呢 你居然 让FBI的人来找我 FBI 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 哈特曼根本就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 在李约 我送给了FBI遗壮房子 当成他们的办公地点 再加上 我跟李约的警察和市政府 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所以请这些探员们做点事 并不是太困难 好吧 好吧 哈特曼挥了下手 立刻有一个美女 送过来两杯酒 哈特曼接过来喝了一口 我被我那亲爱的哥哥叫回德国 开了那个该死的家庭聚会后 很快就跑离了那个 什么都要讲究规矩 在我看来死气沉沉的庄园 李约 这里是男人的天堂 也是我最爱来的地方 可是该死的奥运会 却破坏了这一切 啊 欢喜哥 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 称奥运会是该死的 哈特曼毫不掩饰地 表达出了自己的不满 太乱了 随着奥运会的开幕在即 这里变得太乱了 巴西绝对不适合举办奥运会 那么大的体育项目 在我看来 这根本就是一次灾难性的奥运会 塞卡病毒 巴西经济危机 频繁的暴力事件 也许会让这届奥运会 成为笑柄的 据我所知 很多名人和运动员 都因此打了退堂股 嗯 这一点倒是真的 欢喜哥也知道 奥运会即将开幕了 但居然还有许多体育场馆 没有完工 而且 现在巴西国内 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 都是一团糟 哈特曼先生 一个安保走了过来 有一个中国人在门口 说是雷欢喜先生的朋友 啊 欢喜哥的朋友 中国人 难道是维斯特 让他进来吧 哈特曼也没有在乎 我想 大概是机场被拒绝的 那个朋友吧 欢喜哥和哈特曼 都没有猜错 来的真的是维斯特 我靠 一看到眼前这一幕 维斯特立刻夸张地 大叫起来 大哥 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啊 不行了不行了 我要流鼻血了 欢喜哥 怎么都想不通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呀 这有什么男的 维斯特 眼睛一眨不眨的 盯着那些美女们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我跟着你 看到你上了那辆凯迪拉克 记下了他的车牌号 然后找到了负责红绿灯监控的 一个交通部门的人 调出了全部的监控 看到他朝这个方向开来 当然 我花了一点小钱 维斯特 还有这个本事 他说的虽然 轻描淡写的 但过程 可绝对的不轻松 你先要知道 交通部门在哪 还要知道 是谁负责监控的 是不是可以被收买 最后还要说服他 可维斯特 居然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都做到了 我喜欢有本事的人 看得出来 哈特曼 也对维斯特 有着几分欣赏 既然你是雷的朋友 那么从现在开始 也是我的朋友了 这里的一切 你都可以享用 我的朋友 维斯特欢呼一声 美女们 我来了 看着维斯特的背影 哈特曼笑了一下 说道 你的朋友 是的 我的朋友 为欢喜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维斯特 我想这也是一个 可以利用的家伙 哈特曼 哈特曼非常认真地听着 他很贪玩 毫不掩饰 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和喜好 跟哈特曼在一起 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什么将来进入法国 欢喜歌不是很明白对方的意思 把你的方寸公司 开到法国 欧洲 美国 哈特曼居然如此一本正经地说道 难道你一辈子 就盯着柱南针 盯着云东 我的朋友 把你的眼光放得远一些 如果一味地只盯着眼前 就算做到西海集团 军城集团这样的规模 也会被打败的 这 哈特曼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在云东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 哈特曼有些漫不经心地说道 西海集团 只是钻石联盟在中国的第一岛 很快 他们会把刀一次次地举起 然后一次次地落下 他压根就没有提到红珊瑚资本 而是直接说到了他的幕后老板 钻石联盟 钻石联盟 一旦决定在哪个国家动手 他们所到之处 完全是摧枯拉朽的 哈特曼这时候 表情多少变得凝重了一些 西海集团挡不住 军城集团也一样挡不住 梅怀喜 习惯性地摸了摸脑袋 不是还有个什么组织也很强大吗 IFO 哈特曼鄙夷地笑了一下 是啊 IFO也很强大 甚至比钻石联盟更加强大 他们拥有数不尽的金钱 有着庞大的势力 可是他们的领导人都老了 只要不侵犯到他们的利益 他们是绝不会插手任何事的 这个组织里 如果说真的有人想锐意改革的话 那也只有一个人 说到这里 他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雷欢喜 可是 一场变革 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钻石联盟 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他们并不和IFO 发生正面的冲突 甚至在很多场合 都是刻意地示弱 以回避 雷欢喜正正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呀 因为我需要利用你 说这话的时候 哈特曼一点都不想掩饰 在将来的很多事情上 我都需要利用你 至于怎么利用你 你也没有必要知道 我凭什么要被你利用啊 欢喜哥想想就气不打一处来 难道你还想要干涉我的生活 我知道你有钱 我打不过你 可真把我逼急了 大不了我不做生意了 不做生意 你能做什么 你了解到钱的魔力了吗 哈特曼一笑说道 你上班 哼 我保证 一个星期之内 你就会被开除 运动员 雷 相信我 在比赛结束后 你会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剑 尽管你跟我都知道 你是被冤枉的 而栽赃你的那个人 正是我 我插插你个全家的 你个猥琐歹毒 无耻的家伙呀 欢喜哥被气得 说不出话来的 哈特曼得意地说道 所以呢 你得心甘情愿地被我利用 被我利用的同时 你也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 也许有一天 你会成为全世界 最富有的人之一 我谢谢你全家了 就算成为全世界 最富有的人 但却是被人操纵的 那有什么意思 你家欢喜哥向往的 永远都是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事 以后再说吧 现在你最重要的 是享受礼乐的生活 哈特曼的话题戛然而止 走吧 我带你去见一个朋友 见什么朋友啊 欢喜哥的心里 一直都在回味着刚才 哈特曼说过的话 不过 我们的欢喜哥 怎么都想不到 在哈特曼的别墅里 自己居然见到了一个大人物 李约热内卢的市长 爱德华 帕埃斯 这可是一个正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人 身为李约热内卢的市长 奥运场馆工程缓慢 频繁的暴力事件 以及糟糕的设施 都让这位市长大人 处在各方的指责中 不过现在的他看起来 还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而且他跟哈特曼非常熟悉 还跟他开了几句玩笑 在竞选市长的时候 我给他捐了一大笔钱 哈特曼笑嘻嘻的 用汉语对雷欢喜说道 所以他是李约热内卢的市长 而我却是他的老板 还带这样的 巴黎的英雄 欢迎来到我的城市 当哈特曼介绍完雷欢喜 帕埃斯显然也知道了雷欢喜 在巴黎的壮举 啊 但我可不希望 你在李约热内卢 也来这么一次壮举 成千上万的士兵和警察 正在李约的街头巡逻 一艘军舰 也驻扎在科帕卡巴纳湾 我要让那些暴力分子们 没有任何施暴的机会 哈特曼却是很不以为然 那可不一定 我亲爱的市长 在李约热内卢 在巴西 可是有很多的黑帮 都在盯着这次奥运会 企图确立自己老大的位置 比如 十八届黑帮 马拉十八 以及野蛮萨瓦尔多人帮 就在昨天 十八届黑帮 和野蛮萨尔瓦多人 还在李约 进行了一次枪战 派斯 也许很不愿意 提及这件事情 那是在李约的郊区 而且军警 在第一时间赶到了 我们击毙了一个 并且抓住了几十个人 哈特曼笑了笑 哼 那都只是一些小喽啰而言 市长先生 这次的枪战 我有情报 说是野蛮萨尔瓦多人的 萨尔瓦多毒蛇 马克 加西亚和十八街黑帮的 大力士 巴特霍洛挑起来的 你抓到他们了吗 哦 好吧好吧 我承认 我没有抓到他们 李约的确存在着 一定的安全隐患 帕埃斯 显然是准备投降的 而且我也知道 不管是马克 加西亚 还是巴特霍洛 你都认识 都有交情 你为什么不帮我一个忙 让他们暂时停止争斗呢 起码也等到 这次奥运会结束以后嘛 哈特曼撇了一下嘴 难道你以为 我是那个又正直 又高尚的哥哥吗 不要天真了 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 我有什么好处 反而他们的争斗 对我是有好处的 我可以跟十八街黑帮做生意 也可以和野蛮萨尔瓦多人做生意 欢喜哥听得目瞪口呆 哈特曼居然这么跟 李约热内卢的市长说话 哈特曼不紧不慢地又说道 而且最重要的是 马克加西亚和巴特霍洛 并不是他们的领导者 只是地位比较高的两个头目而已 这两个组织 不会因为我的一句话 而停止战争的 更何况 还有一个 在整个中美洲 都异常猖獗的马拉师吧 他们可是一直支持着 十八街黑帮 要干掉野蛮萨尔瓦多人的 奥运会 这可正是他们扬名立万的机会 帕埃斯显得异常苦恼 哈特曼却来了个火上浇油 我亲爱的市长大人 我还有一个确实可靠的情报 巴特霍洛 绝对在奥运会开幕式的当天 策划一次最大规模的枪战 他们的帮助 最起码已经有三百名枪手 进入了里约热内卢 帕埃斯倒吸了一口冷气 哈特曼 我最最爱的朋友 这么重要的消息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三百名枪手 天哪 太可怕了 告诉我 他们隐藏在哪里 我必须立刻逮捕他们 哈特曼笑了一下 说道 在里约的各个角落 而且 如果我告诉你 野蛮萨尔瓦多人 也有同样数量的枪手 进入了里约 你会做何感受呢 帕埃斯已经有些疯狂了 灾难 这绝对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你要帮我 哈特曼 你必须要帮我 帕埃斯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们无法出动大量的军警 在里约进行全程搜捕 一是警力不足 第二 那会引起更大的混乱 给那些攻击本届奥运会 以及我的政敌们 留下最好的把柄 我请求您 帮我秘密地解决了这起严重事故 您需要什么样的回报 现在就可以告诉我 当然要回报了 哈特曼很自然地接口说道 我没有我的哥哥 那么正直高尚 不求回报 我做的任何事情 都需要好处 而且是大量的好处 可怕卡巴纳湾太混乱了 需要好好地整顿一下 你的军舰 可不会一直停留在那里 帕埃斯一下子 就读懂了哈特曼话里的意思 当然 在奥运会结束后 我会把可怕卡巴纳湾 亲手交给你来治理 我不会在乎那些反对的声音的 哈特曼说道 我需要一些当地的警察 我会再调集一些 鼓傭兵进入里约 当然 我还需要他 我的朋友 雷欢喜先生 啊 欢喜哥根本没有想到 哈特曼会说到自己 这跟自己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拜托 自己只是一个运动员 来里约是来参加比赛的 可不是来帮你们抓贼的 别开这个玩笑好不好 他 为什么 帕埃斯 也明显地跟雷欢喜一样的奇怪 里约热内卢 需要一个英雄 一个跟巴黎一样的英雄 哈特曼微笑着 点燃了一只粗大的雪茄 所谓的英雄 很多时候都需要一个幕后团队最大限度的支持 我认为雷欢喜先生 最适合当这个英雄了 哈 巴黎的英雄 李悦的英雄 难道你不觉得兴奋吗 帕埃斯市长先生 只要真的能够消除这些隐患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帕埃斯 没有一秒钟的迟疑 就答应下来 在这座城市里 你将得到最大的特权 当然 还有你 我的英雄 雷欢喜先生 微微 麻烦你们 征求一下你家欢喜哥的意见好不好 你们让我当英雄 也得你家欢喜哥愿意当才行啊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我是来参加比赛的 不是来帮李悦警察打击黑帮的 可不是吗 不是每个人都想当英雄的 尤其是你必须要弄清楚 你来这里是做什么的 欢喜哥已经在巴黎 品尝到当英雄的滋味了 现在 他来李悦 只想安心地把比赛比完 安心地多拿几块金牌 用来回报对自己信任的人 然后 再安心地离开李悦 剩下的 剩下的 剩下的他根本就不想去管 天塌下来都不想去管 为什么呀 哈特曼朝这个年轻人看了一眼 就在几个小时前 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 你的国家 一名运动员被抢劫了 中国运动员被抢劫了 在里约热内卢 他去报警 但却发现 在这个城市的警察局里 报警需要排队 哈特曼继续说道 你是不是觉得非常荒谬 因为抢劫而报警的 已经排起了长队 雷 如果是我的国人被抢劫了 而且正好在我力量范围内 我能够解决 我一定会出手的 雷欢喜沉默了下来 自己国家的人被欺负了 能出手时 为什么不出手呢 但真正打动他的 却是哈特曼下面的话 里约热内卢 一片混乱 完全可以称他为混乱之都 但是 不要小看这个城市 在未来不久后的某一天 这个城市 将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你 对我 都是如此 到了那个时候 一个英雄的身份 会让你做事 倍感辩解 也不知道为什么 欢喜哥 相信面前这个猥琐的家伙 所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他并没有去问 将来是什么事 因为他知道 以哈特曼的性格 就算自己问了 他也不会说的 我该怎么做 欢喜哥 只问了这么一句 哈特曼的脸上 露出了笑容 十八戒黑帮 马拉十八 野蛮萨尔瓦多人 我的朋友 十八戒黑帮和马拉十八 是一伙的 他们的力量 相比较野蛮萨尔瓦多 要强大很多 我们必须拉拢一派 打击另一派 你来选择 你会怎么做 当然是打击野蛮萨尔瓦多了 欢喜哥 想都不想就说道 反正都是黑帮 先减软的打 没错 哈特曼的烟吟很大 又给自己 点着了一根雪茄 但是 你从另一个角度 考虑过没有 帮助一个 本来就很强大的人 打败一个弱者 强者 并不会给予你 多少的感激 而反过来呢 帮助一个弱者 打败一个强者 你会赢得他的尊敬 起码 在短时间内 是如此的 欢喜哥 好像听懂了什么 打击黑帮的时候 如此 在生意场上 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哈特曼 不是在告诉自己 应该如何打击黑帮 而是在那里告诉自己 应该如何做生意 强者打败弱者 会变得更加强大 那就不好控制了 欢喜哥 似乎在那里 自言自语 帮着弱者打败强者 控制住这个弱者 让他为自己服务 是不是这个道理 哈特曼先生 哈特曼笑了 你很聪明 我的小朋友 在你未来的道路上 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强者和弱者 所以 如何做出选择 是你一直要面临的问题 第一次见到哈特曼的时候 欢喜哥觉得这个家伙特别的猥琐 特别的讨厌 然后 哈特曼设计陷害了自己 让自己几乎抓狂 对他自然而然的 又有了一些敬而远之 但现在 他发现自己 居然有些 喜欢跟这个家伙待在一起了 还有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哈特曼忽然变得得意洋洋起来 你跟我的哥哥 那个永远正直高尚的斯蒂芬 在南非 也一起打击过黑帮 他做过的事情 我也必须要做一次 卧槽 刚刚对哈特曼生腾起的好感 一下子又消失了一大半 估摸着这个猥琐的家伙 更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他什么事情都要跟斯蒂芬比一下 而自己还是那颗被他利用的棋子 算了算了 反正反抗也没有用 哈特曼总会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 让自己不得安生的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既然你无力反抗命运 那就享受 去享受一下吧 我的小朋友 哈特曼看了一下时间 一个小时后 我们出发 欢喜哥 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闭目养神 他没有问一个小时后要去哪里 更加没有问要去做什么 他的态度反而让哈特曼正了一下 但随即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就是这样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年轻人 欢喜哥睡了一个小时的好觉 外面的那些美女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哈特曼准时叫醒了他 出发吧 欢喜哥还是什么都没有问 跟在哈特曼的身后走了出去 没有带维斯特 这可正合维斯特的心意 这里这么多的美女 维斯特大少爷 哪里都不想去 哈特曼人长得猥琐 但是开的车可实在漂亮 一辆迈巴赫跑车 但问题是 欢喜哥怎么看这辆跑车 都跟哈曼特这个人不搭配 迈巴赫在一处看起来 很普通的两层楼房前停了下来 一走进去 在一楼就看到一个正在那里看着报纸的光头 哈特曼先生 光头站了起来 毕恭毕敬地说道 可是哈特曼根本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静止带着欢喜哥上了二楼 这哪里啊 欢喜哥朝左右看了看问道 FBI在李约的办事处 还记得我说过 这是我借给他们的吗 FBI在李约的办事处 好家伙 斯蒂芬和哈特曼这哥俩 把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 当成自己家里跑啊 二楼几乎所有的房间里 都有正在忙碌着的FBI探员们 以及各式各样的机器 哈特曼来到了二楼最右手的一家房间前 连门都没有敲 直接推门闯了进去 见鬼 办公室里的一个中年男人惊叫起来 一看到是哈特曼 这才松了口气 嘿 你以后能不能敲下门 哈特曼一句话也没有说 直接来到了办公桌前 分开了中年男人 一把从办公桌下 拉出一个棕色皮肤的美女 走吧走吧 我还有事 美女擦了擦嘴 朝哈特曼抛了一个媚眼 扭动着腰肢 离开了办公室 欢喜哥看得目瞪口袋 你的裤子 哈特曼指了指中年男人的裤子 哎 这是FBI 在里约办事处的负责人 亨德森队长 亨德森 这是我的朋友 没欢喜先生 亨德森站起来 拉好了裤子拉链 我知道 刚刚拯救了巴黎的英雄 还是我手下人 去把他从机场 接到你那里的 哈特曼先生 这里是联邦调查局 里约办事处 可我怎么觉得 我们这些探员 都成为为你私人服务的了 哈特曼居然坐到了 亨德森的办公椅上 因为在里约 你们离不开我 瞧 我有一些雇佣兵 明天就会到达里约 我需要一批武器 清单 我都给你开好了 说完 他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张纸 扔到了办公桌上 亨德森拿起了纸 看了几眼 说道 哈特曼哈特曼 你准备在里约 挑起一场战争吗 瞧 这个城市已经够乱的了 不 该死的 这个国家都乱了 哈特曼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就是为了制止混乱而来的 你要知道 我刚跟这个城市的市长 达成了一份协议 这对我的生意 是很有好处的 亨德森 你必须得帮我这个忙 在里约 虽然混乱 但有美丽的风光 还有愿意待在办公桌下 为你服务的性感姑娘 难道你想调到塞拉利昂去吗 哦 这我倒可以帮忙 亨德森一点地无可奈何 算了吧 哈特曼 你又用这套来威胁我 我不想去塞拉利昂 我会帮你搬驼的 说完 他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哈特曼 你知道吗 当年我在非洲的一个小国家里 闷热 贫穷 瘧疾 无时无刻都在威胁着我 我做梦都想掉里那里 然后哈特曼找到了我 说他可以办到 但条件 是我为他办事 亨德森答应了 而哈特曼 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办妥了 亨德森 被调到了 美丽浪漫的 里约热内卢 可是这个时候开始 亨德森 却开始发现自己变成了哈特曼的奴仆 嗯 起码亨德森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不管在里约热内卢有什么事 哈特曼总会让他去办 而且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 亨德森非常清楚的只有一件事 既然哈特曼有能力 把自己调到里约热内卢 也有办法 把自己再调到一个更加艰苦的环境去 他可不想再回去了 所以他不得不尽心尽力的 为哈特曼办事 哈特曼微笑着站了起来 不要总是抱怨 再为我工作三年 三年后 你会被调到麦阿密 那可是你的梦想 是吗 亨德森哭笑着说道 哼 曾经的梦想 一旦我真的被调到了麦阿密 那我这一辈子 也都摆脱不了你了 哈特曼带着雷欢喜 离开了办公室 但是走到门口的时候 却说了一句 你本来这一辈子 就再也无法离开我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从FBI出来 哈特曼立刻带着欢喜歌 又到了李约热内卢的一个地方 这里 大概是李约的贫民区了吧 很难想象 在一个即将召开奥运会的地方 居然还会有如此贫穷肮脏的地方 住在这里的大多数 都是棕色或者黑色皮肤的人 从他们的穿着打扮上来看 就知道 这些人过得并不怎么好 所以 当豪华的麦巴赫 开进这里的时候 引来的都是羡慕或者仇恨的目光 哈特曼却一点也不在乎 他刚跟欢喜歌 从汽车上下来 几个蚊子身 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年轻人 就围了过来 领头的那个 拍了一下麦巴赫 真是一档好车 要不少钱吧 把你肮脏的手 从我的车上拿走 哈特曼冷冷地说道 你说什么 年轻人恼怒地 拔出了一把刀 不断地在那里比伙着 你这个该死的外国佬 我会切下你的一根手指 他的同伙们 很快就把哈特曼和雷欢喜 包围了起来 我的确是外国佬 而你 虽然出生在里约热内卢 但对这个地方来说 你一样 也是无法融入 当地社会的外国佬 所以 你只能生活在这个肮脏的地方 然后 做些拉皮条 或者是贩毒的工作 来勉强维持生计 好 对了 你还可以威胁一些胆小的人 也许能够多弄到几个零花钱的 哈特曼的话 刻薄 丝毫不留情面 当然 你可以庆幸的是 你只想要我一根手指 所以 我也只会打断你的一个胳膊 该死的外国佬 年轻人明显地被激怒了 恶狠狠地挥着刀 一刀就朝着哈特曼扎了过来 哼 枪声响了 年轻人捂着胳膊 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而一把枪 出现在哈特曼的手中 年轻人的同伴们 全都被吓傻了 你真幸运 我今天不想杀人 哈特曼 若无其事地说道 怎么了 怎么了 十多个人 从一间房子里冲了出来 可是 当他们一看到哈特曼 领头的那个人 立刻说道 哈特曼先生 您怎么来到这里了 带我去见马克 加西亚 好的 哈特曼先生 请跟我来 哈特曼 走过受伤的年轻人身边时 从口袋里 掏出了几张钞票 扔到了年轻人的身上 现在拿着这些钱 去看医生吧 今天是个教训 你虽然受伤了 但将来 你再也不会做出 这样出格的事情 也许会挽救你的生命 说完 他看也不看年轻人一眼 带着雷欢喜 从这些目瞪口袋的家伙身边 走了过去 这是雷欢喜 第一次见到 被称为萨尔瓦多毒蛇的 黑帮头目 马克 加西亚 跟那次 在南非的时候 与斯蒂芬先生 待在一起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斯蒂芬先生 是冷静的 睿智的 能不动手 就尽量的不动手 但是 他的弟弟 哈特曼 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言不合 直接开枪 天哪 这个地方的法律 对他有用吗 哈特曼先生 您怎么来这里了 看得出来 这个外号 萨尔瓦多毒蛇 马克加西亚 一样对哈特曼 毕恭毕敬 这个地方 可实在不适合 您这样的人来 您打一个电话 我会来见您的 好了 客套话不要说了 哈特曼 直接坐了下来 听说 你掉了很多枪手 进了里约 是的 哈特曼先生 在哈特曼面前 是没有什么事情 用得着隐瞒的 我们准备 和十八街黑帮开战了 你也知道 我们忍了他们很久 可是他们 总是那么的过分 这一点 您不能责怪我 我可不会责怪你 你和巴特霍洛 总是那么的 想要干掉对方 哈特曼 耸了耸肩 说道 但是 马拉十八 很明显的 是站在巴特霍洛 这一边的 你根本没有办法 打赢这场战争 而且 你必须要清楚的是 现在可是奥运会 开幕在即 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枪战 必然会激怒巴西政府 军队将会出现在里约 你跟你的帮助们 一个都跑不掉 加西亚愁眉苦脸 这些我都知道 哈特曼先生 但我能怎么办呢 难道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把我跟我的人打死吗 所以 我出现了 你的恩人 你的救星 你的主人 当哈特曼 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欢喜哥 实在是有些哭笑不得 哈特曼总是这样的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吗 你的主人 当加西亚 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 心情会是什么样的 难道哈特曼 不会用更加 婉转的方式 说出来吗 你准备帮我们吗 哈特曼先生 加西亚 却并没有生气 这是有条件的 酷爱雪茄的哈特曼 又给自己点着了一根 我要整个 李悦的野蛮 萨尔瓦多人帮 从此以后 都听我的 我让你们做什么事 都必须 要无条件地 帮我去完成 从你 到下面的 每一个帮助 都是如此 看到加西亚 有些迟疑 哈特曼 抽了几口雪茄 你当然可以拒绝我 但是 我会去资助你的敌人 一天之内 我就可以 扫荡干净你的势力 然后 把你扔到监狱里 你放心 在你八十岁以前 肯定无法从监狱里出来了 哈特曼先生 说到做到 加西亚和哈特曼 打交道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他知道 坐在自己面前的是什么人 也知道 他一旦疯狂起来 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答应您 哈特曼先生 加西亚 决定屈服了 为了自己 也为了野蛮 萨尔瓦多人的未来 从现在开始 不管你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会做的 很好 那么 第一件事情来了 哈特曼 指的指身边的雷欢喜 他是我的朋友 中国奥运代表队的 就在不久前 他的一个队友 被人抢劫了 我的中国朋友 很生气 哎 你家欢喜哥 什么时候很生气了 可是 欢喜哥并没有多说什么 贵重的摄像器材 明白吗 哈特曼 缓缓地说道 我知道那家酒店周围 一直有你手下的人 在活动 所以 你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人和摄像器材 带到我的面前来 这也未免太不讲道理了吧 欢喜哥都有一些 帮加西亚叫区 饿滚那么多 万一不是加西亚的手下呢 可是 加西亚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叫过了身边的部下 滴滴地吩咐几句 哈特曼看了一下时间 坐在那里不再说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哈特曼换了中国话 说道 在这里 如果你指望警察破案 那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每天 在里约热内卢 要发生多少的抢劫案 和盗窃案吗 你知道 就算是杀人案 也很难被破获吗 在这里 有一套地下的秩序 不合法 但很管用 雷欢喜 承认他说的这一点 但还是不太理解 你为什么要找到 那个被抢劫走的包呢 不要以为是因为你 你只是个幌子 哈特曼居然一点都没有隐瞒 我只是要告诉这些 萨尔瓦多人 现在这里有新的秩序了 这个秩序的制定者 就是我 任何人都必须服从 这一秩序 雷欢喜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要建立新的秩序 那是你的事情 非要把你家欢喜哥 给牵着进来做什么 自己可不想跟这些黑帮 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关系 欢喜哥忽然发现 和哈特曼待在一起 真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天知道 他又给自己挖了一个什么大坑 就在一个小时的规定时间 快要到的时候 一个瘦小的萨尔瓦多人 被带了进来 加西亚的部下 在他耳边滴滴地说了一会儿话 然后把一个包交给了他 拿着这个包 加西亚来到了哈特曼的面前 哈特曼先生 这是您的中国朋友失窃的那个包 里面的东西都在 这个人叫艾莫里 是个趴手 准确地说 这次并不是抢劫 只是一次道歉 天哪 他们真的找回来了 欢喜哥真心服气了 艾莫里 哈特曼看都没有看那个包 听着 从现在开始 不许偷中国人和德国人的包 告诉你所有的同行们 是的 先生 艾莫里慌乱地说道 很好 我很高兴 你能够听我的话 哈特曼淡淡地说道 但是 这次的抢劫事件 给中国朋友 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挽回 艾莫里 我建议你现在 就切下自己的一根手指好吗 我建议你现在 就切下自己的一根手指好吗 见鬼 哈特曼居然询问对方这个问题 先生 先生 求求你 可怜可怜我吧 艾莫里哀求着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再也不会这样了 做错了事 总是要得到惩罚的 哈特曼却根本无动于衷 你或者 可以选择我让人杀了你 可是 我不赞成你这么做 相比于丢掉性命 失去一根手指 总是要好得多 加西亚 加西亚 接过了一把刀 扔在了艾莫里的面前 结局其实完全可以猜到 尽管艾莫里不情愿 而且还非常害怕 但出于强烈的畏惧 她还是切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 然后抱着流血的手 惨呼着 真是很有收获的一天啊 哈特曼满意地站了起来 加西亚 现在 你可以在这里等着我的消息了 瞧 我总是喜欢听我话的人 对吗 我对你妹妹的头啊 雷环喜越来越觉得 和哈特曼在一起 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了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享受听到我播讲的 更多更快的小说 请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播书人郭瑞 不要忘记呀 微信公众号是 播书人郭瑞 期待大家的关注啊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她先找到中国奥运代表团 奥运村的地点 交还了那名中国运动员 丢失的物品 这让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领导们 大为惊奇 在这样一个 几乎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发生抢劫 甚至连警察都参与到抢劫中的城市 这个游泳队的天才 是凭什么能够找到丢失的物品的 欢喜哥没有说真话 他只是说 自己在里约正好有个朋友 碰巧认识那个小偷 所以就把他找了回来 哈特曼专门给他派了一辆车 负责接送他 现在是时候跟自己的团队会合了 团队并没有在奥运村里 众所周知的是 即便开幕在即 奥运村竟然还没有完工 脏乱差 充斥其间 甚至意大利代表团 还自己掏钱 请了维修工 来修复宾馆内的破损 所以我们竭尽所能 在里约郊外 给你找了一个休息训练的地方 来接欢喜哥的时候 何少明在车上如此说道 虽然远了一点 但安静 而且环境不错 不过 唯一遗憾的是 没有能够下水训练的地方 不过 对于这一点 我们倒并不是特别的担心 你可以去游泳馆 进行适应性的训练 而且你的实力摆在那里 所以你住的地方 主要是进行一些 体能上的训练恢复 这一点 不但何少明不担心 就连欢喜哥自己也不担心 正想说话的欢喜哥 打了个喷嚏 哎 难道是谁在想自己 嗯 肯定是有人在想自己 自从身体里 有了龙王灵力 并且在小胖的不断改造之下 生病这种事情 早就跟欢喜哥绝缘了 那次务实损不算 丁丁 嗯 一定是丁丁在想自己了 住的地方比较远 不过 安全系数也相对的高一些 而且接近的时候 发现门口 居然还站着两个安保人员 门口两个 里面还有四个带枪安保 是从专门的安保公司聘请的 何少明解释了一下 虽然这里比里约势力安全 但毕竟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比赛开始之前 你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这是一个美国富豪 建在这里的度假庄园 何少明通过关系租用下来 没关系 刚进去庄园 从车上下来 几个人已经一起出现了 联络官 唐景森 阿唐 运动恢复专家 体能训练师 左一恒 老左 医疗保障助理 崔素贞 丁丁呢 为什么没有看到丁丁 嘿 兄弟姐妹们 欢喜哥 暂时不去想丁丁 逐一跟他们拥抱了一下 他们不光是自己的保障团队成员 更是自己的朋友 是家人 从国内到首尔 每一次的比赛 他们始终都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欢喜啊 唉 阿唐叹息了一声 有个不好的消息 丁丁回美国了 啊 欢喜哥 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为什么呀 他在美国 有急事 阿唐 一本正经地说道 而且他说 见到你有什么意思 你都是有女朋友的人了 说到这里 阿唐自己都忍不住地 哈哈地笑了起来 欢喜 你看你那紧张的样子 合着我们这么多人 都比不上一个丁丁是吧 咋 在那里寻自己开心呢 可为什么 欢喜哥的脸会红了呢 然后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穿着露旗装 热裤 光着脚 手里还端着一个盘子 丁丁 除了丁丁还会是谁 丁丁一口气 爆出了欢喜哥 曾经在飞机上瞎掰的 异常串的名字 然后说道 我是你的医疗保障专家 营养师丁丁 啊 欢喜哥张大了嘴 这么长时间了 我的这个英文名字 你还记得呀 过了多少年都记得 因为那次我们打赌 今后你只要比赛吃什么 都由我来决定 丁丁板着脸 把手里的盘子 递到了欢喜哥的面前 所以 这是你今天的午餐 我操 又是这个 两片面包 上面恶心地涂了土豆泥 两片生的西红柿 一段被剥了皮 明显被烤过的香蕉 还是那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配方 妈妈 我想回家 我要吃肉 可是 为什么欢喜哥心里 觉得暖暖的呢 欢喜哥接过盘子 然后 交给了崔素贞 接着 在众目睽睽之下 给了丁丁 一个很热情很热情的拥抱 丁丁的脸 一瞬间就红了 这是这个男人 第一次 这样的拥抱自己 他觉得 这样的感觉很好 他愿意这样 一直被这个男人抱着 问题是 边上还有人看着呢 问题是 欢喜哥 这他妈的拥抱时间 也太长了吧 哎 差不多得了啊 何少明 捅了捅 欢喜哥 讨厌 太讨厌了 为什么没有外星人 忽然出现 把你们带走呢 尤其是你 何少明 东尼 外星人把你抓走以后 专门让你 跟长着触角的母外星人 交配繁殖 哈哈 可怜的何少明 哪里会想到 欢喜哥的心里 居然有了如此 龌龊的想法呢 可是 在吃饭的时候 欢喜哥 一点都笑不出来了 是在庄园的草坪上吃的 何少明还专门 请了两个厨师 一个巴西人 一个是中国人 这什么呀 欢喜哥 看着巴西厨师 端上来的吃的 咽了一大口口水 你吐不吐啊 那么有名的巴西烤肉 都不知道 老左吃了一大块的巴西烤肉 含糊不清地说道 你妹 我知道这是巴西烤肉 可是我 欢喜哥 低头看了看 自己盘子里的 那可怜的两片面包 这又是什么呀 欢喜哥继续咽了 一大口口水 东尼请的巴西厨师 做的菜 不太适合我们 丁丁优雅地 夹起一筷子菜 继续优雅地 送到嘴里 所以请的中国厨师 是专门做江浙菜的 这倒是醉鱼 用优质鲜鱼 加糟烧酒 再加纯中药秘方 提炼香料 精致而成的 你妹 我知道这是醉鱼 可是我 欢喜哥低头 看了看自己盘子里 那恶心的土豆泥 这又是什么呀 欢喜哥的眼睛 完全绝望了 这个好吃 好吃 阿唐吃的津津有味 这是大名鼎鼎的 巴西风味椰奶虾 你妹 我知道这是巴西风味椰奶虾 可是我 他妈的 香蕉就香蕉吧 还烤过 当我是大猩猩啊 不对 恐怕连大猩猩都不会吃的吧 所以 我们的欢喜哥 当即立断 抬起头来 满脸的讨好之色 丁丁 你瞧 咱们就别重逢 今天好歹让我吃点 明天 明天开始 我保证 严格按照你制定的食谱来 丁丁歪着头想了想 好吧 就给你破一次力 不过吃多少 由我来定 接着 我们的欢喜哥 就得到了一顿 丰富的大餐 一片薄的 几乎透明的巴西烤肉 一条小的 一不留神 就看不到的醉鱼 外加一点点的 椰奶虾的奶汁 可这让欢喜哥 忽然有了一种土豪的感觉 咱也吃上了不是 欢喜哥 甚至还动用上了 刀叉 勺子和筷子 你做什么呀 丁丁好奇地问道 咱是土豪了 对不对 欢喜哥洋洋得意 刀叉是吃烤肉的 筷子是吃醉鱼的 勺子是喝汤的呀 然后 他用刀 切下了比指甲盖 大不了多少的烤肉 用叉子 艰难地 插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 送到了嘴里 丁丁强忍着 不让自己笑出来 为什么跟欢喜哥在一起 总是让自己那么开心呢 欢喜哥的竞争对手 何少明在国内的时候 已经跟他分析得差不多了 而且 对于欢喜哥的实力 团队是绝对放心的 在运动竞技层面 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最担心的 除了巴西的治安外 还有随时随地 都会被感染的赛卡病毒 何少明 郑重地提醒他 已经有不少国家的运动员 因为担心 被赛卡病毒感染 而拒绝了参加本次奥运会 所以 从现在开始 你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大哥 我都已经去过了 而且明天还要去呢 欢喜哥 可不敢把这真相 告诉何少明 一只老鹰 忽然出现了 咦 这里居然有老鹰 雀鹰 这里主人养的 没有攻击性 何少明 看了一眼老鹰 哦 欢喜哥 欧了一声 我明天要出去一下 队里的事情 不能不去 这算是为自己 明天的消失 找借口了 嗯 队里没有太大的问题 何少明点了点头 一个是这里 一个是在奥运村里 你从现在开始的生活 基本上 就是这两点了 奥运村 虽然条件 比较那个什么 但在安全上 还是有很大的保障的 当然 也不能掉以轻心 对了 明天你事情结束得早 我们一起 去比赛场馆看一下 欢喜哥又打了个喷嚏 难道是安妮在想着自己 啊 安妮也快到里约热内炉来了 这里的治安不好 可得劝劝购物狂的安妮少出去 尿急 欢喜哥站了起来 我先去方便一下 他刚一离开 一道黑影 闪电般的冲了下来 一口叼走了 欢喜哥的巴西烤肉 雀鹰 是那只该死的雀鹰 我的巴西烤肉啊 在这里人抢劫 连他们的鸟也抢劫呀 欢喜哥 如丧烤笔的哀嚎声 很快 就在庄园里传了出来 怎么样 就这么光着脚 在庄园的草地里走着 不必很久没有见面了 一见面就问你过得好不好 没有意思 尤其对欢喜哥和丁丁来说 只要能够见到彼此就可以了 听说李约最有意思的时候是晚上 还是欢喜哥 先开口说道 我们一起去玩吧 不行 都你说过了 不让你出去 丁丁一口拒绝 可是 欢喜哥是谁 有名的软磨硬泡专家呀 足足纠缠了丁丁 差不多三十分钟 从历史说到地理 从人文说到情怀 从世界大同 说到伊拉克局势 丁丁彻底的被他绕晕了 也许 大概 可能 偶尔出去放松一下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所以 丁丁就被大忽悠欢喜哥 忽悠上了汽车 而且 还是偷偷摸摸的 哈特曼 安排给欢喜哥的司机 是个当地华侨 姓窦 在里约热内卢 住了已经三十年了 一听说欢喜哥 想体会一下当地的夜生活 立刻接口说道 想体验纯正的里约夜生活 必须去最正宗的巴西酒吧 可这样的酒吧都在贫民窟 到处都是危险和罪恶 是黑社会控制最猖獗的地方 连警察都无法插手 啊 叮叮嘀嘀的惊呼了一声 老豆继续说道 真想去 一定要去夜总会 那是里约夜生活最迷乱的地方 没有之一 不过你千万不要招惹那里的妓女 那些战监女都不是什么巴西乳神 而是人妖 啊 这次 轮到欢喜哥叫了出来 真的 老豆说得非常肯定 巴西有个大足球明星 罗纳尔多 有次召集 结果来的三个全是人妖 其中的一个还偷走了她的驾照 企图敲诈她 丁丁害怕起来 要不我们别去了吧 去啊 那么好玩的地方 欢喜哥却变得兴奋起来 老豆 开车 就去那个地方 看着丁丁满脸的害怕 欢喜哥知道 这就是她跟安妮不同的地方 安妮要是听到那么刺激危险好玩的地方 早就憋不住 拉着欢喜哥一起去了 把他们送到那里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黑了 这也就意味着 李悦的夜生活已经正式开始 刚走进去 就看到街的两边 站满了浓妆艳抹的女人 根本不管欢喜哥身边 还有女伴呢 冲着欢喜哥连连招手 一边指着自己硕大的乳房 一边用英语叫着money 人妖 人妖 欢喜哥 想着老豆的话 坚定的 连看都不看这些女人一眼 走了没有多少路 节奏强烈的音乐 很快就传了过来 一家一家的酒吧淋漓着 而且有个奇特的现象 来这里的人都端着啤酒 边走边喝 走到哪个酒吧 就站在哪个酒吧的门口喝 喝完了 再欢一家 老豆在开来的时候 也告诉过他们 酒吧里酒的价钱很贵 所以 来泡吧的人 都是到别的零食杂货店 或者推着小车贩卖的人 那里去买 然后 端到酒吧门口去喝 这样又自由又省钱 这样一个个酒吧转下来 天也就亮了 卧槽 难道这些泡吧的人 都不用上班吗 和国内的酒吧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国内 你自己拎瓶啤酒 去酒吧门口蹭吧 试试看 要都是这么做 那些酒吧老板 拿什么赚钱呢 欢喜哥 怎么想都想不通 在前面强烈奔放的音乐传来 一大群的当地人 拎着啤酒 要么叫好 要么在那里热舞 男男女女都有 尤其是那些巴西的美女们 穿的都非常的火辣 凡是路过的人 不管会不会跳舞 都会情不自禁的 被这强烈的音乐 和奔放的人群 加入到其中 欢喜哥和丁丁 自然是毫无悬念的 被吸引过去了 还没怎么着呢 欢喜哥和丁丁 竟然不知道被谁 拉到了跳舞的队伍里 这就苦了欢喜哥了 他是真的不会唱歌跳舞啊 可是丁丁 咦 丁丁居然跳舞跳得那么好 大幅度地扭动了胯部 原本一直盘着的头发 也散了下来 两只手举在头顶 柔软的腰肢 抖动得非常厉害 完全一点也不逊色于身边的 当地美女们 很快的 叫好声就传了出来 跳舞是不用什么语言的 在那乱跳仪器的欢喜哥 都看得呆了 很多男男女女 都不知不觉地 围在了丁丁的身边 一边跳着 一边为她喝彩 丁丁成了这里 当之无愧的主角 丁丁特别地开心 她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那么疯狂过了 她是一个医疗专家 一个营养专家 平时待的最多的地方 就是实验室 像这样疯狂地跳舞 还是在大学时候的事情呢 有几个巴西当地人 分开人群走了进来 身上都是纹身 他们围住了丁丁 一边扭动着 一边在那里说着什么 虽然丁丁听不懂当地话 但猜也猜出来 不是什么好话 她有些害怕 想要离开 可是这几个人却围住了她 不管她从哪里走 都会拦住她 然后那表情那样子 明显地充满了猥亵 欢喜哥立刻冲了进去 一把拉住丁丁 就要往外走 巴西人骂了一句 这回欢喜哥和丁丁 都听懂了 是英文 然后巴西人一拳挥了上来 欢喜哥的反应速度 绝对是非人类的 她侧头一让 躲过了对方的袭击 然后空出来的一只手 一个还击 就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对方的脸上 结果 当然不用想了 那个巴西人捂着脸 倒在了地上 边上的人 居然开始叫起好来 像这样的事情 在这里 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发生 那个巴西人的同伴 很快就冲了过来 欢喜哥把丁丁 往边上一推 打呗 不就是打个架吗 对手有七八个人 欢喜哥的身上 挨了不少的拳脚 可是那些巴西人 却一个接着一个的 被他放倒了 开什么玩笑 他可是无所不能的 欢喜哥呀 旁边的人都在狂呼着 功夫这个单词 欢喜哥哪里会什么功夫啊 根本就是靠着反应 和铜筋铁骨 在那里硬打 可是 这七八个巴西人 真的全部被他干倒了 嗯 享受欢呼的滋味不错 看着被自己放倒的 这些家伙 欢喜哥得意洋洋地享受着 还居然像模像样的 朝那些欢呼的人群挥手 哎 这些巴西人怎么不欢呼 而且还纷纷地躲到一边去了 跑啊 欢喜哥 猛地惨呼一声 一把拉住 叮叮的手就跑了 为什么 从各个酒吧门口 出现了大量 操着家伙的当地人 欢呼乱叫着 朝这里冲来 至少有三四十个 妈呀 自己这是捅了马蜂窝了呀 警察 警察 救命啊 欢喜哥 看到街口 停着一辆警车 大声地叫起了救命 哎 为什么车里的警察 把车窗给摇上了呢 你妹呀 那些家伙 紧追不舍 而且人越来越多 欢喜哥 要想自己跑掉 绝对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 身边还有一个丁丁啊 欢喜哥 我跑不动了 丁丁实在是吃不消了 他又不是运动员 欢喜哥也不废话 一抄 居然把丁丁横抱起来 拉开两腿就跑 丁丁的手 勾在欢喜哥的脖子上 他忽然觉得 一点都不危险 反而 还充满了浪漫和幸福 跑了没有几步 他居然咯咯地笑了出来 大姐呀 我们在逃命啊 我爸妈和导师 看到我这个样子 肯定会被吓坏的 丁丁笑得非常开心 他长得那么大 都没有做过这么疯狂的事情 大姐呀 别笑了 我抱着你 现在正在逃亡呢 就算抱着个人 欢喜哥的速度 也一点都没有减慢 雷先生 这里 这里 一直都在那里 等着他们的老豆 拼命地挥着手 就算是上了车 丁丁还是在那里 咯咯地笑着 欢喜哥 可累得像条狗一样 在那里糊驰糊驰地 喘了粗气 就算是欢喜哥力气大 耐力好 但也终究 还是个人类 抱着个人 跑得那么远的路 一样会累的 老豆开车的技术好 车子开得又快 很快就把那些追兵甩掉了 丁丁直到这个时候 才发现自己的一只鞋 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 可她却笑得更加开心了 似乎现在发生的任何事情 都能够让她笑 回到庄园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了 丁丁干脆扔掉了另一只鞋 又像白天那样 赤着脚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口 谢谢你欢喜哥 丁丁终于不笑了 跟你在一起 总是有那么多开心的事情 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天了 最开心的一天 姐姐耶 我们差点被人给打死啊 丁丁忽然凑了过来 踮起脚尖 在欢喜哥的脸颊上 轻轻地吻了一下 然后脸红红的 晚安 欢喜哥 她忙不迭地 跑进了自己的房间 关上了房门 可是 一颗心 为什么扑通扑通地 跳个不停呢 她喜欢欢喜哥 也知道欢喜哥有女朋友 她不会跟安妮 抢欢喜哥的 她只要能够 常常看到欢喜哥 常常那么开心就足够了 别的 她不在乎 一点都不在乎 人喜欢一样东西 不一定非要到手才可以 丁丁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她悄悄地朝窗外看了看 欢喜哥 一将捂着 那被亲吻过的脸 走出了很远很远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阿特曼 那巨大的别墅里 那些美女们 已经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队雇佣兵 还有那个FBI的队长 亨德森 城乡城乡的武器 就在那里放着 全都是亨德森队长弄来的 嘿 雷 你来了 看到雷欢喜进来 哈特曼表现得非常热情 亨德森队长 你见过了 而这位 是李约热内卢的警察局长 科普登先生 科普登朝雷欢喜点了点头 科普登局长 我的朋友雷欢喜 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 发现了十八届黑帮 与马拉十八黑帮 准备在奥运会开幕前 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袭击事件 华喜哥 听到哈特曼说的这话 也只能够苦笑了 自己什么时候发现过呀 科普登局长 一旦袭击发生 当然了 当然了 还有这些雇佣兵 也不是所有的李约警察 都是坏的 科普登局长 精心挑选出了一批警察 协助行动 当然 以这些警察的能力来说 他们只是配合 抓捕那些被击溃的黑帮分子而已 阿特曼先生 我们准备好了 雇佣兵的头 希克斯走了过来 那么 就让我们出发吧 欢喜哥 就这么糊里糊涂的 被强拉着 去参加了一次 剿灭黑帮的行动 车队在一处街道口停了下来 早就有大量的警察 和FBI特工 在那里等待了 雇佣兵们 纷纷从车里出来 可哈特曼 却稳稳地坐在汽车里 我们不出去吗 欢喜哥 看着车窗外问道 谁 我们 哈特曼笑着摇了摇头 我可爱的小朋友 我们是指挥者 是策划者 而不是实际行动者 这一点 你必须要弄清楚 身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不用在每次战争中 都身先士卒 他要做的 只是有全盘的计划 以及告诉自己的部下 应该去做什么 事事亲为 这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领袖 这话 放到商场上 也一样管用 欢喜哥 很清楚 哈特曼 又在那里 教自己 做生意的道理了 其实 哈特曼先生 欢喜哥 摸了摸脑袋 你这个人 看起来讨厌 但人真的很不错的 你一直都在教我 怎么做生意 雇佣兵 FBI特工 和李约警察 组成的联合部队 已经开始行动了 我真的是个 很讨人厌的家伙 哈特曼 居然如此说道 但你对我 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所以 我才会跟你说这些 不要成皮肤之勇 那种看起来 很勇敢的事 其实 是最愚蠢的 我听说了 你在国内的事 那个 叫朱进岩的 和红珊瑚资本的 亚德里恩 总是在不断地 找你麻烦 是吗 是的 不过只有朱进岩 在这点上 乔远番 已经跟雷欢喜 分析过了 在红珊瑚资本眼里 我只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 小蚂蚁罢了 他们根本不想 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所以 你这个愚蠢的家伙呀 哈特曼 居然骂了 欢喜哥这么一句 既然 你已经知道 红珊瑚资本 想要的是什么 为什么不主动 找到亚德里恩 进行合作呢 什么 主动找到亚德里恩 合作 开玩笑吧 欢喜哥以为 自己听错了 这时候 外面已经传来了 隐约的枪声 哈特曼 却好像根本 没有听到一样 有一点 你没有说错 你是一只蚂蚁 一只 微不足道的蚂蚁 红珊瑚资本 连看都懒得 看你一眼 甚至不愿意 在你身上 浪费一秒钟的时间 但他们 不是不需要你 相反 如果我没有 猜错的话 亚德里恩 很愿意跟你 进行合作 因为 他们要干掉 西海集团 然后干掉 军城集团 还有谁 比你更加了解 江胜利和 朱国旭呢 还有谁 比你更加痛恨 朱进炎呢 这个时候 你这只小蚂蚁 就可以发挥出 作用了 简直是 闻所未闻 欢喜哥 从来都没有 想过这些 枪声 变得激烈起来 哈特曼 依然 无动于衷 西海集团 和军城集团 一定不是 红珊瑚资本的 对手 你完全无法想象 站在 红珊瑚资本 身后的 钻石联盟 有多么的可怕 既然他们 迟早是要 灭亡的 没关系 该考虑 怎么从 这场战争中 让自己的利益 最大化了 为了你 为了你的女朋友 也为了你 未来的老丈人 保留下来 一些什么吧 顺带着 也可以把 朱进盐 一起除掉 这 欢喜哥 觉得自己的脑袋里 一片浆糊 还能这样 哈特曼 嘴上说得轻松 可真要做起来 该怎么做呀 朋友 未必是朋友 敌人 也未必一定 就是敌人 哈特曼 意味深长地说道 想着 怎么利用他们 帮助自己 我从很多人的 嘴里知道 你是一个 很正直 很阳光的人 但是 靠着正直 和阳光 永远得不到 你想要的 为什么 你总是被 朱进盐算计 因为 他为了对付你 可以不顾一切 亲情 友情 在他眼里 一文不值 可是 你做不到 是啊 我做不到 我无论如何 都做不到 让欢喜哥 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去出卖 亲情和友情 他是绝对 不会这么去做的 外面居然用上了手雷 看起来 战斗得非常激烈 哈特曼 在车厢里 点着了一根雪茄 然后 打开了车窗 说道 既然做不到 那就换一个思路 去考虑一下吧 回国以后 找个机会 好好的 跟亚德里恩谈谈 我相信 他已经等你很久了 你们将是 彼此利用的关系 是一个临时的同盟 但我可以保证的是 这个同盟 远比亚德里恩 和朱进炎之间的同盟 更加值得让人信赖 当然 你们最终 还是会分道扬镳 接着反目成仇 可那个时候 你已经得到了 你想要的 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什么 你会壮大 然后 去打倒红珊瑚资本 和钻石联盟 当哈特曼 这话说出来的时候 欢喜哥 真的被吓到了 我会壮大 我会去打倒 红珊瑚资本 和钻石联盟 老兄 开玩笑 也得分开什么玩笑事吧 钻石联盟是什么 国际金融大鳄呀 连小手指头都不用动 就能让自己灰飞烟灭了 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 哈特曼 似乎在那里自言自语 这个责任 总有一个人要去承担的 我过去以为是我 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不管我怎么努力 我都做不到 我拥有着巨大的财富 可是 那又能怎么样呢 我是个畸形 我是个怪胎 从我一出生开始 就注定是个失败者了 所以 我要找个接班人 能够帮我承担起 这个责任的人 欢喜哥这时候 说话都变得结巴起来了 哈特曼先生 你说的不会是我吧 为什么不是你呢 哈特曼朝他看了一眼 接着 哈哈大笑起来 你想得到没 我那么庞大的财富 凭什么要给你 虽然我没有结过婚 也没有孩子 可你有什么资格 来继承呢 欢喜哥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嗯 财富 肯定是人人都喜欢的 但是 听哈特曼 把这个什么责任 说得如此严重 那肯定不是什么 好玩的事情 外面的枪声 从激烈 渐渐变得稀疏起来 嗯 我想他们应该结束了 哈特曼 推开车门走了出去 欢喜哥 也跟着走了出去 亨德森队长 是第一个回来的 好了 进入里约热内卢的枪手 基本上都被杀死 或者捉住了 十八届黑帮 在里约的头目 大力士巴特 霍洛 在抵抗的时候 也被我们击毙了 我想 现在最高兴的 就是那位科普登局长了 谢谢你 我的朋友 亨德森队长 哈特曼 话是这么说 但并没有看得出来 他有多么高兴 我们也算是 帮着里约 做了一件好事 我想 那些奥运参赛代表团 会感谢我们的 嗯 他们该怎么回报我呢 哈特曼 满脑子想的 都是回报 哎 战斗已经结束了 这时候 哈特曼把目光 投到了雷欢喜的身上 新闻发布会 就不用你参加了 但是你要记得 从现在开始 你不光是巴黎的英雄 同时 也是里约热内卢的英雄 是所有奥运参赛队的英雄 好好地回去 准备比赛吧 早晚有一天 你会知道 这个英雄的称号 给你带来的好处 欢喜哥 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是真的不知道 但他相信哈特曼这个人 从刚才在车上的那些话之后 他发现 自己真的 开始信任起了 这个无比猥琐的家伙 或者猥琐 只是他的一种掩饰 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他又到底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欢喜哥相信 自己早晚有一天 会知道的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奥运村的条件 依旧很不让人满意 但那又能怎么样呢 不是所有国家的参赛代表团 都会选择到外面 自己寻找宾馆的 而对于李约 原本寄厚望的 以奥运会 带动当地的经济 狠狠赚上一笔的想法 现在的距离期望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游客来的 远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多 毕竟李约多处的罢工 频繁发生的抢劫盗窃案 以及赛卡病毒 都阻止住了游客的脚步 欢喜哥参加了中国奥运代表团 在奥运村的升旗仪式 在那一刻 他发现自己的心情 从来没有如此的激动过 奥运代表团的领导们 在升旗仪式结束后 先给运动员们做了动员 然后又专门找雷欢喜 谈了一下 大概意思就是 雷欢喜在巴黎的英勇行径 国内也知道了 不但如此 巴黎市政府和法国政府 甚至专门打了感谢电话 素面锦旗多好啊 雷欢喜在心里想到 上面写什么呢 巴黎卫视 法国守护 然后敲锣打鼓的 送到自己手里 法国人好像不兴这一套吧 领导还告诉雷欢喜 中国奥运代表团 上下一致认为 选择雷欢喜担任棋手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等到这次奥运会结束了 回国的时候 还会对他进行褒奖 还有在李约的那些事呢 不过 按照哈特曼的计划 欢喜哥在李约的壮举 开幕式前 暂时不公布 而是会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机会 公布于大众 当这些话都说完以后 几位领导 都把目光看向了 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团长 团长清了清嗓子 雷欢喜同志 我们没有早点发现 你在竞赛项目上 有如此精神的实力 以你在巴黎的表现 完全可以和全世界 任何一个最优秀的 短跑运动员展开竞争 可不是 问题是你家欢喜哥 只是对水上项目感兴趣 跑步 不喜欢呢 团长微笑着说道 在奥运会正式开幕前 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更换名单的机会 经过我们大家的讨论 你看啊 本届奥运会男子游泳项目 是8月7日到8月14日 竞赛项目呢 是从8月13日开始 比如男子100米预赛 巧了 13日这天 你报名参加的运务项目 只有男子4成100笔预赛 按照规则 在决赛里还是可以换人的 啊 欢喜哥忽然知道 他们想要做什么了 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 果然 团长终于说出了 他们这次来的真实目的 所以 你团里有个想法 想让你 报名参加 男子短跑100米 和200米的比赛 你的态度是什么 啊 还真是这样啊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 跨大象参加的运动员 不是没有 但那都是远古级的了 要让一名精英运动员 跨大象比赛 那真的是疯了 绝对的疯了 没关系同志 中国在奥运会 男子短跑项目上 还从来没有取得过 重要突破 一位副团长 接口说道 所以 团里对你寄予了 很大的厚望 在宝贵的最后一次 换人名额前 我们顶住了 巨大的压力 不需要你参加 奥运资格选拔赛 你代表的 不是个人 而是整个国家 本来按照欢喜哥的想法 他是坚决不同意的 参加游泳 就参加游泳呗 怎么又让自己去参加 什么短跑项目了 不过 副团长 抬出了国家荣誉 这几个字 又让我们的欢喜哥 迟疑起来 是啊 这可是真正的国家荣誉啊 自己 可是这届奥运会的棋手啊 没关系同志 我们知道你很为难 但是 我们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的 一个是你的参赛资格问题 第二 你毕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竞赛项目 万一无法取得成功呢 可是 为了我们国家 能够在这个项目上有所突破 我们决定冒一次险 领导同志 别说了 欢喜哥打断了团长的话 我同意参加男子短跑100米和200米项目 但我有一个要求 好好 你说 能办的 我们都给你办的 欢喜哥在那里停顿了一下 长年的训练比赛 让我身上伤痕累累 内心尤其疲惫 所以 在这届奥运会结束以后 我决定 永远地退出体育项目 这样无耻的话 恐怕也只有欢喜哥能够说得出来了 常年的训练比赛 还身上伤痕累累 身心疲惫 谁看到过雷欢喜训练了 领导们有些愁愁起来 毕竟 以雷欢喜的年纪 再参加一届奥运会 一点问题都没有 现在 她提出要退役了 在那里商量了一会儿 最终 还是决定 满足雷欢喜的这一要求 毕竟 能够在这届奥运会上 创造出一个奇迹 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从领导办公室出来的时候 雷欢喜还是有点发懵 跨大象参加比赛 真的实在是太疯狂了 之前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 那些领导们 是怎么想出这些疯狂主意的 欢喜哥 欢喜哥 远远地就看到 有人兴奋地朝着自己挥手叫着 安妮 安妮到了 老天呢 一看到安妮 欢喜哥忽然又有了流鼻血的冲动 国旗红的吊袋 短的直到胸口一下 安妮的身材本来就好 胸口撑得鼓鼓囊囊的 下面是热裤 两条大长腿实在耀眼 然后就是安妮最喜欢的 永恒不变 但特别容易引起别人犯罪欲望的高跟鞋了 欢喜哥 咽了一大口口水 安妮 听哥哥一句劝啊 就你这样的 少上礼乐街头 很容易就被弄什么的 哎哟 欢喜哥 人家就天天陪在你的身边了 安妮 亲密地 挽住了欢喜哥的胳膊 欢喜哥 你可太牛了 居然跑到巴黎去制止了一次恐怖袭击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勤奋 努力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安妮 你也能做到的 滚 我爸妈呢 伯父伯母还有莫胖子都在宾馆呢 安妮也不再开玩笑了 伯父伯母听到你去爆炸弹 都被吓坏了 伯母还说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大胆 让我好好管管你呢 少来了 最后一句话 十有八九 是你安妮自己编出来的 来到宾馆的时候 身材火辣的异国美女安妮 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大量的目光 可是 安妮根本就没有去看她们 欢喜哥 野泽香惠子跟我通过电话了 他带领你的粉丝 今天晚上也能到了 一听到野泽香惠子的名字 我们的欢喜哥 一颗心 又开始扑通扑通的跳了起来 那次冒险香艳的经历 平时也想不到 可是 只要一提起野泽香惠子的名字 总是会出现在欢喜哥的脑海里 冷静 冷静 别那么没有出息 爸妈 一推开房间的门 欢喜哥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父母 墨胖子这家伙 居然也在这间房间 欢喜 快让妈看看 快让妈看看 梁雨丹 一看到儿子进来了 赶紧站了起来 把自己儿子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地 看了个遍 你没有受伤吧 没 我好着呢 啊 起 欢喜哥 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这是这几天的第几个喷嚏了 感冒了 梁雨丹有些担心 没 就是鼻子痒 欢喜哥满不在乎地说道 妈 我真的没事 这不是好着呢吗 你儿子四肢完好 有什么好担心的 到底是父亲 乔远翻看的比妻子淡然多了 看到危险 袖手旁观 那还是我儿子吗 欢喜 我听说 你还准备参加男子一百米和二百米的短跑项目 啊 几个人同时尖叫起来 这其中就包括欢喜哥在内 欢喜哥都是刚刚才知道的消息 乔远翻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呀 我在奥运代表团里有熟人 乔远翻永远都是这个借口 如果 我是说如果啊 只要你在游泳和短跑项目里 各拿一块奖牌 你也必然会成为奥运历史上的传奇 说得欢喜哥心里怪痒痒的 传奇 你家欢喜哥也能够成为传奇 可是 梁雨丹却更加的担心起来 这样会不会太累了呀 不会 欢喜哥一点都不在乎 你儿子我身体好着呢 对了爸妈 我现在住在郊外的仪状庄园里 那里的地方大着呢 而且安全 环境又好 还有专车接送 你们干脆全都搬过去吧 好啊好啊 安妮是第一个叫好的 能跟欢喜哥住在一起 她可是最高兴的一个 这样好吗 梁雨丹有些迟疑 妈有什么不好的呀 欢喜哥笑嘻嘻的说道 我的团队都是你赞助的 我在这里的费用也都是你赞助的 住在那个庄园里花的还不是你的钱 走走 莫胖子终于开口说道 我听说礼乐太乱了 还是住到欢喜哥那里安全点 欢喜哥 你不知道 这一趟可累死我了 看到那么多人赞成 梁雨丹也不再说什么了 现在 欢喜哥只需要担心一个小小的问题了 安妮和丁丁 嗯 他们是好朋友 他们不但不把对方当成敌人 而且是关系相当不错的朋友 但终究 他们最后会面临一个问题 是不是 欢喜哥该怎么办 夹在他们中间 可不是那么愉快的事情啊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大家的关注啊 第1,210章 李约热内卢奥运会开幕式 首都时间8月6日上午6点30分 巴西时间8月5日18点30分 历经各种磨难 风波不断 每一次的动荡 都有可能让本届奥运会夭折的李约热内卢奥运会 终于将在半个小时后 在万众瞩目下开幕了 随着巴西严重的经济衰落 本届将成为历史上最精打细算的奥运会 但这绝不妨碍 成为一次体育节的盛宴 一次全巴西的狂欢 大量的观众也纷纷入场 各国政要也都陆续出现了 据说这次开幕式的门票严重滞销 不过看看现场 来的观众还是不少的 安妮他们一行人 是在半小时前入场的 然后就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安妮看到了野泽香惠子带队的 欢喜歌亲卫队 三十个日本少女组成的拉拉队 安妮跑到了他们当中 亲密地跟野泽香惠子 在那里窃窃私语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前线传来了惊人的消息 负责转播本届奥运会的中国国家电视台 著名的播音员 吴天硕 拱指忧 早就坐在转播席上了 吴天硕 看着刚刚收到的一份消息 带着惊讶的语气 告诉国内正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本届奥运会 我国棋手 著名的游泳运动员雷欢喜 还将参加男子一百米和二百米 短跑的角逐 这可真的是石破天惊的消息了 温知道 公指忧对身边的特邀转播嘉宾温家燃说道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 温家燃在那里想了一下 说道 这还真问倒我了 应该说 奥运会没有明文禁止运动员 跨大象参加比赛 但真的这么做了 怎么说呢 有些太疯狂了 毕竟游泳和田径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项目 你能想象 让博尔特去参加游泳比赛吗 具体雷欢喜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武天硕看了一下时间 好的 本届里约热内卢奥运会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倒计时开始了 当时间定格在首都时间七点 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正式开幕 首先就是贵宾入场 巴西国家元首 国际奥委会入席 接着是升巴西国旗 奏巴西国歌 然后就是两个小时的文艺表演 这两个小时的文艺表演 彻底地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了 虽然里约的混乱 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但桑巴舞和巴西的热情 却是能够迅速让体育馆内 变成异常的狂欢的 尤其是大量近乎赤裸的巴西热辣美女入场 用狂野的桑巴舞调动起了全场的情绪后 观众被彻底地征服了 整个体育场 几乎所有的观众都加入到了舞蹈的行列中 这不再是体育场 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舞池 安妮在跳 叶泽香惠子在跳 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跳 这是一次盛会 这是一次狂欢 之前所有和里约有关的负面新闻 被所有人都暂时忘却了 在他们的心目中 此时此刻 只有这次盛大而狂野的表演 尖叫声 欢呼声 一浪一浪地在体育场内响起 著名的墨西哥人浪 也再次地出现在了体育场内 认识的 不认识的 欧洲的 亚洲的 美洲的 男人 女人 孩子 所有的人都手拉着手 一次次地举起狂欢的人浪 一次次地把体育场 变成一个全人类瞩目的焦点所在 这就是奥运会的魅力所在 巴西的经济还在继续下滑 李悦的治安依旧很差 各种各样的罢工还在爆发着 但是此时此刻 又有谁会在乎呢 两个小时的表演 一瞬即过 时间在这里是如此的短暂 观众们很明显地意犹未尽 运动员入场式开始了 按照奥运会的惯例 最先入场的是希腊代表团 然后是各国代表团 按照首字母的顺序入场 当本国运动员入场的时候 总是能够得到这个国家 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 欢喜哥又打了个喷嚏 稳住 稳住 千万不能发慌 可为什么觉得自己的腿有些发抖呢 欢喜哥也算是经历过不少大场面的 可今天要做的事还是生平手造 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自己啊 下面入场的将是中国奥运健儿 转播席上 播音员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兴奋起来 中国国家奥运代表团 体育场内的扩音器 已经成功地瓦解了准备对本届奥运会进行破坏的18阶黑帮和马拉黑帮 击毙抓捕了大量的黑帮分子 确保了奥运会能够顺利开幕 要知道 作为巴西的代总统 米歇尔特梅尔可是蒙受了巨大的压力 一旦凯姆市 发生任何的变故 这个责任谁也承担不起 万幸的是 李约市政府 在这个叫雷欢喜的中国人的帮助下 成功地度过了一次危机 他可是全巴黎 全法国的英雄 米歇尔特梅尔 情不自禁地 看向了法国总理瓦尔斯 是的 瓦尔斯目不转睛 很认真地用掌声欢迎着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入场 他必须要感谢这个年轻的中国人 否则 巴黎要再来那么一次爆炸 他这个总理很有可能就无法出现在李约了 法国政府又会蒙受什么样的压力呢 中国奥运代表团出现了 骑手雷欢喜 当踏入体育场的第一步开始以后 欢喜哥发现自己的紧张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 深呼吸 放轻松 这只是一次狂欢而已 咦 前面的举牌美女身材真好 当这个念头从欢喜哥的脑海里出现时 他真的完全放松了 在观众们一阵阵的欢呼声中 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的所有运动员 不断地挥手示意 照相 走在队伍最前列的就是我国的棋手雷欢喜 小伙子真精神 转播席上 五天硕如此说道 我国奥运代表团 在本届奥运会上 将在游泳 乒乓 羽毛球等多个项目上 向金牌发起冲击 尤其是雷欢喜 他在游泳项目上拥有很强的实力 将负责为中国游泳队取得重大的突破 当然 他如果能够在短跑项目上取得一枚奖牌 他必然将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的传奇 欢喜哥 欢喜哥 观众席上 安妮 叶泽香惠子 和欢喜哥亲为对的那些美女们 看到欢喜哥出现的时候 疯狂地狂呼乱叫起来 放炮仗 放炮仗 云东市驻南镇仙桃村 打鼓场上放着一个大屏幕的投影电视 当雷欢喜哥中国奥运代表团出现时 徐大哥忙不迭地大叫起来 噼里啪啦的炮上声一阵阵地响起 光彩呀光彩呀 徐大哥激动得眼眶都湿润了 这可是我们仙桃村从来没有过的光彩呀 老雷 看看你的孙子 你孙子出息了 代表咱们国家当棋手了 你养了个好孙子 你在天之灵 可以暗些了 微笑地看着电视的旗帜城 突然发现 自己的眼眶也有一些湿润起来 地下室里 小胖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电视 嗯好吧 虽然小胖并不愿意承认 但电视里的欢喜哥还是挺帅的 什么 欢喜哥还要去参加赛跑比赛 好吧好吧 不管是游泳还是赛跑 正常的人类 有谁能够比得上欢喜哥呢 小胖吃了一大口的薯片 忽然 他停止了咀嚼 不对不对 欢喜哥的身子 刚才抖了一下 不是因为紧张 绝对不是 小胖凑近了电视 欢喜哥的脸色 在外人看起来 是正常的脸色 但是 在小胖看起来 却是绝对的不正常 欢喜哥出事了 欢喜哥的身体肯定出事了 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大事 现在还没有爆发 但是很快就会发作了 怎么办 巴西啊 远在千里之外 外面的炮掌声不断地传来 小胖没有一分一秒的迟疑 立刻离开了自己的地下室 无论如何 都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赶到那个什么地方来着 对 里约热内炉 走海路 能够帮欢喜哥渡过难关的 只有小胖了 当终于走过观众席 欢喜哥一直强忍着的那个喷嚏 到底还是打了出来 不过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 欢喜哥成功地完成了棋手的任务 可是自己难道真的感冒了吗 开玩笑吧 就自己的这身体还会感冒 只不过就是这两天打喷嚏不断而已 观众们热情的欢呼和掌声 还在不断地传来 欢喜哥 欢喜哥 喝个影 秦小曼走了过来 把手机交给了自己的队友 跟欢喜哥贴身站在了一起 一张拍完 又握着雷欢喜的手举起来 在国旗下又拍了一张 欢喜哥 你的手好冷啊 拍完照 秦小曼说了一句 冰冰凉的 我害怕呀 欢喜哥笑嘻嘻地说道 你都不知道 我刚才举着国旗的时候 有多担心 就生怕出什么洋相 那时候丢的 可不光是我雷欢喜的脸呢 欢喜哥 自从我认识你 你还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 嘿嘿 咱今天代表的 不是整个国家吗 能不认真吗 欢喜哥嘻笑着 但却非常认真的 说出了这些话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享受听到我播讲的 更多更快的小说 请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播书人郭瑞 不要忘记呀 微信公众号是 播书人郭瑞 期待大家的关注啊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当开幕式圆满的结束后 欢喜哥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别墅 而是和其他的运动员 一起留在了奥运村内 一回到奥运村 一个惊人的消息 传到了雷欢喜的耳朵里 法国总理瓦尔斯 希望能够和雷欢喜先生 见上一面 开玩笑 经过议会讨论 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是怎么一回事 在法国的历史上 有不少的中国人 都被法国政府授予过勋章 比如说 大文学家 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 就被授予过 法兰西司令官 文学与艺术勋章 但是 法兰西大十字英勇 和战斗勋章 或许雷欢喜 是第一个 被授予这样勋章的中国人 这可是法国 除了军团长级以外 最高的勋章了 同时 我代表巴黎市政府 和全巴黎人民 授予您 巴黎荣誉市民勋章 又一枚勋章 佩戴到了 欢喜哥的胸前 梦境 这绝对是梦境 直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欢喜哥还以为 自己现在是在梦境里 法兰西大十字英勇 和战斗勋章 巴黎荣誉市民 这些可都是巨大的荣耀啊 欢喜哥又响亮地 打了个喷嚏 那个法国总理 还热情地邀请自己 在奥运会比赛任务结束后 再次访问法国 访问 怎么弄得自己 好像是什么领导人一样 有点冷 是房间的空调温度 打得太低了吗 欢喜哥 起身关掉了空调 然后又打开了窗户 还是冷 欢喜哥觉得 自己好像是 跌进了冰窟窿里 把被子 劈到了身上 可是寒意 还是一阵阵地 从身体的最深处袭来 见鬼了 难道真的生病了 欢喜哥心里算了一下 自己都快要忘记 生病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他的牙齿直抖 其实这个时候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的身体内部 正在发生着 最危险的变化 一种病毒 已经在不知道什么时候 侵入到他的体内 而雷欢喜的身体 明显对这种病毒 相当地忌惮 拥有龙王灵力的身体 竟然会对某种病毒忌惮 身体里的力量 迅速地开始活动起来 企图消灭这种病毒 血液正在凝结 欢喜哥的寒冷 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个时候的欢喜哥 整个人 其实已经变成了 一个大冰柜 换成一个普通人 恐怕现在 早就已经死亡了 冷 真的冷 欢喜哥发现自己 就快要被冻死了 巴西里约热内卢 万里迢迢 小胖不顾一切地 在大海里游动着 必须要及时地赶到那里 否则的话 欢喜哥就要完蛋了 问题是 太遥远了 小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必须要靠着海洋里的生物 为自己指引道路 尽管小胖和路芒 没有任何关系 但要这么一直游到 里约热内卢 还是非常耗时间的 欢喜哥 能够支撑到 那个时候吗 小胖不知道 希望之前给欢喜哥 吞服下 用来应急的 那颗血猪 可以帮助到 欢喜哥吧 欢喜哥的身体 已经到了 最危急的时刻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胖 给他吞服下的 最后一枚血猪的力量 终于开始体现 他开始活动了起来 协助着欢喜哥的身体 控制着身体里的病毒 仅仅是控制 没有办法消灭 而且更加奇怪的是 身体里的龙王灵力 根本无动于衷 按理说 欢喜哥的身体 早就已经是百毒不侵了 怎么会有病毒 能够对他造成破坏呢 万幸的是 在欢喜哥身体 和血猪的 共同努力下 病毒被渐渐地控制住 那种彻骨的含义 也在一点点地消退 可是 谁也无法确定 病毒能够被控制 多长时间 欢喜哥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该死的 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扔掉了被子 欢喜哥 发现自己的身体 特别地虚弱 勉强从床上爬起来 脚刚落地 身子一软 差点摔倒在地 欢喜哥 急忙一扶前面的桌子 勉强支撑住了 没有倒地 好疼啊 该死的装修 那桌子明显是草率完工的 边角凸出来的一块 特别地锋利 欢喜哥的手 正巧按到了 那个凸起的锋利处上 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忽然把右手 举到了自己面前 这是什么 血 这是血 自己竟然流血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欢喜哥 全身铜金铁骨 能够伤到他的 就只有他自己那把 无坚不摧的水果刀 可是 现在他的手 居然被一张桌子 给划伤了 难道自己现在 真的是在梦境中 欢喜哥 活动了一下身子 发现身子 虽然虚弱了些 但力量依然还在 可是 铜金铁骨呢 铜金铁骨到哪里去了 欢喜哥没有死心 他找来了一把刀 保佑保佑 拜托拜托 他一咬牙 用力地 在自己的手指上 划了一刀 妈呀疼 然后 他看到手指 真的被划破了 鲜血竟然 真的又流了出来 小胖小胖 你在哪里呀 你赶快来救救 你家欢喜哥的命啊 欢喜哥忽然发现 自己在这一刻 特别地无助 茫茫的大海里 小胖游得非常吃力 倒不是体力上的 而是要准确地定位 到里约热内炉 非常的麻烦 又没有办法 跟鱼类直接交流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 小胖非常担心 怎么会这样呢 在欢喜哥的身体里 发生了什么事 生病 不可能 小胖很快就否决了 这个想法 人类的疾病 绝对跟欢喜哥无缘 只有尽快地赶到 欢喜哥的身边 才能够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观众朋友们 现在是里约奥运会的直播时间 我们正在游泳馆里 等待着男子400米 自由泳预赛的开始 是的 本来按照计划 预赛 我们是不转播的 但是 由于我们 有可能在这届奥运会上 见证一个奇迹的诞生 即跨大象选手 雷欢喜参加的第一个比赛 所以 我们还是决定 转播这次预赛 图指导 您以前也是著名的游泳运动员 曾经拿过亚运会的男子 400米自由泳金牌 您认为 一个选手跨大象 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有多大 完全不可能 特邀嘉宾图指导 毫不犹豫地说道 众所周知 游泳和田径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项目 这就等于 让菲尔普斯去跑100米 让博尔特 进游泳馆比赛一样 说到这里 他的话锋一转 不过 雷欢喜这名选手 我们还是不能用 正常的眼光来看待他 在他初次展露头角 参加国内比赛的时候 没有人看好他 亚运会的时候 也是如此 可是 他都创造出了佳绩 哦 还有 据说他在法国巴黎 带着炸弹奔跑的时候 速度奇快 也许没准 他这次 真的能够 创造出奇迹呢 但也有人说 那是在他生命 遭受威胁的时候 把身体里的 全部潜能 都激发出来了 主持人笑着说道 当然 具体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拭目以待 图知道 即将开始的 400米自由泳 您是怎么看的 雷欢喜 在400米中 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澳大利亚人 约翰尼斯 霍顿 这名澳大利亚小将 他是专攻400米的 而且在今年 多次创造出 世界最好的成绩 当然 英国人詹姆斯 改一的实力 也绝对不容小觑 他才只有20岁 而且在这个项目上 仅次于霍顿排名 世界第二的 那么我们就等待着 三个小时以后 即将开始的男子400米 自由泳预赛吧 美国转播席 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克克尔先生 那名被誉为 中国游泳天才的 雷欢喜选手 竟然还要报名 参加男子100米 和200米短道赛跑 您是怎么看待的 克克尔耸了耸肩 要么是我疯了 要么是这个 叫雷欢喜的人疯了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 发生过这样的事吗 也许有过 但那是远古时代的事情了 现在 谁还会做出 那么疯狂的事情啊 天哪 他的确是全法国的英雄 在泳池里 也许的确有很强劲的实力 但他在赛跑项目上 绝对无法取得任何成绩的 主持人知道 克克尔是美国体育界 有名的大嘴巴 但是如果雷欢喜能够有所突破 并且带给世界一个奇迹呢 那我就去亲吻驴的屁股 克克尔想都不想 就脱口而出 真的 主持人看到克克尔上了自己的沟 立刻变得兴奋起来 您能够再重复一下 您刚才说的话吗 当然 我可以一百次的重复 克克尔丝毫不犹豫 如果雷欢喜能够进入男子 短道赛跑任何一个项目的前八名 我就在电视上去亲吻一只驴的屁股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等待决赛那一天的到来了 只需要雷欢喜能够出现在 短道赛跑上决赛的赛场上 主持人顿时开始变得无比兴奋起来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是外号的外号 人类极限记录 在釜山亚运会上 雷欢喜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中 竟然游进了人类的极限 三分四十秒内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记录 而今天他将在礼约奥运会上捍卫自己的荣誉 他是这个永道里游得最快的人类 今天他将和另外两名中国选手班松 与曲舒华一起出征四百米的预赛 一大早 雷欢喜的团队就到了 见到阿尼了 面对丁丁提供的营养早餐 我们的欢喜哥愁眉苦脸 嗯 见到了 比上次见的时候更加漂亮了 丁丁面无表情 催促着欢喜哥 赶紧把早餐吃完 昨天晚上我们还睡在了一起 聊了大半个晚上 啊 是你把安妮睡了 还是安妮把你给睡了呀 欢喜哥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 让本来一直板着脸的丁丁 再也忍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红着脸骂了一声流氓 嘿嘿 流氓就流氓 要是你们两个当中 能够多个你家欢喜哥就好了 一顿早饭吃完 丁丁帮他初步检查了一下身体 并没有什么异样 他大概不会想到 昨天晚上雷欢喜在生死边缘 游走了一圈吧 由于是浴赛 游泳馆内的观众并不是很多 当然 雷欢喜的那些支持者 毫无例外的 全部都到了 就连野泽伍芝 卢卡斯这些人也到了 雷欢喜可是野泽伍芝的大恩人 尤其是自己的女儿 还非常非常地喜欢这个年轻人 嗯 他也知道 自己女儿的机会并不大 但总要努力尝试一下 是不是 乔先生 您来了 一看到乔远藩 野泽伍芝 立刻恭恭敬敬地说道 我已经为您和您的夫人 以及卢卡斯先生 预定了贵宾席 卢卡斯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在贵宾席里 乔远藩笑着说道 你对体育的兴趣可不浓厚啊 不不 我对体育的兴趣的确没有 但我对一切可能赚钱的项目 都非常地有兴趣 卢卡斯很严肃地说道 我是雷欢喜的全球经纪人 还是他一些项目的投资者 从理论上来说 他是我的财产 我必须要保护好 并且大力发展我的财产 我已经为他联系了21个广告代言 如果他能够在这次取得好成绩的话 这21个全球广告代言 都可以拿下了 乔远藩和梁宇丹 面面相去 苦笑不止 21个广告代言 这是要把自己的宝贝儿子累坏的节奏啊 让我欣喜的是 雷欢喜还决定了 要参加跑步项目的比赛 卢卡斯略显得有些兴奋 不管他能够出什么成绩 起码这已经是奥运会上 一件很了不起的壮举了 所以我有信心 把他的广告代言增加到30个左右 当然 鉴于李约让人不安的治安 我已经帮他配备了四个保镖 并且根据情况 保镖的人数 还有可能进一步的增加 乔远翻苦笑着说道 卢卡斯啊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国内的情况 雷欢喜在游泳队里有些特权 领导甚至批准 他可以不住在奥运村内 但是这样的特权必须有个限度 如果他出入都有保镖跟着 那会对他在队友们之间造成不太好的影响 所以我建议你取消这四个保镖 我坚持 但是如果你也坚持的话 我服从 卢卡斯很明显的 不太放心 李约的治安很糟糕 太糟糕了 就在不久前 除了一个中国运动员被抢劫 四个中国反兴奋计机构的官员刚出机场 全部的行李就遭到了洗劫 为此 李约奥运会组委会 还特意向中国奥运代表团道歉了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最重要的客户 雷欢喜在这里 卢卡斯是绝对不会来这个可怕的地方的 不过万幸的是 他通过内部消息 得知了李约一个最大的黑帮 遭到了警方的沉重打击 治安问题 多少的得到了一些缓解 游泳馆里大概做了有三分之一的观众 上座率不是太让人兴奋 当然 这一状况到了几个小时后 决赛开始会得到改变的 乔远番看了一下时间 离预赛正式开始 还有一个小时 估计这个时候 自己的儿子 应该已经进入游泳馆了吧 斯蒂芬先生 让我转达他的歉意 这个时候 卢卡斯说道 他本来现在也应该出现在这里了 但是在德国的一些事情拖住了他 不过在雷欢喜下一个比赛项目开始前 他会赶到李约的 乔远番沉吟地说道 今天的比赛结束后 我会跟斯蒂芬先生通个电话的 上次泰国 他帮了我的儿子 我还没有好好地谢过他 卢卡斯却忽然笑了 他的弟弟哈特曼先生也在里院 乔先生 你能够想象得到 这两个兄弟一见面 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乔远番哭笑不得 这两个兄弟 哪里是什么兄弟啊 根本就是死对头 更加让他头疼的 是两兄弟跟自己的儿子 关系相当不错 这不是什么好事 乔远番期望的 是雷欢喜千万不要牵扯进 他们兄弟的家族内斗里 要不然 那不但是不好玩的事情 反而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可是 就连乔远番这样的人 也都没有办法制止 雷欢喜 这是预赛 不要发力 确保进入决赛就可以了 游泳馆内 国家游泳队副总教练 石顺忠 是专门负责雷欢喜的主管教练 调整一下状态 争取在决赛的时候 进入到自己的最佳状态 知道了 石教练 欢喜哥 根本就没有把这次的预赛 当一回事 喷体已经不打了 大概病好了吧 只要没有病 谁能够阻挡自己在游泳池中称王呢 只是身上略略有些燥热的感觉 不碍事 大概是自己成为了奥运棋手 身上的责任加重了 心里多少有些紧张的缘故吧 雷欢喜 你的脸色好像不是太好 身为雷欢喜的首席医疗保障专家 丁顶敏锐地发现了一些什么不对的地方 没事 我好着呢 欢喜哥充满信心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胸口 好的 各位观众 男子400米游泳预赛 很快就要开始了 我是这次游泳比赛的转播主持焦文海 坐在我们身边的是前著名游泳运动员 图宇昂 图知道 大家好 我是图宇昂 在十几个小时前结束的奥运会开幕式 还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正式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在今天的预赛里 我们的种子选手雷欢喜 应该说 面临的压力并不大 相反 是班松泉和曲书华 那两组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按照雷欢喜在国内 以及釜山亚运会上的表现来看 我个人的判断 是雷欢喜会在预赛里保留实力 是啊 雷欢喜一直喜欢这么做 预赛里看起来让人提心吊胆的 可是一到决赛里就变得生龙活虎了 好的 观众朋友们 男子四百米自由泳预赛 第一组的比赛运动员已经入场了 运动员们一个接着一个入场 当雷欢喜出现的时候 现场立刻沸腾起来 毕竟 他可是带着欢喜哥亲卫队来的 那三十个美女组成的拉拉队 特别的显眼 成为了今天比赛场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观众们的目光也纷纷地投向这里 哎 为什么那么多美女中会混着一个大胖子呢 这画面也未免太不协调了一点吧 雷欢喜 雷欢喜 在整齐华一的口号声中 雷欢喜笑着朝那个看台摆了摆手 结果很快就引来了更大的欢呼声 我擦 安妮在拉拉队里也就算了 你个墨胖子也混在里面 做什么呀 哎 身体那种躁着的感觉 好像加深了一些 雷欢喜的心里 开始有了一种隐隐的不祥的预感 运动员们已经站在了起跳台上 好的 观众朋友们 里约热内卢 奥运会男子四百米自由泳的预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嗯 裁判员的枪声响了 男子四百米自由泳预赛开始 雷欢喜是第一个入水的 哼 他今天没有保留 我的预测错了 但是 没关系 我希望我错了 雷欢喜在第一个五十米处 就处在领先位置 看来 到了奥运会上 他的状态感觉 完全来了 二百米转弯的时候 那种燥热的感觉 开始加重 雷欢喜没有理会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必须要坚持着 把比赛给比完 那么多人看着自己呢 还剩下最后五十米 雷欢喜遥遥领先 当然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他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保留的 距离他的极限记录 也依然有很大的差距 说句我们特别期待的话 我们希望他能够在决赛里 把他的极限记录自己给破了 没有悬念 没有悬念 雷欢喜第一个出币 三分四十三秒三十八 哦 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了 那些雷欢喜的拥护者们 正在那里欢呼 哈哈 在决赛 我想这样的欢呼 会一次次的响起的 雷欢喜也在水里 向他们挥手呢 好的 男子四百米预赛 第一组的比赛就结束了 雷欢喜是这个小组的第一 也顺利的挺进了决赛 这也会给他的队友们 带来更大的信心的 快看 刚刚出水的雷欢喜 倒在了地上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第一的雷欢喜 刚出水 就昏倒在地上 现场响起了一片的惊呼 雷欢喜昏倒了 他竟然昏倒了 观众席上所有的人 都站了起来 欢喜怎么了 欢喜怎么了 梁雨丹急得六身无主 可是现场有谁 能够知道 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大量的人在医院里 焦虑地等待着 雷欢喜的团队 雷欢喜的家人朋友 国家游泳队的 中国奥运代表团的 太突然了 真的太突然了 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 怎么刚出水 就忽然昏倒了 赛卡病毒 难道是赛卡病毒 真是那样的话 可就真的什么都完了 这可是国家游泳队 最大的希望所在啊 医生走了出来 所有人立刻围了上去 万幸 血液里没有检测出 赛卡病毒 医生的第一句话 顿时让每个人的心 都放了下来 但是 他的体温非常高 达到了惊人的42度 已经处在了危险阶段 我们正在给他做降温处理 从目前的检测来看 只是一次普通的发热 但是 他的身体会非常虚弱 从医生的角度来说 已经无法继续参加比赛了 完了 完了 麦考莱医生 病人的体温已经降到39度了 好的 我马上去看一下 麦考莱医生走了进去 剩下的那些人 面面相觑 怎么办 医生已经说他 身体非常虚弱 无法继续参加比赛了 现在距离决赛 还有八个小时 放弃吧 石顺忠是雷欢喜的主管教练 虽然我真的很希望 他能够参加比赛 但那是对雷欢喜身体的摧残 我是他的主管教练 我强烈要求雷欢喜 放弃剩下的比赛 我赞成 身为雷欢喜 保障团队的医疗保障专家 丁丁 毫不犹豫地 站到了石顺忠的这一边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 强行参赛的话 肯定会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 在未来会造成很严重的损害 而且我们还必须正面一个事实 假设雷欢喜要继续参加比赛 他也不能服用任何退烧 或者别的治疗药物 只能靠物理降温 否则连药剑那一关他都通不过 是啊 雷欢喜不能吃药 连药剑那一关都通不过 中国奥运代表团和国家游泳队的几个领导 急匆匆地开了一个小会 奥运代表团的团长说道 我们决定了 从运动员的健康考虑 我们放弃雷欢喜剩下的比赛 我这就准备新闻发布会 等等 这时候一个声音响起 安妮 安妮看了看身边的人 然后淡淡地说道 欢喜哥不会答应的 什么 他在那里说什么 欢喜哥不会答应的 安妮重复了一遍这句话 我了解欢喜哥 他一定不会答应放弃比赛的 你们不知道他的性格 任何事情他都不会半途而废 他是奥运会的棋手 你们不知道这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些仙套村的村民们 都在电视机前看着他 等着他在遇而归 他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可是他的身体 你听我把话说完 安妮此时表现的是那样的坚定 我知道欢喜哥现在在想什么 他不但要比游泳 而且还要比赛跑 他放弃 会让他成为一个笑话的 欢喜哥什么都能够忍 唯独这个是他无法忍受的 谁要是现在劝他放弃比赛 他会恨谁一辈子的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也是他最后的一届奥运会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都会把比赛进行完的 现场一下子沉默下来 安妮了解欢喜哥 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比他更加了解欢喜哥了 甚至比雷欢喜的父母还要了解 雷欢喜先生拒绝任何药物治疗 这时候 麦考莱医生急匆匆地走了出来 并且他要求立刻见到你们 安妮说准了 他真的说准了 看着所有人都进了病房 安妮的嘴角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相信我 没有什么可以击败欢喜哥的 就算是疾病 也无法击败欢喜哥 雷欢喜浑身都好像 被包裹进了一团火焰中 火焰在不停地炙烤着他 想要把他完全地烤焦 迷蒙中 他感觉到自己被人抬了起来 耳边是救护车的声音 然后好像又进了医院 该死的 怎么回事 昨天是冷 今天是热得快要自己的命了 身体里的某些力量 也在竭力地抗争着 控制着企图重新肆虐 雷欢喜身体的病毒 但这次 却更加地困难了 到了医院里了吗 医生护士在帮他测量体温 然后是抽血吗 还好 自己的皮肤不知道为什么 不再是铜筋铁骨了 要不然 你们怎么抽血呀 喂喂喂 你少抽点 你不知道你家欢喜哥的血液 有多么宝贵吗 千万别检测出什么别的成分来 要不然 自己真的要被送到某某科研所了 那是什么 护士正在用酒精 擦拭着自己的胳膊 准备给自己挂水 浑浑沉沉的雷欢喜 猛地一把伸瘦 抓住了护士的手 然后艰难地说道 别给我挂水 别给我吃任何药 我要见外面的每个人 雷欢喜看到了自己的父母 看到了自己的团队 然后看到了自己的教练 和那些领导们 他只说了一句话 谁让我放弃比赛 我发誓 我会恨他一辈子的 怎么办 继续比赛 身为雷欢喜保障团队的负责人 何少明 开口说道 各位领导同志 这是雷欢喜个人强烈的意愿 我想我们应该尊重他的意愿 我甚至可以代表雷欢喜签署声明 强行比赛 发生任何的后果 都有我来承担 奥运代表团的领导妥协了 国家游泳队的领导 也妥协了 其实 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来说 还是希望雷欢喜 能够继续比赛的 毕竟 他是最大的希望所在 我还有一个要求 何少明想了一下 说道 我希望这次的新闻发布会 由我去面对那些记者 丁丁握住了安妮的手 真的 我以为我了解欢喜哥 可是我发现 没有人比你更加了解欢喜哥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 那么喜欢欢喜哥吗 因为他永远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这就是安妮唯一的回答了 可是他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什么 雷欢喜决定继续比赛 宾馆里 听到这个消息的卢卡斯 猛地站了起来 好好 让我们的公关团队 市场运营团队 全部第一时间赶到里院 不管雷欢喜这次 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我都要把他身上的商业价值 最大化地开发出来 他表现得非常兴奋 斯蒂芬没有看错他 哈特曼也没有看错他 没准他将来 真的是IFO里 最有希望的一个人 大量的中外记者 已经云集在了新闻发布厅 太意外了 真的太让人意外了 一些神通广大的记者 已经从医院方面得到了消息 雷欢喜的体温一度飙升到了 可怕的42度 这已经几乎超出了人类 所能够承受的范围 最新的进展呢 雷欢喜团队的负责人 新闻发言人何少明出现了 目前雷欢喜先生的体温 在39度到40度之间徘徊 已经排除了赛卡病毒的可能 雷欢喜先生非常的虚弱 前面的话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 而何少明下面的话才是重点 雷欢喜先生委托我 向所有的记者和他的支持者们 发表声明 他将继续参加 在几个小时后 进行的里约热内卢 奥运会男子自由泳 四百米的决赛 轰的一下 整个新闻发布会现场都炸开锅了 何少明先生 雷欢喜真的要继续参加比赛吗 冬妮冬妮 雷欢喜这是在拿自己的生命挑战呢 安静 请大家安静一下 何少明 努力地让现场安静下来 我再次地重申一次 这是雷欢喜先生 自己强烈要求的 没有任何人强迫他 相反 我们和奥运会的领导们 都竭力地反对他参赛 但是雷欢喜先生 自己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并且 因为众所周知的要件因素 所以雷欢喜先生 将不会服用任何药物 而是仅仅依靠物理降温 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 接受任何形式的要件 疯了 真的是疯了 谁都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发烧和感冒不一样 必须及时地得到治疗 否则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谁也不清楚 更加要命的是 中国人发烧了 很多人都有个习惯 喝红糖生姜茶 可是 生姜也一样 没有办法吃 因为 生姜里同样含有国际奥委会 禁止使用的某种成分在内 这也就是说 雷欢喜必须在没有任何药物治疗的情况下 完全凭借着自身来跟病魔做着抵抗 更何况 他还要比赛 还要取得好成绩呢 我们相信 雷欢喜先生 能够战胜一切的困难 这是我们团队对他的信心 何少明 看着那些 完全被震惊的记者们 先生们 女士们 几个小时后 让我们在决赛的场馆见吧 本次的新闻发布会 到此结束 就是这样 雷欢喜决定 继续带病参加比赛 让我们在最终决赛的场馆中 再见吧 准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动而亢奋的 都知道 您是怎么看的 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了 图指导连连感慨 一个普通人 发烧烧到了38度以上 都会觉得非常难受 身体虚弱无力 更何况 是一个参加高强度比赛的运动员呢 我们换个角度想想 即便换成是我 我也绝对没有办法 继续参加比赛了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呀 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了 他一连用了几个不可思议 是的 雷欢喜的精神 的确值得鼓励 但是 我说句观众朋友们 可能不乐意听的 在这样虚弱的身体条件下 要想取得好成绩 恐怕会非常的困难 哎 图指导也不由地 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 怎么了 欢喜病了 是啊 病了 电视转播的时候 我们都看着他倒下的 仙桃村里都快炸开锅了 欢喜病了 这可怎么了得呀 这几个小时的时间 当真算得上 是对村民们的煎熬了 在比赛开始 前六个小时不到 前方传来了消息 雷欢喜决定继续参加比赛 村民们不知道 雷欢喜患的病有多严重 可一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人人都没开眼笑起来 我就说嘛 一点病 对咱们的欢喜来说 算得了什么呢 要说这次比赛啊 还得看我们欢喜的 几百米来着 四百米 四百米 哦 那也不长啊 咱们欢喜一个坚持 就游过去了 国内转播大厅 现在具体决赛开始 还有三个小时不到了 我们得到的消息 是雷欢喜的身体状况 很不乐观 现在让我们连线前线记者 大家好 我是前线记者马光 几分钟前 我联系到了 雷欢喜的医疗保障专家 根据他告诉我 雷欢喜的体温 依然还是39度 由于他无法服用任何药物 只能依靠酒精降温 后 我看到了雷欢喜的 运动恢复专家 体能训练师左翼恒 大家稍等一下 老左 老左 马记者 什么事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国内直播 雷欢喜的情况怎么样了 刚才量了一下体温 39度没有降下来 身体非常虚弱 这样的情况下 他还是要坚持参赛吗 是的 没有人劝阻一下吗 劝阻 谁劝阻 他真要骂娘了 游泳池就是他的命根子 劝不了 你预计 雷欢喜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呢 左翼恒沉默了一下 尽力吧尽力吧 比赛现在是次要的 只要人没事就可以了 好了 不聊了 我们马上要出发了 好的 谢谢老左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主持人 目前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的 谢谢老左 谢谢马光 那么让我们一起为雷欢喜祈祷 并且对即将开始的奥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 拭目以待吧 男子400米决赛 运动员准备去 丁丁不停地用酒精 擦拭着雷欢喜的手掌心 帮助他的身体降温 可是 只有欢喜哥最清楚 这方法对他一点用都没有 自己不是发烧 而是别的什么特殊的原因 身体里的力量无法控制住 只能苦苦地在那里纠缠 保证自己的身体状况 不会进一步地恶化 大概唯一能够解决的 就只有小胖了 可是 现在的小胖 还在万里之遥的仙桃村呢 不管了 拼了 这是自己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 也是最后一届奥运会 无论如何 都要有一个美好的结果 热呀 热得要命 不光是体温高 身子里也依然好像有一团火 在炙烤着自己 更加严重的是 全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 雷欢喜在静静地休养着 希望能够在决赛正式到来之前 为自己积累下体力 就在这个时候 运动员准备区里的那些比赛选手们 忽然全体站了起来 接着 一起用力鼓掌 这掌声是献给雷欢喜的 这时候 两个年轻的外国选手 来到了雷欢喜的面前 你的主要竞争选手 美国选手贝拉米 和英国天才选手盖伊 何少明 在雷欢喜的耳边 低声说道 你是一个让人值得尊敬的选手 贝拉米先开口说道 请允许我送上我们的祝福 希望你的身体 能够尽快地好起来 盖伊也接口说道 不管最终的比赛 成绩如何 我都会永远记住 这届奥运会 永远记得你的 雷欢喜微笑着说道 谢谢 在比赛中 尽全力去争夺名次 就是对我最好的尊重 贝拉米和盖伊 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异口同声 同时说道 请相信 我们会这么做的 奥运会男子 400米自由泳 决赛现场 游泳馆内 已经坐无虚席 除了因为是决赛外 雷欢喜的带病参赛 也为上座率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每个人都想 来亲眼看一眼 生着如此重病的雷欢喜 到底是怎么比赛 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这可是绝大多数人 一生都无法遇到的机会 每一个人 都在等待着比赛的开始 谢谢你的儿子 提供了那么好的商业良机 在贵宾席里 卢卡斯很识认真地说道 我已经让我的团队 立刻飞复离约了 卢卡斯啊卢卡斯 你真是个精明的商人 但身上的人情味 也未免太少了 乔远帆也只能苦笑了 我儿子是拿命去比赛 你倒好 竟想着怎么利用他来赚钱 一个商人要考虑的 就是如何让利益最大化 卢卡斯一点都不难为情 我是雷欢喜的全球经纪人 我赚钱的同时 他获得的利益回报比我更大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在雷欢喜身边 有着太多讲人情味的朋友 他最缺乏的 就是我这样 唯利是图的商人 好吧好吧 乔远帆不得不承认 卢卡斯的话 还是很有道理的 在自己儿子的身边 各式各样的朋友 总是应该有的 尤其是像卢卡斯这样 精明无比的商人 看到自己的妻子 脸上写满了紧张 乔远帆握住了梁宇丹的手 放心吧 我们的儿子不会有事的 他总是能够带给我们惊喜 总是能够创造出 一个接着一个的奇迹 观众朋友们 激动人心的奥运会男子400米决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从预赛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接近9个小时 400米决赛 我国参赛选手 只有雷欢喜一个人 进入到了决赛 而且太具有转折性了 我们都期待着 即将发生的什么 游泳队的副总教练 石顺忠 当初也是我的教练 我刚才跟他取得了联系 由于没有服用任何药物 雷欢喜的体温 一直无法降下来 实在让人担心呢 我们在这里也无能为力 只能祈求老天爷的奇迹了 哈 我们看到国际奥委会的很多官员 也来到了现场 还有很多 我们没有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也来了 快看 看台上 那是雷欢喜的啦啦队吧 他们今天同意穿上了红色的衣服 上面有中文英文 写着奇迹创造者几个字 是啊 真的希望有奇迹发生啊 奥运会男子四百米自游泳决赛 现场 运动员准备进场了 全场一下子变得安静了 坐无虚席 运动员们陆续进入 进入到了专属自己的休息椅上 第八道选手 来自美国克里斯 凯尼恩 第五道选手 英国天才选手 世界排名第二 英国飞鱼 詹姆斯盖伊 本来按照规矩 应该介绍第四道选手了 可是现场私宜 却故意地跳了过去 第三道选手 澳大利亚游泳天才 世锦赛男子四百米自游泳金牌 澳大利亚宝石 约翰尼斯火盾 除了第四道 所有的运动员都介绍完了 刚才的掌声全都安静下来 每一个人的目光都落到了第四道 下面 让我们正中介绍 第四道选手 来自中国 男子四百米自由泳世界记录保持者 不可思议的男人 巴黎的守护者 中国铁人 雷神 雷欢喜 当思宜的最后一个字落定 全场响起了暴风雨一般疯狂的掌声和欢呼声 雷欢喜勉强让自己站了起来 冲着全场挥手致意 而这也引来了更加疯狂的狂呼声 奇怪 自己什么时候有那么多的外号了 还不可思议的男人 巴黎的守护者雷神 雷神都是拿着一把大锤的好吧 别当你家欢喜哥没有看过电影 一阵一阵热情的欢呼声 让原本应该在首都时间九点开始的比赛 足足推迟了十分钟 运动员们全都站到了起跳台上 每个人都能够看出来 站在第四头的雷欢喜 状态非常不好 他的双腿甚至无法支撑 而在那里发抖 只不过 现在观众看的 已经不再是雷欢喜 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了 而是他是否能够坚持游玩这四百米了 雷欢喜自己都不知道 不到终点 谁也猜不出结局 到底会是什么 欢呼声安静了下来 安妮紧紧地握住了身边 野泽香惠子的手 他很快地发现 野泽香惠子抓住自己手的时候 比自己更加的用力许多 碰 李约热内卢奥运会 男子四百米自游泳决赛 开始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